你区区一个凡人却让神仙们都战战兢兢 江子牙被你揍得满地找牙 他师父原始天尊也被你打得屁股开花 就连红军老祖都直言不是你的对手 可你却觉得自己只是个弱鸡 生怕风神里的大能们不经意把你灭了 只因穿越到风神世界后 你依旧是个平平无奇的凡人 尽管获得了千道系统 可奖励无非就是茶艺技能和绘画能力 偶尔也有茶叶和水果啥的 更让你无语的是自己还被限制了自由 只有等到风神大节开始才能走出这间茶铺 连续千道 两年伴你依旧没有得到半分修为 不过你茶铺却变得远近闻名 泡泡茶做作画的日子也不错 把刚画好的清修女帝九尾狐挂在墙上后 你就招呼起来往的客人 可你不知道的是 在你刚离开后 画里的九尾狐就活了过来 而且身上的修为竟然超越了准圣 就在这股气息释放的刹那 刚到昭哥城的打击猛地反应过来 等他来到茶铺看到画作时 立刻就把女娲的任务抛到了九霄云外 诱惑咒王能有什么前途 老娘不伺候了 跟在这样的人物身后 别说天仙了 就是大罗金仙都有望达到 得想办法让前辈收留我 苏打几心想 贸然开口肯定不妥 得略施计谋才行 苏打几苦思冥想了一会 有办法了 苏打几心生一计 快步走出茶寺 弄了几件破旧衣裳 找个没人处换上 又专门跑回陆长生的茶寺门口 卖身脏腹 卖身脏腹啊 苏打几气声喊道 模样倒是楚楚可怜 一位美女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特别还是天生魅惑的狐妖 引得众人纷纷围观 怜悯之心大气 可惜的是 围观的人里 三层外三层 就是没有陆长生 穿过人群 苏打几看到茶寺里忙得热火朝天的陆长生 不禁无语 你是没看见 我这么大一个美人 凄惨地跪在外面吗 就不能来稍微关心一下 哪怕只是为了一堵美色也行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事实上 陆长生还真没注意 他刚才在后院准备茶叶 没听见苏打几的喊声 而现在 又围了那么多人 啥都看不到 他就更没兴趣知道发生什么了 你不来 老娘自己进去还不行吗 苏打几气节道 起身就往茶寺走去 本就是一步之遥 抬脚便倒了 老爷 求求您 开开恩 买下小女子吧 奴婢愿意当牛做马 陆长生一愣 正要说话 突然一声叮咚 在他脑海中响起 任务发布 收留该女子 并帮助他安葬其父 任务奖励 有点神奇的砍柴刀 陆长生 等了二十年 系统总算是发布任务了 但是激动之余 还有些失望 这是什么鸟奖励 一把砍柴刀 还有点神奇 去你大爷的吧 这是打算接着让我牵到砍柴打猎吗 陆长生撇了撇嘴 唉 期待了几十年的任务 竟然只是收留一个女子 虽然 很漂亮吧 陆长生叹息一声 刚好茶寺里 缺一个养眼的侍女 端茶倒水 好吧 看你孝心感人的份上 我便帮你安葬令尊 陆长生说道 你以后 就当我的侍女吧 苏打几文言 顿时欣喜万分 只要迈出了这第一步 凭他的魅力 还怕这路前被不迷恋他 多谢老爷 收留了苏打几 陆长生最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能离开茶寺 出门走动了 当即就要带他去安葬其父 苏打几 我的老爷啊 这只是个借口啊 我爹早就不知道 死了几百年了好吗 就算是原生他爹 他爹还没死呢 难道要活埋 听了陆长生的话 苏打几连忙婉拒 岂敢劳烦老爷 奴婢自己来就好 对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陆长生问道 奴婢名换酒 苏打几失了的万福 没有用原本的名字 毕竟这里是昭歌城 那样太过招摇 前辈是隐于红尘的高人 肯定不洗麻烦不断 还是不要破坏前辈的清修为好 不然 惹恼了前辈 丢了机缘造化不说 自己估计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那行吧 你自己处理好了再回来 这是给你的卖身钱 陆长生也不抢求 递给苏打几一代 陈甸甸的铜币 至于他自己 天大地大 可算能撒欢一回了 被迫宅了二十年 狗系统终于肯放他出去了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女娲庙白白 目睹一下圣人的风采 玉须公 原始天尊高座鱼上 缓缓睁开了他那万年紧闭的双眼 看向昭歌 甚微弥漫三十三天 他眉头微皱 昭歌那边 轩缘坟三腰为何没有入宫 按照西方准题 建议二位道友的安排 此时那狐妖本该入宫才对 难不成出了变故 原始天尊想着 一道意念撕裂空间传出 很快 一个倒是来到玉须公 尊敬地喊道 师尊 原始天尊威严地 对下方跪拜的人影说道 江子牙 风神大劫将至 昭歌那边的布置 似乎出了变故 为师命你下山前去查探 原始天尊身若无处不在 缥缈浩荡 不带一丝情感 好似从九天之上传来 为师赐你两样法器 此乃混沌青莲 连半所花的打神鞭和封神榜 可助你一臂之力 说话间 两件威压汉天阵地的法宝 从他手中飘向江子牙 子牙谨遵尊师命 必不负师尊所望 江子牙万分恭敬地接过 两件法宝 转身下山去了 昭歌城外的女娲庙 陆长生心满意足地祭拜完后 迈步走回茶寺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正在发放 还是那么的冰冷 没有一点人情味 二十年里 他耳朵都快听出老简了 想必是九已经料理好了 其父的后事 完成了系统给的任务 陆长生想着 手中忽然一沉 低头看去 一把质朴的砍刀 出现在他视线里 想必这就是系统奖励的 有点神奇的砍柴刀了吧 果然神奇啊 神奇到 居然能和农民伯伯的柴刀 一般无二 他神奇 就神奇在神奇他妈了个八字 陆长生非常嫌弃地 随手将之丢在地上 躺倒在躺椅上 就在他闭目休息时 苏打几不知什么时候 走到了他身旁 他目光无意间撇过 被丢在地上的砍柴刀 瞬间呆滞 这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灵魂 都要被冻结撕碎了 无穷无尽的杀气扑面而来 恐怕只需要一丝一缕 就能要了他的小命 这是什么级别的法宝 净恐不如斯 难道是先天至宝 苏打几被吓得魂不附体 刹那间 有种死了成千上万次的感觉 愣什么呢 陆长生看见苏打几 呆滞了半天 出言叫醒 没什么 老爷出去一趟 肯定累了吧 让九儿为您捶捶肩吧 苏打几文言赶紧回神 再不敢去看那把砍柴刀一眼 身体紧紧贴住陆长生 妩媚地说道 是有些累了 还有些口渴 那九儿 你先去拿些水果来吃吧 陆长生吩咐道 是 老爷 苏打几硬道 他来到存放瓜果蔬菜的厢房 随意拿了几种瓜果 回到后院 开始为陆长生捶背 陆长生随意吃了几颗水果解了渴 这些都是系统奖励的 二十多年来早就吃腻了 于是便将剩下的水果 都交给了苏打几解决 苏打几健壮 樱桃小嘴微张 拿起一颗果子吃下 真好吃 话还没说完 面色忽然一愣 他的修为在吃下果子的瞬间突飞猛进 一步跃入天仙境 这 苏打几都惊呆了 他苦修数百年 竟还不如吃一颗果子来得快 这一定是先天极品灵果 老爷果然是绝世高人 阔绰到先天极品灵果都只是拿来当普通水果吃 然后 他又想到 厢房里摆满了这样的水果 该不会全部都是先天极品灵果吧 死 苏打几简直倒吸一口冷气 要是他全吃了 是不是直接就能成为大罗金仙 不 不行 他不能这么做 要是被老爷发现了 把他驱逐了怎么办 这一念头刚萌生 就被他给掐灭了 想必这是老爷在试探自己 是否忠诚 好不容易得来的进水楼台的机会 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念 而白白葬送 想到这 苏打几锤被更认真了 毕游公 通天教主听完了弟子赵公明的叙述 也是倍感惊讶 你是说 他有可能是隐秘在洪荒之中的圣人 通天问道 不是可能 是一定 弟子是大罗金仙 即便是准圣我也能看透一二 而那位陆老板的境界弟子 完全看不透 赵公明说道 没想到洪荒之中 还有其他圣人存在 风神亮节将至 为师 推算到结教 或有一难 如果此人愿意施以援手 那么结教还有一线圣迹 通天教主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又接着说道 你立即返回昭歌 务必要交好这位道友 有什么要求 尽量满足他 是 弟子遵命 赵公明道 话语落下 赵公明即刻化为流光 去向昭歌城 时间过去了几日 陆长生过得很是潇洒 虽不能离开茶寺 但身边多了位养眼的美人 也能给他结结闷 这一日 他正在砍柴锻炼身体 一名小二到后院说道 老板 有人找您 说是您朋友 朋友 陆长生 主着砍柴刀 随即说道 你让他来后院吧 小二去传话了 不一会 直接一男子 推开了后院的帘子 正是赵公明 原来是老赵啊 这是又想喝茶了 陆长生打句道 陆老板还要亲自砍柴啊 赵公明同样调侃道 同时目光短暂撇过 站在一旁的苏打紧 心中微微一震 这只九尾狐妖 怎么在这里 他一听师父通天教主说了 九尾狐妖 不遵圣誉 犯下大罪 羽娃宫那边 已经传出圣令 凡捉拿九尾妖狐者 赏先天领宝一见 只是没想到 是被陆前辈收服了 这也算是他的机缘 想来就算是女娃 也没办法 从陆前辈手里拿人吧 而苏打紧看见赵公明 同样没说话 默默去泡茶了 是啊 我也要锻炼身体啊 陆长生笑道 顺势展示了一波 自己健美的肌肉 就在赵公明刚要说话时 无意间扫过陆长生手里的砍柴刀 突然 一道惊天杀意 侵入他的原神 似要泯灭他的肉身与神魂 赵公明仿佛见鬼一样 下巴要砸到脚面 这 这 这刀上的杀伐之气 敢比师父的诸仙四剑还要恐怖 怎么可能 诸仙四剑自是神枪被毁后 乃是洪荒第一的杀伐至宝 这老板 随手的一把砍柴刀 竟然比诸仙四剑还要可怕 赵公明咽了口唾沫 诸仙四剑已经堪比极品先天至宝 这把砍柴刀 莫非是混沌至宝 如今洪荒 最强法宝 乃是盘古府一份而成的三件极品 先天至宝 太极图 混沌中 盘古藩 以及天道杀伐至宝诸仙剑阵 但 他师从三清 传承的盘古正宗 自然知道 在开天之前的混沌世界 存在着比先天至宝 还要强大无数倍的混沌至宝 赵公明心中顿时掀起滔天骇浪 震惊到说不出话了 他可不是苏达吉 他乃结教大罗金仙 什么级别的法宝没见过 但他也没想到 此刻 他竟然见识到了一件混沌至宝 要知道 就连他的师尊通天教主 都没有这个等级的法宝 整个洪荒世界 已经没有混沌至宝了 这位陆老板 难道是开天之前就活下来的老怪物 从盘古开天中 活下来的混沌神魔 这 这是辈分比他师尊通天教主还要高的存在 见陆长生还要接着匹柴 赵公明哪敢在陆长生干活的时候旁观 当然 他很想摸摸这柄混沌至宝级别的刀 赵公明说道 陆老板 我来帮您吧 陆长生连忙制止 你是客人 哪有让客人干活的道理 没事 我师父经常教导 我要乐于助人 我也谨记师父的教诲 赵公明说道 你倒是热心 陆长生无奈道 只好将砍柴刀递给他 赵公明兴奋地向着孩子 一把握住刀柄 谁知道身形一尘 直接趴在了地上 雾草 这 握金拿不起来这刀 赵公明一脸地不敢置信 自己不是大罗金仙吗 这么连一把刀都拿不起来 不愧是混沌至宝 他没见过 他不知道 只能猜测 哈哈 老赵 你这身体 也是虚的不行啊 一把砍柴刀都拿不动 陆长生大笑道 赵公明脸色尴尬无比 还是我来吧 陆长生扶起赵公明 顺势拿起砍柴刀 咔嚓 一根木头被陆长生劈成两半 一旁的赵公明却看愣了 陆前辈匹匹柴的一举一动中 竟充满了盗狱 就仿佛不是在匹柴 而是一位刀刀大家 在掩饰刀法 陆前辈果然恐怖 他的刀法 恐怕已经化繁为简 随意一刀 蕴含着至高无上的大道感悟 赵公明心中想着 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陆长生自然是不知道赵公明内心想法的 不然他都能笑死 自己区区一介凡人 哪来的什么大道感悟 开什么玩笑 此时此刻 昭歌城外 一个道士站在远处 看着雄伟昭歌城 天降玄鸟 降而生伤 想当初承汤生育四海 如今却要葬送在这伤王子兽手中 道士叹息一声 踏入昭歌城 就在茶寺生意如火如荼时 江子牙下山来到了昭歌城 唉 凡夫俗子的七情六欲 是修仙的志广 平道方走了几万里路 竟然口渴了 江子牙抿了鸣嘴 环顾四周 看到一家生意红火的茶寺 江子牙捋了捋胡须 隔着几十米 竟然闻到了鸟鸟茶香 好茶 江子牙心中震惊 没想到在这红尘俗室 竟然有如此缥缈的茶香 甚至比喻虚宫的鲜茶 还要沁人心脾 江子牙心中充满好奇 快步走进茶寺 老板 上茶 可刚一进茶寺 就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妖气 江子牙眼神微宁 变得凌厉 这间茶寺里 有大妖 江子牙诗成原始天尊 本事还是有一些的 当即开启天眼 很快就锁定了 正在后院伺候的苏打紧 千年九尾狐 原来 你在这里蛊惑凡人 江子牙冷哼一声 站起身来 冷声道 妖孽 你以为藏在此处 我便找不到你 只见他浑身鲜光大起 打身边金芒大作 快速抽出一边 他想要逼迫苏打紧 献出狐妖真身 然后再将其带去玉须弓 听后发落 江子牙 苏打紧紧咬银鸭 恼怒道 苏打紧的修为已是天仙 比江子牙还要高尚不少 岂能允许 他这般怀自己的好事 当场就要出手对付江子牙 不行 我不能出手 我在老爷的面前 一直扮演一个柔弱女子形象 这要是一动手 岂不是全暴露了 想到这 苏打紧硬生生收回了法术 只是迟疑之间 打身边 就要落到了打紧头顶 陆长生本来在和赵公民愉快地聊着天 突然一冷 住手 突然 他大吼一声 吓得赵公民一个裂剑 天塌了吗 圣人竟然如此暴怒 陆长生大骂一声 大步走了出来 哪来的风道人敢在我的地盘闹事 陆长生冷声贺问道 你是那个姓赵的 江子牙压根不看陆长生 而是看向旁边的赵公民 很疑惑 他为何在此 至于陆长生的贺问 一个凡人蜂蜂蜂蜂罢了 他还不放在眼里 而且 江子牙为了不引起城内骚乱 已经将整个查词的人都定住了 待他解决了眼前这个妖孽 百姓们自会感恩戴德 想必还会获得一笔不小的功德 你认识? 陆长生转头问赵公民 算是认识吧 不过关系不是很好 没想到他居然下山了 赵公民说道 内心很是慎重 铲叫之人下山 表面风神亮节已经开始了 很快整个洪荒 都将是山羽欲来风满楼 你和这妖孽什么关系? 江子牙问道 不过是在问赵公民 这位是陆老板的侍女 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赵公民不客气地呵斥道 什么妖孽? 她是我的侍女 反而是你 在我的茶寺里大打出手 难道不知道道歉二字这么写吗? 陆长生眼中闪过一丝冷力 妖孽便是妖孽 此妖不除 天下避乱 江子牙开口道 浑身仙气缭绕 打神鞭爆发金光 猛地抽象陆长生 是打神鞭? 赵公民亚然 心想 江子牙果然就是 铲叫派出的主持风神之人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希望陆前辈最好能打死他 这样就能拖延风神开启的时间了 而就在江子牙以为陆长生即将生死 准备再度对付苏打几之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 荡过他的身体 浑身仙气被打散 他突然发现自己全部修为都被禁锢 此时的他和凡人无异 一股浓浓的死亡威胁笼罩着他 他感觉自己好像随时都会死去 这怎么可能? 江子牙骇然道 紧接着身形一个亮呛 打神鞭脱手而出 再看陆长生 赫然将打神鞭拿在手中 轻轻一扯 好像纸糊的一样 竟断成了两截 就这 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陆长生冷哼着 一拳接着一拳打在江子牙脸上 打得他一阵头晕目眩 栽倒在地 陆长生见江子牙被打得差不多老实了 先把他身上搜了个遍 结果一个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发现 就只有一个不起眼的书册 原来是个穷鬼 陆长生唾骂一声 提起江子牙的一条腿 拖着他就向外走去 用力一扔 像丢死狗一样丢到大街上 不 江子牙遭受剧痛清醒过来 顿时狂喷陷血 不管是屈辱 还有满眼的不敢置信 打神鞭已经被他炼化 与他的神魂息息相关 此刻一会 他的神魂遭受重创 没个几十万年 别想痊愈了 这可是他的师尊 原始天尊赏赐下来的宝物 能将之毁坏的人 其修为境界可想而知 江子牙后背的衣衫 都被冷汗浸透了 必须赶紧禀告师尊 否则封神大劫 恐有变数 一念起 再顾不得其他 江子牙疯狂逃窜出去 陆长生见状也懒得去追 再说 他也走不出茶色 惊扰赵兄了 陆长生对赵公民拱手道 毕竟发生在他店里 一个风倒是惊扰了客人 该有的态度 还是得有的 陆老板说的哪里话 赵公民汗颜道 他刚才也被吓到了 纵然身为大罗金仙 也没能抵挡住 那股恐怖力量 一身修为明智 而且 在他恢复实力的一瞬间 感知了一下 方圆亿万里之内 所有的生灵 刚才都受到了压制 天空都暗淡了一瞬 这位陆老板 着实是有些太可怕了 玉须公 一股威压亿万里苍穹大地的气势 陡然爆发开来 众生全都跪地匍匐 无不瑟瑟发抖 圣人一怒 天翻地覆 原始天尊眼含无尽怒火 望向昭歌方向 是谁 究竟是谁毁了打神鞭 查 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一时间 几位圣人都听到了 原始天尊的怒吼声 微微皱眉 风神出现了变故 打神鞭竟然被毁了 太清圣人老子默默推演一番 却发现怎么都算不出 毁掉打神鞭的人 顿时有些惊恶 竟然算不出 除了那几位 这洪荒天地间 还有我算不了的人何事 摇了摇头 不再多掺和 还是让自己的二师弟 去操心头疼吧 通天教主则是一笑 心中却很是感谢那人 因为风神亮节越晚到来 他所能为结教做的事情 便越多 昭歌诚 陆长生的九四 陆长生拿起江子牙身上 收脚的一个册子 上面写了三个灰色难懂的字 似乎是用刘金写的 这个应该值点钱吧 陆长生说着 翻开一看 顿时无语 整本册子就封面三个字 打开一看 全是空白 什么破玩意 垃圾 陆长生撇嘴道 正好有张桌子晃动了 陆长生随手一塞 就给垫了桌角 这一幕看得赵公明 眼角抽搐 那可是风神榜啊 天道一宝 风神全靠他才能进行 结果陆长生 却毫不在乎地垫桌子了 还称之为垃圾 不过也对 对于几位圣人而言 重要无比的风神亮节 但对于陆前被灵贯古今的 修为境界来说 却是压根就不在乎的 看来风神要出大变故了 我得赶紧告诉师父去 赵公明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震撼 陆老板 在下市门中还有些事情 就先告辞了 赵公明拱手道 那行 你先去忙吧 有空再来喝茶啊 陆长生点了点头客气道 一定 赵公明说道 出了茶寺 化为一道流光消失 33天 玉须公 原始天尊听完江子牙的汇报 沉默半上 你是说 你发现了狐妖的踪截 想要将他带来玉须公 却被人阻止了 而且阻止你的那人 轻易就接住了打神鞭 并将之扯断了 原始天尊皱眉问道 原始天尊怎么听 怎么感觉江子牙像是在忽悠他 太离谱了 徒手扯断打神鞭 你哥这边故事呢 怎么就你倒了八辈子没 第一次下山 就让打得半死 还是说你 惹了不该惹的人 师尊面前 弟子绝不敢有虚言 江子牙立马攻身道 如果你所言非虚 那么此人至少也是尊圣人 原始天尊看出江子牙没在胡扯 顿时正色道 涉及圣人 事关重大 对了师尊 还有一件事 江子牙说道 还有何事 原始天尊问道 心里却不以为然 还能有什么事情 比洪荒中多出一位圣人是严重 那天在查寺 弟子还看到了结教的赵公明 想必他们是认识的 江子牙如实说道 嗯 此人难道和结教有联系 原始天尊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果说 出现一位未知的圣人是大事 那此人和结教联手 就是比天还大的事了 他可是要把结教弟子 全都送上风神榜的 本来对上通天 就没什么太大的胜算 需要慢慢谋划 这要是再来一位同等级别的圣人 那将会非常棘手 原始天尊绝对允许让任何人破坏他的计划 想到这 他下意识地问道 对了 那风神榜 还在你手里吗 江子牙文言顿时面色一红 支支吾吾的羞愧道 弟子没用 风神榜也让那人给抢了去 什么 原始天尊大惊 竟然连风神榜都被抢了去 你到底是个什么废物 这么不让那人把你也抢去 原始天尊心中恼火 却也知道此事怪不得江子牙 他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都是因为那只狐妖 圣人不可辱 圣人教派亦不可被人轻蔓 原始天尊沉生 圣人也唯有圣人才可敌 他要亲自前往昭歌 他倒要看看 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毁他法宝 伤他弟子 圣人不可辱 这不是一句虚言 圣人一怒 天翻地覆 九州路沉 生灵涂炭 又询问了江子牙一些细节后 原始天尊直接撕裂空间离开 下一刻 他便出现在了昭歌的上空 俯瞰整座城池 离这么远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妖气 想来那离经叛道的狐妖 也在其中 胆大包天 胆不遵圣人圣御 这一次定要将其捉拿回去问罪 哼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 便做一个中年人的模样 走入茶寺 老板 上壶茶 原始找了张桌子坐下 喊道 好嘞 客观稍等 小二赶忙硬道 几乎是瞬间 他就知晓了苏打几的存在 刚要出手捉拿 忽然 他感受到了风神榜的气息 目光瞬间锁定过去 一本被压得有些褶皱的破书册 屈辱地躺在桌子腿下面 三个有些黯淡的金色大字 似乎是在无情地嘲笑 禅教弟子的无能与废物 该死 原始天尊怒骂一声 随即快步走过去 也顾不上捉拿苏打几了 迅速将风神榜拯救出来 心中怒不可乐 而坐在这张桌子旁的 正是陆长生 原始天尊这一抽 桌子顿时左右摇晃了起来 陆长生都不能好好喝茶了 住手 谁让你乱动的 懂不懂规矩啊 陆长生有些生气地 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客人 立即拍桌站起 贺问道 你可知这是何物 竟敢拿他垫桌子 原始天尊根本不屑和凡人对话 冷声说了一句 拿了风神榜就要走 拿了我店里的东西 还如此不讲道理 今天非让你道歉不可 陆长生身弱闪电 一把抢过原始天尊手里的风神榜 立一声道 原始天尊看着空荡荡的手掌 直接就猛了 我那么大一个风神榜吗 同时心里自问道 我是圣人 我真的是圣人 他不禁对自己的身份 产生了一丝怀疑 开什么弥天玩笑 圣人能让一个凡人抢了东西 而且还没反应过来 原始天尊呆滞当场 半天没回过神来 原始天尊很猛 他甚至很是惊愕 有些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手的风神榜 怎么就轻易被人夺走了 他忽然有些理解江子牙了 等回到玉须公 一定好好补偿自己这个徒弟 至于眼前这个冒犯了他的家伙 虽不知道他为何可以做到如此急促 但 他一根手指 就能碾死亿万这样的生灵 根本无需在意 烦楼 死 原始天尊低贺一声 手指轻飘飘地点向路长生 若不是怕造下杀劫 他指尖上携带着的力量 就足以轻松毁灭整座昭戈城 骤然间 天地一向起 亿万里内狂风大作 乌云压境 天雷滚滚 长空炸裂 无数生灵哀嚎遍野 面对如此灾祸 他们根本无力抵抗 这是一场天结 天空中的异象还在不断呈现 但下一刻 却像是突然被人扼住喉咙了一样 拼命挣扎无果 逐渐消散 天空再次一壁如血 九四内 原始天尊直接棱在原地 他的神情像是见鬼了一样 双目圆睁 下巴更是快要掉到地上了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他的手指竟然被人捏住了 而且还是个他眼中的凡人 怎么可能会这样 原始天尊发现 事情好像跟他料想的不一样 面前这人能轻易接下自己的攻击 还跟没事人一样 意味着 他绝不是凡人 而自己又看不穿他的修为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此人境界 还要远高于他 最起码也是个圣人 想到这 原始天尊不得不慎重对待了 下一刻 陆长生狠狠地用力一折 直接将手指掰成了圆角 原始天尊瞬间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剧烈的疼痛 使他脚步踉跄 倒退而去 撞到了好几张桌子 最后跌倒在地 原始天尊惊惧不已了 什么情况 他被人折断了手指 自己的身体 不是万劫不朽 不灭的吗 什么时候这么不堪了 敢在我店里抢东西 我看你就是欠打 陆长生冷笑一声 撸起袖子 原始天尊刚要起身 但绝望的发现 似乎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动弹不得了 紧接着 一道黑影朝他扑来 一屁股坐在他腰上 原始天尊只感觉自己的老腰都被做断了 剧痛袭来 原始天尊已经记不清 自己多少年没受过伤了 大惊之下 他只能用意念祭出法宝防御 只见一杆小齐出现 护在他面前 就在他以为陆长生 无法突破盘古番的防御时 咔嚓一声 盘古番被破开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静直砸在原始天尊脑门上 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拳头和地面的双重夹击 原始圣人被打了一个结实 差点昏死过去 只感觉七昏八速 天玄地转 此刻 原始天尊心中对陆长生的观感 也彻底改变了 狗屁的凡然 自己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陆长生绝对是个圣人 甚至更高 莫非是大道竞强者 想到这原始天尊冷汗都冒出来了 他竟然得罪了一位大道圣人 此人隐姓埋名 在昭哥开了间茶寺 肯定是为了误导红尘再进一步 而现在发生的事情 还不算风波和骤变 但一旦拆穿了他 坏了别人的心境和感悟 那他很可能小命不保 当然 原始天尊也并不希望自己被活活打死在这里 否则 他铲叫全体都会被送上风神榜 不求其他 他只要能活着拿回风神榜就行 此物是开启风神大击的关键 不容有失 停 停 别打了 我认错 原始天尊被拳打脚踢 赶忙求饶到 他不得不低声下气的哀求 因为他发现陆长生的每一拳 都不是打在他肉身上 而是不断击打着他的圣位 导致他的圣人道骨 都出现了一丝细微的裂痕 马上就是风神大劫了 要是跌落圣位 那可是真的能要了他的命的 陆长生打了一顿 见原始天尊老实多了 也肯认错了 于是冷声说道 真不知道一本破书有什么好抢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 不过 你既然这么想要 那就拿东西来换吧 原始天尊 闻言咬了咬牙 知晓今天不付出点代价 是拿不走风神榜王 陆长生的话非常明确 没办法 他只好拿出一件白色连台递了过去 那本书册对吴非常重要 乃是师门祖传之物 吴拿此物与你交换 还望归还 原始天尊说道 此乃十二品 竟是白莲 防御至宝 有静心之效 原始天尊并非随意送宝 而是投其所好 想来此宝 对于这位想要红尘悟道的 影视圣人来说 作用很大 陆长生接过白莲 仔细看了一番 没看出什么特别 一朵破莲花就想老师 陆长生吃笑一声 满脸不屑 真以为他不识货 拿这么个东西糊弄自己 一朵只能观赏 却没啥实际作用的白莲 在陆长生看来 还不如一包茶叶来得实在 原始天尊顿时无语 这可是竟是白莲好不好 十二品竟是白莲功效极大 就算是他也是 真是无比 此人竟然还看不上 有那么一瞬间 他是真想和对方打上一场了 简直欺人太甚 但当他看到陆长生手中的风神榜 接着想到了 他那凌驾在自己之上的实力 又颓然了 风神大局为重 唉 原始天尊叹气 又拿出遗物 看样子是一瓶丹药 此乃九传金丹 用来换你手中的那本书册 九传金丹 陆长生撇嘴 心想 就你还能拿出九传金丹 这种传说中的宝贝 估计就是凭疗伤的丹药罢了 整个洪荒就只有太上老子 能练出此丹 难不成你 还能是老子 吹什么牛啊 还九传金丹 你以为自己是老子吗 你要是老子 那我还是原始天尊呢 陆长生根本不信 原始天尊心累 按道原始天尊本尊 现在就在你面前呢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急需要拿出一件 让陆长生满眼的宝物 来换风神榜 不知陆老板想要什么 既然拿不出陆长生想要的东西 那原始天尊便直接开口问了 这洪荒之内 没多少东西 是自己弄不来的 我要的也不多 这个既然是你祖传之物 一万两黄金总相吧 陆长生说道 啥玩意 一万两黄金 原始天尊以为自己听错了 面色怪异 就算你是在红尘雾的 要那么多黄金干什么 况且 自己也没有啊 陆长生见原始天尊表情怪异 还以为自己狮子大开口 吓到对方了 刚准备少要点 原始天尊说话了 平道没有那些身外之物 不过 乌有一样宝物 可抵万两黄金 不知可否用于交换 原始天尊试探性地问道 嗯 也行吧 当然前提是 你的宝物真的值一万两黄金 陆长生欣然同意 原始天尊黑着脸没说话 能被他收藏的宝物 这么可能真的 只值一万两黄金 就算是亿亿亿亿万两黄金 都买不来他一个喝茶的杯子 给你 说吧 原始天尊首亿府 一套茶具出现在桌子上 这可是 他一直收藏的唯一一套先天灵宝茶具 自己都没舍得用 茶壶和茶杯成玉色 其上有霞光流转 的确不是凡物 陆长生看着这套茶具 心想 虽然没有一万两 但也差不多了 别把人逼急了 行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那就交换吧 陆长生点头道 随即收下了静氏白莲 九转金丹和玉色茶具 将封神榜扔给了原始天尊 这一幕看得原始天尊眼角抽搐 他还以为陆长生 只要那套茶具呢 合着是赵丹全收 自己这一趟下来 窥大发了 不光打神鞭碎了 还搭上了静氏白莲 九转金丹和先天灵宝茶具 这时 赵公明正好从外面走进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怒怨滔天的原始天尊 顿时被威慑的冷汗直流 呼吸都急促了 就算原始天尊改变了模样 别人认不出来 他还能认不出来自己的二师伯吗 再说了 那一身冤庭月至的恐怖气息 除却圣人还有谁 也就是陆老板这样的绝世 大能能够不受压制 依旧谈笑风生 原始天尊身上的煞气 都快凝为实质了 这让只是大罗惊仙的赵公明 实在有些难顶 二 二师伯 赵公明战战兢兢的传音道 原始天尊冷冷地看了赵公明一眼 没有言语 脉步走出茶寺的瞬间 消失不见 赵公明输了一口气 他是真的承受不住圣人的威压 还好二师伯走得及 不过 为什么二师伯满脸无亲呢 然而 当他把目光投向陆长生的时候 瞬间明白 原始天尊那么大的怨懦了 好家伙 陆老板手里拖着的那个白色莲台 是十二瓶竟是白莲 那一瓶金灿灿的丹药 是九转金丹 还有那个盗运流转的茶壶和茶杯 而赵公明想起来 这些似乎都是自己二师伯的宝物吧 怎么全都陆老板这来了 赵公明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心脏猛的喷喷直跳 陆老板不会是敲诈勒索了二师伯 然后又打了他一顿吧 如果是那样 也强得太离谱了 圣人被勒索了 竟然连一句狠话都不敢说 这一刻 赵公明瞬间化身迷地 对陆长盛的崇拜 犹如滔滔江水 严绵不绝 太狠了 陆前辈绝对是洪荒第一狠人 是老赵啊 又来喝茶啊 陆长盛收好几样宝物 大眼看见了赵公明 便打了个招呼 嗯 是啊 赵公明善善道 三十三天外 欲清静 欲虚公 原始天尊居于高位 下方是铲教十二金贤 赵哥城中出现了变数 五等不得不改变谋划 以确保风神亮节顺利进行 原始天尊开口道 声音飘渺 无处不在 传江子崖来此 不一会 原始坐下童子 带着一个面色苍白的老道士 来到了这片至高无上的仙宫 拜见师尊 江子崖恭敬道 江子崖 无命你继续主持风神事宜 切记 不可招惹 赵哥城陆长生 原始天尊 面容严肃地叮嘱道 还有 这是一颗治疗神魂的丹药 你吃了快些恢复吧 说着 一颗闭色盎然的丹药 飘到江子崖面前 是 多谢世尊 弟子遵命 江子崖硬道 结果丹药迅速退下 别说原始天尊都这么说了 就是不说 再给他一个胆 也不敢踏足昭哥城了 简直太恐怖了 而且那陆长生一个大神通者 竟然还喜欢用拳头揍人 关键是 陆长生的力量太古怪 他打出的伤口不容易痊愈 这都好几天了 江子崖脸上的淤青还没消除 要知道他可是仙人 这点小伤本应该瞬间就消除 这一刻 江子崖恨死了陆长生 在他走后 玉须宫里也讨论起了陆长生 师尊 那昭哥城陆长生 真有那么强大吗 说话之人是太义真人 他始终不能相信 除了几位圣人外 竟然还有人可以抗衡原始天尊 当然这是原始天尊美化后的说法 他这么可能让自己的徒弟们 知道自己被揍了一顿 还白白搭进去几件法宝 那要是哪个弟子 嘴松的跟裤腰带一样传出去了 岂不是有损自己 在世人面前的伟案形象 他可是圣人 也是要面子的 此人极不简单 虽不如无 但而等切不可招惹 原始天尊没多说什么 只是简单嘱咐了一番 白鞠过细 转眼数十日过去 这一日 江子崖在下昆仑山 他入产教四十余载 早已断了红尘缘 虽然他很不情愿再回到人间 但失命难为 只能遵从 不过此时的他神情饱满 面色红润 多亏了原始天尊次要 他的神魂之伤 已然近乎痊愈 江子崖站在昆仑山脚 一时间竟有些迷茫 不知该何去何从 不能去昭歌 那无便前去相助北海七十二诸侯 若他们胜利 商朝也必定元气大伤 江子崖思虑半赏 决定前往北海 相助判出商朝的七十二路诸侯 想到这江子崖没有急着赶过去 而是返回铲教 邀请了几位好友一起出发 凡是在第三代弟子中比较有名气的 都被他请下了山 其中不乏十二惊仙的清传弟子 数日后 江子崖一行人来到了北海 以他们的身份 很快见到了袁福通等人 殷商气运将尽 昼王残暴无道 虐杀忠良 无等奉三亲圣人之御 前来相助 而等讨伐商俊 江子崖高声说道 他的声音经过法力加持 传遍了三军 同时铲教弟子韩独龙 和薛恶虎踏前一步 仙光大战 笼罩全军 凡是身上有伤之人 进阶全狱 无数士兵都听到了江子崖的言语 殷商气运已尽 天狱王其射击 而二位铲教弟子 帮忙恢复伤势 也让他们大为感激 圣人门下仙人前来驻战 连上天都看不下去 咒王所谓了 他们不禁大声欢呼起来 主委仙人前来相助 我等感激不见 袁福通抱拳道 别管这些人是不是真心相助 至少能够挡住文仲就够了 在之前 那文仲可是凭借法术 让他损失惨重 这回 他对于击败文仲大军的信心 可谓是暴涨 他定要让那文仲头颅落地 袁公客气 吴等也是顺应天意 江子崖回了一礼 诸位仙人 还请前往议事大帐一续 袁福通说道 袁公请 商俊军帐内 太师文仲 眉头紧皱地盯着沙盘猛看 最近几日来 两军交战 他们这边不是地面裂开 就是沙暴突治 而且还都是只针对他这一方 导致无故牺牲了无数士兵 哪怕是自己的天眼 都无法看透 发生了如此不平常的事情 也是让这位老太师 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会如此 难道真是天诺 商汤设计 气运将尽 文仲不相信 王上一直历经突治 没犯下什么大过错 又何来的天怒人怨呢 莫非是有仙人相助 文仲仔细一琢磨 发现不对了 那些灾害 似乎是在刻意针对他商朝军队 而对方的大军却完毫无损 就算是天怒 也不可能这么精准吧 是铲教那些人下山吗 文仲眼中闪过一丝金芒 他对于铲教那些眼珠子 长到头顶上的家伙 没一点好感 狐假虎卫 仗势离人 说的就是那些铲教的人 而且若是有大能之人帮忙遮掩天机 他看不清其中虚妄可是正常 如此重要之事 得赶紧禀报王上 事不宜迟 文仲安排好接下来的对战事宜 便启程快马加鞭返回昭哥 对于如何应对铲教驻战之事 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对策 否则再拖下去 商俊将会损失惨重 半个月后 昭哥成 文仲一路披心待跃地赶回来 这急忙慌得连口水都没来及喝 就赶紧去面见了帝心 帝心在殿内 听完文仲的汇报 眉头顿时皱成了穿子 太师出身结教 可有何良策 帝心长出一口气 没什么头绪 便询问道 无教圣人通天教主 已颁发封教令 任何结教弟子 不得随意出门 微臣恐怕无法求援 文仲苦笑道 那可如何是好 帝心一听无法求援 顿时无奈道 面对仙人 就算有再多的凡人士兵 也是无能为力 不过 微臣听闻吴世伯赵公明 最近常来招歌 或许可以寻求他的帮助 文仲说道 好 那可真是太好了 若是有赵先师相助 必然可以解了孤然眉之急 太师抓紧去吧 帝心文言双目一亮 立即大声说道 微臣遵旨 文仲行礼后退下 走到殿外 拿出一张千里传音符 尝试联系赵公明 过了许久都没回音传来 就在文仲以为师伯没在招歌时 忽然一道声音从符上响起 来城门附近的长生茶寺 记住到了 别乱说话 是师伯赵公明的声音 文仲顿时欣喜万分 急忙向城门方向赶去 茶寺内 赵公明正在跟陆长生一起品茶 脑海中突然响起文仲的声音 似乎挺急的 赵公明便让他来此寻自己 没过多久 文仲火急火燎地踏进茶寺大门 师伯 万分火急啊 还请到师职府上一叙 文仲上来 直接拜倒在地说道 赵公明健壮微微皱眉 心生不悦 你好歹也是一国太师 如此不稳重 成何体统 当即语气严厉地说道 何事 就在这说吧 文仲文言一愣 环顾四周 嘈杂声此起彼伏 哪里像是谈论军要大事的地方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师伯 此处人多耳杂 不宜谈论要事 就在这吧 赵公明淡淡地说道 这位老人 是老赵你的师职 陆长生表情诧异地问道 不怪他疑惑 实在是赵公明和文仲 长相差距太大 两人身份对调一下还差不多 这两人一看就差着背好吗 陆老板见笑了 不过他的确是我师职 赵公明笑着解释道 既然是老赵的师职 那坐下吃个水果吧 陆长生招呼道 这 好吧 文仲见赵公明坚持 只好在旁边坐下 他这一路舟车劳顿 口渴不已 顺手拿起一枚水果试下 可这水果刚一进口 文仲当时就愣住了 随即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而他原本的地仙修为 在这一刻突然暴涨 天仙 真仙 玄仙 金仙 太乙金仙 他的修为 一直提升到太乙金仙初期 才逐渐停止下来 这 这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水果 这是先天灵根所接出的灵果呀 再看那套茶具 赫然都是先天灵宝 还有桌上的装饰品 那不是十二品竟是白脸吗 文仲整个人都梦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否则没有谁 能够这么挥霍 哪怕圣人都不会如此 赵公明见文仲 还处于呆滞状态时 微微一笑 对此 他已经司空见惯了 陆前辈的通天手段 这些天 他领教的太多了 而且他还有心目睹了 原始天尊被陆老板暴揍的一幕 心中对于陆老板的可怕 再次拔高了一个等级 只怕是比圣人 还有强悍的存在 天道甚至是大道境 估计也只有这种存在 才能打二十搏 像是在打小孩一样轻松吗 这时 文仲已经从破镜的震撼当中醒来 哐当一声单膝跪地 抱拳道 前辈大恩 文仲永世铭记 陆长生被他这一嗓子 吓了一大跳 见他突然对自己下跪 行如此大礼 赶忙将之浮起 您老人家这是干什么 不就是一颗水果吗 不至于不至于 前辈大恩 怎能不败 文仲坚持道 陆长生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的 再说了 一位老人家对着自己下跪 也不合适啊 于是他只要无奈地说道 算了 你该干啥干啥吧 文仲一听 心中顿时明误 是啊 陆前辈一定是算准了我有困难 所以才相助于我 以我如今的境界 拿下北海七十二诸侯和铲教那些人 就犹如探囊取物 前辈大恩不言谢 待晚辈从北海归来再行报恩 文仲郑仲拜别 离开茶寺赶赴北海 陆长生见状 无奈一笑 这些人平日里是没吃过水果吗 怎么一吃水果就这个行为 也太怪异了些 咦 忽然 赵公明发出了一声轻疑 因为他在柜台上看到了一本墨迹未干的书 上面写着 一纸遮天四个大字 老板 这是什么书 赵公明好奇的只著书问道 这个啊 这是小说 陆长生解释道 我能看看吗 赵公明请求道 当然可以了 随便看 陆长生大方帝将 一纸遮天拿过来 放在赵公明面前 多谢陆老板 赵公明赶忙谢道 说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 一纸遮天 认真败读了起来 结果 不看还行 一开始看 就直接沉迷进去了 赵公明深深沉浸在小说的世界中 无法自拔 对于夜黑能战胜强敌而感到高兴 又为狠人幼年时的悲惨经历而落泪 一会哭一会笑 好像不正常一般 先路尽头谁为风 一见无始到成空 赵公明喃喃自语 反复咀嚼这一句话 这是何等的无敌 念着念着 赵公明逐渐与遮天中的仙道产生了共鸣 同时他身上的气息开始发生变化 这让他面色陡然一变 不行 他不能在这里突破 陆前辈再次红尘悟道 肯定不希望被别人关注 若是他再次突破准圣影来洪荒诸多强者探查 势必会让陆前辈生气 他可承担不了这样的罪过 可能他师父都扛不住陆前辈的怒火 陆老板 在下还有要事 先到辞了 行 那有空再来喝茶啊 陆长生说道 赵公明打完招呼 急忙走出茶寺 撕裂空间而行 快速回到结教一座岛屿上 很快 赵公明浑身气势汗天 辉红的动静 引来无数结教弟子关注 甚至包括通天教主 都注意到了他这边 赵公明要突破到准圣了 随着万里云海 被一股冲天气势震碎 一具恶尸脱体而出 赵公明正式迈入准圣境界 哈哈 好 通天教主大笑一声 他结教 再增一位准圣强者 赵公明稳固了境界 进入庇佑宫 来到通天教主面前 弟子赵公明 拜见师尊 赵公明行了一礼 语气颇为激动地说道 公明 你能突破准圣 为师很高兴 这件汇圆浮尘便给你了 通天教主拿出了 红军道组 送给他的法宝 汇圆浮尘 转送给了赵公明 赵公明文言大喜 赶忙双手接过浮尘 跪谢通天教主 将法宝收起来 赵公明低声说道 师尊 其实弟子能突破准圣 全是靠了陆老板的提拔 而且 弟子还看见二师伯 鼻青脸肿的 从长生茶寺离开了 通天教主文言 心中不禁对这位陆老板 产生了无限好奇 这陆老板 究竟是何方大能 不仅能够指点 他的弟子提升境界 还打他二哥一顿 听你这么一说 这位陆老板的实力 应该是远超我等啊 通天教主说道 他对于圣人之上的境界 神亡已久 只是苦于找不到境生的道路 如今洪荒之内 出现了一位超越天道的存在 让他如何能够淡定 当下便生出了拜访之意 于是通天教主说道 陆老板提点公明 你提升了境界 于情与李为师 都要上门去感谢一番 赵公明听了 赶忙提醒道 师尊 那位陆老板 目前正在红尘悟道 您去了 可千万记住别拆穿他 哈哈 放心吧 为师知晓 通天教主大笑道 圣人手段 通天彻底 只见通天教主手一挥 他和赵公明二人 瞬间消失 他带着赵公明 撕裂虚空而行 再出现 已经是在茶寺门口了 赵公明定了定神 转头看到通天教主的打扮 不禁无语 通天教主堂堂圣人之尊 居然装扮成了一个年轻道士的模样 道袍换成了普通袍子 披散的长发扎起 腰间别着他那把清平剑 进去吧 通天教主平淡地说道 率先走入茶寺 赵公明见状 赶忙跟上 一进茶寺便喊道 陆老板 来胡铁观音 陆长生正在在茶台前无聊 正好看见赵公明来了 热情地起身招呼 老赵来了 快坐 赵公明笑了笑 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陆老板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师父 通 赵公明话没说完 就被通天教主一瞪眼给打断了 在下通通道人 见过陆老板 通天教主微笑道 来了便是客 今天让你尝尝我的茶意 陆长生笑道 说完 站到茶台边 整个人气质煞食为之一变 仙逸 飘渺 初晨 宛如凌晨的折仙 陆长生收敛笑容 神情认真 这是 在对客人花的钱负责 他先是将一壶山泉水煮费 紧接着拿出之前系统签到送的铁观音茶叶 反复欺之 很快 一壶茶就欺好了 只闻茶香鸟鸟 便能沁人脾胃 赵公明享受得闭上了双眼 要不是师尊在侧 他都想牛饮一壶了 然而 通天教主的感受却不同 此时 正目光惊诧地看着陆长生 他竟从陆长生煮茶七茶的动作之中 看出了大道道运 每一个动作 都是在诠释大道法则 再定睛一看 那煮茶的工具 竟是先天极品灵宝 茶叶乃是一种 他不知名的混沌灵根的叶子 通天教主的目光 从惊诧转为震撼 因为洪荒之中 已经没有混沌灵根存在了 此刻他敢肯定 这位陆老板 必定是混沌中的大道圣人 大道修行艰难险阻 陆老板来到昭歌城 必定是为了感悟红尘 让进阶再上一步 肯定是为了成为大道掌控者 想到这 通天教主看向陆长生的目光 瞬间变得敬畏 一尊大道圣人 比天道强上亿万倍 而天道又比他厉害亿万倍 恐怕陆前辈一根手指 就能碾死他 二位 请慢用 陆长生微笑道 说着 分别倒了一杯 递给通天教主和赵公明 通天教主见识了陆长生的强大 哪里还敢自视圣人身份而拖大 敢忙接过茶杯 连声道谢 陆老板太客气了 哪里敢劳烦你 我自己来就好 陆长生也是微微一冷 他还没见过这么客气的茶客呢 你付钱 我提供服务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他感觉通天教主有些客气过头了 难道他是个茶医大师 这样一想 陆长生倒是有些理解了 前世道也有一些追求事物的狂热分子 不难理解 通天教主捧着这个茶杯 这茶散发出的茶香 令人一闻 便神清气爽 要知道通天可是圣人 这洪荒上 已经很少有让这圣人神清气爽的东西了 可想而知 这茶该是有多厉害 随后通天教主双手捧着茶杯 仿佛捧着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似的 面带微笑地喝下了第一口茶 茶水入口 通天教主就瞪大了双眼 这茶 香 清甜 对于那紫霄宫的悟道茶 通天也是 没少喝的 要知道他可是红军的徒弟 这悟道茶 他可没少喝 但是 悟道茶也喝不出这茶的味道 这茶一下度 郁杰的心思都畅通了 自从通天推算出另外两位兄弟 可能联合起来 要他结教灭教的时候 心里那叫一个郁杰呀 他想不通 明明自己对另外两个哥哥 可以说是恭敬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对待自己 但今日这一杯茶下去后 通天悟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别人以以夺人的 对他们越好 反而会让他们得寸进尺 这种情况就应该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再次睁开眼的通天眼里满是释然 身上本来还有些杀伐之气的他 现在已经完全平和了 他起身对陆长生行了一礼道 今日多谢陆老板赐教 陆长生见通天如此 还以为是自己的茶艺 已经征服了这位通通道人 心里自得 要知道自己的茶艺 可是经过系统评级的 客气了 陆长生白白手道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感受的 我不过泡了一壶茶罢了 通天一听 心里更是敬佩陆长生了 心里更是生起一个奇怪的念头 难道这一切都是 这位大人已经算好了吗 先是让赵公明进阶准胜 吸引自己过来 然后再为自己泡上一壶茶 为自己解惑 一定是这样 陆长生此刻站在那里 通天望去 果然是隐世高人 站在那里 竟隐隐和大道结合在一起 通天再次对陆长生行礼道 不管怎么样 多谢老板泡茶了 见通天这般客气 陆长生心里浮起奇怪的念头 这位通通道友 可真的对茶医是喜爱的紧啊 自己不过收钱泡茶罢了 可这位通通道友 却一直道谢 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这般想着 陆长生开口道 通通道友在这稍等片刻 说完陆长生便走回了院子里 由于系统给的茶叶实在太多了 于是陆长生取了几包茶叶 顺手拎了出来 陆长生取茶叶时 通天师徒二人 窃窃私语 公明啊 这次结交能不能脱困 全靠这位陆老板了 你定要和他打好关系 赵公明见通天如此慎重 点点头道 师尊放心 再说这陆老板如此厉害 徒儿也不敢不尊敬啊 后面那半句 赵公明略微带了一丝自嘲 听闻此言 通天倒是笑了出来 开口道 别说你了 就连为师对待这位陆老板 也是要极为小心啊 为师不如他 赵公明一听 瞪大了双眼 什么 自己这师尊的战斗力 可以说除了师祖红军意外 单打独斗 可没有圣人是师尊的对手 加上师尊 还有诸仙四剑傍身 可以说 师尊的战斗力 那就是杠杠的 可现在师尊 竟然说自己不如陆老板 天哪 这陆老板 到底是哪位大能 下来历练凡尘 师徒二人在这里说这话 陆长生已经提着两袋茶叶 从院子中走出来了 脸上还带着热情的笑容道 通通道友 你我今日有缘 我见你对这茶很是喜欢 正好我这里茶叶也有 就送你两袋吧 陆长生将茶叶放在桌子上了 通天教主愣住了 他还以为陆长生是干嘛去了 结果是给他拿茶叶去了 他宁神看去 倒吸一口气 好一堆混沌灵根啊 若是自己拿去让杰教的弟子服下 虽说没有陆老板泡的茶效果好 但是也足以让杰教中人的 二代弟子的实力上升啊 在这洪荒实力为尊 就算有人暗算 我也可以以利破利 想过以后的通天教主 再次向陆长生心里道 多谢陆老板赐茶叶 通天教主再为他的结教而道谢 而陆长生心里奇怪 给个茶叶就能用上次这个字吗 果然通通道友 是茶叶狂热粉丝啊 于是陆长生白白手道 我与你有缘 这茶叶给你也是我愿意的 你不必这么客气 通天心里大振 这大佬竟说与我有缘 果然这位大佬 就是为了来解救结教的吧 果然大佬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我结教有救了 通天心里一阵激动 结教是他所创的 自然付出了诸多心血 如今 结教有可能拖难 通天当然激动万分 陆长生见通天 竟露出激动的神色 心里更加奇怪了 难道洪荒中的修道人 都是这么奇奇怪怪的吗 老赵这样 通通道人也是 果然在这里太危险了 还是要修炼才行 陆长生心里下定决心 定要早些修仙才行啊 否则没有自保之力 那怎么行 自己屋里 还有个侍女要保护呢 想到前不久 还有个江湖骗子见面 就要杀了自己的侍女 真是人心险恶 江子牙 你才是江湖骗子 你全家都是江湖骗子 茶也喝了 茶也送了 通天也不再待下去了 万一这位大能 还要干什么的话 自己岂不是耽误了 这般想着 通天起身告辞道 陆 陆老板 好险 通天心里紧张 刚刚陆大能差点脱口出 要知道来之前 赵公明特意说了 这位大能 是为了感悟红尘才在这里的 自己可千万不能打扰了大能 通天继续道 频道就先告辞了 今日多谢老板赐茶 通天告辞了以后 陆长生便对着留下的赵公明道 老赵 你带来的这位通通道友 很喜欢喝茶啊 赵公明尴尬地笑笑 摸了摸额头的嘘汗道 是的呀 我跟他说 陆老板很精通茶艺后 通通道友就缠着我一起来了 同时 赵公明心里默念 师尊啊 您老人家说的 定要和这位陆老板打好关系的 我这么讲 你可千万别怪罪啊 一无所知的通天教主 回到了金敖岛后 突然眉头一皱 开口道 二哥 既然来了就出现吧 一男子出现 先锋道鼓 他望向通天后道 师弟 好久不见 来人正是原始天尊 自从他被陆长生教训后 自觉不去招哥打扰这位大能了 但风神亮节是一定要开启的 眼下那狐妖不知怎么的 竟跑到那大能家中了 祸害咒王的妖妃不见了 这戏还怎么唱下去 而且刚刚原始算到这通天 也去了一趟招哥 他其实是来看看 这通天有没有跟他一样 被大佬教训的 结果一看 原始傻眼了 通天身上本来的杀伐之气 居然都平和了 通天主修剑道 剑者 锋利也 三尺长剑 除尽天下不平视 笑看世间 天涯何处寻之音 所以 通天身上 向来都是主杀伐之意 显得锋利无比 结教上下也都仗义 不然在原著中 也不会因为身公报的哄骗 才一个个下山送死了 通天见原始不说话 只一脸奇怪地看着他 心中不耐烦 这原始又想算计什么 等等 陆大能让我去喝茶 我喝完以后 心境平和不守 而这原始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我刚回来金熬岛就来 难道这一切都是 陆大能算好的 这位大能一定在暗中观察我 我不能因为这原始 而破了心境 通天突然和颜悦色 对着原始道 师兄 好久不见 原始一下子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通天对他之前是很恭敬 但自从得知结教有难后 对自己就是冷嘲热讽 要不是上面有师尊 怕是提着清平剑 就上玉须宫了 今日鬼上身了 原始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师弟 是你吗 通天一个白眼 这个原始果然有什么大病 刚想开口阴阳怪气 但想到陆长生的茶 又开始心平气和道 师兄在说什么傻话 我自然是通天啊 通天一副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原始 原始一下子就炸了 你什么眼神 原始炸毛了 通天见原始如此 以往受原始明里暗里的贬低 而所受的气 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摇摇头道 无事 师兄既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师弟我就先回金敖岛了 近日有所感悟 便先闭关了 通天回到了金敖岛 留下原始神色奇怪 这通天去了一趟昭歌后 整个人都奇奇怪怪了 本来还打算来看看通天的态度 可这让原始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那大能到底是何方人物 有了 让大哥去试探一下 原始天尊立马去了守阳山 他乃圣人修为 金敖岛与守阳山隔着十万八千里 也不过是眨眼间就可以到的 原始天尊刚踏入守阳山的地界 老子虚无缥缈的声音就传出来了 师弟 你不是掌管风神榜一事 怎么来我这守阳山了 原始天尊朗声道 师兄的修为 好似又精进了不守 老子却笑道 再精进 又能进到哪里去呢 虚空 一个白胡子 白道福的道人出现 左手一个白色的浮尘 腰间挂着一个酒葫芦 正是老子 老子开口道 师弟刚从金敖岛来 原始点点头道 我是想找通天商量一下风神榜一事 这通天最近有些奇怪 哦 原始和老子算是一派的 所以他就把通天见到他奇怪的表现说了一下 老子闻眼也奇怪了起来 这通天和原始 大概在分宝牙分宝后 就有些针锋相对了 如今又这般 老子顿时更加好奇 到底发生了何事 原始神色凝重 缓缓开口 把陆长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昭阁城内出现一个人 竟把打击给劫走了 你也看不透他 老子听着原始的话 目瞪口呆 原始天尊是三亲之一 他的实力 老子还是清楚的 连原始都看不透的人 难道是巫妖亮节时活下来的大能吗 老子还未见到陆长生 心里先把陆长生的地位给抬高了 而且通天也见过那陆长生 回来后 身上的沙伐之气都淡了 了解通天的老子 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 能让通天那家伙 少一点沙伐之气是有多难 可这陆长生偏偏绊倒了 这到底是谁 说到这里 老子算是明白原始天尊的意识 同时老子对陆长生起了好奇心 对着原始道 二弟 我去探探那大能的究竟 原始点头道 大哥小心一些 老子与原始分开后 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昭歌城的上方 圣人来道 天空自有异象发生 百鸟齐飞 彩霞布满整个天空 本来在院中喝着茶水 悠哉悠哉的陆长生 看着天空突然出现的异象 连忙叫上了达己 九儿 你来看 天空真美啊 达己听到陆长生的话 立马就来了 这种两个人一起看景色 不正是促进两人感情的时候吗 陆长生见达己一脸喜色地跑来 十分欣慰 如此看来 达己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达己看着陆长生慈爱的眼神 莫名心里有些奇怪 为什么老爷看我的眼神奇奇怪怪的呀 这目光看得他都有些害羞起来 就在陆长生和达己两人 刚准备欣赏起天空的景象的时候 虚空中的异象一闪而逝 好像没有出现过一样 瞬间恢复平静 这个时候 门外一个声音传来 店家在吗 小到来讨口茶喝 望着消失不见的异象景观 陆长生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但听到有客人来了 顿时陆长生叹了一口气 起身将门打开 只不过在看到门外之人第一眼 他愣住了 这雪人是谁啊 不怪陆长生认错 而是门外之人 头发和胡须太长了 不仅如此 还白得发亮 再加上来人 穿着一件白色的道袍 陆长生有些看走眼了 此人正是老子 老子站在门口 腰间挂着个葫芦 脸上笑眯眯道 您可是店家 平道出来昭革城 谁知走了半天迷路了 口渴之际 正好碰到茶寺 实在是缘分啊 听着老子的声音 陆长生回过神来 他秉承着尊老挨幼的精神 热情招待起来 笑眯眯道 老人家快进来 我给你泡茶喝 走了这么多路都累了吧 酒 给这老人家拿个吃的 好了 打击连忙拿了些点心上来 然后不小心碰到了老子 瞬间 打击好像碰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浑身颤抖 神色惊恐起来 啪击 打击手上的糕点 掉在了地上 死死盯着眼前的老者 这 这气息 又是一尊圣人 一时间 吓得打击僵硬在了原地 老子瞥了一眼打击 没有说话 他也瞬间认出 眼前的女人 这就是那要迷惑 咒王的九尾狐 没想到静在这里 陆长生这个时候 冲了一壶茶 走了过来 看见打击呆滞的站在这里 地上的糕点散落一地 陆长生连忙道 酒 可是发生何事 说完他又满是歉意地对老子说道 老人家 不好意思 酒不小心把糕点掉地上了 我重新换一份给你 而这个时候 苏达心中苦笑 更不好解释什么 难不成他告诉老爷 自己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发现 眼前的这位老者 是一尊圣人 他知道陆长生隐居在此 是为了游历红尘 若是在此拆穿老者的身份 万一扰乱了老板的心境 到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 见陆长生为自己解围 打击露出一丝苦笑 开口道 老爷 刚刚突然力不从心 奴婢 这就去给客人端个心的 但陆长生看到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地打击 还以为打击是病了 关切地说道 我看你脸色苍白 似乎有些不舒服 既然如此 你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我来招待就可以了 老子也开口了 小到不用吃的 既然这位姑娘身体抱恙 还是先去休息吧 不然有什么事小到 反倒是罪过了 陆长生一脸赞同 这么貌美的侍女哪里找啊 万一病倒了 也太可怜了吧 文言 打击如同大社一般 感激地说道 既然老爷开口了 那奴婢便进去休息了 若老爷有什么事 定要叫奴婢 好了好了 你快进去吧 打击离去之后 陆长生便对着老子道 道长远道而来 我给道长泡壶茶吧 老子点头道 那就多谢殿家了 说着 陆长生拿出了 从原始天尊那边 敲诈来的那套茶具 准备开始泡茶 老子看着这茶具 毛子里露出一丝金光 他瞬间就认出了 这不是原始的茶具吗 还是先天领宝 怎么会在这里 见老子一直盯着茶具 陆长生开口解释道 前不久 有一个江湖术士来我这查寺 还要抢我一本店桌角的书 我把他打了一顿 后来他说用东西来换 诺 这就是他拿来换的 听到这里 老者脑海嗡的一下 有些猛逼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原始天尊 只不过 当听到陆长生说 把对方打了一顿 老子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觉得不可思议 要知道 原始是他们三亲中 实力最低的 可是在目前的洪荒圣人中 他的实力足以在前列 而且再怎么样 原始天尊也是圣人啊 在这个世界 能够几个人 可以把圣人给打一顿 结果这老板 居然说打了一顿 本来还想再探探究竟 现在听了陆长生的这番话 让老子心里越发惊疑不定 老子眼睛变成了青涩 望向陆长生 他想要施展圣人神通 看穿对方的来历和脚跟 但结果 老子看到的是 一片虚无 虚无 这怎么可能 老子从陆长生的身上 看到的是一片混沌 顿时 老者整个人都呆住了 老人家 老人家 就在老子失神发呆的时候 陆长生轻声呼唤了一声 在老子的眼前挥了挥手 同时他惊疑地 盯着老者的眼睛 观察了起来 这老人家 眼睛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还有些青涩啊 那不成是青光眼 或者是得了白内障 突然间 陆长生脑海中 闪过一些奇怪的想法 在他看来 青光眼和白内障 在地球上 是一种很常见的病 尤其是在年纪大了的 老年人身上 很常见 而在这个世界 医疗技术不发达 普通人得了这种病 基本上治不好的 所以一时间 陆长生忍不住 有些同情眼前的老子 同时 陆长生心里默默念了几遍 一定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自己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要是自己在这个世界 得了什么病 搞不好就治不好了 就在陆长生胡思乱想之际 老子此时已经收回了神通 压制了心中的震惊之色 随后望着陆长生一眼 淡淡说道 店家为何如此看我 陆长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老者 所以胡乱说了一同 老人家 最近眼睛是不是有些不舒服 我跟你说 不要过分沉迷修道 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你得了白内障 但是现在应该还不严重 说不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会慢慢好转的 只是老子听了这些话 一脸猛逼 白内障 啊 什么鬼 自己完全听不懂啊 一直观察着外面情况的打击 见老子一脸猛逼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出来 同时对陆长生越发敬畏 老子身为红军老祖 做下手弟子 何时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恐怕也只有老爷 敢这样在圣人面前胡言乱语了吧 不过就在老子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却突然感受到了一丝波动 定睛一看 老子发现后面院中的果子 眼珠子都要下掉出来了 先天极品灵果 再一看随意放在地上的砍柴刀 竟然弥漫着混沌之气 混沌之宝 顿时老子都惊得快逃跳起来了 天哪 这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混沌之宝会出现在这里 还被如此随意地放在地上 看样子 似乎似乎被用来砍柴的 一时间 老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现在似乎明白了什么 果然 眼前的这个陆长生 非同一般 能够拥有混沌至宝 岂能是一个普通人 就在老子震惊不已的时候 这时陆长生已经把茶水和糕点都端来了 只见他把茶水倒在茶杯中 然后递给老子道 老人家赶紧先喝口水吧 这么久了 连口水都还没喝 老子深吸了一口气 故作镇定 端起茶杯 不知是不是因为茶具为仙天灵宝的原因 还是其他怎么样 老子竟觉得 此茶闻着 就让人神清气爽 随后抿了一口 老子瞪大了双眼 这茶 这是什么鬼 为什么这茶竟让他的心境有一丝的松动 难道是这茶装在仙天灵宝中都升级了 不 不可能 那之前他在紫霄宫 同样喝了很多用仙天灵宝装的茶 也没有这般变化 所以一定是这茶水本身的原因 身为圣人 老子的心境早已达到一种常人难以描述的境界 这么多年过去了 能让他心境松动 得到提升的情况 少之又少 再喝了这一杯茶 感受到这样的变化 老子心中再次震惊到了极点 他再次看向陆长生的目光彻底变了 这个陆长生到底是何人 为什么随手给的茶净还有如此功效 难怪这九尾狐在这里不走了 难怪原始天尊的命令自己的弟子不要招惹对方 原来如此 结合来之前原始天尊和自己说的事情 以及对陆长生身份的猜测 老子这一刻觉得 眼前的陆长生 应该是陆前辈 修为一定在圣人之上 若是陆前辈硬要护着九尾狐的话 自己和其他圣人也拿对方没办法 只是这样 那封神该如何是好啊 老子喝了一口茶后 心里的念头已经转了无数下了 陆长生见老子喝了一口茶 脸色难看 还以为是这茶出了什么问题 连忙自己倒出来也喝了一口 则 味道一样的好啊 但为何老者会这样的表情 难不成是人有三级不成 古代人又含蓄 怕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自以为体贴的陆长生道 老人家 毛测在左转那个路口 老子被陆长生的话 再次猛逼到了 毛测 对方这个时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自从修道以后 老子就避古了 如测这种事 早就与老子是隔的十万八千里了 这陆前辈今日猛的一说 老子想了半天才想起来 毛测好像是凡人用来排泄的地方 但是又关他何事 难道陆前辈是在暗指什么 毛测是排泄污秽的地方 难道陆前辈在暗指 自己应该把脑中那些杂乱的东西都排除掉 而自己修得到乃是无为 越想 老子眼中神采越发璀璨 原来如此 我误了 顿时 老子身上气势再次变化 变得更加出尘飘渺 看到老子脸上的喜色 陆长生以为是自己指了毛测 这老人家在道谢呢 连忙摆手道 不必客气 老人家快去吧 老子听来的意思就是 话已经讲完了 你可以走了 前辈都这么说了 老子当然时趣地站起身道 恭敬地拜谢道 评道告辞 陆长生热情道 下次再来喝茶呀 老子一听 这前辈的意思是 下次有困难再找他吗 那真是太好了 自己自从成为圣人后 对于下一步的境界 始终是摸不着头脑 现在有前辈愿意指点 自己定要努力抱上前辈的大腿 而老子这般想着 出了门就回首阳山了 这次前辈指点他 心境有所突破 而那无为两字 更是让他感受颇多 所以他要赶紧巩固修为 一直暗中关注老子这边的原始天尊 见老子这般离去 整个人已经傻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老子去了一趟昭哥 回来就闭关了 脸上还笑嘻嘻的 难道是那位做了什么 原始坐在蒲团之上 思考人生 昭哥呈茶寺 老子走后 陆长生连忙去打几住的厢房 敲敲门开口道 小九 你还好吗 同时陆长生在想 自己要不要直接推门进去呢 陆长生知道 在古代奴婢就是 私人所有物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奴婢 说的难听一点 就算是打死奴婢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更别说 什么进入奴婢的房间 还要敲门了 所以 打几听到敲门声 心里也是诧异 没想到这陆长生 竟还会顾及自己 不知为何心里突然涌出一股暖流 不是因为陆长生修为厉害 纯粹就是因为这个人 老爷 我好一些了 打几羞答答地打开了房门 陆长生见打几脸上红韵 还以为打几发烧了 连忙用右手摸上打几的额头 不烫啊 陆长生的话 让打几后退一步道 老爷 你在干什么呢 陆长生善笑地摸了摸鼻子道 老爷我以为你发烧了 一时心急 你别见惯 打几称了一眼陆长生 这个人真的是 陆长生和打几在这边有说有笑的 文仲则是再次进攻面前咒王 太师 你说你遇到了高人 你的修为再次晋升了 没错 不过那位高人 不想别人去打扰他 所以大王可 千万别惊扰了对方 文仲敢这么对咒王说话 自然是因为文仲是亚父 甚至经历过三代王朝 所以文仲的话 咒王自然是会听的 大王 现在也有了应对的方法 陈这就去平定北海 太师小心显 咒王嘱咐了几句 文太师便离开了 此时咒王后宫已经三千加厉 而咒王还是想着要搜刮美人 没有了文太师 咒王就犹如放出笼子的鸟 费仲 游魂拜见大王 咒王大笑道 两位爱卿来的正侯 那苏护之女怎么还没有到王宫 费仲和游魂两人面面相去 费仲眼珠子一转道 大王 定是那苏护有了不轨之心 所以不想把女儿送进来 游魂也附和道 不错 陈渊一位大王走一遍冀州 看看那苏护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好 游魂 你便替姑走一趟 冀州 苏护在书房里和谋臣商量 该如何是好 他也得知了自己的女儿 在入昭歌的时候就不见了 侯爷 我看倒不如反了算了 说话的是一个留着山羊湖的盗人 这盗人是苏护手下的谋士 为苏护策划过许多谋士 所以也深受苏护的信赖 但此刻他提出来的建议 直接就被苏护否决了 先生 线下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苏护自然也是想坐上更高的位置 可如今 咒王对他也还没做什么 再者 如今商朝兵强马壮 若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就好了 报 苏护正在和谋士商量的时候 门口看守的士兵进来道 侯爷 门口有一个自称游魂的人求见 游魂 这人不在咒王面前叽叽歪歪的 怎么跑到冀州了 不过 这人是咒王眼前的红人 苏护目前还不打算反咒王的话 还是要捧着游魂的 苏护整了整表情 面带微笑地出去了 门口一个虽然穿着官服 但是却贼没数眼的 游大人 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啊 苏护笑着迎了出来 游魂摸着小胡子 尖笑道 苏侯爷 苏护将游魂请了进来 游魂边走边看侯府的构造 侯爷 你这侯府看起来 倒是 景致不错呀 游大人再朝多年 这些怕 还是入不了您老的眼吧 诶 冀州风景秀里 我这一路走来 看见百姓们 好像只闻冀州侯 而不闻大王啊 这话一说 苏护立马脸色就变了 这个游魂一顶高帽救下来 若是回答不好 怕是昼王的大军 就要攻打来了 不行 现在我还抵抗不了 苏护念头转了好几圈 当即就拿出一个 秀的精美绝伦的袋子 塞到游魂的手里 游大人 远道而来这么辛苦 怕是看错了 游魂颠了颠手里的钱袋子 满意了 他打着哈哈道 可能吧 本官此次前来 是为了苏打几一事 不知侯爷您的女儿 为什么至今 还没有到昭哥啊 苏护警铃大作 果然是为了此事而来的 随后苏护笑道 小女路上偶感风寒 怕感染大王 所以先接回来 这不风寒刚好 正打算送到昭哥呢 在出去见游魂之前 苏护就已经想着 用另一个女子去代替了 打几之名虽传到昭哥 但是大王等却没有见过打几 为了记周侯府上下 苏护只好出此下策 另外 他也派人去找打几 女儿平日里向来乖巧 这次为了不牵扯侯府 更是愿意站出来 苏护觉得 打几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哦 本官奉大王之命 前来请打几娘娘 不知打几娘娘 现在在哪里 游魂没给苏护思考的时间 直截了当地问了 游大人稍等 我这就去请小女 苏护留下两个侍女 在一旁服侍游魂 自己则是找女儿去了 苏护凭退了所有人后 一个美人上前扶身道 巧儿见过侯爷 巧儿是府上的一个貌美丫鬟 可以说除了打几以外 她是最美的 苏护对着巧儿道 巧儿 记周侯府上下生死全靠你了 请受老夫一拜 巧儿连忙躲避道 侯爷收留我 我这条命自然是侯爷的 苏护与巧儿交代几句后 便把巧儿带出来 对着游魂道 这便是小女打几 游魂看着这戴着面纱的女子 冷笑道 侯爷若是随意说一名女子 是打几娘娘 本官岂不是糟了 你 苏护记上心头 但是游魂在步步紧逼 苏护也没有丝毫办法 巧儿取下了面纱 妙啊 游魂拍着掌 眼前的女子 朱唇不点红 名谋好齿 游魂鼓着掌 开口道 不愧是名传天下的苏打几 苏护不好道 现在大人相信了吗 哈哈 自然自然 本官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游魂在冀州城玩了一会儿 三日后 便带着打几回到了昭歌城 而真打几正在查寺和陆长生 在一起快乐地玩耍 毕竟抱紧陆长生的大腿 就代表可以得到啊 33天 玉须宫 原始天尊算到苏护 又送了一个女儿进宫 连忙通知女娲 女娲本以为自己送了九尾狐 霍乱朝纲 之后的事情 就不用自己插手了 这英国也和自己没有关系 毕竟是咒王提示在先 自己也是了却 这英国在后 但刚刚原始天尊一番话传来 要重新找个妖狐迷惑咒王 女娲是满心的好奇啊 结果一算 这九尾狐的位置 她竟算不出来 一片混沌 要知道她可是圣人 天底下 还有她算不出来的东西 但是她不想纠缠太多英国 便只好又让轩原坟的狐妖去上身 这次打几 去了陆长生那里 却还是有的新的打几出现 历史的齿轮 终究会慢慢波动 受到女娲命令的狐妖 顺着历史的轨迹 把这位巧儿的元神灭了 入了巧儿的窍 招歌查寺 打几正在勤快地扫地 突然支起身来 陆长生问道 九儿 怎么了 打几内心疑惑 刚刚在招歌城中 似乎感应到了同族的气息 还是很讨厌的味道 是谁呢 九儿 九儿 陆长生的手 在打几的眼前晃了晃 打几回过神 见陆长生关切地看向她便道 奴婢只是想起了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陆长生关切道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你来到这里 这里就是你的家 既来之则安之 打几越想越觉得这句话 就是陆前辈在指点自己 既然离开了薛园坟 来到招歌 就不必想过去的事了 陆长生扔来一个果子道 吃个果子 晚上老爷我亲自下厨 吃火锅 好耶 陆老板 门口传来喊声 陆长生回头来看 原来是赵公民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老赵 晚上我煮火锅吃 你来不来 火锅 那是何物 难道是上古的吃法 看来今日有口福 赵公民开口道 好啊 我晚上倒要看看这火锅是何物 陆长生脸上笑道 那可是吃了能让你流连忘返的好东西啊 赵公民心想 这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自己那三位妹妹可不可以吃到 问问老板好了 陆老板 我有三位妹妹 是些吃货 不知能不能晚上也来凑个热闹 行啊 吃火锅这个人多才热闹 陆长生当即道 酒儿 准备食材多一些 晚上人可多了 赵公民立马道 那我就去叫我那三位妹妹了 好了 赵公民想着这等机缘 三位妹妹错过了 可就太难了 于是赶紧回到金敖岛中的三仙岛 三位妹妹 快出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三位妹妹 大哥来送你们一场造化 三宵面面相去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这造化 可不是说有就有 可赵公民竟说给他们一场造化 好了 我们快去招歌吧 不然让前辈等 我们就太失礼了 前辈 能不让赵公民这位准圣称为前辈的 就只有圣人了 可是在招歌的圣人 那是谁 赵公民也来不及解释这么多了 便道 我路上和你们解释 一路上 赵公民带着三宵 特意强调了 这位陆前辈 是想领悟红尘 才在招歌城开了一个茶寺的 所以 千万不能说修行什么的 说漏嘴了 另外 前辈要是说些什么话 你们可一定要记住了 上次我看了陆老板写的一本书 我进阶准圣了 师尊喝了陆老板一杯茶 心境提升了 什么 连师尊也去过了 必消惊呼 没错 赵公民连连点头 道 所以你们可一定要小心一些 不要落了马脚 赵公民又是一番叮嘱后 四人赶到了招歌 正好陆长生已经在那里摆弄着一个奇怪的锅子 赵公民带着三宵正巧赶到 苏打几正好也摆弄好食材 当见到赵公民身后带着的三个美女 眼里上过一丝警惕 陆长生见赵公民来了 连忙招呼道 老赵快快锅开了 这底料可是我亲自炒的 陆长生转头 看到了三宵 眼里闪过惊艳 忍不住羡慕了起来 这三位美女都是老赵的妹妹啊 天哪 老赵也太有福气了吧 三位妹妹都这么好看呢 三宵上前依次讲了自己的名字后 陆长生便招呼道 既然是老赵的妹子 都是自己人 快拿食材来涮 涮 赵公民问道 不知这涮是何意 陆长生拍了拍额头 忘记了 现在商朝 他们不知道何为涮 于是陆长生拿起一片牛肉 放在滚烫的锅底 大约五秒后 陆长生就拿了起来 放在嘴里 真香 这锅底有现代那位了 四人看着陆长生的动作后 都是有样学样的 拿起自己想吃的东西 然后放在锅底涮 陆长生还贴心的道 这个要再过一会儿 这个可以吃了 四人吃下了第一口 都瞪大了眼睛 这是啥呀 为什么这么好吃 众人纷纷开吃 你一片牛肉 我一片猪肉 陆长生看着众人疯强 心想 不愧是火锅的威力 这些古代人 享受不到太多的美食了 可很快 达己就先感觉到了 丹田处那凌厉的滚动 刺激又要突破了 他本是天仙的修为 这顿火锅下肚后 他的实力一下子 就从天仙飙到了 金仙的修为 达己震惊了 赵公民和三霄也震惊了 很快三霄也感受到了 来自丹田的那股火热 因为三霄的修为 本就是大罗金仙的修为 所以感受自然会慢一些 在一旁的赵公民 立马就感知到了 三位妹妹的实力波动 暗道不好 达己晋升不过 踩到金仙 打扰不到前辈 可是进阶到准胜 可不一样了 赵公民连忙对着陆长生道 陆老板 突然想起 家中还有事 我先带着三位妹妹离开了 随后赵公民疯狂给你三霄 实眼色 所幸三霄还是记得赵公民的叮嘱的 那就是千万不能打扰前辈 感悟红尘 所以三霄个个也是告辞道 是啊 陆前辈 我等先走了 四人依依不舍地看着火锅一眼 急匆匆地告辞了 三仙岛 三霄纷纷突破到了准胜阶段 而三霄是通天的清传弟子 算到三霄晋升后 立马来到了三仙岛 你们怎么会这么快晋升啊 赵公民将今日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通天 通天得知 竟是吃了陆长生的火锅后 立马就晋升准胜后 也不奇怪 通天也祝福三霄道 若是能和那位陆前辈打好关系 就一定要打好关系 如今 你等也晋节准胜 我结交渡过难关的希望 也大了许多 这些都是陆前辈带来的 必消道 师尊放心 昭阁查四 望着四人消失的身影 陆长生感叹道 这家中看来 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急事啊 这些人走得也太快了吧 达己清晰地感知到 来自三霄要晋升时 那庞大的压迫感 眼里满是羡慕 他知道 几人是要突破到准胜境界了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可是 一直陪在老爷身边的人 他也总有一天会得到的 达己和陆长生 又吃起了火锅 王公 游魂从冀州回来 静止进攻了 他明白这等美人 自然是要越走 献给大王越好 咒王得知 游魂回来后大喜道 轩 游魂快速进了宫 咒王看向游魂身后道 美人呢 游魂笑道 大王 达己娘娘就在宫外等候呢 小的接到达己娘娘后 便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了 游魂照常地为自己邀宫 果然咒王听到后大喜 好 爱卿乃国之栋梁 为故分担了很多啊 赏黄金万两 谢大王 游魂喜上眉梢 咒王让太监去把打解喊进来 宣祭舟侯之女达己 一带着面纱的女子 在太监的带领下走了进来 拜见大王 大王看着进来的人 浑身上下透着的风情 眼睛都看直了 美啊 实在是太美了 大王起身走下来 环绕着达己走了一圈后 伸出右手将达己的面纱摘去 一时间 店中所有的人都被达己的美貌给惊住了 大王 咒王已经被眼前的达己 给迷得死死的了 他挥挥手 便让游魂他们下去了 几位官员那是心领神会 立马就下去了 咒王一把抱起了打解 回到了寝宫 接下去的七日便一直不上朝 商朝政务堆积了一堆又一堆 笔竿召集了商荣等人在府中齐聚 商量该如何是好 哼 大王以前虽然有些荒唐 但好歹将商朝给放在心里 但如今连着七日和那妖女私混 这样下去 我泱泱大商 岂不是要玩 王公 咒王怀里抱着打几道 爱妃有何想要之物 只要爱妃想要 寡人接给你找来 大王对臣妾真好 打几何咒王你浓我浓的时候 太监的声音传来 江王后道 一浑身尊贵气息的女子踏入境来 看起来英姿飒爽 大王 你已经七日没有上朝了 难道你要为这一女子 葬送大商江山吗 咒王眼里闪过一丝不耐 但是江王后深受群臣信赖 况且江王后忠心耿耿 咒王也没有想干什么的打算 但是咒王乃是人王 又岂会被一女子左右 当即呵斥道 姑做什么 王后过问得很宽啊 江王后脸色一白 嫁给咒王这么多年 虽说没有咒王喜美色 但对她也是给足了王后的面子 可今日敬畏了一个女子 当众呵斥她 但江王后没有忘记今日来的目的 继续道 臣妾恳请大王将此女打入冷宫 处理朝政 在一旁的巧儿看着江王后和咒王 眼里闪过一丝趣味 她本是轩缘坟的一只狐妖 也名为巧儿 但轩缘坟中 那打几的名声一直超过她 就连女娲也将任务给了她 这次打几失踪 巧儿知道她的机会来了 果然女娲法旨来到 命令她去招歌迷惑咒王 成功后便助她得到成仙 巧儿当即出了轩缘坟 夺了那巧儿的躯体 而在那七天缠绵的时候 巧儿早已告诉咒王 她的小名叫巧儿 咒王当即就称打几为巧儿了 而且咒王此刻对巧儿是爱不释手 狐狸精的迷惑能力可不是盖的 所以江王后即便在宫中许久 但是碰到了这种狐狸精 当然是比不过的 江王后继续道 请大王将此女打入冷宫 咒王终于不耐烦了 开口道 送王后回宫 在江王后不敢置信的眼神里 咒王又继续搂着巧儿甜甜蜜蜜了 巧儿依偎在咒王的怀里道 大王 王后好似对我有什么不满啊 咒王宽慰道 有孤在 他不能对你怎么样 大王对臣妾真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咒王和巧儿是形影不离 在巧儿的建议下 商朝变得名不聊生 昭歌诚到处传言 苏护之女苏巧儿将咒王迷得 就算天上的星星都要给他摘下来了 陆长生自然也听来喝茶的人聊天的时候 讲过 心想 妲己到了 看来商朝慢慢地要亡了 而妲己听到后 心里奇怪 自己不是在这里吗 哪里来的妲己 难道是女娲娘娘又找了一个狐妖来 想到之前在昭歌感受到的那个讨厌的气息 妲己觉得自己真相了 只是不知道是谁来 希望不是那个讨厌的狐狸 这段时间在陆长生的院子里修炼 他已经巩固了惊鲜修为 而陆长生见妲己这般对他道 九儿 老爷 我给你表演一首吧 妲己好奇道 是又要吃火锅吗 非也非也 陆长生神秘一笑 他从房内拿出了琴 妲己坐在陆长生的面前 陆长生手指轻拨 悦尔的声音从陆长生的手指下弹出 此取名为高山流水 悦尔的声音从昭歌城的茶寺中传了出来 茶寺外的百姓都驻足着听着音乐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陶醉的笑容 此刻有一位修士正赶来 正好听到陆长生的琴声 此修士正是云中子 钟南山 欲助洞的修士 他算到人间名不聊生 于是决定下山除妖 他如今是精先修为 从钟南山来到昭歌 也需要赶三天的路 谁知来到昭歌后 他竟听到如此美妙的音乐 说是传说中的鲜乐也不为过 云中子本来感受到 王宫那冲天的妖气 想直接前往王宫的 但既然半路听到这美妙的乐声 那自然是想看看 到底是谁能弹作出如此美妙的音乐 云中子降下来 奇怪地看着茶寺 为什么这等乐声 竟在一个茶寺中出现 云中子疑惑了 于是他上前敲敲门 本来听着琴声的打击 是很开心的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谁啊 老爷好不容易弹琴 哪个不长眼的来打扰 打击心烦 这时陆长生也停下了琴声 云中子暗道 不好 早知道等这位前辈 先弹好再进去了 突兀了 正当他在门口懊恼时 打击出来开门了 云中子刚想行礼 剑是打击 画到嘴边就变成了 哪里来的妖念 持平到一剑 在云中子的控制下 松木巨鹊剑从空中飞起 直往打击的命门而去 但是云中子是惊先修为 打击在陆长生的身边待着 修为也早已是惊险了 只见他一个闪身躲过 刚想拿出武器打起来 身后一个声音传来 酒 发生了何事 打击暗道不好 可不能让老爷发现 自己会修为 自己在老爷心里 可是一个弱不经风 卖身脏腹的女子 于是打击连忙停下了进攻 就在松木巨鹊剑 马上就要刺到打击时 一个斧头从远处劈来 直接把松木巨鹊剑 劈成了两半 斧头卡在了墙上 云中子在地上傻站着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感觉一个东西 嗖的一下过去 他的剑就没了 气血涌动 云中子吐出了一口鲜血 好你个不要脸的道士 看我的婢女长得好看 就想强迫他 还拿件危险 陆长生刚出来 就看到云中子要刺到打击了 慌乱之下 正好手边有斧头 幸好以前飞镖扔得准 陆长生瞄准常见的方向 将斧头扔了出去 就吓了打击 打击也哭泣地 跑到了陆长生的背后道 老爷 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 云中子见眼前这个人一斧头 就把自己的法宝给砍断了 而且他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一点修为都看不出来 可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会把自己的法宝给弄断了吗 而且那斧头 刚刚云中子看了一眼 好强烈的杀法之气 云中子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法宝 哪怕是他的师尊原始天尊 都没有发现 不过眼前这个男子面带不善地看着他 云中子提着一口气道 平道云中子 阁下身后乃是一只狐妖 我呸 对我家婢女图谋不轨 被我发现还说是妖 你可真是给道长长脸啊 还说自己是云中子 谁给你这么大的脸啊 连我一个斧头都接不住 陆长生噼里啪啦的一大串话 直接砸向云中子 云中子的脑袋只感觉嗡嗡嗡的 但是他还是强撑着 因为他觉得面前这人定是被狐妖迷惑了 只要他拿出照妖剑 一定会让眼前的前辈相信 这身后是个狐妖的 云中子挣扎着掏出了照妖剑 刚想施展法术照相打紧 可没曾想陆长生直接激赌过了照妖剑 照妖剑是一面镜子类的法宝 陆长生看着手里的照妖剑 撇嘴道 拿出个镜子想干嘛呢 好了 正好久去面镜子 这面镜子就当你赔罪的东西吧 云中子见照妖剑被夺去 整个人都不好了 云中子连忙道 前辈 此乃照妖剑 只要往你那身后一照 就可以将那妖怪的原形照出来 哼 陆长生一拳揍趴下了云中子 道 你个倒是还敢在我眼前叨叨叨的 还云中子呢 云中子可是原始天尊的徒弟 修为那叫一个高身 而你这么弱不禁风 还在这里说什么妖怪 云中子被陆长生揍了一顿 丢出了门外 随后陆长生转过身 安抚着还在哭泣地打几道 酒 没事了 坏人已经被老爷我打跑了 这镜子给你 你梳妆打扮 也需要一面镜子 打几接过照妖剑 羞涩地对着陆长生道 多谢老爷替酒做主 既然酒 你是我的奴婢 老爷我自然是要护着你 以后还有这种人出现 老爷我见一个打一个 打几点点头道 嗯嗯 老爷真厉害 被这么一个美人盯着还夸厉害 陆长生只感觉飘飘然 大手一挥道 走 今晚吃火锅 而被丢出门外的云中子脑袋 还是一片混沌 他 原始天尊的徒弟 连着丢了两件法宝 还被人丢出了门外 但是 这位前辈到底是谁 为什么如此厉害 云中子清楚地感知到 他连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就被丢出去了 这昭哥 怎么会有如此大佬 云中子如今照妖剑也没了 还身受重伤 据王公的计划 自然就被耽搁了 在王公的巧儿 完全不知 有一个从中南山下来的修士 想要诛杀他 这段时间 他和咒王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 只是女娲圣人 既然派他来祸害商朝 他可是 要想点法子了 而且那将王后整日里 看他也不顺眼 单纯就设几个法子 将他弄死 还有那几个 说他是祸国妖妃的 看起来很正义的样子 那也一起去死好了 巧儿在宫中谋话 而云中子 则是一路亮腔地 回到了中南山 童子连忙扶着云中子道 师尊 你怎么了 把放在房中的那瓶丹药 拿给我 童子快速地 将那瓶丹药拿来 云中子服下了丹药后 总算好一些了 幸好师尊早年 将丹药赐予我 否则这伤势 怕是要百年休养 届时怕是要耽误师尊大事 云中子早就想好了 先去昭歌王宫 假装除去妖孽 目的就是为了 让商朝流言四起 他们的大王 如今已经被妖孽迷惑住了 接着 他就要去收养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 可是未来封神之战中 很有作用的战将 但是云中子没有想到的是 在昭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大楼 把他的武器都给打断了 云中子脸色阴沉 给原始天尊传了一个讯息 原始天尊收到后 感觉有些不对劲 昭歌 查思 一个普通人 原始天尊嘴角抽抽 为什么自己的徒弟 刚好就撞上了这尊大楼 云中子 把那天将婴儿带走就好了 那狐妖你就不必管了 原始天尊给云中子 发完消息后 又给女娲发去了消息 女娲看完后 嘟囔了一句 这原始怎么回事 怎么天天给我传讯 她自然不想参与这封神因果 否则圣人之位动摇 那可是很惨的事情 但是那狐妖是她派去的 是该搅弄一下商朝了 女娲手一挥 照妖帆出现在空中 只见几个玄奥的手势打出后 照妖帆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昭歌王公 巧儿正在梳妆打扮 突然虚空一道金色的光芒闪现 巧儿连忙跪下行李道 巧儿见过女娲圣人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狐妖 本座命你霍乱商朝 如今动静如何 禀女娲圣人 小妖这段时间 一直在迷惑地心 小妖正打算过些日子 建议地心去大兴宫殿 嗯 此事完成后 本座许你的事也做数 多谢女娲圣人 昭王不知道在她的地盘 她的妃子正在密谋 要把她的大商江山给断送了 她正在绞尽脑汁地想着 该如何让爱妃开心呢 突然侍从来报 大王 巧儿娘娘突然说 身体不舒服 什么 爱妃身体不舒服 怎么不早点告诉顾 昭王火急火了的 赶去看了巧儿 巧儿早已施展法术 将自己变得虚弱无比 对着昭王道 大王 爱妃怎么这么憔悴 昭王看得那是一个心疼无比 大王 臣妾 巧儿欲言又止的言语 让昭王一股怒火冲天道 是不是王后找你了 姑这就下令进她的族 说完 昭王就让太监将这命令下过去了 中宫 江王后听到太监传来的消息 眼里满是不可思议 大王他竟如此狠心 太监传完旨便走了 徒留下满事的孤寂 大臣们得知 江王后竟被昭王下旨禁足 纷纷去找彼干王叔 现在文太师不在 朝臣上下 也就只有彼干王叔 还有这个能力 见到大王了 彼干满脸愁容 摇头道 我并非不想去劝谏 只是大王 他也不见我啊 不管朝臣那边是如何 这边陆长生在茶寺里想着 现在妖妃已经开始豁乱商朝了 虽然不知怎么的 这个妖妃不叫妲己 而是叫巧 但是昭哥即将豁乱四起 自己这也必须要有自保之力了 所以 自己一定要加强锻炼 如果遇到危险 至少可以多一些保命的机会 故此 陆长生就开始了跑步锻炼 这时赵公明也正好来了 见到陆长生奇奇怪怪的在跑步 开口道 陆老板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陆长生见识赵公明道 原来是老赵啊 我是想着 商朝马上就不太平了 所以想着锻炼一下 昭哥不太平了 是啊 听说昭王不是宠幸了一个妃子吗 我跟你说 这个妃子可是大有来头 不过 你如今修为还是太低 听我一句劝 投奔西奇比较好 赵公明听了心惊 他也是听通天讲过 这次的风神大战 最后就是西奇获利 最后商朝覆灭 周朝成立 可这些也是 师尊见他成为准圣后才告诉他的 陆前辈禁连这也算到了吗 难道他想告诉我什么事情吗 陆长生继续道 可惜了这最后一代人亡了 最后一代人亡 难道 赵公明突然好像知道什么事情 冷汗爆出 赵公明连忙向陆长生告辞 仓皇离去 陆长生看着赵公明离去的身影 摇摇头道 奇奇怪怪 惊讶道 赵公明飞快地来到上方 以密法通知了通天教主后 通天的身影出现 开口道 公明 怎么如此匆忙 赵公明将陆长生的话 重新复述了一遍 通天听完 也是脸色铁青 这可是陆前辈说的 他必定是在指点什么 最后一代人亡 难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谋划 以天道替代人族的器语 但这一切为何要断我结叫器语 难怪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自己不过是天道下的圣人 天道要算计 怎么会让一个区区圣人得知 通天脸色铁青 赵公明望着通天的脸色 开口道 师尊 你还好吗 通天原本意气风发的脸色 却突然暗淡了不守 白白手道 公明 记住我说的话 结教的生死 就全寄托于那位陆前辈之手了 赵公明点点头道 弟子明白 前段时间 弟子带三位师妹 去陆前辈家吃那什么火锅 三位师妹竟都晋升为准圣了 这位陆前辈 可真是为我们结教带来好运之人 说到三肖生到准圣 通天的脸色倒是好看一些了 结教的实力越大 能够破局的希望就越大 通天心里感叹一口气 希望这位陆前辈能够助我结教吧 招阁查四 这天陆长生又在写小说 正是聊斋意志中小翠的故事 打几一边看 一边为小翠的故事而流泪道 老爷 这小翠也太可怜了 那蛇妖真的是太坏了 陆长生感叹一句道 是啊 不过那狐妖一心向善 所以最后才能得到成仙啊 对他也算是一个好结局了 打几听了以后 不仅仅是感伤小翠的故事 更是想到了自己 身为薛缘坟的妖怪 本是无忧无虑 但是却被女娲娘娘一道法指的道来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若不是在昭歌城中遇到陆前辈 给了另外一条呈现的希望 他也没有勇气脱离女娲娘娘的掌控 而且刚刚老爷的话 就是在给自己提示 只有一心向善才能得到 若是真的按照女娲圣人说的 去迷惑咒王 到时候商朝名不聊生 这因果又是谁来背呢 打几越想 只觉得自己之前 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幸好遇到了老爷 果然老爷今日突然写了这个狐妖的故事 就是为了提醒自己的 打几这般想着 也是越发的感激陆长生了 平日里干活就很勤快 今日是特别的勤快 可以说是陆长生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 陆长生被打几的表现 给疑惑得摸不着头脑 就是今日咋了 难道是被我写的故事给感动了 昭歌王公 巧儿那次装病 虽说把江王后给禁足了 但这里女娲圣人的命令 还差得远呢 于是他眼珠子一转 又想到了一个好法子 他假装身体不舒服 又让侍女去找咒王 咒王人还没踏入殿门 声音就传来了 爱妃 怎么又生病了 快让姑看看 大王 巧儿脸色憔悴 看得咒王是心疼不已 可以说是天上的星星 都给巧儿找来 巧儿与咒王你浓我浓的 但是眉间始终有一丝忧愁在 大王 臣妾来到这招歌城 有大王陪伴只觉得很幸福 只是每当大王去上朝 臣妾就觉得很失闷 但是大王是商朝的王 臣妾不敢让大王 时时刻刻地陪伴他身边 巧儿的话让咒王的脸 一下子就揪心了起来道 爱妃何出此言 这样 爱妃觉得 有什么可以让爱妃姐们的吗 姑都可以为爱妃去寻来 巧儿动耳的声音 却说出了最歹毒的话 听闻有一种袍落之行 在铜柱上涂油 下家探食热 另有罪之人行其上 折坠探中活活烧死 臣妾听闻 近来有许多人对大王不满 说是宠幸臣妾导致朝纲不振 不如大王将那些人抓来 是以袍落之行吧 望着巧儿的脸庞 咒王哈哈大笑道 好 正好姑这几日也要被他们给烦死 爱妃提出的这个袍落之行 好似很有趣的样子 来人 在酒间店 把这铜柱给建立起来 另外在招歌城搜 把近些日子总说孤坏话的那些人 给孤彤彤抓来 孤乃人王 忍他们也忍了许久了 诺 咒王吩咐下去后 寿仙宫里面又传来了嬉笑的声音 招歌城 满腹武装的士兵在到处抓人 到处都是人哭喊的声音 酒儿自然也知道 赶紧回来和陆长生说了此事 陆长生喝了一口茶缓缓道 放心 只要我们不干坏事 这些官兵不会来抓我们的 酒儿点点头 隐瞒了自己 刚刚才把一个想要闯入茶寺的 兵施以魅惑之术 让他离开的事情 既然老爷要感悟红尘 还是不要让这些小兵去打扰他了吧 很快 同住就建立好了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笔干等人都是忧心忡忡的 听闻咒王建立了什么同住 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 很快群臣站定 咒王和巧儿一起出来了 笔干看着咒王坐定后 巧儿就坐在咒王的身旁 直接出列道 禀大王 巧儿娘娘并不是中宫之主 按阻力 巧儿娘娘这般是违背祖宗之举 王叔 今日让你们来此 不是上朝 而是让你们一起欣赏一场盛事 也不到违背祖力的地步 咒王的话 让群臣一下子就哗然 但是咒王一个眼神就过来了 他毕竟是咒王 在这个位置也待了许久 威势自然是很足的 当下群臣就安静下来了 咒王拍了拍手 十个书生模样的人 就被士兵压了上来 笔干疑惑 这是要干什么 咒王紧接着开口了 这十人是在昭歌妖言霍众之人 孤将他们抓起来 今日便让他们 也是让全天下的人知道 诋毁大王是什么下场 十位书生见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眼里都露出害怕 这时 一浑身正义的官员走出来 正是梅伯 大王 这些书生并没有说错 大王这些日子 一直在授仙宫 对朝政也疏于管理 大王应该以天下百姓言 当作警戒才是 其余朝臣大气都不敢喘 这梅伯真的胆子好大 这段时间 大王被这巧儿娘娘给迷惑的 他们都不敢说什么 而梅伯却敢于直面 实乃真勇事业 这时费众跳出来了 当场骂道 梅伯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当众辱骂大王 梅伯一身正气道 臣并非辱骂大王 而是近来大王所作所为 实在是不符合商朝大王的作为 梅伯说完后 朝堂鸦雀无声 突然咒王的笑声突然响起 很快 咒王的笑声停下 眼里满是阴狠地看着梅伯道 梅伯 你以为姑真的不敢杀你吗 咒王这些日子 在巧儿的魅惑下 早就觉得这些臣子很烦了 不然也不会听了巧儿的话 见什么同众 他本想杀几个书生 震慑一下群臣 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这个梅伯看起来暗眼得很 就拿他开刀好了 梅伯这时道 若是老臣之死 可以让大王醒悟 老臣这条命也算值了 那姑就成全年 咒王一个首饰 士兵立马上前 将梅伯给抓住了 笔干见识不妙 立马上前道 大王 梅伯忠心耿耿 还望大王三思啊 若今日梅伯死了 商朝上下 必将又起言论 咒王听了笔干的话 心里确实有了些动摇 梅伯这个人 嘴巴说的话是很讨厌 但办事确实还可以 咒王想了想 暴怒的脸上 还是有了些平静 但这些事情 都是巧儿谋化的 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大王 这梅伯好像要吃了臣妾一样 臣妾好怕啊 巧儿不过轻轻松松的语言 就把咒王的怒火又调了起来 他对着梅伯道 梅伯 你对姑的爱妃 有何不满吗 笔干疯狂使眼色给梅伯 但是梅伯本为人正直 这些天 对咒王宠幸 巧儿不上朝的行为 早就心有不满 可是却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这么刚 梅伯那顶天立地般的身影 立在那里 对着咒王道 今日若能以臣之血唤醒大王 那臣也算死得其所了 好 那姑就成全你 来啊 请大王三思 朝臣们跪下 恳求咒王放过梅伯 梅伯眼睛亮得可怕 主动把上衣脱了 走到铜柱那边 咒王一个手势 士兵们按照之前的做法 在铜柱上涂上油 下面放上烫火烧 随后将梅伯压在铜柱上 滚烫的油 把梅伯都给烤焦了 焦肉的味道弥漫了出来 大臣们跪在地上 梅伯一声不吭 最后士兵把他推入探坑 一带中魂梅伯 就此死在众人眼前 费众和油魂两人对视了一眼 这梅伯死得好啊 之前一直在大王面前 说他们两个人的坏话 现在死了好啊 巧儿则是乖巧的 依附在咒王的身边 还在道 大王 这梅伯死前 还在瞪着臣妾呢 臣妾晚上 怕是要做噩梦了 爱妃莫怕 晚上辜乎着你 笔杆等人脸上满是悲痛之色 可如今大王已经被那巧儿给迷住 若是再上见 怕是商朝的忠义之事都要没了 死了一个梅伯 咒王的心情大好 便搂着巧儿回宫了 笔杆则是让士兵把梅伯的尸体捞出 梅伯的脸上还瞪大着双眼 似乎还在劝说着 咒王要为商朝 笔杆和商荣对视 叹了一口气 命人将梅伯的尸体送回府中 再派人打点一二了 首相符 笔杆和商荣正在聊着今日之事 笔杆悲痛摇头道 今日大王听信妖妃 将梅伯逼死 这日后商朝的路该怎么走啊 两人畅谈了起来 突然笔杆说起了一件事 太师临走前留下一个锦囊 说若我们遇到什么难处 就打开这个锦囊 商荣眼睛蹭亮 对着笔杆道 那快打开这个锦囊吧 笔杆从内室取出一个锦囊道 之前太师走之前 嘱咐过不到危机关头 不可轻易拆掉 现在大王被那妖妃迷惑 梅伯深死 是时候打开这锦囊了 二人打开锦囊 上面写了路长生的地址 还特意点名了此乃 绝世高人 但切记定要把他当作 普通的茶老板来看待 否则高人生气可就糟了 笔杆和商荣面面相去 但是这既然是文太师说的 笔杆和商荣自然是听信的 笔杆王说 不如我们去见见这位高人 走 笔杆和商荣两人 换了一身衣衫 去往了寻找路长生的道路 招阁茶寺 路长生正在养花 做广播体操 这时敲门声响起 路长生喊了一句 来了 门打开 两个老人站在门口 正是笔杆和商荣 路长生见识两个老人家 自然是客气地请进门 酒 上茶 笔杆对着路长生道 多谢店家 我们二人从远处来 正好想歇歇脚 正好看见有间茶寺 于是进来了 不知是否叨扰了店家 路长生连忙摆手道 开门做生意 怎么会有打搅二子 这时打几 也端着茶水上来了 见到商荣和笔杆二人 眼睛里闪过一丝戒备 这二人绝非等闲之备 因为笔杆和商荣 都是商朝中位高权重的人 商朝气韵 自然也赋予了他们一丝气韵 因此 他们也比寻常百姓多了威严 打几如今是精先修为 自然是看得清楚 但此刻路长生就在身旁 他不好查看 而笔杆和商荣看到打几后 也是满身戒备 为什么这大佬身边 还有一只狐狸精啊 文仲留下的锦囊里 早就描述了路长生的相貌 所以笔杆和商荣 很快就确定了文仲所说的人 只是路长生看起来 就是一贫贫无奇的普通人 与那些修仙人士完全不一样 身边还有一只狐狸 所以笔杆和商荣对视一眼 想到了锦囊里说的大佬 只想感悟红尘 所以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 你们可千万别提什么 有什么是旁敲侧击就可以 如果前辈想回答的话 自然会说的 笔杆和商荣对视一眼后 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笔杆开始试探性地问道 听闻最近咒王开了一个什么酷刑 不知老板在昭哥有没有耳闻 路长生却笑了笑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穿越前可是对商朝耳熟得很 路长生道 二位怕是不知道 这只是开端啊 商荣着急道 什么叫开端 笔杆在下方扯了扯商荣的衣袖 商荣回过神道 不知老板说的开端是何意思 路长生怕说太多被昭哥那群士兵抓起来 摇了摇头道 具体的我也不好再说 反正啊 这商朝这么下去肯定要 路长生比了一个手势 笔杆和商荣顿时眉头紧皱 笔杆继续问道 看样子 老板对昭哥的局势也是有些了解啊 不知老板对目前商朝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路长生心想 那可是有红军在后面策划 圣人动手的 自己哪有什么办法 不过路长生还是道 难啊 现在商朝朝堂上有奸臣 后宫有妖妃 想破局 除非先让姓妃和姓妖的两个先死掉 然后把那后宫的妖妃除掉 说不定商朝还有机会 话虽如此 路长生心里却认定商朝肯定完蛋了 毕竟商朝怎么可能比得过圣人算计论 笔杆和商荣 何尝不知要把这妖妃 还有那两个奸臣给除去 只是大王宠幸 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笔杆不死心道 那老板不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实不相瞒 我们二人对那费众游魂 也是有所耳闻 只是那两人被大王所重用 怕是没有什么好机会出去 路长生想了想 过段时间 就是那娘娘设计姜王后的时间了 于是他开口道 其实此事也不难 只要让他们两个 失去咒王的信任就好了 笔杆和商荣面面相去 失去信任 这是太难了 费众和游魂二人之所以深得咒王信任 还是因为他们二人能说会道的 大王被迷得又怎么会失去信任 路长生却笑道 那妖妃如今被姜王后压制 必定会想尽法子迫害姜王后 只要有人借助这个机会 自然可以把那费众和游魂拉下马来 笔杆和商荣得知姜王后要被迫害 满心的焦虑 又听到后面这句话 眼睛一亮 没想到今日来茶寺一趟 倒真的有所收获 路长生回过神道 不过我就这么一说 我一介平民胡言乱语罢了 笔杆和商荣知道这是路前被不想暴露自己 所以才说的推辞 于是他们也借着这个话道 是是是 我二人也不能做什么呀 今日听到路老板此言倒是大开眼见 路长生父匪 我可是知道整个历史的人 能不知道的多吗 可惜了姜王后啊 路长生对姜王后心里充满敬佩的 要不是后宫有姜王后在 怕是商朝灭亡的时间提早好几年了 可惜最后被打击 还有费重游魂给害死 现在梅博死了 她记得就是这一年 姜王后也要被那打击设计了 所以才说出刚刚那番话 笔杆和商荣两人目的达到 也不再久坐了 两人起身道 今日多谢路老板款待了 路长生摆摆手道 说哪里的话 你们付钱 我给你喝茶 说什么谢不谢的 只有笔杆和商荣明白 他们才说什么 笔杆和商荣走后 打击假装自己身体不舒服 在房中休息 实则追了出去找笔杆和商荣了 在一拐角处 笔杆和商荣望着眼前这妖娆女子 正是刚刚在茶寺中的侍女 笔杆行礼道 不知姑娘找我们有何事 打击开口道 你们二人怕不是普通人吧 我刚刚跟在你们身后 听到你们互相的称呼了 笔杆和商荣 一个王叔 一个首相 怎么会来到老爷这边 是不是有什么图谋 笔杆间自己被认出来 也不掩饰了 当即道 这位姑娘 文太师留下的锦囊让我们有困难 就去找这个地址找陆前辈 还特地说了 前辈在感悟红尘 让我等不要太打扰 若是我等二人打扰了前辈 我等愿意向前辈请罪 打几件笔杆和商荣两人神色诚恳 还是文中那家伙介绍来的 便道 你们二人也没有太打扰老爷 今日就算了 记住了 老爷在感悟红尘 可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另一边 陆长生见打几身体不舒服 心里琢磨了片刻 突然恍然大悟 难道是那个 女人每个月总有那几天的 陆长生觉得自己已经把握住了 然后烧了一锅的红糖浆茶 随后就敲了敲打几的房门道 九儿 老爷我烧了红糖浆茶 你注意保暖啊 打几先是疑惑 后来发现自己 好像给老爷产生误解了 不过他也不能解释啊 这一锅红糖浆茶 还是喝了吧 守相符 笔竿和商荣谈着 从陆长生这边知道的情况 既然那位前辈 说江王后马上要被算解 我看到不如趁此机会 商兄所说 正合我心意啊 两人对视一眼 计谋就在胸中成形 费重和游魂 被巧儿叫进宫去 随后一个针对江王后的毒计就出来了 现在 咒王对于巫谷一事特别厌恶 所以只要把巫谷之事 安在江王后的身上 咒王就会对江王后厌恶 直接打入冷宫 到时候废掉江王后 还不是有手就行 而商荣的秘信 这时也送到了宫中 江王后看完了以后 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毕竟可是商朝后宫之主 这么多年 没有点手腕 怎么存活在这后宫之中 商荣的提醒他也看了 想来想去 也不过只有巫谷这点事情 可以拿来做文章了 巧儿 这次就看是你赢 还是我胜了 过了十余日 查四 商荣和笔竿都来了 脸上挂着喜气洋洋的笑容 陆长生见此倒了两杯茶道 二位客官脸上倒是喜色很足 近日可是发生了什么好事 哈哈 商荣和笔竿对视一眼 商荣笑道 最近听闻大王将那肺重油 严惩了一番 责令其不能出府 我等真是觉得大快人心啊 陆长生却摇头道 只是不能出府罢了弱势 信不信过几日 他便又能出来了 这 笔竿商荣 两人相视一眼 笔竿苦笑 陆老板有所不知 这肺重油浑身受宠爱 这责令其不准出府 已经是很严重的责罚了 陆长生摇摇头 斩草不除根 吹风又有声啊 笔竿试探道 不知陆老板有何高见啊 高见谈不上 只是我觉得杀人诛心 只有让那位咒王 真的觉得触犯到自己了 那二位才算真正的死翘翘了 触犯到自己 笔竿和商荣 两人触摸了半天 喝了一口茶 两人眼睛一亮 好茶 笔竿和商荣两个人 有了思路后 细细品尝了起来 这茶有如春天后的新草 夏天的荷花 让人只感觉到生机勃勃呀 喝了茶以后 商荣和笔竿两人 只感觉沐浴在春日里一般 浑身上下舒坦的不得了 上次来的匆忙 去的也匆忙 这茶早知道这么好喝 上次就该品尝了 商荣和笔竿又喝了几杯 陆长生笑道 二位这么喜欢 常来便是 那是当然 到时候 陆老板可别嫌我们二人烦 商荣和笔竿二人 暗地里比了一个夜 和陆老板打好关系 第一步踏出 因着费重和游魂 被咒亡惩罚 朝歌诚也陷入了久违的瓶颈 毕竟作妖的人不在了 昭歌王公 两个脸庞虽是稚嫩 但眼中的坚毅神色 却足以让人动容 前面一华贵女子对她们道 娇 红儿 你们二人可要好好学武 日后你们一个为王 一个为侯 为百姓做好事 这两个孩子 正是商朝的两位王子 殷娇和殷红 母后 我们二人不想走 我们要留下来保护母后 愚蠢 只有你们强大了 母后才安全 被斥责的殷娇和殷红脸上 满是难过 母后 我们就不能不去吗 不行 两位神仙托梦给我 说你们与他们有缘 这等机会如果不把握 母后 我就是死也难以瞑目 殷娇和殷红 见江王后神色坚决 知道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便纷纷跪倒在地上 扣了三个响头 母后 本儿学成归来 母后定要保重身子 去吧去吧 江王后挥了挥手 只见两道白光降落 白光散去 两个倒是手握扶尘 正是广城子和赤金子 他们二人对着江王后道 拜见王后 现在昼王还是人王 而江王后是王后 一国之母 所以他们 也是要对江王后行礼的 江王后也对着广城子和赤金子 两人行了一个礼道 二位道长 可是托梦之人 广城子上前道 不错 平道算出大公子与平道有缘 特此托梦 让大公子随平道 去九仙山桃源洞修行的 江王后身后是诸侯 对于修仙这些 也是略有耳闻 听到九仙山桃源洞 心念一动道 莫非道长乃是原始天尊 坐下广城子道长 广城子笑了笑 正是平道 在一旁的赤金子也上前道 平道赤金子 与二公子颇有缘分 故特此来收二公子为徒 江王后也赶紧行礼 两位都是原始天尊 坐下弟子 英娇和英红真是天大的福分 才能拜二位为师 一旁的英娇和英红 见江王后 这么慎重地对待这两个道长 心里知道 这两个道长定是很厉害的人 心里都是想着 日后定要学好本事 下山保护母后 至于咒王 那个为了妖妃 而欺负母后的人 在他们心里 恨不得也将咒王也杀了 只是母后一直教导他们 咒王是他们的父王 万万不可有此念头 江王后对着英娇和英红道 娇儿 红儿 快快来拜见你们二位师尊 英娇和英红上前分别对着 广城子和赤金子道 英娇 英红 拜见师尊 英娇突然又想起一世道 母后 我们二人是大伤的王子 若是突然离去 那个人会不会对你不利 那个人自然指的是咒王 江王后摸了摸英娇的头道 你们二人自当放心去 母后自有法子 江王后随后又退后 一步对着广城子和赤金子 行了一个大礼道 我这两个儿子顽皮 还望二位道长多多担待 这时江王后不再是一国之母 而是为人母亲最殷切的希望 盼着儿子能够成长 能够独当一面 广城子和赤金子 慌忙避开 这江王后乃是一国之母 身上气欲浓厚 他们可承受不起这一败 广城子和赤金子 带着英娇英红离去后 当晚东宫就发生大火 英娇和英红 两位王子失踪 江王后听到噩耗昏倒在床的消息 就传了出来 天下都因为这个消息 动荡了起来 要知道 若是一个王朝没有继承人 可是非常容易引起波荡的 而咒王正在中宫 江王后苍白的脸 躺在床上 大王 你可要去找姜儿和红儿啊 他们二人一直在东宫 怎么会好端端的失火 求大王剃姜儿和红儿主持公道 咒王虽然喜好美色 可是对于两个儿子 也是真心爱护的 而且 这也是将来要继承商朝的王子 此时丢了他商朝颜面何在 此时的英娇和英红早已分开 各自修行去了 咒王听着江王后的话 倒是第一次与其平和道 王后放心 姜儿和红儿也是我的儿子 我自然会去派人去找 你先好好休息吧 多谢大王 咒王离去后 江王后从床上起来 什么东宫失火 这些都是江王后瞒天过海时的计 她看得清楚 大王已经被那妖妃迷得昏了头了 所以 他要赶紧送娇和红儿去学本事 这样商朝也有跟在 昭阁查四 陆长生正在锻炼 听到外面的消息 什么英娇英红失踪这些 陆长生内心却笑道 那两位怕是正在广城子和赤金子那里学习本事呢 身为王子可真好 坐着 就有人送上门收 他们为徒 我也好想修仙啊 不知道是不是陆长生的心声被听到了 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陆老板 陆长生回过神 老赵啊 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 自然是为了看看陆老板你 还有喝茶啊 哈哈 好 我今日为老赵你亲手泡茶 陆老板 还有我们姐妹三个呢 三肖从赵公明的身后露了出来 三肖的面貌本就绝美 陆长生被三个女子盯着 只感觉浑身上下不自在 连忙道 快坐快坐 我去拿茶叶 陆长生去拿茶叶的空荡 毕潇开口道 这陆老板可真不像一个前辈 身上一点都没有前辈的架子 二妹 赵公明连忙制止了毕潇的话 生怕毕潇的话被陆长生听到 毕竟他们和陆老板打好关系也不容易 万一陆老板生气了 结叫该怎么办 毕潇皱了皱鼻子道 大哥 我知道了 我不乱说话了 赵公明语重心长道 师尊说了 想要姐姐叫之男 只能靠路前辈才有一线生机 所以你们说话一定要注意 知道了 大哥 陆长生回来见面前这四人中间的气氛怪怪的 问道 怎么了 赵公明打着哈哈道 不是 就是我这三个妹妹想吃火锅了 我讲了他们几句 陆长生听了笑道 原来是想吃火锅了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老赵 这可是你不对了 三位妹妹既然想吃火锅 只管跟我说 我来准备便是 又何必去责备三位妹妹呢 陆长生便叫了打几 酒 去准备些食材 我们晚上吃火锅 好的 熬夜 打几出门去购买食材后 陆长生又给赵公明他们泡茶 行云流水 又契合大道的泡茶手艺 让三潇三人的眼神都亮晶晶的 陆长生见三潇三个人都盯着他 有些害羞道 可是我脸上有些什么 三位妹妹怎么都盯着我看 云霄见陆长生露出害羞的神色 扑斥一下笑出来道 没什么 陆老板泡茶的手艺实在太过精湛 所以我们姐妹三人都有些愣住了 见每人笑出来 陆长生豪气万丈道 我可不只是会泡茶啊 若是日后有机会 我可以一一展示给三位妹妹看 不过 陆长生皱起了眉头 赵公明问道 陆老板怎么眉头紧皱的 可是发生了何事 陆长生苦笑道 如今这世道不太平 所以我想要修宪 可是却没有法子 老赵 你也是个修行之人 不知哪里有败事的通道 若是我成功修宪 我定把你的恩情铭记于心 陆长生郑重其事道 这 赵公明犹豫了 陆长生见赵公明样子 心里大喜 好像这老赵真的有路子啊 陆长生连忙握着赵公明的手道 老赵 你可要帮帮我啊 我一个手无寸铁 坚不能提的普通老百姓 在昭哥实在是心虚啊 手无寸铁 赵公明的眼神 不自觉地飘向了那把柴刀 那柴刀的煞气冲天 大哥 你这刀可比得上诸仙四剑啊 坚不能提 赵公明想到了那次原始天尊来了 却被陆长生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 陆前辈 你怕是对普通老百姓有什么误解 不过 赵公明纠结的不是这个 而是怕给了功法会对陆前辈有什么影响 陆长生又开口道 这样吧 我也不为难你 老赵你不如去问问你师门 若是愿意收下我这个徒弟 日后师门有难 我也定会出一把力 师门有难 赵公明瞳孔畏缩 难道陆老板在暗示什么吗 他已经再给台阶去拯救结教了吗 不行 这试定要禀报师尊才可以 赵公明露出微笑道 陆老板 我这就去问问师尊 陆老板不要着急 陆长生见自己修仙有望 当即道 好好好 你尽管去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赵公明连忙出去 手里接了几个法印 一道白色的玄奥的符文 从赵公明的手中出现 公明 怎么这么着急找为师 可是发生了何事 赵公明将刚刚陆长生说的话 全部给佟天说了一遍 紧熬道 一威严男子 正思考着什么 这陆前辈说要加入结教 还说 若是师门有难 绝不会袖手旁观 难道陆前辈是在暗示什么 莫非 陆前辈想要加入结教 借着因果帮结教度过难关吗 一定死这样的 通天教主想通了以后 给赵公明传讯道 将我传于你的功法 传于陆前辈吧 弟子遵命 有了通天的命令 赵公明也算有了主心骨 当即就回了茶色 见陆长生两眼望着他 赵公明倾咳两声 陆老板 我刚刚已经与师门通过讯息 门中长辈说 可以将功法传于你 太好了 老赵 不对 赵师兄 可嗨嗨 赵公明被陆长生的话给吓死了 这陆前辈竟然叫自己师兄 不敢当不敢当 于是赵公明连忙道 陆老板 这还不合适 因为你要回宗门拜过后 才能决定 你的师尊是哪位 现在我可不算你的师兄 不过师尊说了 既然有人一心向道 那传之功法也无事 所以就有了先传功法 之后再拜师的事情 赵公明给陆长生解释了以后 陆长生懵懵懂懂的 这老赵的师门这么开放的吗 竟然还玩这一套 666啊 不管了 自己可是可以休闲了 陆长生当即点头道 好 那就等之后拜入师门后 再决定称呼 现在就叫你赵大哥 你叫我小陆就可以了 赵公明吓死了 小陆 这话肯定不能叫 赵公明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 我还是叫你陆老板吧 小陆实在是叫不习惯 日后 我们再定称呼 现在赵公明是能拖多久拖多久 赵公明只能祈祷 日后这位陆前辈 能够感悟红尘结束 这样 他也不用如此尴尬了 随后 赵公明手一翻 一道金色的书 就出现在赵公明的手上 上面写着无极道法 三消神色波动 这不是大哥修行的功法吗 陆长生的心神 全部被这无极道法给吸引了 这就是 他日后要修炼的功法吗 好高级的样子啊 陆长生小心翼翼地接过功法 赵公明解释道 只要陆老板你 跟着上面的指引去修炼 自然就可以入门了 不过赵公明虽然这么说 心里却想着 陆前辈这么厉害的人 肯定不会跟那些 刚入门的烦人一样 还需要助击这些 只是到时候 不知该如何和陆前辈解释呢 赵公明这边在绞尽脑汁地想着 陆长生兴奋地打开了 无极道法的第一页 上面写的字 映入了陆长生的眼帘 陆长生脑力反复想着上面的字 随后盘腿坐下 手里摆出姿势 赵公明和三肖面面相去 这位陆前辈 是要在他们面前修仙吗 难道他们今日 可以观摩大佬修行的样子了 原本晴朗无比的昭歌 突然乌云密布 天雷滚滚 有一股似风的模样 围绕着茶寺转动 赵公明和三肖 已经目瞪口呆了 这就是大佬修行吗 他们修为已经达到准圣了 哪里不知道 这四风的东西就是灵气 而且 他们清楚地感知到 方圆百里的灵气 都已经集中到茶寺的上方了 大佬修行 恐怖如斯 随着陆长生的一呼一息之间 天地灵气都在随之颤抖 赵公明和三肖 都已经傻住了 陆长生只感觉浑身舒畅 这就是修炼的感觉吗 不知过了许久 陆长生终于睁开了眼睛 见到赵公明和三肖震惊的面孔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 是我资质太低了吗 赵公明和三肖实话了 若你的资质较低的话 我们的修为岂不是就是傻子资质 赵公明咽了咽口水道 陆老板的资质实在是太高了 我等从未见过 所以才愣住了 一听这话 陆长生开心地笑道 真的吗 我的资质很高吗 说实话 刚刚我感觉自己的经脉 好像都被打开了 浑身说不出来的畅快 难怪你们都这么喜欢修仙 这感觉也太好了吧 所以我现在已经是筑基了吗 赵公明点点头道 不错 陆老板你天资聪颖 已经踏入筑基了 恭喜你啊 陆长生开心地绕着院子跑了几圈 随后一把拿起了砍柴刀 一把劈下 五根火柴齐齐断裂 哇 这就是修仙后的威力吗 三肖见陆长生 好像傻乎乎的样子 都笑了出来 陆长生回过神 摸了摸脑袋 不好意思的笑道 不好意思啊 刚刚修仙有点激动 三位妹妹见谅 对了 还不知你们的修为呢 你们比我早入修行 想必你们的境界 比我要高出不少 赵公明和三肖对视一眼 开口道 我乃真仙修为 三位妹妹是玄仙修为 哇 虽说陆长生知道 在这个洪荒世界中 圣人是无敌的 只要一个眼神 管你是大罗金仙 还是准圣 统统都要死 可那些离陆长生太远了 现在他的身边有 赵公明真仙的修为 陆长生已经觉得 非常的厉害了 陆长生两眼亮晶晶的道 老赵 你可要教教我 赵公明内心发苦 大佬啊 你刚刚那动静 就是我这个准圣 也制造不出来 还让我教教你 放过我吧 不过 面上赵公明还是道 那我就教你一法术 名为五行遁术 五行遁术 一听就很厉害的样子 要学要学 赵公明解释道 此乃我道教修行人 必行的法术 如今你入了我教 便把这法术交于你 陆长生听了这话后 立马道 好 多谢老赵 赵公明将五行遁术的口诀 交给了陆长生后 还特意嘱咐了 这五行遁术的距离 很难控制 所以陆老板 你若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 你可不要轻易使用啊 好 陆长生今天刚修行 进入了助激进 一切都感觉很新鲜的样子 于是对着赵公明道 老赵 你来跟我过过招吧 我这刚修行 也不知道我这个战斗力如何呢 过招 赵公明脸都绿了 之前陆长生压着 原始天打的场景 他又不是没看过 不行 他得跑了 赵公明当即道 陆老板 我刚刚收到师门的传讯 说是师门有任务 我便先回去了 下次有机会再过招 陆长生听了满心的失望 不过既然赵公明的师门有任务 也就是现在他的师门有任务了 他自然不能耽误 那老赵 你便先走好了 师门重要 下次再来 好 赵公明带着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和三霄离开了 陆长生兴奋地和打几道 九儿 老爷我修仙了 以后要是有坏人 老爷一拳一个 老爷真厉害 老爷可要保护我啊 那是必须的 陆长生和打几两人在茶寺里 说着日后修仙的话 幻想着修仙的场景 而回京熬倒的上空 云霄笑道 兄长刚刚好似有些狼狈啊 赵公明嘴硬道 师妹 你有所不知啊 这陆老板之前 可是把二师叔给打了一顿 而且 二师叔毫无反抗之力 二师叔 那不就是原始天尊 三霄神色都是诧异 他们本以为这陆老板 也就是圣人的修为 可是听赵公明说 能把原始天尊压着打 就是他们的师尊通天教主 都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当当在院子里 陆老板好似刚进入住基的场景 又是骗不得人的 赵公明又道 这陆老板为了感悟红尘 连修为都给封印了 但就是封印后的修为 还能把二师叔打成这样 实力实在是恐怖啊 师尊也说了 结教的生机 就在这陆前辈身上 你们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之前 这么嘱咐你们了吧 三霄本不是蠢笨之人 当即道 我们明白 就在陆长生 踏入修行的这段时间 咒王在巧儿的蛊惑下 决定让四大诸侯进昭歌 说好听点 就是想了解一下 他们管理的封地 有什么事情 但是只要心里明白的 都知道这咒王 不过是想让他们当人质罢了 毕竟如今的商朝 风雨飘摇 虽说游魂和费仲之前 因为巫蛊一事 被咒王责罚 但怎么说 他们二人可是拍马屁的功夫很绝 所以很快又被放出来了 他们二人和巧儿 在商朝搅动风云 而咒王召集四大诸侯的命令 也已经传达到各地了 而四大诸侯中 北伯猴虫猴虎是咒王这一派的 况且 他与费仲游魂交好 听到咒王要召见四大诸侯时 心里一点都不慌 当即就出发去昭歌了 西齐 西伯猴姬昌本来打算去的 但下方的幕僚都劝他别去 但是如今商朝势力 肯定是要比伯猴强的 若是姬昌不去的话 咒王必定会发兵西齐 到时候 西齐怕是挡不住商朝的大军啊 西齐的众人也是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 个个都是面目惆怅 其中姬昌的二儿子 也就是姬发道 父王 依儿所看 辞去昭歌危险重重 还是我陪父王去吧 姬昌拦住姬发道 不可 我知道你孝顺 只是你若是去昭歌 怕是那咒王会把我们父子 两个都留下 这样吧 本王也略知挂象 带我算上一挂 在众人的急迫的眼神下 姬昌拿出了龟壳和五枚铜钱 姬昌面色凝重 按照算挂的姿势 扔出了铜钱 随后手指掐指一算 扮想之后 姬昌闭着的眼睛睁开 激发关怀道 父王 挂象如何 姬昌笑道 此去昭歌无性命之忧 主委可以放心 而且我还算到这次去昭歌 还会有收获 众人面面相去 有收获 但本王对于挂象 还不是很精通 所以才算不出更多了 给本王收拾行李吧 这昭歌本王名誉就出发 莫 见姬昌都算玩挂 没有性命之忧了 众人心里的担忧 也少了一些 而东伯侯和南伯侯 收到咒王的命令后 也都纠结了一下 选择了去昭歌 目前四大诸侯与咒王 都没有撕破脸皮 而昭歌的局势也没有传到他们的耳里 所以 他们各自收拾行李 去了昭歌 在四大诸侯来朝歌的时候 咒王和巧儿在宫里正在打情骂靠 艾飞 你怎么突然想要见四大诸侯了 大王 臣妾也是担心你啊 此话怎讲 我听那沸重游魂说 那诸侯好似私底下 都在谋算什么事情了 臣妾担忧大王 所以才想让他们进昭歌 这样 大王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啊 艾飞为孤真实考虑的周到 那些诸侯姑也是看他们很不顺眼了 这次进昭歌也好 看看他们的态度 若是不好的话 那就永远地留在昭歌吧 昭王和巧儿的话 自然也传到了江王后这里 这个时候的江王后 因为笔竿和商荣的帮助 并没有被巧儿给算计 反而将了费重和游魂义军 她担忧地望着东伯侯那边的方向 父王 如今昭歌局势复杂 你肯定要小心啊 因着四大诸侯都要来昭歌的原因 昭歌这段时间也是热闹无比 到处都是做生意的人 就连陆长生也是忙得很 而且久儿的相貌美丽 因此也招惹了不少男人 想要占久儿的便宜 不过也都被陆长生一巴掌 给拍得脸跟猪头样 其他人见陆长生不是好惹的 纷纷歇了心思 这时 酒味上线的系统终于出来了 任务发布 燕山收子 任务奖励 一把可以遮挡太阳的伞 燕山收子 陆长生突然一个机灵 燕山不就是雷震子诞生的地方吗 难道这个系统 让我去把雷震子收养 让我抢了机灵的儿子 陆长生此刻心里满事不解 这个系统想干啥 那可是机灵 周朝的创始人 让我从他手下抢儿子 我还要不要命的 而且风神榜中 这雷震子不是发挥了 很重要的作用吗 若是我收了的话 会不会影响风神 陆长生心里想了很多 打几间陆长生突然愣住 问道 老燕 你怎么了 陆长生回过神 心想 这系统既然发布了任务 那就和九儿一起去燕山好了 就当去燕山旅游度假吧 至于那雷震子 有缘再说 打定主意的陆长生 对着打几道 九儿 老爷带你去燕山玩 啊 打几一脸猛 老爷怎么突然想要去燕山了 陆长生道 此乃员工福利 员工福利又是什么鬼啊 不过老爷说去燕山 就去燕山吧 这招哥 他也有些呆你了 于是打几道 那奴婢 这就去收拾行李 第二日 陆长生关了茶寺的门 在门口贴着老板度假 茶寺歇夜八个大字后 就和打几出发去燕山了 笔丹和商榮 本来想找陆长生 问问这四大诸侯的事的 上次老板 暗示他们 可以对付费重游魂有效果后 他们二人 对陆长生 那是非常的信任 结果他们二人来到后 发现陆长生去度假了 只好原路折返了 而赵公明 在笔丹和商榮走后也来了 来之前还忐忑无比 会不会陆前辈又要比武啊 结果来了以后 发现陆长生出去玩了 便也先回金熬岛修行了 一路上 陆长生和打几 吃吃喝喝玩玩 好不快活 陆长生和打几道 酒 这才是人生的究极意义 修仙不也是为了能够自由吗 打几若有所思 是啊 他想要修行到更高的境界 不就是为了可以摆脱自己身上的禁锢 不再因为女娲一个命令 哪怕自己不愿意 也要去朝歌迷霍咒王吗 若不是遇到老爷 怕是现在在招歌王宫的 就是自己了 打几误了 心境也提升了 修为也到了金仙圆满的境界 只差一丝 就可以到太乙金仙的境界了 陆长生见打几半想不动 开口道 酒儿可是累了 要不然休息一下 打几摇摇头 自己可是有修为在身 怎么会累呢 陆长生见打几摇头 便道 前方就是阉山了 你若是不累 那我们先进山找个歇脚的地方吧 打几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道 都挺老爷的 陆长生和打几走进了阉山 此刻鸡昌也到达了阉山的附近 因为他感知到 阉山有一个对他很重要的东西 虽说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阉山 他是一定要进去的 随从道 侯爷 这山内不知会不会有猛兽 侯爷不如绕一下走大道吧 鸡昌笑道 这阉山与我有缘 今日便在阉山歇息吧 呜 鸡昌一行人从阉山的另一边上来 而陆长生和打几 也是找好了歇脚的地方 突然 本是晴朗无比的阉山 突然打起了雷 看起来是要下暴雨的样子 陆长生一看这天气 原本好心情的他 立马对着老天骂道 什么鬼天气啊 我好不容易出来玩一下 结果还打雷了 还不快变回晴天 陆长生这么一骂后 原本打雷的天气 一下子晴空万里了 陆长生也是傻了 他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随口一骂 这天气还真的放晴了 但是打几刚刚却感受到了 来自陆长生身上的压迫感 正是那个压迫感过后 天气就变晴朗的 换句话说 老爷把天给骂晴了 不愧是老爷 陆长生回过头 对着打几笑道 怎么样 老爷厉害吧 这天气还真的变晴了 打几露出笑容 嗯 老爷真厉害 陆长生心里也觉得奇怪 不过他以为只是凑巧 天道也很委屈啊 他本想装个臂 降下天雷 然后把雷阵子 给送到烟山来 这样 就可以让鸡昌收养了 可没想到 他才刚打了一个雷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就朝他席卷而来 于是 他大气不敢出喘的 就把雷收回了 至于雷阵子 就这么降落算了 还天雷造势呢 于是本来天雷滚滚 牛逼轰轰的雷阵子 在晴空万里的天气下降落了 而且好巧不巧 正好就在陆长生的不远处 婴儿的提叫声响起 陆长生看着打几疑惑道 九儿 你听到了吗 打几耳朵动了动 指着雷阵子的方向道 好像在那边 陆长生带着打几 往着婴儿的哭声那边就去了 另一边机昌 本来看到雷电打鸣 想要找个煽动的 结果雷电突然就没了 紧接着 他也听到了哭声响起 机昌冥冥之中有预感 这个婴儿对他很重要 他对着随从道 往那个哭声的方向走去 一行人过去后 却发现有一个貌美的女子 正抱着小孩 而旁边站着的一个男子 温柔地看着他们 俨然是一副一家子的状态 眼前这三人就是陆长生 打几还有刚刚降生的雷阵子了 机昌剑眼前两人气度不凡 上前拱手道 刚刚听到婴儿的哭声 便上前查看 正巧碰见兄台和贵夫人 陆长生抬起头 眼前这人气宇轩昂 看起来便是身居高位 但却丝毫没有架子的感觉 见过几位贵人 打过招呼后 机昌望向打几怀抱中的婴儿道 这小孩是你们的儿子啊 很可爱 打几早就在机昌说 她是陆长生的夫人的时候 就已经羞红了脸 机昌问道 这孩子是他们的儿子的时候 完全说不出声了 脑海中一直在盘旋 哎呀 老爷没有否认夫人这个身份 好害羞啊 以后嫁给老爷 要生几个娃呢 脚儿 脚儿 耳边的声音将打几拉回了现实 陆长生关怀的眼神看着打几 打几慌乱道 没 没什么 陆长生又对着机昌道 这个孩子 是刚刚我们听到声音后过来发现的 也不知道 是哪户人家这么狠心 这么可爱的孩子 都丢在这里 打几 也是逗弄着孩子附和道 是啊 这山中猛兽这么多 再来个风吹雨淋的 这小孩肯定活不了太长的时间 机昌望着打几手中的小孩 心中有一个声音 这个小孩对你很有帮助 收下他 若是机昌早一步到达 这小孩肯定是被他收为义子的 可如今是陆长生他们先到 而且看样子也是很喜欢这个小孩 这下该如何是好 但是心中的那个声音实在太过强烈 于是机昌还是出言道 我见这个小孩与我有缘 我想说这个小孩为义子 不知二位可否愿意 一般人若是听到这么说 那肯定就给了 毕竟在古代 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口饭吃 但陆长生是谁 他本来就是来阉山收子的 正好看到这个小孩 他已经明白这小孩 就是他这次任务的目标 若是没有让他遇到 也就罢了 可现在是他先遇到的 那自然就是他的儿子了 于是陆长生露出微笑道 这位贵人 我与这孩子也是有缘得很 所以我已经将他收为义子了 机昌身后的随从 一听陆长生竟拒绝了机昌 当即对着陆长生横眉冷对的 放肆 你可知我家侯爷是谁 陆长生本来想着 这小孩被对方也看上有眼缘 心里还有一些歉意 可是一听后面那士兵不客气的话 当即也没了好语气道 哦 不知是那位侯爷 还要当众强子 放肆 机昌身后的随从 全部拿出了武器 只要机昌一声令下 那陆长生就会被士兵给压下 陆长生却丝毫不惧 他现在可是修仙之人 这些士兵在他看来就是凡人 他几招就可以放倒了 只要他离开燕山 还怕他们 大胆 机昌发言了 不过不是对着陆长生 而是对着身后的士兵 我西伯侯带出来的兵 这么蛮横无力的吗 西伯侯 陆长生吃惊了 若眼前这个男子是西伯侯的话 那他手中的婴儿岂不是 没阵子 陆长生现在只觉得 手里的这个小孩异常的烫手 现在把小孩交出去 还来得及吗 那个系统的什么破奖力 不过是一把伞罢了 还是性命重要 陆长生这般想着 刚想露出微笑 对着机昌说话 机昌的声音就响起了 许是我与这孩子的缘分 没有你们深吧 既然你们先遇到了这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被你们说为一子 也是正常 恭喜二位了 机昌露出真诚的笑容 对着陆长生贺喜 陆长生看着机昌这般 心里突然明白 这周朝能够成立 推翻商朝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看机昌这般理行下事 明明他们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陆长生心里感叹 对着西伯侯道 既然你我有缘 那我便也对你说一句 此去凶险 莫要这道啊 说完后 陆长生便和打己抱着婴儿离开了 留下机昌在原地思索 陆长生的话 此去凶险 难道这位兄台不是普通人 而是特意出现在阉山的 机昌心里明白 自己来阉山 是心中闪光一现 并非事先策划好的 若是有内应的话 也来不及这要求 再一回想 刚刚那两位 知道自己是西伯侯身份 却还是如此镇定 定不是凡人 机昌越想越觉得自己 错失了好手下 不禁感到了惋惜 其实打己镇定是因为 他可是狐妖 面对一个凡人有什么好怕的 而陆长生来自异室 一直在茶寺中出不去 对于这种阶级的人物 心里也没什么害怕的感觉 所以机昌的想法 注定是一个大乌龙了 陆长生和打己抱着孩子离去后 打己问道 老爷 这孩子 我们真的要受为一子吗 陆长生点点头道 不错 这孩子被扔在山中 既然老爷我刚刚说了受为一子 那就是要受为一子的 打己听了陆长生的话 心里也是开心 这小孩是义子 那他是不是就是母亲了 对着 这孩子以后就叫陆燕九吧 陆燕九 打己听了这话 眼睛亮晶晶的 那酒是他名字里的那个酒吗 陆长生解释道 燕自然是因为在燕山碰到的 这酒自然是因为你与我一起见证这孩子的 自然名字中也有你 只是这母亲 九 你若是日后要嫁人 这孩子怕是会拖累你 所以这孩子任我为父亲就可以了 你就当做是燕九的姐姐吧 陆长生这话一出 打己的心拔凉拔凉的 不过陆长生这话也算是为他考虑 若是他说要当母亲 打己怕陆长生会不会想着自己上赶着 就把自己赶走了 这般想着 打己便道 那我就先暂时当着燕九的姐姐吧 闲 陆长生没有明白打己的话 不过见打己又逗弄着陆燕九 便也没有说什么了 系统也出来冒炮了 任务完成 奖励已发放 另一边 鸡昌从燕山又一路出发 眼前一个道人出现 来者正是云中子 他是来带走鸡昌手里的婴儿 未来他可是封神之战中的重要战力 云中子神出鬼没的出现后 随从立马护住鸡昌 来者何人 云中子在自己的道场养伤了许久 连王宫都没有去 就是为了燕山之行顺顺利利 可是云中子出现的时候 傻眼了 鸡昌还在 后面随从也都在 可是孩子呢 云中子风中凌乱了 鸡昌见云中子 一副得到高人的模样 也不敢小瞧 当即就让随从先退至一旁 本王乃西伯侯鸡昌 不知道长势 云中子心里憋屈啊 难道这鸡昌 还没有碰到那孩子吗 算了 先问问 评告云中子 算出 你有一子与评告有缘特词来收图 不知侯爷 你刚刚有没有遇到什么婴儿 婴儿 鸡昌立马想到了 刚刚那个孩子 那孩子竟与道教有缘吗 可惜了 与我的缘分倒是浅了一些 鸡昌把刚刚的来龙去脉 说给了云中子听 云中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男一女 还比鸡昌更早地看到孩子 这不可能啊 他算出来 应该是鸡昌的第一白子才对啊 云中子当即又掐指算了起来 但越算 这卦象就越模糊 是谁 谁扰乱了天街 此乃大事啊 不行 得以立即禀报师尊才可以 云中子勉强定了定心神 自己命中的徒弟都不见了 自己能够稳住心神 已经不错了 既然那婴儿不在侯爷这里 那平道就先走了 云中子丢下这一句话 就掐了一个法诀 赶往玉须躬了 这雷阵子不见了 实在是大事中的大事 望着云中子消失的方向 鸡昌和随从 只觉得莫名其妙 但鸡昌隐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玉须躬 原始天尊睁开了双眼 眼里仿佛藏着宇宙一般 云中子不敢直视原始天尊 跪拜在地上 把燕山仪式都说了出来 雷阵子被人带走了 原始天尊语气 没有什么波动 但了解他的云中子知道 原始天尊 已经心里有些不平静了 要知道原始天尊成胜之后 向来都是算无遗落 今日那雷阵子 却在原始天尊的算计之外 这是多少万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 原始天尊想到了在昭哥发生的事情 难道这次雷阵子的事情 又跟那位有关 可若真的如此 这雷阵子 怕是不能参与了 云中子大气不敢出 上方终于传来声音 本座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世尊 云中子松了一口气 行礼后就退下了 原始天尊望着虚空 本来这封神之节 他看得清清楚楚 但现在多了那一位之后 他也看不透了 许多命定的人物 却不在他们原本的诡计上 达吉也可以用巧去代替 这雷阵子 该如何是好 昭哥 四大诸侯终于来到了昭哥 此时陆长生和达吉 也回到了昭哥 因为陆燕九 需要小孩子的那些玩意儿 这些东西 昭哥里面齐全一些 而且 茶丝周围 还有一些擅长养孩子的妇女 向他们请教 如何养孩子 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日 达吉一边抱着孩子 一边听着妇人们聊天 什么四大诸侯 来了昭哥啊 什么大王设宴啊 什么受宠的娘娘 在宴会中 被那诸侯给骂了巴拉巴拉的 达吉将这些话 和陆长生说了以后 陆长生想起了 在燕山遇到的鸡昌 心想 这鸡昌日后可不得了 现在可能受了些屈辱 日后可是大富大贵啊 昭哥王公 一绝美女子趴在床上哭泣 旁边穿着黄色衣裳的男子 正在宽慰他 爱妃 你别哭了 哭得孤心都要碎了 大王 原谅臣妾不能陪伴在你身边了 爱妃 你可别干什么傻事啊 大王 月来生我们还能相见 咒王一把抱住桥道 爱妃 姑不允许这么说 那恶虫语实在是胆大包天 姑这就派人将他抓起来 到时候任爱妃处置 此刻被提到的人正在王宫中 鸡昌正在劝他 乐兄 你还是称大王还没发脾气之前 赶紧跑吧 现在的大王已经被那妖妃迷惑的 若你不走 他下场要和梅伯一样了 恶虫语之所以大庭广众之下 骂巧原因之一 就是听了梅伯的死讯 而且还是什么袍弱之行 恶虫语当即就把巧骂的是 祸国妖妃 而咒王也当场发怒道 巧是祸国妖妃 那姑是什么 亡国之君吗 大殿之上的气氛 立马就变得紧张至极 咒王是人王 他一怒 所有的士兵和随从都跪下了 恶虫虎听了咒王的话 也连忙跪下道 陈并飞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今日这场宴会也不必继续了 散场 这也就有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发生 机昌劝说恶虫语赶紧趁夜色跑走 但恶虫语心里明白 他入了这招戈已经没有自由了 那日得知梅伯的死 又喝了不少酒已经上头了 所以那些当众说巧是祸国妖妃 话一说出来 恶虫语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 不过他觉得自己可是南伯侯 掌握两百小诸侯 若是咒王要杀了他 那也要想一想他背后 可惜恶虫语不知道 咒王要已经不是当初的咒王了 若是没有遇到巧儿之前 咒王还会想着为了商朝的稳定 严惩一番就罢了 但现在的咒王只想着 只要巧儿能够消气 别说一个南伯侯了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伯侯全部杀了 咒王也没有一丝犹豫的 这就是恶虫语对局势的判断 还不够完整 这些年恶虫语在南伯侯这个位置上面 顺风顺水 可以说土大王也不为过 但是如今来到昭哥 心中虽然有些警惕 却还是被好友之死 还有酒精给迷昏了头 尽管事后懊恼 但又没有什么补救的法子 只好顺其自然了 至于姬昌说的 让他赶紧走 这一点恶虫语表示 他才不会走呢 昭哥王公 大王 现如今天下人都认为 巧儿是妖妃 大王是昏君 这么说 巧儿也就算了 巧儿不能忍受的是 大王被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 这个老匹夫 昭王咬牙切齿 他骂得自然是恶虫语 居然连孤都敢骂 昭王心里本来就有火气 被巧这么一挑拨 当即就到 爱妃莫气 孤这就派人将那老匹夫抓起来 老匹夫恶虫语正在喝着酒 突然一堆官兵闯进了驿站 因为四大诸侯进昭哥 所以有专门的驿站给他们居住 而官兵来势汹汹地 直冲着恶虫语而去 其余三个都站在一旁 江横楚和姬昌 都是面色担忧地看着恶虫语 而虫后虎则是满脸恶意 他本就与另外三个诸侯不是一路 所以看到恶虫语倒霉 他心里还畅快得紧 放肆 本侯是南伯侯 掌管两百诸侯 你们竟敢动我 恶虫语的声音传来 随后官兵恶狠狠的声音演出来 奉大王之命 恶虫语以下犯上 当众捉拿打入天牢 若有抵抗 当场割杀 恶虫语带来的人 立马就保护起恶虫语 与咒王派来的官兵对峙 为首的士兵是咒王的心腹 早就得到咒王的命令 见恶虫语的人抵抗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大王说了 如有抵抗当场割杀 来人 除了恶虫语以外 全部杀了 激烈的打斗声传出来 一站外面的百姓 听到里面的打斗声 门口还有官兵把守 吓得连忙跑走了 昭哥毕竟是咒王的地盘 基本恶虫语带来的都是好手 但奈何源源不断的官兵更多 一夜过去 除了恶虫语还活着 其他带来的人全都死了 恶虫语心如死灰 拿下 恶虫语伴随着官兵的这两个字 原本挺拔的身姿 也开始呈现了驼背的姿势 鸡昌等人自然也是 看着恶虫语被抓 但是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知道自己一旦出手 就如同恶虫语一样的下场 王公 士兵回来复命 咒王坐在高座之上 听到恶虫语 已经被打入天牢这个消息后 笑道 干得好 下去领赏吧 是 歇道 士兵一脸喜气地下去了 咒王则是赶紧回了寿仙宫 和巧儿分享这个消息 真的 那恶虫语已经被打入天牢了 那是 古可曾骗过爱妃 大王对臣妾真好 只是大王这样做 会不会被天下人说 巧儿担忧的眼神 让咒王当即到 古乃人亡 天下人又岂敢说我 本来这次让四大诸侯进昭歌 也是为了学取他们的势力 把他们压在昭歌当人质 现在杀鸡儆猴 那恶虫语也就是那只鸡 剩下的鸡昌和江横杵 应该会识相了一些 咒王在位这么久 这么一点小谋略 自然是用得溜溜的 那大王 打算怎么对这只鸡 巧儿靠在咒王的身侧 柔声问道 咒王眼里闪过一丝冷光 很厉道 他恶虫语不是说 孤是昏君 要被天下人耻笑吗 那孤就赏他消首之行 让他感受一下 被天下人围观的滋味 巧儿眼里满是剧味 消首啊 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 恶虫语被抓入天牢 还有一个人也很着急 那便是江王后 要知道江王后 是江横楚的女儿 江横楚是东伯侯 四大诸侯 是以东伯侯为尊 若是咒王想要开刀 下一个就是江横楚 江王后在宫中着急 宫外也有人睡不着 笔竿和商荣 聚集在商荣的府中 商量咒王今天的动静 王说 大王今日这动静不小啊 虽说那南伯侯说话是 有些不中听 但他说的话也没有错啊 那巧儿可不就是妖妃吗 商相甚严啊 今日那南伯侯的下场 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 但我担心的是 剩下的三个诸侯 不知会被如何处置 笔竿幽心道 驿战 姬昌和江横楚 在一块商量之后的事情 江横楚是江王后的父亲 而江王后刚刚派人送信 给他询问他的情况 信中还交代了 自从巧儿进宫以后 咒王的变化 让父王一定要小心在小心 或者找笔竿他们商量一番 驿战发生的一切 早已经在昭歌城中流传了 陆长生自然知道 对着妲己的眼神 陆长生只说了一句 看来要开始了 妲己莫名其妙地望着陆长生 陆长生却道 九二 这几日 你可别和官兵起冲突 要不还是别出去了 这几日的昭歌不太平 老爷我担心你被抢走 以妲己的美貌 陆长生有此担心 也很正常 妲己笑道 老爷放心 我这几日待在茶寺看着陆燕九 陆燕九被带回来后 已经成为了这条街上的处 那些妇人们总喜欢来看看 摸摸陆燕九 毕竟这么可爱的孩子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要知道在古代 平民人家的孩子早熟 而且生出来 父亲母亲就要去劳作 哪有时间去管小孩 也就只有富贵人家的孩子 才会教养 所以看孩子就能看出 一个家庭到底是如何的 而陆燕九生来就白白嫩嫩的 陆长生还把从系统中兑换的灵犬 也给陆燕九喝下去了 所以陆燕九长得白白嫩嫩 而且看见人就笑 一点都不怕生 这座巷子里的人都很照顾陆燕九 天天来看他 可以说团宠无疑了 正日陆长生正在和妲己斗弄着酒 商荣和笔干又来了 他们想到 上次也是因为这位高人 费重和游魂反被算计了一番 这次也来请教一下 看看姬昌他们该如何逃脱这一劫 他们与姬昌也算是有交情 而且姬昌他们的为人笔干 他们清楚 虽说现在商朝有些动荡 但诸侯还是没有那个起义的心了 对此陆长生只想说 你们还是太年轻 能做大王的 何必做个小王呢 茶四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陆长生起身去开门 又是上次见到的两位 茶都没有喝 就匆匆离去 两位兄台 今日又是口渴了吗 商荣和笔干对视一眼 商荣笑道 老板 上次我们想到 还有事情没有完成就离去了 这次特地上门来讨口茶喝 陆长生让他们二人进来厚道 你们还赶出来也不错 现在昭哥还有哪个赶出门 生怕被官兵抓住 笔干和商荣对视一眼 确实如此 他们一路走来 老百姓个个都是闪躲 出个门也是急步行走 生怕被抓住的模样 笔干内心叹息 大王继位以后 百姓的日子 好像越来越难过了 因着最近茶四也没什么生意 不过陆长生也不靠茶四养家糊口 不然早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陆长生拿着茶叶和茶壶 来到商荣和笔干面前道 我给二位亲自泡茶吧 也是好久没有泡了 打几 明明昨天才泡过好吗 商荣见陆长生兴趣满满的样子 虽然很想问四大诸侯的事情 但是也不敢打扰陆老板的兴致 万一老板不高兴 那可就惨了 好啊 老板也是个懂茶之人 泡的茶定是好喝 笔干恭维了一番 陆长生听得心里高兴 他可是被系统认定过的男人 那茶技当然是杠杠的 随后陆长生放下茶壶 开始泡茶 绿茶 整个下来流水行云 笔干和商荣已经看傻了 他们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而且对于茶也是喜爱 所以他们的府中也是不缺少茶师的 但他们见过的茶师 无论哪个都比不上今日所见陆老板的手艺 感觉看着陆老板泡茶 好像沐浴在春日午后的阳光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笔干和商荣已经完全地沉醉到 陆长生泡茶的技术里面了 其实也是因为笔干和商荣不过是普通人 若是有些修为的 便可以看出陆长生这充满大道悬傲的动作了 但话也坏在他们是个普通人 没有人唤醒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在那无忧无虑的阳光下沉眠致死 不过陆长生看见他们神情恍惚 当即就拍了拍笔干和商荣的肩膀道 二位兄台 你们昨日没有休息好吗 笔干和商荣回过神 眼里满是震惊 刚刚是怎么回事 陆长生把两杯茶放到笔干和商荣的面前 请 笔干握着茶杯轻敏一口 书然他瞪大了双眼 这口感 要不是这陆老板是高人 他只想把陆老板带回家中 天天让陆老板泡茶给他喝 怎么样 我这茶艺还不错吧 笔干和商荣突然觉得肚子难耐 脸都憋得有些胀红了 老板 附近的毛测在哪里 陆长生看着他们两个人突然都想上厕所 也是奇怪 不过还是为他们指路了 两人急匆匆地跑走了 一刻钟后 两人又回来了 脸上带着舒畅的笑容 笔干喝商荣 从未觉得身体这么好过 哪怕是18岁那一会儿 现在他们感觉 可以一圈打死一只牛 他们又想到了文仲说的 这位是高人的事情 纷纷想到了一起 难道是这位前辈给他们喝了什么妙药 让他们的身体重返青春了吗 要知道 陆长生泡的茶 可是让赵公明进阶准胜的 这茶的功效 有多想可想而知 而笔干和商人 不过就是两个凡人 喝了一口茶后 身体的毒素 立马就被排出去了 这也就是两人为何 想要找茅厕的原因 回来后 陆长生问道 你们二人没事吧 笔干笑着摇摇头道 没事 可能我们吃坏了东西吧 回来的时候 笔干和商荣就已经决定了 这既然是高人的馈责 而且高人要感悟红尘 肯定不想受到自己等人的感激 所以才悄悯悯地给他们喝 为了不让高人的这片心意被白费 笔干和商荣决定隐瞒下来 陆长生见笔干和商荣都吃坏了东西 便把茶拿走了道 肠胃不好 还是不要喝茶了 笔干和商荣点点头 不过他们两人也没有忘记今日来的目的 于是商荣旁敲侧击地问道 不知老板对于南部侯一事有何看法 见陆长生露出诧异的神色 笔干连忙道 我们就是想听听老板的看法 没有其他的 笔干和商荣以为太唐突了 但其实陆长生是想着 果然八卦无论是哪个朝代 都是有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们科普科普吧 陆长生朝笔干和商荣挥挥手道 其实吧 我跟你们说 这南部侯也是自己撞到枪头上 那咒王本来就怀疑四大诸侯要造反 那南部侯还大殿上辱骂宠妃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笔干和商荣一脸震惊 咒王确实跟他们说过几次 他怀疑四大伯侯可能要造反 他想要出兵踏平 但都被笔干和商荣劝下了 为啥呀 要知道商朝周围还有其他威胁 什么妖族还有巫族这些 所以出兵去搞定一个可能的事情 实在是太白费了 但如今咒王的心思 却被眼前的陆老板给说出来了 这不得不说 这就是高人啊 陆长生说的起劲 要我看 剩下的诸侯要是想保命 只能忍 要知道 那姬昌受了那么多屈辱 结果活下来 最后还成为了赢家 靠的是啥 还不是一个人自觉 至于江横楚和恶重雨 那纯粹就是还看不清局势 所以才会被咒王给砍了 崇侯虎那家伙和费众游魂一伙的 费众游魂在咒王身边这么一说 崇侯虎又怎么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只要江横楚和姬昌会忍 那他们自然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在他们的领地 做惯了大王来到昭歌 却只能腐败在他人之下 就看他们能不能做到了 陆长生这么和商荣比干一说后 比干和商荣心里有数了 高人说了 要想保命只能忍 比干和商荣和陆长生告辞了以后 就离去找姬昌和江横楚了 但是他们的行踪 也一下子被有心人禀报给了费众和游魂 费众游魂早就看不顺眼比干和商荣了 天天在朝堂上要大王责罚他们 嘿嘿 这次你们还敢和诸侯搅弄在一起 看我不在大王面前告你的状 费众游魂对视一眼 奸笑然后进宫去了 比干和商荣两人则是劝姬昌和江横楚 定要在大王面前谨言慎行 不可像南伯侯那般冲动 姬昌则是点头歇过两位 但江横楚却想着 自己的女儿是江王后 自己还是诸侯之首 那咒王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于是表面上对着比干和商荣说好 内心却是有些不屑的 奈婉的鲜血并没有把江横楚给泼写 比干和商荣自然也看出了江横楚的心思 但他们也劝过了 也不会再说些什么 昭哥王公 你们说比干和商荣他们 去见了姬昌他们 没错 大王 小的亲眼所见 那些诸侯不怀好意 这比干和商荣却在这个街骨眼 和他们见面 臣担心 嗯 担心什么 昭王的眼神瞥了过来 费众游魂立马跪倒在地上 对着昭王道 大王 臣是担心 他们联合在一起背叛大王啊 大王细想 那比干和商荣多次阻拦大王 对四大诸侯的讨伐 背后肯定有联系 费众眼里闪着金光 没错 大王要不要 游魂比了一个首饰 昭王抬手道 李干和商荣 他们两个人我了解 虽然话不中听 但对姑很忠诚 不然姑也不会忍他们这么久 但姬昌和姜横处 姜王后在昭王心里的分量 还是有的 不然也不会让姜王后操持后宫 再者 娇儿和红二 也是姜王后所成 而且 他们至今下落不明 姜王后如今还卧病在床 因为巧的算计 都没有落到姜王后的身上 所以在昭王心里 姜王后的地位 还没有下降 姜横处是姜王后的父亲 咒王还是有些犹豫 不过那个姬昌 咒王想了想 好像也蛮低调的 则 有些扎手啊 那要不就 处置恶虫与一个人好了 咒王脸色阴沉 费重和游魂 跪在地上交换眼神 这大王的反应 好像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咒王回过神来 对着费重游魂道 故已有了打算 你们下去吧 这 费重游魂对视一眼道 是 出了宫 费重就开始吐槽了 大王这是怎么了 平常不都是听到这些事情 立马就叫士兵 把他们抓起来的吗 要不我们去见巧儿娘娘 她一定有法子 费重游魂去找了巧儿 巧儿听费重游魂 说了咒王的反应后 一想就知道 咒王肯定是因为姜王后 才不对姜横处动手 想到这里 巧儿就有些气 要不是巫谷那次 没有陷害到姜王后 这姜横处肯定死定了 姜横处和恶虫羽一死 八百诸侯 就会反了四百 这咒王江山自然不稳 女娲圣人交代的事情 也办好了 怎么办呢 姬昌那人滑不溜秋的 也抓不到痛楚 至于崇侯虎那人 留着对咒王江山 也是个祸害 不能死 果然姜横处 还是最好下手的 巧儿想了想 让费重游魂在昭歌 散布姜横处的士兵 已经在昭歌城外 若是姜横处有什么不测 这些士兵立马就会杀进昭歌 费重游魂 立马就明白了巧儿的意思 咒王是因为姜王后 想放过姜横处一马 但咒王也是不能容忍 有人在他的头上虎视眈眈 哪怕是个假消息 费重游魂立马得意道 沉这就去办 一时间 昭歌流言四起 笔竿和商荣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一个咯噔 姜横处完了 驿站 姜横处也听到了这个风声 但他不以为意 他没有做这个事情 自然不怕 但他忘了 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亡 又怎么会允许 有人在他头上动土呢 棒 门被官兵踹开 为首的正是那晚 捉拿恶重游的士兵 对着姜横处冷声道 奉旨捉拿叛贼姜横处 拿下 姜横处也不反抗 直到 我是清白的 我要见大王 见大王 你在梦中见吧 姜王后听到父亲 被捉拿下地牢 连忙求见咒王 大王 父王他绝对不是 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请大王明察秋毫 咒王却冷冷地盯着姜王后道 那是不是要等到 她的刀架在姑的脖子上时候 你才知道 她会不会干出这种事 姜王后脸色惨白 来人 送王后回宫 没有姑的命令 王后不得出宫 姜王后被关的消息传遍宫里 一瞬间 中宫这边的待遇都不好了 奴婢这些 也是深受其他宫里的欺负 巧儿得知了以后 冷笑 这碍眼的姜王后终于要被咽弃了吗 不过她倒台 我也可以掌管后宫了 要不是姜王后这个女人阻拦 我早就把这王宫掌握在手掌心了 地牢 恶重雨见姜横楚也被抓进来了 满是血痕的身体挣扎着起来 对着姜横楚道 你也进来了 姜横楚摇摇头道 我会出去的 只是你这 姜横楚看向恶重雨身上的伤痕 要知道 恶重雨可是南伯侯 从小便是养尊储贵的 何时受过这样的苦 恶重雨听了姜横楚的话 却开始笑了起来 后来越笑越大声 姜横楚 你以为进了天牢后 还想出去吗 这王啊 可是想我们死呢 进了天牢以后 恶重雨就一直在想着 他算是想明白了 这咒王召集他们进招歌 打的就是让他们死的算盘 至于姜横楚想的 自己不会死 天真 若真的如此 那又何必下地牢 这还不够明显吗 恶重雨不再说话 姜横楚见恶重雨模样 心里浮现不好的预感 但是他又安慰自己 自己女儿可是王后 那咒王即便看在女儿的面上 也不会杀了自己的 陆长生要是再一定会说 兄弟 你想得太天真了 就是姜王后都被他砍了 何况一个老丈人 地牢陷入无尽的沉默 中宫 姜王后被咒王下令 关在宫中不准出去后 心里一直提心吊胆的 因为那被关进去的 可是他的父王 让他如何不去管 幸好让娇和红二 已经去拜师了 否则留在宫中 怕是他们两个也被责罚 线下姜王后 已经不知道该求助谁了 对了 笔干王叔 姜王后像是在水中 抓住了一根浮墓一般 连忙让人传讯息 给笔干王叔 但咒王的命令是 姜王后不准出宫 消息也自然被拦截了 姜王后得知后 贪坐在地上 难道不能拯救了吗 第二日 昭哥的士兵到处贴告示 南部侯恶重雨以下犯上 图谋不轨 午时在菜市时 以消首之行 百姓们纷纷过去围观 恶重雨被士兵 从地牢中拖了出来 满是血痕的身体 在士兵粗暴的动作中 流出了更多的鲜血 一路上 百姓指指点点 这南部侯竟要造反啊 恶重雨仿佛在地牢中 已经把所有的傲气给抚平了 一句话也不说 菜市 柜子手举起刀 一刀砍下 恶重雨的脑袋落下 鲜血流到台阶之下 远处的笔竿和商荣 看着恶重雨 就算死也睁着眼的脑袋 闭了闭眼 陆长生自然是没有围观的 前世虽然杀鸡杀牛的没少看 但是好歹这是个人 不过这事之后 陆长生更加努力地修炼了 每次赵公民过来 就看到陆长生在修炼 不禁感叹 大佬就是大佬 即便是感悟红尘 也这么认真 而恶重雨的儿子恶顺 得知了他的死讯后 在府中暴怒道 咒王 我要你血债血偿 随后恶顺便昭告天下 继承了南伯侯的位置 起兵攻打商朝 而下面掌管的二百诸侯 自然也跟着反了 这个消息一出 天下又动荡了不守 笔竿和商荣得知后 叹了一口气 大王这是干得不地道啊 现在人家儿子要为父报仇 这谁也不得哪里不好啊 要知道 现在咒王可是名正言顺的大王 你想要造反 总得有一个名头吧 眼下咒王亲自送了一个名头过去 我杀了你爹 你快来攻打我 这恶顺肯定造反啊 昭歌王攻 咒王砸了一个又一个精美的物件 眼睛血红 这个恶顺竟然敢造反 孤岛要看看 他有什么本事 寿仙宫 巧儿得知这个消息 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南伯侯反了 等到江横处死了 那东伯侯不也得反吗 这咒王手下四大诸侯反了两个 这江山离破碎还远吗 换句话说 他巧儿 马上要成仙了 巧儿得意地想着 突然一个气息靠近 爱妃 何时这么高兴 巧儿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现在恶顺造反 他居然还开心 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理由 大王 臣妾在为你开心啊 哦 咒王起了好奇心 是啊 臣妾听说那恶顺起兵 大王不是一直想要将四大诸侯的土地收回来吗 这正是个好机会啊 而且我还听说 这恶顺不过是个酒囊饭袋把了 以大王的威武 拿下恶顺 不是随便派个人就行了 咒王被巧儿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知道恶顺造反的消息后 心情产生的不愉快也消失了 咒王和巧儿在宫中玩耍 将王后宫中却满是凄凉 因为被咒王的无情给伤到了 又担忧父王的安危 整个人都受了一圈 授仙宫 大王 笔干王叔和商丞相求见 咒王和妲己正在快乐地玩耍呢 结果被侍卫的声音给打扰到了 咒王眼里闪过一丝不悦道 孤再忙 让他们下去吧 诺 侍卫去和笔干还有商荣回复消息去了 龙德殿 这里是咒王和近臣们商量事情的地方 笔干和商荣犹如两尊石像一般 处在这里 侍卫禀报了咒王的意思后 笔干和商荣叹了一口气 看来江横楚真的是就不了了 有着巧儿的枕头风 加上咒王本就不喜诸侯 对江横楚的判决也下来了 消首 得知这个消息的江王后当场晕了过去 她执意地要出宫 跪在寿仙宫的殿前 咒王也是厌烦了江王后这个死脸样 当场下令剥夺江王后的后卫 后宫由巧儿掌控 随着江横楚的死亡 江闻换继位也昭告天下 咒王不仁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他东伯侯反了 至此 巧儿的布局完成了大半 八百诸侯反了四百 商朝周围危机四伏 九重天外 原始天尊也是感受到了 冥冥之中封神之劫展开的力量 掐指一算 这狐妖还是有点本事的 昭阁查四 陆长生正在修行 他已经有感觉了 自己又要进一步 此时的陆燕九大概是天降子 又得到陆长生的灵水喂养 现在的身子 也早已长到了两岁孩童的模样 而且早已经开口叫人了 爹爹 你快来看 有重重 陆燕九稚嫩的声音传来 陆长生收起姿势 站起身来抱起陆燕九 带着陆燕九飞了一会儿 陆燕九高兴的哈达子都流出来了 达吉走上前道 老爷 最近出门上街的人越来越少了 四百诸侯反了以后 那咒王天天派士兵在昭哥兜圈 看见一个人就说是叛贼 这昭哥真的是越来越萧条了 哪里向大王定居的地方 陆长生摇摇头叹息 不过他想了想原著中的时间线 那哪吒怕是要出世了 太乙真人已经等候多时了吧 哪吒因为魔主转世 所以在腹中待了三年才出世 一出世便是人人惧怕的小魔头 而太乙真人将哪吒收入门中 教他法术总算收了一点他的野性子 李静一家也很感激太乙真人 不过嘛 陆长生摇摇头 这一切不过都是算计罢了 没有太乙真人背后的插手 这李静一家 说不定还有一个正常的孩子 享受天伦之乐 也不会提心吊胆 说起来也不知是福还是祸 陈堂关 夫人用力啊 夫人的声音在府中响起 而这正是李静夫人 因十娘的叫声 因十娘怀胎三年 陈堂关谣言四起 说是不是坏了一个妖怪什么的 但是李静对陈堂关百姓奔重如山 这谣言起了右面 其实这谣言也是太乙真人暗中放下去了 不然怎么体现他 救人于水火之恩呢 不过这李静确实也厉害 这么多年 为了陈堂关百姓尽心竭力 但太乙真人这些年修到什么没见过 现在一切俱备 只欠哪吒了 想到不久之前 师尊特意把他叫到玉须宫 太乙 哪吒马上将士 你准备好 诺 师尊放心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嗯 那雷阵子既然没有收拦 这哪吒可一定不能有任何疏忽 否则我铲交大事 就会被耽误 太乙听了以后 立马行礼道 师尊放心 我已经观察陈堂关已久 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好 原始天尊神色不变 但眼眸却看向了昭歌地界 那里有一尊大佬在 希望他不会出来搅弄吧 回想后 太乙真人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盒子 这可是好戏开场的铜锣 敲响了之后才有戏唱啊 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 太乙真人手上法觉飞快不起 嘴里面道 急急如律令 开 一道冲天的黑光从总兵府中升起 正是李静的府中 招歌查四 何光望向远处 好像有一道黑光啊 莫不是什么妖孽在作怪 天灵灵 地灵灵 妖魔鬼怪速速离去 而李静脸色大变 这孩子一生出来 竟伴随着这么大的默契 若是留在人世 岂不是会为祸百姓 他李静一世英明 断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断送了 李静的眼神沉了又沉 最后下定了决心 走进了产房 殷实娘和李静 都是修道之人 体质自然很好 这时生完孩子也没有晕过去 而是抱着孩子轻声哄着 哒哒哒 脚步声凑近 殷实娘抬头 是李静啊 静哥 你看 我们的儿子出事了 不如就叫哪吒吧 前两个儿子是金吒和木吒 第三个儿子待了三年才出来 这么特殊叫哪吒好了 哪吒 李静嘴里反复念着这个名字 殷实娘见李静脸色不对劲 多年夫妻又想到 刚刚府中升起的那一道黑光 他立马抱紧了哪吒道 静哥 孩子是无辜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做父母的 只要好好引导 不会有事的 实娘 这孩子一出生 就伴随这么大的魔气 如果不除 若是将来为祸百姓 又该如何是好 这 殷实娘望着怀抱中 那可爱婴儿的脸庞 开口道 若是真的有这一天 我便亲自杀了她 唉 李静叹了一口气 无量天尊 一句道号突然出现 李静拿起武器 横在殷实娘的面前 来者何人 凭道是太乙真人 乃原始天尊 坐下弟子 今日算道 我与这婴儿有缘 故此来收徒 李静听到是原始天尊 坐下的时候 就已经少了戒呗 那可是原始天尊啊 她身上有什么值得圣人贪图的东西吗 显然是没有的 所以这太乙真人 是真的来收徒的 太乙真人指着哪吒道 此孩童前世乃是魔朱转世 凭道不忍人间受苦 所以来点化她 殷实娘听到后 在床上挣扎着 要给太乙真人磕头 太乙真人 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从怀中掏出一个金色的手环 此乃乾坤圈 能够压制这孩童体内的魔性 李静芒结果给哪吒带上 哪吒正睡得香呼呼的 等到哪吒周岁的时候 我便会来收徒 太乙真人留下这一句话后 就会玉须公负命了 这次的任务 她完成的可好了 李静和殷实娘 对太乙真人 那是满心的感激 哪里想到这一切 其实都是布局 他们不过就是被牵扯进来的棋子罢了 玉须公 太乙真人跪拜在原始天尊面前 说一切顺利 原始天尊这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她心里可慌了 自从遇到陆长生以后 她觉得事事不顺 这次总算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这哪吒也是顺利收下了 原始天尊赐给了太乙真人好些东西 太乙真人败歇退下了 出来后 太乙真人遇到了云中子 云中子满脸苦闷 他的徒弟没了 还被师尊责骂了一番 这苦向谁诉说啊 太乙真人宽慰了云中子道 师尊说了 那雷震子是你的徒弟 那定然不会有错 你且放宽心 云中子想了想也对 师尊乃是圣人 从来没有算错过 那雷震子也定会是自己的徒弟 被提到了雷震子 也就是现在的陆燕酒 还在让陆长生给他多点果子吃 他只觉得果子真香啊 太乙真人走后 原始天尊便叫来了江子牙 这江子牙一心向导 自从败入原始天尊门下后 本以为终于可以得到了 可哪知每日就是干一些扫地 端茶到水泪的活 有一段时间 江子牙甚至想过 是不是自己真的不适合修道 所以连原始天尊都不想教授他了 但想了想自己为了修道付出的代价 江子牙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去 每日看着云中子他们腾云驾悟 听着原始天尊的教诲 时不时的还悟了些什么 江子牙表示 羡慕极度恨啊 这天江子牙又在打扫卫生 突然原始天尊居然给他传讯了 江子牙收到讯息后手都抖了抖 其实上次师尊派他下山 结果他不仅被毁了本命法宝 还丢了封神榜 导致师尊自己下山去要封神榜后 江子牙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而在这玉须宫中 还有一个他的死对头 那就是申公豹 申公豹整日里与他争夺 好似不争一下 他就浑身不舒服 而江子牙失利后 申公豹就在师尊面前各种献殷勤 而江子牙回到玉须宫后 原始天尊也没有找过他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自己已经被师尊给抛弃了 否则为什么这么久了 还没有动静呢 但今天 他 江子牙又重新接到了师尊的讯息 江子牙心里燃起了希望 看来师尊还没有放弃他 他一把扔下扫帚 扫什么店 江子牙一踏进店门 原始天尊坐在高位上 俯瞰着江子牙 内心却十分的郁闷 原始天尊 一看到江子牙 就想起那段被揍的时候 要不是风神大忌不能换人 还真不想让江子牙到自己面前 按理说 江子牙这样一个跟脚又低 又没有悟性的人 原始天尊是不可能收他为徒弟的 但是原始天尊算到江子牙 是这次风神大忌的主导人 也没有办法 江子牙还以为是自己的诚心 感动了原始天尊 所以他才会被收入门下 其实江子牙不过就是一枚棋子罢了 江子牙 高处无情的声音传出 江子牙恭敬地跪拜在地上 磕头道 子牙拜见师尊 伤势如何 可养好了 江子牙内心感动啊 师尊竟还记得自己的伤势 回师尊 子牙的伤势已经好了 既然如此 今天你便下山吧 为百姓做贡献 原始天尊看人还是很准的 这个江子牙悟性虽然没有 但是有一颗想做大事的心啊 把这个江子牙放下山 先入昭歌后入西气 嘿嘿 江子牙一脸吃惊 赶紧跪下道 是弟子做错了什么吗 为何师尊要赶弟子 非也非也 风神大劫马上展开 子牙 为师对你寄予厚望 做你想做的 赶紧下山为官吧 你不下山这戏 都没法开始了 说到风神劫 江子牙就想到了 赵哥那个可怕的男人 浑身抖了一抖 师尊可否给弟子指条明路 弟子有些迷茫 原始天尊当然不可能说 你先去赵哥推动一下灭亡 再去帮助西气 不然天机泄露 哪怕他是圣人也很惨 为师只能说 遵从你的心 原始天尊一挥袖子 江子牙就在殿外了 江子牙仔细想着原始天尊的话 遵从我的心 但是我的心是修道啊 但是师命不可为 打包打包东西下山吧 江子牙转身离开了 拐角 一个阴沉的男子出现 死死地盯着江子牙的背影 凭什么 我哪点比不上江子牙这个傻缺 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这个风神大事 凭什么交给江子牙 申公报怀着极度的心理 看了一眼店内 心想 那江子牙能做的 我申公报也能做 我倒看看 报爷我针对你 你还能做什么事 申公报也离去收拾东西 准备尾随江子牙下山了 而申公报的动作 在店内的原始天尊 是全然知道的 但他非但没有阻止 嘴角还勾起了一丝冷笑 这申公报针对江子牙 自然也是风神节中的一部分 毕竟独角戏可不好唱 江子牙回到自己的屋子 收拾好东西 不舍得看了一圈屋子 想他江子牙 如今72岁了 却一事无成 但是江子牙相信 事在人为 这次下山 他定要干出一番誓言 想到师尊说的 风神大劫和他有关 而师尊更是对他寄予厚望 江子牙就浑身热血 但是下了山以后 江子牙就陷入了一个难题 他要去哪里呢 于是江子牙决定 那就交给上天安排吧 毕竟上天安排的最大 就连圣人 也是要听天道的 江子牙抬脚 便开始走了 跟在后面的申公报 看着江子牙走着走着 竟是毫无目的 嘴里骂着 这个老匹夫怎么做事 一点计划都没有的 江子牙走了十天后 终于遇到了一户人家 心中感叹 天啊 终于见到活人了 这十天他吃干粮都快吐了 而十天的风尘仆仆 让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狼狈 江子牙整理整理着装 上前敲敲门 一个熟悉模样的男人开了门 两人都愣了愣 你是子牙 男人率先开口 江子牙仔细望着男人的面容 想起了这不是自己还没上山的时候 结拜的兄弟宋一人吗 江子牙大喜 果然上天安排的就是好 自己随便走走 便遇到了熟人 江子牙开口道 一人凶 好久不见 江子牙尽管风尘仆仆 但在玉须宫上修到多年 身上的气质自然也是灼然 宋一人心里有些自卑 不过很快就被见到好兄弟的喜悦给掩盖了 宋一人热情地招待江子牙进去 江子牙当晚在宋一人家中休息 而宋一人也得知江子牙之后就不在山上了 而是下山 而且至今还未娶妻 宋一人立马就想起了 马云外之女马氏 如今也是单着 若是能将这两人给凑起来 自己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啊 这般想着 宋一人立马就给马云外写了一封信 马云外收到信 那叫一个开心啊 毕竟自己那个女儿也确实算是她的一个心病 若是能将这个女儿嫁出去 她也算了心愿 就算是去了九泉之下 也是能够安息的了 就在宋一人的没人光环下 72岁的江子牙 迎娶了62岁的马尚 两人刚开始 也算是情色和鸣 宋一人心里也是高兴啊 没想到 自己还能促成一桩婚事 跟在江子牙身后的深宫豹 却对此很不屑 这江子牙 不是入凡间弄风神节的吗 怎么还结婚了呢 其实深宫豹心里还有些羡慕的 连江子牙都结婚了 自己都没有结 江子牙虽然成了婚 但是心里还是没有忘记 师尊下山前对自己说的话 子牙 按照你的心去做 江子牙心里记挂着 原始天尊说的话 虽然羽马是恩恩爱爱的 但是也干了点实事的 那就是抓了五只小鬼 之后江子牙 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啊 心里记挂着什么总是不得尽 想着想着 江子牙终于是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去昭歌 昭歌是商朝的首都 江子牙相信 以自己的能力 肯定能把商朝 带往更繁华的境界 至于师尊说的风神节 其实原始天尊就是这么一提 但是江子牙也不知道 这封神节到底是个什么呀 点得太透 就没有意思了 江子牙和马氏这么一商量 马氏觉得这江子牙 还胸怀大志 要去昭歌干一番事业 那就走吧 夫妻两个和宋义仁 还有马云外告别后 江子牙和马氏 就进昭歌了 昭歌查四 妲己最近收到了以前 在轩缘坟姐妹的讯息 说自己在轩缘坟呆得实在无趣 想来她这边做客 妲己为难啊 自己奉女娲圣人的命令 去祸害大王 这小姐妹定是以为自己 在王宫里 吃香的喝辣的 也想来沾沾光 但是她不知道 自己遇到了高人啊 不过嘛 妲己眼珠子一转 这吃香的喝辣的 哪里有修为增长来的爽快 其实妲己 也理解自己姐妹的心情 整日里待在轩缘坟 修为又长不上去 只能和其他姐妹比比美貌 这不好不容易 薛缘坟出了一个出戏的狐狸 被女娲看上去办事了 自然是要出来见见世面 但是妲己担心的是 姐妹来了 老爷会不会有意见 好像自己脱家带口来了 妲己惆怅啊 吃饭的时候 都带了一丝忧愁 陆长生见 妲己如此当即问道 九儿 你可有什么心事吗 妲己心想 试探一番也挺好的 老爷 我前些日子收到了来信 是我老家那边的一个妹妹 家里遭了事故 想来投奔我 但是我是老爷的奴婢 没有老爷允许 也不能轻易许下承诺 陆长生听来听去 不就是由远方亲戚投靠 还是孤苦伶仃的小姑娘 当即就到 老爷我还以为什么是呢 你尽管叫他来 老爷也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多一个小姑娘的口粮 还是绰绰有余的 妲己开心了 喜笑颜开的 给陆长生加了菜 薛缘坟 一美貌女子正在修炼 虚空中突然多出了几行字 女子抬头读完 正是妲己发来的文字 让她去招歌 此女子正是琵琶金 望着虚空的自食而不虚 琵琶金喃喃道 妲己姐姐去了一趟 招歌功力大增啊 那招歌竟这么神奇 琵琶金立马就出门了 妖怪不需要收拾什么衣裳 而且 皇宫里衣裳不是多的事 她以为妲己在皇宫呢 所以她也是马不停蹄的 想要去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琵琶金一路望着招歌去 走到小树林的时候 就下降了 毕竟是王都 若是飞着太招摇了 琵琶金换了一身朴素的衣裳 悠闲的就往着招歌走去 幻想着日后美好的日子 另一边江子牙和马士 也来到这近招歌必经的小树林了 走着走着 江子牙突然感觉前方有妖气出现 她对着马士道 你先留在这里 前面有妖气 我去查看一番 马士听了也是不害怕 不就是妖吗 江子牙临走前 还是给马士画了一个圈 叮嘱他千万别出圈 这个圈子可以护住他 马士点点头 江子牙便朝着妖气的方向赶去 见到前方有一个女子走着 江子牙立马拿出武器 朝他打去 走在路上的琵琶金 那真的是人在路上走 或从天上来啊 琵琶金本来修为就不如江子牙 加上江子牙修炼的道法克制他 不过三招 琵琶金就被制服了 江子牙正义领然道 平道素来以斩妖除魔为己任 今日抓到你这个小妖 也算是为民除害 琵琶金那叫一个恨啊 自己虽然是妖怪 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出 轩缘坟啊 怎么刚出来就被抓了 而且 不知哪里来的臭道士 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 都不给 就要杀自己 也太过分了吧 江子牙见琵琶金挣扎 也不理会 口中念起了咒语 用三味真火 将此妖精给烧得魂飞破散 琵琶金那叫一个恨啊 见江子牙手上 已经点燃起了火 不住地摇着头 千军一发之劲 妲己赶到了 一脚把江子牙给踹飞了 接着解开了琵琶金身上的束缚 琶琶金抱着妲己哭道 妲己姐姐 人间好可怕 江子牙刚想骂道 你是何人 竟敢与妖精一路 结果转头 这女子好生眼熟 等等 茶色 妖精 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 江子牙起身 捂着胸口 刚刚被踹的地方 还隐隐作痛 今天竟然有两只妖精 那平道 今日把你们两个妖精一起收了 魏明厨 江子牙话 都还没有讲完 又被一脚踹了出去 江子牙不可置信地看着妲己 震惊道 你的修为 为什么进展得如此之快 第一次把他踹开 可以说是趁他不备 但第二次还一脚就踹开 这修为 肯定不是刚开始遇到的那个修为了 但是这才多久 修为增长 不得来个几十年的吗 即便天纵之姿 也不能这么快吧 妲己望着江子牙道 臭道士 上次老爷在 我不好动手 这次遇到你就心仇旧恨一起犯 江子牙见识不妙 立马掏出了打神鞭 上次打神鞭被毁 原始天尊只好去找了红军老祖 红军老祖以逆天手段 将其修复 这次江子牙下山 原始天尊也是赐给了江子牙修复 升级版的打神鞭2.0版本 江子牙握着打神鞭 一边就抽象了妲己 在洪荒大陆 修为是一回事 法宝又是另一回事 可以说同等修为的情况下 好法宝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重要物件 打击手中没有衬手的武器 而新打神鞭 虽然是经过修复 威力大减却也不是打击一个妖精 可以抵抗的 这不 眼看打击就要被打神鞭攻击到的时候 一只手出现 抓住了打神鞭 怎么又是你啊 上次被我打的 还不够惨吗 江子牙听到这个声音 浑身一抖 他抬起脸 赫然就是陆长生的脸庞 江子牙连忙收回打神鞭 原始天尊给他的时候说了 可要好好爱护这个法宝 经不起再次的挫折了 陆长生看着江子牙 露出了害怕的神情 心里嘀咕 上次把这个倒是打得这么狠吗 看到我就害怕了 陆长生望了望打击 和打击背后的小美人 开口道 你是不是个邪道啊 看到好看的女子 就想要对他下手 江子牙 我堂堂原始天尊弟子 竟被你说成是邪道 陆长生见江子牙不说话 便以为他是心虚了 正好前些日子 陆长生刚进入到金丹七 激动得要命 眼下正好遇到邪道 这不是正好为民除害 只见陆长生默念法觉 一道天雷从天上落下 这是他刚 吸得的引雷术 江子牙见天上落下一道雷 大惊失色 这引雷术寻常人根本就做不到 这男子到底是什么鬼 他猛地又想起师尊说的 不要去招惹他 心里隐隐有些后悔 但是是这两只妖怪 先招惹的他 他想着为民除害 怎知竟遇上了陆长生这个妖念 江子牙想着赶紧躲避 毕竟这天雷 可不是他能承受的 但是 让江子牙吃惊的是 不论他怎么运灵力 他的身体竟然动不了 轰隆 天雷劈到了江子牙的头上 江子牙变成了黑碳牙 只剩下两排洁白的牙齿 而这边的动静马士 自然也听到了 心里那叫一个着急啊 他直嘀咕 这捉腰怎么这么大动静 子牙没事吧 想来想去 马士还是走出了圈子 往那边走去 他想好了 万一有什么厉害的腰 他拉起江子牙就跑 马士小心翼翼地 往着江子牙那边靠近 却看到了一个黑人 对峙着三个人 奇怪 江子牙呢 陆长生没有注意到 马士的到来 而是看着江子牙继续到 这雷的滋味还不错吧 再给你来一道 江子牙一听 一道雷就已经受不了了 还来一道 腿一软 当即就跪下了 江子牙努力地扬起笑脸道 是我的错 我不小心将两位姑娘 认成了腰 是我的错 我改 陆长生看着江子牙 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故意道 真的 江子牙拼命地点着头 生怕下一秒 天雷就落到了头上 陆长生沉吟 既然这邪道有些改善 那放他一码也不是不可以 好吧 若下次 让我再看到你调戏姑娘的话 我非得把你给淹了不可 江子牙只觉得下体一凉 但是他不敢说什么 陆长生的武力值 实在是太高了 琵琶金看着陆长生 眼中亮晶晶的 这人好生厉害啊 但是 跟妲己姐姐又是什么关系呢 而江子牙见陆长生放过自己 连忙起身 刚刚还动弹不得的身子 终于可以动了 他麻溜地起身 往着马士的方向跑去 躲在树后的马士 听到了陆长生的话 心里有些鄙夷 这邪道竟然还霍霍小姑娘 真是不要脸 只是怎么没见到他相骨 等等 这邪道怎么往着自己这个方向跑了 嗯 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我那相公江子牙 江子牙这时和马士的眼神也对上了 但是他来不及解释 拉着马士就跑 这里有一尊大神 他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马士一脸蒙蔽 还在邪道 就是我相公这个事情中徘徊 陆长生回过头看着打几道 九儿 你没事吧 幸好我担心 你追出来了 不然 你可要被欺负了 琵琶金听着陆长生的话 嘴一脚抽抽 就刚刚打几姐姐那几脚 这倒是还想占便宜 呸呸 还想出妖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九儿又是什么鬼 琵琶金好奇的眼神落在了打几身上 打几给了个眼神 回去给你解释 然后对着陆长生道 老爷 这位就是我远房妹妹 幸好老爷及时赶到 不然我和妹妹 怕是要被这个邪道给 打几眼面假装哭泣 看得陆长生火大 早知道不放过那个邪道了 不过他还是安慰打几道 已经被老爷打跑了 没关系了 陆长生转过头 看着琵琶金道 不知这位妹妹怎么称呼 琵琶金笑道 我在家排名第十 老爷叫我小时就可以了 小时 等等 为什么这位妹妹 也叫我老爷 陆长生连忙道 小时不必叫我老爷的 那怎么行 九儿姐姐叫老爷 我也得叫老爷 九儿这两个字 还加重了读音 打几听着手 捏了捏琵琶金 琵琶金笑着又捏回去 陆长生见姐妹俩的互动 心里道 看样子 他们两个姐妹关系挺好啊 我们先进城吧 这小时来了一路 肯定也累了 陆长生担心 太晚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都听老爷的 打几和琵琶金 一口同声道 夜晚降临 打几和琵琶金 在到茶寺的时候 就已经把他在昭哥的经历 都告诉了琵琶金 琶琶金得知了以后 惊讶到 这位陆前辈 到底是何方神圣 打几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可千万要记住了 老爷他在感悟红尘 所以千万不要暴露了 你就跟我一样 称他为老爷好了 对了 这是水果 挤的全部吃完啊 姐姐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面对琵琶金的疑问 打几只是笑笑 毕竟这种好事情 还是等到琵琶金 自己发现 比较有惊喜 酒 小时 出来吃饭了 陆长生的声音 传进了屋子里 打几和琵琶金 连忙出来 看着桌子上一桌的菜 琵琶金嘴甜道 多谢老爷 陆长生大手一挥 我也就是去打包了 一些饭菜吧 算不上什么 三人入座 琵琶金吃起了饭菜 不过心里惦记着水果 饭菜吃的有些不香 陆长生心想 看来这小时远道而来 胃口有些不佳啊 看来要给小时来一点开胃的呀 有了 胃口不好 吃些水果 那肯定就好了 系统出品的水果 陆长生还是很有自信的 陆长生这般想着 又起身去拿了一些水果刀 别光吃菜 水果也吃吃 琵琶金点头 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 这灵气 天哪 难怪妲己姐姐修为 已经到金线了 难怪刚刚还提醒 我一定要把水果吃完 真的是爱死妲己姐姐了 此时琵琶金的脑子里 就四个子 我好幸福 打起见琵琶金模样 见怪不怪 当初他刚吃这些 也是疯狂吃 后来就细嚼慢咽了 也没什么意思 吃惯了 打起这想法 要是给其他修仙之人听到 怕是拿着武器 要追着打了 吃完水果后 琵琶金的修为 也长到了金线初期 陆长生看着桌子上的饭菜 一扫而空 满意的点点头 打起和琵琶金二人开心 江子牙却很痛苦 因为马氏躲在树后面 都听见了 陆长生说 江子牙贪图小姑娘美貌 说他们是妖 关键是 江子牙还跪下认罪了 后面无论江子牙怎么解释 马氏都不听了 而且阴阳怪气道 毕竟修道 小姑娘都敢调戏了 江子牙无奈道 那是妖 一个狐妖 一个琵琶金 哦 马氏阴阳怪气的 往着昭哥走去 江子牙被雷打得还没恢复 剑马氏走了 只能连忙背着行囊跟着走了 昭哥王宫 自从江王后被打入冷宫 东 南部侯造反 巧儿的心情就很好 不过 他最近又想到了新的享受方式 就是建造摘星楼 当晚 昭王在巧儿的言语下 立马就下令工人建造摘星楼 整个昭哥城的工匠被召入王宫 没日没夜的建造 一个月后 摘星楼建成 昭王搂着巧儿入了摘星楼 站在最高处 巧儿夸着昭王 直说昭王是天地间绝无仅有的男子 简直就是他心里的大英雄 昭王被巧儿哄得哈哈大笑 突然外面一阵喧闹 昭王不悦道 何人敢在外面放肆 侍从连忙道 是王后宫中的宫女 王后生病 他们来请御医 王后生病 昭王刚想开口 让御医去看看 毕竟江王后也是 陪伴她多年 稍微还是有点勤奋的 巧儿这是开口了 大王 摘星楼刚建成 这王后宫中的宫女就来 臣妾怎么觉得 就是来拆台的呢 昭王本对巧儿的话 言听计从 一听巧儿的挑拨 当即就怒了 来人 把这些宫女打入天牢 巧儿又继续道 我看大王还是太仁慈了 所以这些宫女 才敢不拒大王天威 不如施以言行 哦 爱妃说的言行是怎么样的 巧儿便把她最心想的法子 说了出来 昭王听了 连声叫好 当即对着侍从道 按照巧儿娘娘的去做吧 旁边的侍从听着巧儿的建议 早已吓得后背冷汗 滴下了 这巧儿娘娘 看着这么美丽 这心肠 真的是太歹毒了 但是这话 她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 不然 她怕是这菜盆的第一个受害者了 史书记载 在地上挖一个方圆数百步 身高五丈的大坑 然后将蛇蝎蜂之类丢进穴中 将这些宫女投入坑穴 与百虫作咬 这叫做菜盆之行 侍从听到百虫撕咬 就已经吓得浑身哆嗦了 巧儿笑着依靠在咒王胸前道 大王 这些宫女 就是重振大王您的威风的第一步 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挑战大王的权威了 咒王笑道 还是爱妃的主意好啊 菜盆之行一出 群臣哗然 不是别的 这刑法实在是太惨无人道了 焦力听到这个刑法后 立马进攻 想要劝谏咒王 本来焦力就是激发推荐来的 咒王对他心有隔音 觉得他与自己不是一条心 想着巧儿提出这么好一个 震慑他人的法子 这焦力果然想要谋反吧 听起来好像很扯 不过是劝谏咒王 不要实施这个酷刑 咒王却已经想到 是不是要造反了 但自古君王多疑 又正直这个关头 咒王怒道 你想提这些宫女求情 那你就在摘星楼上跳下去吧 你跳下去 我就考虑放过那些宫女 焦力一听这话 当即仰天长笑 她本来一身报复 但是奈何遇到咒王这样的大王 罢了罢了 焦力纵身跳下 咒王却丝毫不在意 反倒对巧儿道 爱妃还有没有什么刑法 姑觉得还是对他们太过仁慈了 大王 您这话说的 好像臣妾是什么恶人似的 天天就琢磨着这些刑法 哪里的话 爱妃如果是恶人 那姑便是恶王 都是姑让爱妃做的 风声飘过 咒王和巧儿的声音 也在风中慢慢消散 三日后 菜盆也弄好了 咒王特意召集了群臣 然后对着他们道 这些宫女意图谋反 今日姑便将他们施以拆盆之行 大洞中 虫子的叫声传出来 不少承受力弱的大臣 已经是脸色苍白 十余名将王后宫中的婢女 被侍卫带上来 咒王一个手势下去 婢女就被推入了大洞中 女子的惨叫声传来 和虫子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本来脸色惨白的大臣 已经彻底承受不住 当即就晕过去了 笔竿和商戎 用衣袖拂面 不忍再看 他们的心里都想着 赶紧去找陆前辈看看 他有什么好对策吧 咒王和巧儿 则是满脸趣味 大约一炷香后 女子的声音已经不见 咒王见好戏散场 便也挥挥手道 回宫吧 中宫 本来就生着病的姜王后 听闻咒王将他宫中的宫女 投入了满是虫子的大洞中 宫女惨死的事情 当场吐了好几口鲜血 中宫陷入了混乱之中 被困在昭哥的姬昌 听闻焦丽的死讯 还有咒王惨无人道的刑罚 在府中长叹 但他现在自身难保 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突然一道旨意下来 姬昌被发配至尤里 理由就是焦丽意图谋反 而焦丽是姬昌推荐来的人 所以对姬昌做出了惩罚 姬昌还能说啥 能保住一条性命 就已经不错了 事宜 姬昌乖乖地收拾了东西 去了尤里 西齐 激发听说 姬昌被发配到了尤里 当场气得 要去尤里就回姬昌 不过被谋士拦住了 他们可是已经听说了 东南伯侯被杀的事情 眼下自己家侯爷 只是被发配 算是不错的结局了 而且 目前西齐 还在发展的状态 若是接回侯爷 怕是西齐马上就要被商朝的大军压尽了 上年少的激发握紧了拳头 五父王在受苦 身为人子 却不能救他出来 我这心实在是不好受啊 在场的谋士见激发如此 心里都道 这激发公子心里人煞 但是还是有谋士提出道 二公子 我们可以暗中派人去尤里保护侯爷 然后我们发展势力 等到时机成熟 我们便接回侯爷再起兵 激发知道 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了 当天 西齐就派出了不少的好手 往这游里去 而整个商朝 也因为咒王发明的这个酷刑 到处出现诗词谴责咒王的行为 暴脾气的咒王当然忍不了 于是昭哥到处都是官兵抓人的行为 琵琶金刚来对这么大的行为 好奇极了 陆长生见琵琶金在门口观察那些官兵抓人 连忙把琵琶金带回来 现在的他 还不能离开茶寺 因为还要迁到 小时长得这么好看 万一被官兵看中 可就不好了 小时 你可别小心些 现在的商朝可是危险得很 熟知风神剧情的陆长生 知道鸡昌被流放后 心里给咒王点了一根蜡烛 这咒王本来坐拥江山 无数美女 可惜了自己一步步都找死 打几件琵琶金 还是懵懵懂懂的样子 当场上去拉住琵琶金道 老爷 小时刚来还不太懂 我跟他说说 打几把琵琶金带到房内道 老爷如今感悟红尘 所以我们要低调行事 以我们两个人的美貌 若是被看上了 老爷就要出手 那他感悟红尘的目的就破了 原来是这样 是妹妹愚笨了 你如今 修为也是金仙了 感受到在老爷旁边待着的好处了吧 所以 只要你在这里待着 别说金仙了 就是圣人说不定我们姐妹还能当一当 这话一出 琵琶金立马就倒吸一口冷气 圣人 那可是传说中一念就可以斩杀无数凡人的圣人啊 打几再次正色道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给老爷招惹麻烦知道了吗 琵琶金的头点的跟小鸡琢迷似的 圣人 我来了 再次出来后的琵琶金不再坐在门口 看着官兵抓人了 陆长生也松了一口气 招戈王宫 巧儿在宫中待得无聊了 又开始想着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闷了 有了 巧儿当即让宫人去请咒王 咒王一听是巧儿 本来还在议事 近日因为咒王的种种行为 大臣们各个是上书 请求大王废除巧儿 将巧儿处死 咒王听着 简直都要气炸了 这些个大臣不好好的看着商朝 还管起自己的事情了 巧儿说的对 姑对他们是太仁慈了 咒王刚要发火 巧儿那边的宫女就过来了 说是巧儿娘娘请大王过去 咒王冷眼地看着刚刚发表意见的大臣 随后一甩袖子离去了 被咒王看过的大臣冷汗都出来了 他们知道自己说的话 定会被大王不喜 但是为了承汤江山 即便是要他们死 他们也无悔 笔竿和商荣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明白了自己心里的那个想法 不知道那位陆前辈回来了没有 是时候去请教一番了 寿仙公 爱妃 可是身体不舒服了 大王 臣妾就不能想大王了吗 娇媚的语气听得咒王哈哈大笑 刚刚被群臣们弄得烦躁的心情都好了许多 自然是可以啊 姑也很想念巧儿 大王 巧儿觉得大王实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想了一个法子 可以给大王解解闷 咒王顿时来了兴趣 巧儿的点子向来又多又有趣 爱妃说来听听 巧儿将刚刚想到的法子说了出来 咒王越听越觉得有意思 摸着巧儿的脸道 巧儿 你可真是上天赐给姑的宝 这九池肉灵 甚得姑心 咒王当即就叫侍从去办了 消息一出 又引起了群臣的议论 笔竿和商荣本打算过些日子 再去打扰那位前辈 现在看来还是要立马上门啊 查四 笔竿和商荣又来了 陆长生见来了两个熟人 连忙热络地招呼他们落座 笔竿道 陆老板前些日子去哪里玩了 哦 去了一趟阉山度假 度假 不知何为度假 陆长生给他们解释了一下度假 然后开口道 如今招歌动荡 我这茶色都快开不下去了 笔竿和商荣面面相去 这陆前辈是在指示着什么吗 商荣道 陆老板对于这招歌有何高见 我们两个人在招歌 也觉得实在是苦闷 陆长生摆摆手 道 除非文太师回来 否则难解啊 除了文太师 还能有谁制止得住大王吗 笔竿和商荣想了想也是 只是文太师在评判 怕是赶不回来啊 笔竿试探道 若是文太师走了 那前线怕是没有人可以抵挡了呀 陆长生却笑道 如果这么大的商朝 只能靠着文太师一个人抵挡的话 这商朝怕是早就完了 若是别人说出这个话 笔竿和商荣怕是早就震怒了 可是 这是大佬说的话 难道还有别人 72路诸侯造反 文太师自动请您去评判 但是鼠遍朝中上下 那黄飞虎还有很多将相也可以去 不如就让黄飞虎去评判 文太师回来坐镇昭歌 真是一个好办法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 这段时间真的是被巧他们的骚主意 给昏了脑袋了 陆老板说的是啊 笔竿和商荣笑着喝起来茶 这茶不是陆长生所泡 但是笔竿和商荣还是喝得津津有味的 这陆前辈可真是一个直路灯啊 幸好文太师走之前还留下这么一个帮手 茶喝完了 笔竿和商荣也赶着去商量 还如何将文太师叫回来 让黄将军去前线 但是文太师已经在外面领兵打仗 了解文太师的笔竿和商荣知道 除非有什么天大的事情 否则文太师是不会回来的 除非是又有谋反的事情出现 有了 如今那心动伯侯造反 以此传信给文太师 让他速速回来 笔竿立马就写了一封信 上面写了东伯侯造反 事情严重 望文太师速速回来 另外还说了 大王不想麻烦文太师 所以不想让文太师回来 若是战事稳定 就先回来 到时候 让黄飞虎将军去前线 北海 文仲如今是惊心修为 对上那七十二路诸侯的小把戏 简直是破解的不要太简单 袁福通 他们可难受了 那文仲不知是磕了什么药 本来有高人相助的他们现在 反倒被打得如此狼狈 其实这也怪不得江子牙 他本来是打算 帮助七十二路诸侯 先打赢这场仗的 可谁知原始天尊召集了他 之后更是在昆仑山上修行 所以本以为 有了仙人帮助的袁福通 才会傻了 本来他就打不过文仲 江子牙他们 在暗中做了手脚后 才压制文仲打 可现在文仲却不知得了什么机遇 仙人也不见了 袁福通内心有些焦急 他本是七十二路诸侯之手 好端端的突然造反 自然是因为他背后的人 因为许诺他造反的话 就让他修宪 袁福通这个烦人 哪里忍受得了修宪的诱惑 这不就拉拢了和他一帮的 反出了大伤 结果被坑得这么惨 也是让袁福通后悔的呀 营帐内 袁福通等几位诸侯正在商议 他们本就是因为利益 才聚合在一起 现在被打得这么惨 还是散伙了吧 就在诸侯争执不下的时候 士兵来报 商朝攻打的速度变慢了 袁福通大喜 总算有喘息的机会了 这是因为文太师收到了 笔竿的书信 写了东伯侯造反 东伯侯乃是四大诸侯之首 造反非同小可 文仲想了想 他如今是金仙修为 这袁福通等人 也是不成气候 东伯侯的事情更重要 他匆匆交代了副将一些事情 就赶回昭哥了 如今 修为是金仙的他 赶回昭哥 不过花了半日的时间 笔竿和商荣在府中谈着话 文仲就来了 商相 王叔 那东伯侯怎么好端端也造反了 哎呦 笔竿和商荣吓了一跳 这文太师回来的也太快了吧 不过回来的好啊 幸好有陆前辈的提醒 他们先和文仲夸奖了一番陆前辈 文仲严肃道 这位陆前辈乃是大能 教中的师叔特意叮嘱过 你们对他的态度可一定要恭敬啊 紧接着笔竿就把最近发生的事情 全部和文仲说了 文仲气得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桌子一下子就四分五裂了 大王是糊涂了吗 宠幸妖妃 我这就进宫 文仲看着咒王长大 在咒王的心里 对文仲的感觉 那是非常害怕和尊敬的 他本在和巧玩耍呢 突然 侍从来报 大王 闻太师求见 你说谁 咒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太师不是在评判吗 怎么出现在王宫了 咒王吓得当即就从床上下来了 怎么办 太师若是知道孤干的事情 岂不是要抽姑 巧而见咒王害怕成这样 当即就到 大王为何这么害怕文仲 大王是王 他是臣 咒王叹了一口气 记忆中的文仲那 简直比他的父王更可怕 要知道自己是他教出来的 更清楚他的脾气 所以文太师是知道自己干的事情 特地赶回来的吗 但是太师已经在外面求见了 总不能不见吧 喧 咒王定了定心神 一个男子走进来 虽然头发花白 但是气势却足得很 咒王下意识地咽了咽唾沫 老臣见过大王 太师不是在前线吗 怎么突然回昭歌了 估计一点风声都没有收到 晚上给太师接风洗尘 臣为何回来 大王心里应该清楚 大王什么时候 也开始信奸臣宠妖妃了 巧儿一听文仲说自己是妖妃 当即就扑在咒王的怀里 道 大王 巧儿怎么会是妖妃 大王你要替臣妾做主啊 若是往常 咒王肯定二话不说 拿下去砍了便是 但是现在 太师刚回来 怕是有些误会 古只是处置了一些要谋反的人 咒王不仅没有处罚文仲 还给文仲解释 巧儿看着咒王 已经傻了 这咒王怎么回事 人王气质呢 在文仲的死亡眼神下 咒王的声音越来越小声 但是对于异点 那就是巧儿 咒王是坚决不肯说 巧儿是妖妃的 只说这一切都是 自己干的 咒王怎么说 也是商朝的王 即便文仲是三代元老 也不能真的逼得太过分 只能感叹一声道 大王 等明日上朝的时候 臣再与你说吧 说完 看了一眼巧 果真是真的一副 勾人心魄的模样 难怪大王都变了一个人似的 文太师出宫后 就去找了笔竿和商荣去了 这趟进宫 文太师其实就是为了看看 将咒王迷惑的巧儿长什么样 但具体的措施 他还要与笔竿商荣 他们商量 论起治理朝堂 商荣这个丞相 做得更好 丞相府 三人正在喝酒 笔竿和商荣 也是很久没有这么畅快了 聊起来后 突然聊到了陆长生 笔竿问道 太师 那茶寺中住着的前辈 到底是何人 文仲摇摇头道 我也不知 但是师门中的师叔 对他也是非常敬重 笔竿和商荣说起了 有了陆长生的提醒 才没有让王后娘娘 死在巧儿的计谋之下 这次叫文太师回来 也是陆前辈说的 文仲沉吟 这位陆前辈 与他有大恩 这次又帮助了商朝 实在不知道 有什么可以报答得了 你们二人定要注意 陆前辈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修为上 帮助不了陆前辈 至少要让陆前辈住得舒心 放心吧 太师 我早已命令官兵 不许去城门口 打搅陆前辈的茶色了 不然陆前辈家里两个美人 怕是早被人给给予了 陆长生的事情谈完后 文仲便说起了出奸臣的事情 这奸臣是指的 自然是费重游魂二人 笔干和商荣文言摇摇头 笔干道 太师不知 这费重游魂这些年 尽了多少禅言 是啊 有些大臣还送礼 给费重游魂 试图一步登天 随着笔干和商荣的一言一语 文太师的脸色是越来越黑 商朝若是这样的蛀虫越多 商朝怕是五年就要完了 大王真的是糊涂啊 文太师当即道 明日上朝 我便会当众起奏大王 让那费重和游魂 两个小贼给弄死 笔干和商荣知道 这就是文太师的脾气 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第二日 咒王破天荒地起了个早 收拾着去上朝 巧不见 大王 依臣妾看 大王不如去迟一些 给那文重点颜色看看 爱妃不可说此言了 太师的脾气 你还不了解啊 咒王满脸惆怅 不过这种心情也不好说 毕竟大王的脸面还是要的 随后咒王便去了酒间店 一路上忐忑 不知太师会说些什么 朝堂 因为文太师今日来上朝 被压制多时的笔干一派 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费重等人也不慌 他们的背后可是大王 大王驾到 太监的喊声传来 所有的大臣都站好 咒王威严地走进来坐好 开口道 众卿有事起奏 无事便退朝吧 费重率先跳了出来道 大王 臣要奏文重 群臣哗然 这费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连文太师都敢揍 咒王的眼里也出现了佩服的眼神 文重明明是去北海平定造反 这时不在北海待着 却出现在昭歌 实乃玩乎职守 请大王职责 咒王的目光转向文重 毕竟这确实也是真的 文重此时应该是在北海才对 文重不慌不忙道 我若是不回来 大王怕事就要被小人蒙蔽 商朝江山都要不保了 大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游魂跳了出来 游魂和费重是一丘之和 自然明白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道理 所以他跳出来和文重对着干 其余大臣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而游魂和费重如此 文重也突然不与他们纠缠了 而是转向咒王道 请大王朱坚臣 这 咒王左右为难 这费重和游魂拍的一手好马屁 兽王实在是不忍心他们死去 费重见文重不与他们说 则是继续叫嚣着 国造 文重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自从进阶到惊仙后 文重的心里对天地的感悟就更深了 这还是要感谢陆前辈 若不是他赏赐了一个水果 自己也不会有如此修为 对于这费重和游魂两个小人 文重的手里出现了雌雄双边 费重游魂见文重手里拿着武器 反而更兴奋了 费重直接大骂道 文重 大王在此 你竟敢拿武器 你眼里还有大王吗 随后 眼里满是错愕 永远地闭上了眼 费重死了 咒王对此只能内心道 活该啊 就连姑都不敢这么对文太师说话 你却这么勇敢 死得不冤 游魂吓得当场叫了起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一股骚臭味从他的裤子里传来 游魂竟然被吓尿了 我大伤之臣怎么会有如此耸祸 文重看着游魂眉头紧皱 游魂满脑子都是要死了 要死了 当即就跪下来道 文太师是晓得有眼不识泰山 都是那个费重指示我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文重不理游魂 又面向了咒王道 大王 现在你总该认清了吧 咒王看着游魂这个怂样 眼里满是艳气 这么怂 待在身边都是对自己的侮辱 咒王这般想着也是下令道 来人将游魂打入天牢 即日处死 游魂不敢相信地看着咒王 大喊 大王 你不能这么对陈啊 咒王不耐烦地挥挥手 士兵把游魂的嘴给堵住 一路拖下去 到了天牢 天牢中江横楚看着游魂狼狈的样子 哈哈大笑 狗贼 没想到你也有今日啊 游魂呸了一声 对着江横楚道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反正也是要死的 能临死前拉上你 我也算直了 江横楚大笑 虽然这段时间 他在天牢里受得折磨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费重和游魂带来的 这两人时不时地就去天牢言语羞辱一番 然后又用上言行 如今的江横楚身上 可没有一块好路 当然背后也是有巧指使的影子 另外文仲又去找了咒王 说了江横楚的事情 说到江横楚 咒王就直接道 内斯竟然敢驻扎士兵在城外 把姑放在眼里了吗 太师不说 姑都要忘了 明日就将江横楚和游魂一起处死吧 文仲无奈 江横楚他其实死不死的文仲并不关心 只是王后乃江横楚的亲生女儿 也要顾忌王后才是 谈到江王后 咒王却一脸不耐 为何要谈起他 连姑的两个儿子都看不住 这父王造反 姑都没有找他算账 只是囚禁宫中很不错了 好了 那费仲和游魂都已经如太师的愿了 太师也不用管得太多了 咒王突然强硬起来 文仲也不好逼得太紧 只好告退了 笔杆福 笔杆和商荣很开心地 在庆祝费仲游魂的下场 这两个奸臣他们真的是看不顺眼很久了 文仲此时愁容地走来 太师为何如此忧愁 那两个小人一个当场死在太师的边下 另一个明天也要被处死 太师不应该高兴才是吗 文仲把明天江横楚也要被处死的事情说了出来 笔杆和商荣也沉默了 他们也和文仲一个想法 江横楚若是死了 宫中江王后该如何自处 老夫已经劝过大王了 但是大王还是不听 不如去请教陆前辈吧 陆前辈每次都能给出好主意 笔杆提议道 走吧 三人立马就去了长生查寺 陆长生开门见到是文仲他们 一个是只见过一面就说要报大恩 另外两个是老熟人 所以陆长生也是热情地请他们进去了 给他们倒上三杯茶水 但是他们三个都是愁眉苦脸的 陆长生好奇问道 你们是怎么了 文仲开口道 恩人 你有所不知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陆长生深知这个套路啊 于是他抱着八卦的心 继续听下去 他要把他老婆的爹给杀了 不知恩人觉得 那个老婆以后该如何自处呢 死 陆长生倒吸一口凉气 玩这么大的吗 上来就是要杀爹 这老婆也太惨了吧 不过倒是没有看出来 眼前这个人 还是个要杀老婆爹的人 许是陆长生的眼神 太过奇怪了 文仲问道 可是我今日有什么不妥 恩人为何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陆长生憋了许久还是道 要我看 这老婆也太惨了 嫁了一个这样的人 干脆离婚好了 文仲等三人一口同声道 离婚 离婚是什么意思 就是离异的意思 都要杀爹了 还不赶紧跑啊 文仲苦笑道 恩人有所不知 这实在是跑不掉啊 咒王可是人王 岂是江王后 想跑就可以跑的 而且江王后既然嫁进来 那一辈子都是王后 除非是死 若不是江王后嫁进来后 为商朝做了这么多贡献 要不是江王后 后宫怎么会如此平静 所以文仲等人才会想着 能不能帮助江王后 陆长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只是道 若是担心跑不掉的话 那干脆就假死好了 假死 又是三个不同的声音响起 没错 陆长生想着之前看的电视剧 一般想跑 但是又想掩盖自己的踪迹的 不都是假死的吗 假死很有道理啊 文仲若有所思 结教中的假死药还是有的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啊 果然来问陆前辈就是对的 文仲解决了心头事 当即就拱手道 恩人又替我解决大事 若是恩人日后有需要 小的必赴汤蹈火 陆长生见眼前这个老人这么郑重 连忙摆手道 不必客气 我也没说啥 三人离去后 陆长生嘟囔了一句 总感觉奇奇怪怪的 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来问我呢 奇怪 算了 肯定是看我茶色的茶水好喝 所以找个理由来罢了 陆长生也不去想这个事情了 文仲三人离去后 又在府中商量 让将王后夹死的事情 笔竿道 王后又岂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 文仲叹息了一声 是啊 王后身上的风骨 就算是一般的男人都比不上 文仲眉头紧皱道 晚上我进中宫探一探究竟 若是王后不愿意的话 那我们也只能尊重王后的选择 夜晚 中宫 寂静的夜晚 只有脚步声走来走去 文仲如今是惊鲜修为 潜入中宫乃是轻而易举 而王后此刻正坐在梳妆镜面前 摸着自己的容颜 想当初她嫁给咒王的时候 容貌端庄大方 如今的她这幅容颜 怕是和鬼都差不多了 而江王后 现在唯一庆幸的事情 就是把娇和红儿送走了 他们不用面对宫中的凶险 文仲见过王后娘娘 文仲站在窗沙的后面 江王后乃是王后也是女子 文仲自然要遵守君臣 还有男女大房 文太师回来了 江王后心里涌出一股喜悦 文太师的话 大王向来是听的 若是文太师出手 说不定父王就有救了 江王后转身扑通地跪在了文太师的身前 求太师救父王一命 父王我了解 虽然有野心 但是胆子却也很小 他这些年在诸侯的位置上坐了这么久 野心也早已经被磨平了 又怎么可能会派兵驻扎在城外 江王后每说出一个字 就感觉自己的心痛的无法呼吸 明明自己当王后以来 恪守本分 为大商做出贡献 但为什么自己会是这样的下场 想着江王后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唉 今日老陈去找了大王 但大王他 文仲的话没有讲完 但是江王后已经知道了结果 江王后无力地跪挡在地上 文仲看着江王后脸色苍白 而且这中宫自从被咒王下了禁足令后 宫女什么的也全部都少了 文仲眼里满是不忍 不过他今日也是来给江王后选择的 王后是把两位王子送走了吧 江王后抬头 文太师怎么会知道 文仲继续道 能够在宫中把两位王子都给掳走的人 普天之下根本没有 因为若是动物 人王气息就会将来敌给祭拜 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除了是江王后自己把两位王子给送走 文仲想不出有其他可能性 江王后笑道 是啊 如今这王公就犹如一只会吞人的怪兽 娇儿红还小 若不是送走他们 早就被那个女人给害死了 这个女人指的是谁 文仲心知肚明 所以王后娘娘为了两位王子 也要活下去啊 若是两位王子知道 必定会回来找大王算账 到时背上师父的骂名 相比娘娘也不愿意看到 如今江王后在乎的 也只有两个儿子了 听到文仲这么说 倒是心念一动 但是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江王后苦笑道 那女人怕是不会这么轻易 让我活下去啊 文仲一听就知道 江王后还是有着活的心思的 只是被刑事所逼迫罢了 所以文仲当即道 臣这里有颗假死药 若是王后娘娘愿意 可以换一个身份活下去 到时候等两位王子归来 娘娘便也可以正大光明地活下去了 为了两位王子 还请娘娘保重身体 假死药 江王后一听便也知道 文仲是真心救她的 罢了罢了 父王死了 我也没有颜面 活在人面前 假死也好 等江和皇回来后 我再与他们相见吧 那就麻烦太师了 江王后对着文仲 行了一礼拜写道 是商朝对不起娘娘 文仲对着江王后 反倒是还了一礼 不知娘娘打算什么时候假死 就今晚吧 这王公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面对江王后的抉择 文仲也不意外 毕竟这王公 也确实容不下江王后了 看江王后的样子 就知道生病了许久 可是御医竟然没有来 文仲叹了一口气道 此乃生死丹 服下此丹 忘记前尘俗事 三日后 我会带娘娘去新的地方 江王后接过丹药 便服下了 当晚中宫 就传来了 王后轰事的消息 这王本来与巧 正甜甜蜜蜜的呢 猛地听到了 王后离世的消息 眼中划过一丝怅然 因为巧的毒计 没有陷害到江王后 而江王后 被打入冷宫 也是因为欺负江横楚的原因 所以 周王的心里 还是有一次江王后的身影的 巧儿听到江王后离去的消息 内心高兴啊 这后宫最大的对手 终于死了 于是 巧儿又开始吹起来枕边风 大王 这王后娘娘死了 明日干脆就让他们妇女团聚吧 这样 王后再下面也不孤单 周王点点头 也好 当晚天牢就传旨 明日将游魂和江横楚一起处死 很快 江横楚和江王后死亡的消息 传到了东伯侯府 江文焕继任东伯侯昭告天下 与商朝不死不休 但是昭歌百姓心里又悲伤又开心 难过是因为江王后这位好王后死了 开心是因为 费众游魂这两个奸臣终于也死了 三日后 江王后睁开了眼睛 文仲就站在身侧 对着江王后行礼道 老臣参见王后 我现在已经不是王后了 换我夫人吧 诺 夫人 这里是尘魏你找的绝对安全的地方 但是夫人要切记 这位前辈是来感悟红尘的 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 江王后现在好像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对世俗没有什么欲望了 要不是文仲用阴交和阴红劝他 江王后早就死了 文仲带着江王后出门 这里是昭歌城外的一处小院子 重要的是 这里离长生茶寺很近 若是江王后有什么危险 陆前辈也会暗中相助 因为江王后 文仲特意买了一些礼物上门 因为想让陆长生照看一下 但是 这位又是前辈 文仲想了半天 听到了里面陆燕九的声音 眼睛一亮 有了 他敲敲门 陆长生打开 见识文仲笑道 文大伯 快进来 打几何枇杷精在哄拙陆燕九 大概是因为陆燕九是天降鹰 而且自小就受着陆长生给的灵权 所以他开支得早 最近陆长生打算要给陆燕九 找个夫子管管 但是他一个茶寺的老板 这找夫子的仪式 实在是觉得有些难找 正巧文仲过来 还提着礼物 陆长生连忙拒绝道 不必了 这来就来 还带啥礼物啊 文仲搓了搓手 当那个陆老板 其实是有事 想要麻烦陆老板 文大伯你说便是 能帮我肯定帮 文仲把江王后的事情说了 但是把王后的身份 换成了是一个富豪的妻子 家中受了变故 与自己也有些交情 所以想要摆脱陆老板 照顾一二 而且这位夫人十字 正好可以交交燕九 这段时间过来 文仲也早已经摸清了 陆长生这边的情况 知道他收养了一个婴儿 当时文仲心想 这个婴儿是自己就好了 现在 借着陆燕九为借口 也不突兀 文仲默默地 为自己的机制点了一个赞 文仲带着江王后 见了陆长生 混个脸熟 陆长生见江王后端庄大方的气质 却眼神淡漠 仿佛世间一切都不感兴趣 内心不知怎跌 莫名有些感叹 日子过得飞快 距离江王后出宫 已经三年了 这三年 乔儿已经将后宫 牢牢地抓在手中 因为东南伯侯都造反 所以文仲出征不在朝内 这日 陆长生在茶寺中掐掐时间 这露台怕是要快建造了 快活日子没几天了 也不知道这系统什么时候能让我自由走动 另一边 江王后和达己 还有琵琶金正在教陆燕九识字 现在的江王后比刚开始的时候要开朗多了 许是江王后把陆燕九当成阴娇和阴红了 所以她对待陆燕九总是多了宽容 陆燕九也很喜欢与江王后待在一起 而昭哥没有文仲后 昭王这几年更是放肆的不得了 这不 巧儿又想起了一个奢靡的事情 那就是见露台 但是见露台要一个由头啊 陪伴昭王多年的巧儿 自然知道昭王在意的是什么 这天 昭王又照常来找巧儿 巧儿一脸喜色地和昭王道 大王 臣妾今日睡觉时 做了一个梦 哦 艾飞做了什么梦 大王 臣妾梦道 只要在一个地方建立露台 在露台上祈福 大王便可以长生不老 一听长生不老 昭王的呼吸都加重了 艾飞说的可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大王 巧儿假装不高兴地骗过身子 昭王连忙哄道 古可没有这么说 巧儿被昭王哄得也喜笑颜开 随后便将建造露台的地方说了 昭王当即就到 孤明日就派人去建造露台 当晚 昭王和巧儿又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但是第二日 昭王要建造露台的旨意一出 群臣哗然 现在的商朝不比以往 东南伯侯造反 打仗非常的好国库 而昭王这些年也是非常的奢靡 所以 商朝如今早已经是不堪重负 而昭王为了自己的奢侈 加大了赋税 百姓们是叫苦不堪 但是没用啊 昭王是不会理会的 而且还命士兵 若是有百姓要告状的 就将他们打入天牢 如今昭王还要建露台 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杆和商荣带着一批群臣 跪在了酒间店 他们希望昭王能够收回命令 但是长生的诱惑已经让昭王迷了眼睛 大臣们要跪 那就跪着吧 就算现在是文仲在这里 昭王也可以说 这露台要建 就是天王老子 来了也拦不住 昭王说的 而建露台 国库不够啊 昭王下令每家每户都要上交银子 再让工匠去建造露台 当然有百姓交不上 那就交人头 出人去建立露台 这话一出 百姓们是怨声连天 陆长生等人知道了 陆长生感叹 真是不作就不会死 真想看看 打几场什么呀 耐够把昭王给迷惑成这样 真打几 小九表示 什么昭王 我不知道啊 王公 昭王也得知了百姓的怨言 但是却很生气 因为在昭王的心里 这些大伤的百姓 就应该为他这个昭王奉献出一切 商朝出土地给他们 难道他们不应该出些新意吗 不就是银子吗 偏偏巧 还在一旁添油加醋 这不昭王是越听越生气啊 当即下令 若有违抗的百姓 格杀勿论 然后又命令崇侯虎 监督建造露台一事 崇侯虎那叫一个高兴 这昭王叫自己建造露台 那就是信任自己 所以 崇侯虎使唤其百姓 那也是丝毫不手软 一个官员名叫洋人 心里本是想着 为百姓造福 奈何近些年 昭王做得越来越过分了 洋人看不下去了 在朝堂上面当即就指了出来 面对洋人的大胆 群臣表示 真勇士 咒王看了洋人道 既然你看不下去了 那留着这双眼睛也没有用啊 来人 把洋人的眼睛给挖出来 笔干立马为洋人求情道 请大王三思 洋人他只是一时心急 咒王不理会 脸上满是冷漠 笔干见咒王这样 心急如焚 但却又想不出办法 他心想 若是陆前辈在的话 定会有法子解决的 士兵上来 当场就把洋人的眼睛给挖了出来 洋人也是个汉子 挖眼睛的时候 一声不吭 但是那手因为忍受疼痛 握得血流不止 等到刑法结束 咒王又道 现在你看不见了 这大臣 你也没有资格当了 滚吧 洋人被挺的笔直 一步一步地走出去了 这时道德真君早就算到了洋人 立马就在王宫外面等着了 以道德真君的修为 要就看到了洋人正走来 脸上的鲜血流满 而洋人正在忍受着疼痛往前走去 他只知道自己就算是倒下 也不能倒在这王宫之中 突然 旁边一个声音传来 无量天尊 平道乃原始天尊做下道德真君 算到与你有缘 不如随我前去 此刻内心充满绝望的洋人 听到这个话 立马就同意了 毕竟现在的他 哪里还有值得别人看得上的地方 所以他也不担心 是不是被骗了 道德真君见洋人同意 内心得意 来之前 他还担心会不会被人截胡 不过一个瞎子 应该不会有人跟他抢 现在雷震子的事情一出 铲叫上下收弟子 都是提心吊胆的 生怕成为那个倒霉鬼 洋人到手 道德真君袖子一挥 两人便消失在王宫前面 清风山 紫阳洞 道德真君带着洋人来到了洞府 黄天化迎了上来 师尊 这位侍 怎么变成这样了 洋人只是苦笑 刚刚道德真君已经给他事发止痛 但是洋人的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 道德真君指道 这以后就是你师弟了 至于你师弟身上的事情 你日后自己问吧 只见道德真君掐绝手中出现了一瓶瓷器 开 道德真君往着瓶子吹了一口气 瓷器打开 里面隐隐地发出了金光 两颗金丹在道德真君的法力驱使下飘了出来 浮到了洋人的眼眶中 本来空无一物的眼眶装上了两颗金丹后 竟长出了两只手 一旁的黄天化看得圣人 干脆就扭过头了 洋人只觉得双目齐痒 道德真君低喝道 抱援手一 大概一柱香后 洋人的双目中竟长出了一双紧握的手 道德真君满意地笑了 对着洋人道 你打开手看看 洋人一听 下意识地打开来手 眼前是一个身着道服的人 他又能看得见了吗 洋人连忙跪下道 多谢先人救命 道德真君道 日后 你便入我门下为二弟子 不知你可否愿意 洋人经过咒王一事 早已经心死 如今这第二条命是道德真君给的 自然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他当即就跪下道 弟子拜见师尊 诡异的是 眼睛中的两只手镜也呈抱拳的姿势 一旁的黄天化剑结束了 就凑过来道 我乃你师兄 我叫黄天化 见过师兄 师弟名为洋人 洋人 等等 这名字他听父王说过 此人在商朝也是上大夫的职位 且对咒王忠心耿耿 怎么会落到双目被人挖去的下场 洋人接着道 师兄 你是武成王的大儿子吧 听闻武成王的儿子败入高人门下 没想到我洋人竟也有此奇遇 黄天化道 是谁把你的眼睛挖去的 师兄我替你报仇 是咒王 洋人轻描淡写道 啊 黄天化沉默了 咒王的话 他还真不好下手 若是孤身去招戈杀咒王 他跌着一关就过不去 黄天化歉意道 抱歉啊 师弟 你乃武成王之子 武成王为大商做出了不少贡献 可惜咒王 洋人摇摇头 眼睛中的手也摆了摆 好了 不必再叙旧了 接下来 你们就会参与到这战事中 现在进行修炼吧 道德真君 制止了他们两个人的聊天 黄天化和洋人 虽然不知道战事指的是什么 但是道德真君说了以后 两人立马正色行礼道 诺 黄天化继续修炼 而洋人 则是被道德真君传授功法 那两颗金丹不仅在洋人的眼眶中 长出了双手 而且还改变了洋人的体质 如今的洋人修仙 可以说是进步飞快 而这金丹 自然也是原始天尊特意赐下的 洋人也是这风神之节中重要的人 洋人被挖去双眼后 咒王的暴行在民间又加重了一层 整个商朝仿佛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 因为咒王的暴行 大商气运也在慢慢地削弱 茶色 陆长生抬头望着天空 诺囊道 奇怪 这昭哥的天空怎么比以往暗沉许多 妲己也抬头望了眼天空 没有啊 还是很蓝啊 陆长生好奇 难道是我眼睛出问题了吗 肯定是最近操劳太多了 锻炼去了 日子还是照常的过 但西齐那边又发生了争执 原因就是 博弈考决定要去昭哥进县奇珍一宝 将鸡昌换回来 鸡发当然是拦住了 咒王此人心狠手辣 他不能让大哥去冒险 二弟 父王在那边受苦 我们不能不管 我是长子 要做质子 也应该我去做 父王年事已告 这昭哥 我是一定要去的 说完 博弈考便派人去准备七箱车 行酒瞻 与白色猿猴 这三种一宝 博弈考内心 希望咒王能看在这三种一宝的份上 将父王换出来吧 鸡发剑劝不动博弈考 只好道 那大哥一定要小心 一日 博弈考就出发去昭哥了 这消息自然早就成到了咒王的暗桌上 这博弈考倒是大胆 巧儿当然知道博弈考是谁 记忆中这男人好像很是俊美呢 几日后 一堆人浩浩荡荡地从官道走来 入了昭哥城 但是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士兵们都渴得不行 博弈考本就仁慈 见士兵满头大汗的模样 正好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长生茶寺 干脆道 我们先在此休息一阵 大家去茶寺喝口茶吧 多谢士子 士兵们对博弈考道谢后 纷纷去长生茶寺喝口茶了 博弈考也下了马车 他虽然是士子 但是却没有盛气凌人的模样 对待士兵对待百姓都是和蔼得很 长生茶寺也是许久没有迎来这么多的人了 陆长生叫上酒和小时一起给这些官兵上茶水 博弈考带出来的官兵素质也是极高的 若是昭哥这边的官兵看到酒和小时这样的美貌 怕是直接上手调戏了 可是博弈考身边的官兵 却是对着酒和小时彬彬有礼的 一点都看不出官兵的狂野 等到博弈考走进了茶寺 打几和疲乏惊眼里都闪过一丝惊艳 博弈考能被许多人敬仰 与他的和善 还有他的容貌分不开 陆长生看见博弈考 内心扎折 这人怎么长的 怎么这么好看 他上前道 客官 随便坐 博弈考道谢后 坐在凳子上 陆长生拿来茶壶 给博弈考导上茶叶 聊了起来 客官不知从哪里来 我在这里开了这么久的茶寺 还是第一次见到公子这样的人 我从西齐来 这次是为了我的父亲来的 说吧 博弈考抿了一口茶 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这茶 博弈考闭上眼睛 他仿佛感受到了一个高山流水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他一直在探寻的世界 他睁开眼睛 看向陆长生的眼神 完全不一样了 那是隐为知己的眼神 招各一个茶寺竟然有如此的茶医大师 博弈考起身 对着陆长生行礼道 想不到在这城外 竟还有像大师您这样的茶医师 吉考有礼了 吉考 稀奇 等等 这不会就是博弈考那个倒霉的孩子吧 那个被打击看上 想要调戏没有成功 反倒被反咬一口 最后还被剁成肉泥 被自己老爹给吃了 陆长生想想 博弈考的下场 就摇摇头 博弈考间 陆长生摇头道 不知大师 这摇头 是所谓何意 陆长生想了想 决定还是给博弈考一点提示 毕竟这人若是死在咒王的手下 也惨了 吉公子 是想让自己留在这里做人质 把西伯侯换回去吧 博弈考也不奇怪 陆长生知道 他点点头道 此次我来 就是为了将父王换回去 不知高人有何见解 陆长生想着 自己也不能说 你会被咒王剁成肉泥 还会被你爹吃啊 公子只需注意 不要和那位宠妃独处一事便可 接下去的陆长生 也不肯说了 万一说了太多 他被注意到 可就完了 他还想苟到自己修炼大道的时候呢 自己这修为陆长生还是清楚的 这修为 怕是结教产教 随便来个人 就可以把他打趴下了 低调为主 博弈考卸过陆长生后 便招呼着官兵上路了 陆长生望着博弈考远去的身影 心里默默道 这倒霉孩子 希望可以逃过一劫吧 离去的博弈考 却在琢磨着陆长生的话 不要和那宠妃独处一事 那宠妃是苏护的女儿吧 只是这陆老板是什么意思 怀着忐忑的心情 博弈考进了王宫 毫不意外的 昼王见了博弈考 也是脸色 没有给他很好看 但是博弈考也是南博侯的柿子 现在鸡昌也别囚禁 而且博弈考带来了三个奇珍 面对这三个奇珍 昼王倒是来了一些趣味 博弈考倒是有心了 不知这三个奇珍都是什么 博弈考走上前介绍了第一个 此乃七箱车 大王乃是人王 身份尊贵 自然配最为华贵的马车出行 博弈考一番恭维 听得昼王那叫一个书法 看向博弈考的眼神 也有些和蔼 紧接着博弈考又走向第二个介绍道 此乃行酒瞻 若是大王喝醉了 在这上面躺上片刻便会清醒 最后博弈考终于是走到了 第三个巨大无比的白猿上 昼王对这个也是最感兴趣 此乃白面猿猴会三千歌曲 大王请看 博弈考做了一些首饰 本是安静坐着的白面猿猴 竟直接就开始了表演 在场的猿猴看得是如痴如醉的 曲臂 昼王鼓起掌 大臣也是附和地鼓起了掌 好好好 博弈考带来的这三件法宝 很负荷姑的心思 傻 博弈考不卑不亢地谢过了昼王后 便坐下了 巧儿看着博弈考俊美的脸庞 开口道 素问西伯侯长子情义绝伦 不知可否奏上一曲 这话其实有些放肆了 要知道 巧儿是昼王的妃子罢了 博弈考可是南伯侯的柿子 但是昼王却觉得 这话很好 当即赞同道 不错 博弈考就弹上两曲 博弈考道 臣的琴没有带过来 竖臣没有办法弹奏了 这又何难 巧儿道 来人 取青来 博弈考知道 巧儿这话是在讽刺自己 堂堂一个世子 在众人面前表演 实在是有伤大雅 但博弈考想到了 自己年迈的父王 还是起身道 臣献丑了 一曲谈罢 这王高兴地鼓起掌来 直接开口道 若是博弈考能够长留宫中 为姑弹奏就好了 这话一出 笔竿立马起身道 大王 博弈考是南伯侯的世子 不可留在宫中为大王弹奏 赵王本来很好的心情 被笔竿的话一说 立马就阴沉下来道 真是扫兴 退朝吧 博弈考 这也算是 见了半君如半虎的意思了 赵王这脸 说变就变啊 当晚 博弈考住在了驿站 正要歇息时 突然一个侍从来报 世子 巧儿娘娘有请 博弈考心里奇怪 这娘娘 怎么突然请自己了 想打白天那人 对自己肆无忌惮地打量 还有茶寺中 陆长生对自己的忠告 博弈考想要回绝 于是道 夜深了 本世子要休息了 娘娘说了 世子想要救南伯侯就进宫 博弈考一听 竟涉及到了父王 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当即收拾了 一下衣装 便和侍从进宫了 王宫 博弈考和侍从走在过道上 竟觉得这王宫 虽然富力堂皇 但是幽暗得令人害怕 很快授先宫就到了 博弈考深吸一口气进去了 一进去竟看到巧儿半露肩膀 吓得博弈考立马退出去道 侍臣冒犯娘娘了 请娘娘赎罪 巧儿见博弈考如此笑得开心 开口道 进来吧 博弈考小心翼翼地踏进去 见巧儿已经穿好衣服 松了一口气 博弈考见过娘娘 不知娘娘说的 可以救我父王是什么意思 巧儿却不理会博弈考所言 而是慢慢逼近 一只手抬起了博弈考的脸道 果真是个貌美的少年郎 若是今晚你陪我度过一夜 我便放过你父王如何 博弈考立马道 娘娘是大王的人 陈从未有过乐举之心即行 不知娘娘何处此言 巧儿无嘴倾笑 自然是看上你这个人了呀 博弈考自然是不从的 拉拉扯扯的巧儿 一下子就生气了 既然你不识抬卷 那就休怪本宫不客气了 远处骤王的声音传来 博弈考的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这一下他是彻底明白了 陆老板说的 不要和宠妃待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巧儿看着博弈考 脸色也是很有趣 随后开始假装了尖叫 啊 你放开我 大王救命啊 咒王听到巧儿的声音 立马跑来 爱妃 你没事吧 咚 宫门被踹开 咒王看到的 就是巧儿的衣服被撕碎 衣不避体 而博弈考站在那里 满脸慌乱 咒王一把抽出宝剑 想要一剑把博弈考的头给砍下来 博弈考一边躲闪 一边解释 但是暴怒的咒王 怎么可能会听 这边巧儿的哭声还在继续 咒王一声令下 士兵就把博弈考给抓住了 咒王上前安慰咒王 大王 你可来了 若是你迟来一步 臣妾都没有脸面见您了 咒王心疼的哄道 姑这不是来了吗 博弈考从未见过 有女子竟然可以这么装 他开口道 今晚是巧儿娘娘叫臣过来的 否则臣怎么进得来 大王 白天的时候 臣妾就感觉这世子对自己打量 没想到晚上 竟然偷偷地潜入宫中 大王定要为臣妾做主啊 咒王当即下令 将博弈考即刻处死 博弈考感觉身体一阵剧痛 他低头 身体处被插入了至少五把刀 鲜血流下 博弈考瞪大了双眼 他不甘心 他还没有将父王接回家呢 远在游里的鸡昌 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心脚痛 他算了一挂 竟是大凶 鸡昌捂住胸口 授仙弓 博弈考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咒王嫌悟地道 拉下去喂狗 等等 巧儿制止了咒王的话 艾飞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巧儿道 这博弈考来昭歌 就是为了救出鸡昌 我们不如就将这博弈考 剁成肉泥 喂给鸡昌 素闻这鸡昌会八卦之阵 不知他能不能算出 这肉泥就是他的好伴 哈哈 艾飞真的是匆忙 来人将这博弈考剁成肉泥 做成肉丸子 另外传鸡昌觐见 士兵们早已经被咒王和巧儿的 丧心病狂给弄麻木了 行礼后就退下了 第二日 鸡昌进入这王宫 感觉这王宫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这士兵看向自己的眼神 总感觉带着一丝丝同情 鸡昌还不知道 博弈考为了他进昭歌 结果还被杀了 咒王叫鸡昌坐下后 道 姑最近得了一个美食 特意请西伯侯来尝尝 鸡昌不知道 咒王要干什么 索性装糊涂到 多谢大王 咒王拍了拍手 随后一盘装着肉丸子的盆背 侍从端了上来 南伯侯 一定要全部吃光 这可是姑为你尽心制作 用的可是你儿子的肉呢 咒王满怀恶意 鸡昌看着眼前的肉丸子 心里不知为何涌上浓厚的杯 但是咒王在看着 鸡昌不得不下手 可是当鸡昌吃了第一口 心里涌上一股恶心的感觉 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不要吃 但是为了活下去 鸡昌还是一口一口的全部吃完了 哈哈 好 南伯侯果然不复姑的期望 来人送南伯侯回游礼 鸡昌孤怡的看着咒王 叫他来只是为了吃肉丸子 他都已经准备好受辱了 就这 但是他的内心却非常的不舒服 士兵带着鸡昌下去了 咒王在王座上笑得开怀 他鸡昌不是仁义吗 我看他吃儿子倒是吃得开心啊 鸡昌被送到游礼后 终于忍不住了 往地上吐了出来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没吐出来的一口都变成了一只兔子 刚当的肉丸子有五个 所以鸡昌也吐出了五只兔子 鸡昌看着兔子 突然眼泪从眼眶中落下 他跪下摸着兔子 突然一只最大的兔子望着外面跑去 鸡昌经过一番早已追不动了 望着四只兔子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最大的兔子一路往外跑着 说来也奇怪 那兔子一路上竟没有人去抓他 若是平时 这么肥嫩的兔子早就有人抓来了 这兔子实际上是博弈考的元神所画 元神四分五裂变成了五只兔子 而这最大的兔子也是最大的元神碎片 跑啊跑的 兔子终于停下来 此处赫然就是长生茶寺 打几一开门 咦 哪里来的兔兔 打几一只手就把兔子抓了起来 随后转身进门 鹿燕九一下子就看到了 打几手上的兔子 一下子就扑了过去 这是什么 我要玩 鹿燕九没有见过兔子 对他好奇得很 九儿 这是你买的兔子吗 鹿长生见突然多了一个兔子问道 老爷 这是在门口突然出现的一个兔子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不如吃晚上吃兔子吧 打几的话一说出 鹿长生的脑海里 里面闪过一句话 兔兔这么可爱 不要吃兔兔 不行 旁边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鹿燕九小心翼翼地捧着兔子 稚嫩的小脸上满是倔强 兔子是我的 你们不可以吃 鹿长生等人都被鹿燕九的话逗笑 鹿长生想着 这兔子既然被燕九看上 那也算是缘分 古代最讲究的就是缘分 那就留着吧 鹿燕九见鹿长生不杀兔子了 小心翼翼地捧着兔子去别处了 儿子 知道给兔子为什么吗 爹 我不知道啊 不过 爹你肯定知道 快教我 鹿长生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将如何喂兔子之事 一二三全部给鹿燕九说了 鹿燕九懵懵懂懂的道 我懂了 要得兔兔吃菜 吃红萝卜 爹的菜园子里有菜 我这就去摘 刚养兔子的鹿燕九 觉得一切都很有趣 鹿长生也不去管鹿燕九 不过是一些菜罢了 鹿燕九将摘下来的菜 放在兔子的面前 兔子一下子就把菜给吃进去 那兔嘴如动的 那叫一个快啊 打几则是心想 这兔子真是福渊深厚啊 正好跑到老爷这里 还正好被燕九看上 看来你马上就要开制了呀 想到自己这些妖 修炼开制用的时间 再想想这兔子 怎一个羡慕极度恨了得 那兔子吃了菜以后 只觉得皮毛亮了许多 但其他的变化就没有了 其实也是因为这兔子 不过是原神碎片所化 寻着味道找来的 他闻到鹿长生这边 最好闻就抓紧来了 鹿燕九这边养着兔子 西西那边也收到了 博弈考死亡的消息 激发红着双眼 想要替博弈考报仇 西伯侯夫人听到这个消息 当场就晕过去了 激发无奈 只好先照顾西伯侯夫人 一住相后 西伯侯夫人醒了 看着激发满脸悲痛 发儿 我就不该让你大哥去啊 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 为娘这心里着实难受啊 说完 西伯侯夫人吐了一口血 激发连忙叫着大夫过来 大夫看过后只说 气血攻心 得静养一段时间 否则性命堪忧啊 激发一听 这怎么行 当即哄着西伯侯夫人 把药喝了 等着西伯侯夫人睡觉时 激发召集了幕僚议室 议室听 诸位不知怎么看 大哥惨死 父王被囚禁 以西伯的力量 现在对抗商朝 无疑已卵及时 不如我们问侯爷的意见 我们的人已经去找到侯爷了 不如近带侯爷信息 激发虽然无奈 但是他也同意了幕僚的看法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 鸡昌的耳朵里 鸡昌想到博艺烤得死 又想到咒王让他吃得肉丸 种种联合在一起 鸡昌哪里还不明白 当即跪倒在地上呕吐 但是 呕吐也吐不出什么东西 鸡昌喃喃道 我胆啊 来街头的人 问鸡昌有什么谋略 鸡昌想到西伯如今的实力 自己又被困在这里 悲从中来 但是他不能拿西伯冒险 思来想去 鸡昌强忍悲痛道 人 诺 鸡昌的命令传到西伯侯府 激发大发雷霆 父王为什么要忍 如今东南伯侯都反了 我西伯侯府反了又如何 幕僚劝道 侯爷也是担心西企的实力啊 我们已经在派人手 将侯爷就出了 一个月后 一个人在一堆黑衣人的帮助下上了马车 往着西企方向驾驶去 西企城 一群人翘首以待的在门口等着 远处马车慢慢地靠近 为首的妇人激动啊 紧紧地握住旁边男子的手 马车停下 一头发花白的男人从马车上走下 侯爷 这男人正是西伯侯姬昌 门口等着的正是西伯侯夫人 还有姬发 以及一众亲近的幕僚 拜见侯爷 众人行礼 姬昌摆摆手 抬头看着西企城 七年了 他姬昌终于回来了 一群人进城 为姬昌接风洗尘 昼王也得到了姬昌回西企的消息 大怒 这姬昌竟敢私自回西企 他要造反吗 他当即就想派士兵攻打西企 被笔杆等人给拦住了 如今的商朝 已经四面都是敌人 不能再多了 姬昌年事已高 就算回去 也没有什么用 这些话成功地将咒王给安抚下来 姬昌也得以在西企彻底的安稳修养了 他召集幕聊道 如今本王已经回到了西企 那我们也开始准备吧 激发听着姬昌的话后 两眼发亮 父王终于是要攻打商朝了吗 太好了 激发立马行礼道 而陈愿意身先士卒 姬昌欣慰地点点头道 发而如此 为父甚是欣慰 但是现在还不够 我们要多准备起来 另外 我们不能直接攻打商朝 要有名义 这名义 就从崇侯虎开始吧 崇侯虎此人阴险狡诈 姬昌在昭歌的时候 可是感受得非常的深的 诺 仅遵侯爷令 至此 西企开始了飞速的发展 士兵也在训练有序 而商朝却因为咒王做的一切 而陷入了混乱 多起地方都出现了暴民动荡事件 但是咒王怎么可能放在眼里呢 他也是派兵直接镇压 而江子牙虽然在昭歌 却处处不顺 他与马仕日日吵夜夜吵 早已收够了这日子 而马仕也是嫌弃江子牙 只有一张嘴 却从来不会干什么实事 这不两人是吵啊吵的 干脆马仕就到 那我们和离吧 我也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这么大年纪 还调戏小姑娘了 这件事一直被马仕挂在嘴边 时不时就拿出来对江子牙 江子牙有心反驳 但是却无从说起 最后干脆和离了 因为这院子 都是马仕自己的嫁妆买的 所以江子牙可以说是净身出户 和离后 江子牙背着包裹 竟感觉天地之大 也找不出可以容纳他的地方 随后江子牙便离开了昭哥 往着西齐的方向去了 为什么离开西齐 除了马仕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陆长生 陆长生给他的恐惧感太强烈了 他觉得这昭哥是待不下去了 而且他算出 自己日后在西齐 应该有一番作为 至于那马仕 哼 等自己发达了 若是这马仕找上门来 定要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江子牙走着走着 走到了西齐 突然心有所感 在江边钓起了鱼 果然 片刻后 一个年轻人身上背着柴火 见江子牙在那里钓鱼 不禁看入迷了 不是因为江子牙钓得好 而是钓得实在是太烂了 他看了一会儿 忍不住道 老人家 鱼不是 你这么钓的 你这么钓的话 怕是小鸡把米啄完 狗把舔完 蜡烛把铁锁烧断了 鱼也上不来 江子牙却哈哈大笑道 小伙子 我看你硬堂发黑 怕是等会让要出官司啊 这年轻人正是武吉 见江子牙不听自己劝 还说自己硬堂发黑 当即骂骂咧咧的就走了 神经病 武吉从城外回去 走进了西齐城后 路上正好见到一个恶汉调戏姑娘 他当即喝道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做如此事情 还不住手 壮汉停止了动作 看向了武吉 不过是一个背着柴火的乔夫 这乔夫可能是活腻了吧 就让他来教训一下 不是什么闲事 都能管的 壮汉争鸣着 朝着武吉走去 被调戏的姑娘哭道 公子快走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武吉一听这话 什么 自己还能不是这匹夫的对手 武吉虽然是一个匹夫 但是曾经却也是拜过师学过义的 见着壮汉走来 武吉丝毫不慌 照着壮汉的薄弱处打去 这壮汉也只是块头看起来大 但是实际上 却只是一个绣花枕头 武吉一拳砸到太阳穴 壮汉当即倒地就死了 姑娘吓傻了 武吉看着壮汉倒下 也有点傻眼 这人怎么不挨揍的吗 突然 一个声音传来 城内禁止格斗 拿下 竟是巡逻的官兵来了 武吉被逮了一个阵阵 那姑娘此刻正在哭道 我就是路过 这两个人在斗殴 不关我的事啊 武吉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姑娘 心里涌起一股后悔 早知道这女人是这样的人 还不如让她被调戏呢 官兵把武吉和地上的壮汉带走了 武作给壮汉验尸 证明了是被人打死的 按西齐律法 一命长一命 武吉当即就被收监 等候时机就被斩首了 武吉当然不服啊 就说自己冤枉 官员听着这冤枉二字 实在是不耐烦 他每日省案子 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的冤枉了 可又有哪个是真的冤枉的 这是门口走进一个道士 满头白发 看起来先锋道鼓的 慢着 这倒是正是江子牙 官员见来了一个 看起来很厉害的道士 语气也放缓道 不知这位道长有什么事 江子牙却是行了一个道理道 凭道士来证明这小兄弟是无辜的 真正的凶手是那女子 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震惊了 武吉更是惊讶地看着江子牙 这人与他不过一面之缘 为何要救他 而江子牙已经将过程描述了出来 要不是武吉知道事情的真相 也真的要被江子牙这番描述给说服了 最后江子牙道 若是大人不信 可以去搜 官员见此当即道 来人 去那女子家中去找 最后果然找到了江子牙说的证据 武吉被释放了 随后武吉和江子牙走出了衙门 武吉向江子牙道谢道 多谢道长救我 今日是我言语不当 向道长赔罪了 江子牙却道 我知道是你杀的人 刚刚都是我编的 是 什么 武吉瞪大了双眼 颤抖道 那你为何要替我作证 江子牙却笑道 因为你命中注定是我的徒弟 下山之前 原始天尊就交代了 他会有一个凡人徒弟 所以江子牙走到西齐的时候 就若有所感 见到武吉后 更是确定了他 就是自己的那凡人徒弟 武吉走后 他就跟在后面 见到武吉杀人 见武吉要被斩首 江子牙立马就施法 把那所谓的证据 扔到了那女子家中 刚刚让官员搜出来的证据 不过就是法术变的 一切都只是为了 收下武吉这个徒弟罢了 而且这英国 也是因为那女子引起的 让那女子代替武吉去死 江子牙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武吉听了 果然是震撼无比 他刚刚才经历人心险恶 如今 又碰到江子牙这样修仙的大佬 立马就跪下道 武吉见过师尊 江子牙抚恤大笑道 好好好 你就是我江子牙的第一位徒弟 武吉起身道 师尊不知住在哪里 江子牙摇摇头道 为师刚来西起 正好碰到你 你我师徒实在是有缘啊 那师尊 不如就去徒儿家中吧 徒儿家中 还有一老母亲 若是师尊不嫌弃 就先住在徒儿那里好了 如此甚好 武吉将江子牙身上的包袱 结果 殷勤地给江子牙带路 现在的他 满心都是自己可以修仙了 若是母亲知道 肯定要高兴 武吉带着江子牙 走到了茅草屋 江子牙眼里 闪过一丝嫌弃 但是算了 有的祝总比没有好啊 再说了 这里可没有那陆长生和马氏 也不用担心再被揍了 江子牙这般想着 武吉已经进去 和他母亲打招呼了 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又把江子牙介绍给他 武吉的母亲一听江子牙 救了自己的儿子 而且江子牙还是一个修仙的人 是一个仙人啊 武吉的母亲当即就给江子牙跪下了 江子牙也站在那里 自己可是武吉的师尊 受他母亲跪上一跪 拜上一拜 也没啥大事 在武吉母亲谢过之后 便热情地邀请江子牙进屋了 还道 高人请入内 家里条件不太好 见谅 江子牙内心 确实太垃圾了 这破地方 罢了罢了 要不是没地方去 又怎么会在这里待着 日子过得飞快 江子牙在这茅草屋住下 在武吉和他娘的精心服饰下 江子牙长胖了一圈 第二年春 江子牙掐指一算 自己的机缘终于要来了 他起身 对着武吉喊道 徒儿 为师出去一趟 诺 武吉看着江子牙远走的身影 心中满是怒火 这个老匹夫在他家 白吃白喝这么久 却一点东西都没有教过他 真的是 要不是这个人真的救过他 他都怀疑是不是来捋他的 偏偏他娘还觉得 人家是得到高人 天天伺候着 我呸 武吉这边吐槽着 江子牙则是很兴奋地 来到了渭水河畔 今天就是他江子牙 踏入辉煌人生的第一天 江子牙在渭水河畔准备着 很快就有脚步声传来 江子牙搓了搓手 终于来了 为首的一男子头发花白 但浑身气势滑贵 身后跟着一群人 看起来便是非富吉贵 江子牙又开始了钓武吉那一套 男子走近后 看到江子牙用直钩钓鱼 开口道 老人家 你这钩子用错了 做再久也钓不到鱼的 江子牙道 老夫这叫愿者上钩 话音刚落 一条鱼就跳了起来 正好落在江子牙的钩子上 为首的男子眼里露出一丝惊讶 这还是真的是愿者上钩啊 莫非这是奇人不成 这为首男子正是鸡昌 他在西齐城里呆得有些烦闷了 西齐最近发展的是挺好的 只是他总是觉得差了些什么 这不 今日他决定要去喂水踏踏春 没想到来到这里 碰到一个性子古怪的老人家 鸡昌对着江子牙行礼道 不知是何方高人 在下是西伯侯鸡昌 江子牙内心 等的就是你这个西伯侯 平道江子牙 乃原始天尊坐下 原始天尊 鸡昌一经 原始天尊的大名 他也是听过的 没想到眼前这人 竟是原始天尊的徒弟 难怪用直钩钓鱼 想必定是高人的独门秘籍 用灵力把鱼震起来 正好落在钩子上的江子牙 正在窃喜 幸好我这一首 灵力使得是出神入化 鸡昌看向江子牙的眼神 都变得钦佩了 原来是原始天尊的徒弟 失敬失敬 鸡昌再次行礼 江子牙抬手 指住了鸡昌的行礼道 不必多礼 平道下山 乃是感悟世间红尘 鸡昌一下子就明白了 连忙直起了身子 不知这位道长在哪里停歇 不如进侯府 老夫对修宪一事深感兴趣 不知道道长可否有这个空下 江子牙本来就是 来掉鸡昌这个大鱼的 当即就到 也罢 平道既然来感悟红尘 那这也算是有缘 便与你们走一遭 鸡昌大喜 连忙请江子牙请上马车 吸其侯府 侍女给江子牙倒上了一杯茶水 小小茶水 请高人莫要嫌弃 江子牙淡定地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真香 想想自己在武吉家过的日子 这侯府过的日子 才是人过的日子 江子牙直接忽略了武吉母亲 每天为他操心的身影 不知道长这次 是要下山待多久 鸡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其实鸡昌有一个野心 若是他能获得原始天尊弟子的支持 那他稀奇攻打商朝 岂不是胜券在握 不满侯爷 其实平道算出 商朝气运一尽 故下山来寻民主 另起江山的 喝完茶的江子牙 直接就将自己的木的抛了出来 当然他肯定不会说 自己是被迫下山的 自己肯定是要越高大上越好啊 鸡昌一听 高兴坏了 他本就有这个心思 刚好今天去渭水 就出现了这个高人 不过他身处侯爷位置 心里也不免多想了一些 自己刚去渭水 就碰到了 会不会是骗子 为了以防万一 鸡昌就问了江子牙 一些处理国事的事情 江子牙对答如流 鸡昌越听越 觉得这就是原始天尊 坐下弟子吗 果然是非同凡响啊 江子牙看着鸡昌 眼神越来越亮 嘴角微勾 鱼儿上钩了 等到鸡昌问题问完 鸡昌只觉得非常的满意 这高人 不愧是高人啊 鸡昌立马起身 在江子牙面前一败道 鸡昌有一不情之情 江子牙装作惊讶的样子道 不知侯爷有何事 若是在下能办到 自然是愿意的 鸡昌将自己的烦恼 全部说了出来 着重还说了 自己是为了天下百姓不受苦 江子牙听了 果然是假装大受感动道 侯爷深细百姓 平道内心实在佩服 既然平道是下山感悟红尘的 遇民主自然大喜 江子牙和鸡昌两个人 正好看对了眼 只觉得都非常的喜悦 对了 江子牙道 平道还收了一个徒弟 名为武吉 此人也是颇有胆识 侯爷可以将他 也一起收入麾下 高人的徒弟 鸡昌眼睛一亮 这感情好啊 自己要启事的话 肯定是要多多的人才啊 鸡昌不知道 江子牙收下武吉后 根本就没有教他什么 不过就是一直在享受武吉母子的伺候 江子牙给了一个地址后 鸡昌就让士兵去接人了 武吉家 一队官兵来到武吉家门口后喊道 此乃武吉家吗 武吉一听到官兵的声音 下意识地一抖 毕竟当初是他杀了人 虽然江子牙祸水东营 但是武吉面对官兵 还是有些害怕的 如今官兵来了 武吉还以为是事情暴露了 当即就对他娘道 娘 快跑 官兵来了 武吉他娘还搞不清局势道 为啥要跑啊 不是江师傅已经帮你搞定了吗 武吉也不好说 那江子牙是用法术遮掩的 所以也知无了几句 所幸武吉他娘还是很听武吉的话的 当即就收拾东西了 官兵建门一直不开 又喊道 请问是江道长的徒弟武吉家吗 等等 武吉意识到了什么 江道长 难道是江子牙 想到江子牙自从上次离开后 就没有回来了 难道是攀附上了什么大官 算了 再信他一回 武吉定了定神 打开了门 门口的官兵建门终于打开了 笑道 是武吉吗 侯爷让我请你们去侯府 不知各位官爷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武吉尝试从官兵那里套取一些信息 但是这些官兵哪里知道 只是说这是侯爷的命令 武吉想了想 便让他娘先待在屋子里 自己和官兵去了侯爷府 西齐侯府 武吉见了侯爷府后 豪华精致 又想了想自己那小破屋 心里不免生起了一丝挫败感 随后江子牙出来 见到武吉站在门口喊道 武吉 过来 武吉见到一个身着滑贵的老人家 喊他 看样子还挺熟悉 不过他又不认识 便上前礼貌道 老人家 不知找我有何事 江子牙打了一下武吉的脑袋 连师尊都不认识了吗 师 师尊 武吉惊讶地看着江子牙 不怪武吉认不出来 江子牙在他家里住的时候 实在是太邋遢了 可能是江子牙觉得 在他们面前 也没有必要打扮吧 没想到打扮起来 还有些人模狗样的 武吉反应过来后 连忙向江子牙行礼 见过师尊 鸡昌也正好过来了 看到武吉人高马大的 一副少年狼的模样 心道 不愧是高人的弟子 气度也是非凡啊 武吉 不 都是我娘养的好 和这个江子牙无关好吗 鸡昌对着武吉和蔼道 这位就是武吉小兄弟吧 可有在侯府干事的意愿啊 见武吉不解的模样 鸡昌解释道 你的师尊 已经是西伯侯府的军师了 军师还说 你的能力也很出众 这不特意把你请来 鸡昌的和蔼 让武吉半天回不过神来 要知道 这可是鸡昌哎 平日里这些大官 都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别说鸡昌这个西伯侯了 但是现在西伯侯 居然特别和蔼地跟他说 愿不愿意在西伯侯府里拆事 这拆事 当然要干啊 若是他娘知道了 怕是要笑得合不拢嘴了 没想到这个师尊 还是有一点用的吗 武吉连忙跪下道 属下愿意 反应过来的武吉 改口的也是很快的 鸡昌笑着扶起武吉道 不必行此大礼 你是军师的高徒 听闻你还有一个老母亲 不如将他一起接近西伯城吧 本王有一处宅子 离侯府也很近 你们住那里去好了 还有大房子 武吉内心激动啊 谢过西伯侯和江子牙后 他立马就回去接他老母亲了 西伯这边皆大欢喜 昭哥 长生查寺 陆长生看着商朝群臣动荡 那菜市口的血都沉快了 当然 这些都是打几和他说的 他被系统限制 得在查寺迁倒 不过算算日子 这江子牙是不是在西齐兜 当上丞相了 咒王都要完蛋了呀 直到咒王下场的陆长生 抬头望天 众人皆信我毒罪啊 而商朝的陈塘关那边的日子 可不怎么好过 因为那个被太乙真人 做了手脚的哪吒 果然长成了混世魔王的模样 陈塘关哪个不听见 哪吒的名字就跑的 但是 他爹是总兵李静李大人 要不是李大人的守护 陈塘关也不会有 如此安宁的日子 所以 百姓们对哪吒的行为 也是能忍就忍 这部哪吒这天就去了南海 他是魔主转世 所以天生就有灵力半生 加上太乙真人 还会教他法术 所以七岁的哪吒 可以说一拳干翻十个壮汉 那是轻轻松松的 这天哪吒见东海平静 于是他决定往东海里玩玩 突然碰到一个小孩子 个头倒是与他差不多高 一直都是同龄人的老大的哪吒 自然要这小孩叫他老大 可这小孩 正好是龙王三太子 在海里无聊 特意上岸来玩的 没想到正好和哪吒碰在一起 平日里 龙王三太子也是重心捧月 哪里受过这等屈辱 于是他对着哪吒道 好生放肆 应该你叫我老大才是 我还可以观照你一二 哪吒见着小孩不肯 当即就一拳打上去 若是平日里的小孩 怕是一拳就被哪吒打趴下了 但是 这可是真身为龙的龙王三太子 侧身避过 随后给了哪吒一脚 哪吒摔了一个狗吃屎 从来没有吃过亏的哪吒 感觉大受屈辱 他 哪吒 混是大魔王 陈塘观人见人怕 闻风丧胆的哪吒 今日居然被一个小孩子踹了 哪吒当即就祭出了魂天灵 龙王三太子见哪吒 居然拿出了法宝 内心道 怎么随便碰的小孩 居然还是羞二胆 没错 在三太子心里 能够这么小岁数 就修炼还有法宝的 肯定是背景深厚 还是不要得罪好了 三太子这边刚想和解 哪吒攻击就过来了 三太子连忙挡住 他只是出海玩一下 身上又没有带什么法宝 自然被哪吒的混天灵 给打击的口徒鲜血 三太子心想 这下可不行 自己没有法宝 抵挡不住啊 看来 要亮出身份了 三太子不信自己亮出身份 这人还敢继续下手 站住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哪吒见三太子 突然一副特别装逼的样子 还说自己是谁 当即怒骂道 我管你是谁 今日我定要把你揍一顿 我爹是龙王 哪吒丝毫不为所动 继续冲向三太子 三太子急了 以为哪吒没有听到 又说了一遍 我爹是龙王 哪吒 管你是龙王还是龟王 今日你都死定了 三太子见哪吒还是没反应 这一下想防御也来不及了 当即就被混天灵 给绑得严严实实的 哪吒笑着道 哈哈 被我绑了吧 叫我一声老大 我就勉强放过你 三太子哪里受过这种屈辱 当即就扭过头 很快面上便传来了一阵剧痛 是哪吒挥拳到了三太子的脸上 三太子不可思议 骂道 你这样对我 父王定会水淹沉堂关 哪吒丝毫不在乎 继续对三太子拳打脚踢的 不一会儿 三太子就已经肿成一个猪头样子 浑身剧痛的三太子 已经维持不住人身了 化成了小龙的模样 哪吒好奇地看着这条龙 没想到竟真的是条龙 不过在他哪吒大爷这里 就算是条龙也得趴着 三太子口吐人言 实相得最好放开我 否则我要你们陈堂关赔命 哪吒见三太子 还这么嚣张 突然想到了一个整治的事情 不知道这龙巾怎么样 哪吒尖尖笑地向着三太子走去 三太子害怕地想往后缩 脑海里只有一句话 你不要过来啊 很快 三太子的龙巾 便被哪吒给包了出来 此时三太子已经痛得晕厥过去了 等他醒来 哪吒和他的龙巾也不见了 三太子痛苦地熬叫了一声 远处正在寻找三太子的虾兵 蟹将听到三太子的声音 连忙跑来 但是他们看到这个场景 吓得跌坐在地上 脑海里只有玩了这两个字 三太子被人包了龙巾这个事情 立马传遍整个东海 小鱼小虾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东海龙王怒吼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东海 是谁伤害了吴二 小鱼小虾立马就装死 三太子在东海龙王的灵力输送下 悠悠转醒 睁开眼睛 是龙王这颗硕大的龙头 三太子抖了一抖 眼里充满惊惧 其实是因为龙王要输送灵力 所以变成了真身 见三太子如此 龙王连忙安抚 吴儿莫怕 你说是谁将你伤至此 威父将他苟命取来 三太子这才反应过来 当即两眼泪汪汪啊 父王 三太子立马将自己的遭遇说了 龙王当即怒发冲关 这陈塘关的人好大的胆子 龟丞相 点上十万虾兵蟹将 去陈塘关 这天的陈塘关很不太平 东海那风浪跟吃了什么似的 刮的人都不敢靠近东海 在海上停着的那个船只 都被海浪给拍碎了 赵哥 长生查四 陈长生突然觉得 一股海风从东边传来 还怪舒服的 陆老板 东边有什么吗 陈长生被赵公明的声音喊过神道 没事没事 我们继续 赵公明正在和陈长生 玩着五子棋呢 要知道 赵公明可是修炼了几万年的 可还从未见过这个玩意儿 这不一玩就上头了 见陈长生往着东方似乎在感受些什么 他也神识望着东边探去 现在的他的是准圣 这点距离对于他来说不过轻而易举 但是探了以后 赵公明吓了一跳 这个东海怎么海浪淘天的 若是百姓遭殃 那因果他东海龙王能够承受吗 难道刚刚陈前辈看向东方 是在纠结要不要去拯救百姓 但是他在感悟红尘又不好出手 所以他看向东方 就是在示意我去看 赵公明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原来如此 不过担心自己想错的赵公明 小心翼翼地试探到 陆老板不知对东海有什么想法 陆长生听到东海就想到 哪吒包了那三太子的经 就有些感叹 其实要不是那圣人算计 这哪吒从小也不会混是魔王 要知道 那里竟可是非常严格的 出生在军人世家 哪吒从小经历的 应该会让他成为一个为百姓的英雄吗 可惜了 不过那三太子也是倒霉 陆长生叹了一口气道 可惜那哪吒和三太子啊 赵公明脑海里出现了三个问号 哪吒又是谁 三太子 难道是东海龙王三太子吗 陆长生见赵公明一脸迷茫 心想那就给赵公明科普一下好了 老赵啊 你不懂 这陈堂关有一总兵名为李靖 李靖有一个儿子名为哪吒 实在悲惨啊 赵公明不解的眼神看向他 陆长生继续道 其实哪吒的命运都已经被他安排好了 陆长生指了指天 赵公明心头一跳 被天道吗 不 天道自有运行规则 不轻易插手凡间的是 天道下有圣人 难道陆老板是说 背后有圣人指使 但是他的师尊通天教主 肯定是没有安排什么哪吒的 所以是原始天尊他们吗 难道这个哪吒和师尊说的节有关 陆前辈在指导 我去说想得渣吗 我误了呀 打乱圣人的安排 就是在拯救节教 赵公明抬头 对着陆长生行李道 多谢陆老板指点 我想起家中有事 便先离开了 陆长生见赵公明着急的样子 连忙道 好 下次再来玩五子棋 赵公明走到一片小树林后 取出一道通讯符 随后打出来几个手印 一道声音出现 公明 可是陆前辈有什么指使 正是通天教主 他见赵公明使出了通讯符 还以为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赵公明立马就和通天教主说了这个事情 通天教主沉思了片刻 他比赵公明知道的多一些 所以想的也更多一些 这恐怕是他那好二哥设下的局 真对的怕就是他了 陆前辈的意思 应该是 让我直接把局内人摘出来 这样就可以破坏计划了 公明 你速速去看看事情因果 若是可造之才 便将他收入门下吧 诺 赵公明收了通讯符后 立马就赶到了东海那边 准胜的速度自然是很快 虾兵蟹将还没出现 赵公明已经引了身形 在后面看了 突然他发现 远处有一道他很厌恶的气息 好像是铲教那帮人啊 果然和他们有关 赵公明的修为比较高 抬眼一看 竟是太乙真人 他倒要看看 搞什么鬼 太乙真人 此刻正在念念有词 赶紧打起来 我还要带走哪扎呢 怎么还不打起来 太乙真人 是丝毫不顾及陈塘关的百姓 他没有想过 如果东海真的要攻击陈塘关 陈塘关的百姓都难逃一死 在太乙真人眼里 这百姓不过就是蝼蚁 他怎么会在意蝼蚁呢 东海 龟丞相点好了兵 就向龙王禀报了 很好 出发 R 为父这就替你报仇 床上的三太子 已经昏睡过去了 陈塘关总兵府 李靖看着这天气 满脸愁容 他担任总兵以来 还从未见过东海上面 有这么大的阵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靖 速速来见我 一道低沉的声音 传遍整个陈塘关 李靖一听 这不是东海龙王的声音吗 他心里突然浮现了不好的预感 李靖来到了最接近东海的地方 上面龙王和兵江密密麻麻的 布满了整个东海 不知东海龙王驾到 李靖有失远迎 龙王已经化作了 原形在东海上空飞着 李靖 交出伤害我儿的凶手 李靖听得一脸猛逼 什么凶手 龙王见李靖这个样子 心里愤怒得很 东海因为龙王掀起了巨大的海浪 把靠近海边的屋子都打碎了 不过百姓们幸好已经躲到远处 所以没有伤亡 赵公明看着东海龙王霸道的样子 皱起了眉头 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凶手 再说 我等也不敢伤害龙王的孩子 龙王见李靖一脸猛逼 心里不惊也有些怀疑 难道不是陈堂关的人弄得 突然他感应到了他孩儿的气息 他仔细寻去 随后大怒 他孩儿的龙巾 竟被缠绕在一小孩的腰上 当作腰绳 龙王大怒 控制灵力 就将哪吒拖上了天空 李靖抬头看天 竟是哪吒 就是你包了我孩儿的龙巾吗 龙王瞪着龙眼 望着哪吒 赵公明看着这个小孩 有预感 这就是路前辈嘴里说的那个哪吒 他就是被原始天尊算计的那个小孩吗 所以 太乙真人 就是为了他等在这里 而东海上面 李靖和龙王已经争执起来了 哪吒是李靖的儿子 李靖不能看着哪吒死去 吵着吵着 哪吒直接道 别啰嗦了 事情是我干的 我便割骨还腹 割肉还母 赵公明一听 这小孩还挺有血气 正当哪吒下手的时候 赵公明出手了 准胜的威压立马飘过 东海龙王哪怕愤怒 但面对如此强者 还是抵下了头盗 不知是哪位驾到 本座赵公明 哪吒看着赵公明一出戏 这么嚣张的龙王居然都低下头了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这人好强 赵公明道 我以这来龙去脉 这小孩与我有缘 这样吧 我赠你一颗丹药 此丹药可以助你儿和龙京重新混合 而且不会留下后遗症如何 龙王还在想着 太乙真人就着急了 这结叫的人突然出现是什么鬼 自己好好的驮儿要跑了 龙王想了想 还是不甘心道 哪吒伤害我 我要替我报仇 过躁 赵公明猝起眉头 双指并拢对着龙王轻轻往下一压 龙王立马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压至海底 片刻后 龙王又飞了起来 眼里满是惊恐 他明白面对赵公明这样的准声 他是逃不了好了 赵公明的身前出现了一颗丹药 飘向了龙王 此乃段序丹 给你的儿子服下 再将此龙京用灵力融入 你儿子便会如之前一样 龙王没有办法 只好接过段序丹和龙京 还不退却 赵公明看向龙王 龙王嘀吼了一声后 便回了龙宫 哪吒站在赵公明的身侧 李静等人也上来向赵公明道谢 赵公明内心 若不是陆前辈提点 我现在还在下午子棋呢 随后赵公明看向哪吒 这娃可真是好运 居然能被陆前辈记着 哪吒被赵公明看得奇奇怪怪的 但还是向赵公明行礼道 多谢道长救我 虽然是混世魔王的哪吒 经过这次劫难后 也是懂事了一些 以赵公明的眼力 只能看出哪吒根骨非凡 只是这为何会被原始天尊算计 还是要带回节交给世尊看看 赵公明淡然一笑道 我与你有缘 你可愿拜我为师 听到这一句话 躲着的太乙真人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出来道 赵师兄 这哪吒是我的徒弟 李静见识太乙真人 对他行礼 随后对着赵公明道 道长 这哪吒确实是被他收为徒了 赵公明却淡淡道 是吗 但是我刚刚就看到他隐身在那里 一点都没有管哪吒的死活 甚至暗中还动了一些手脚 我还以为是你们的仇人 还有 我们不是同门 不必喊我师兄 这句话是对太乙真人说的 赵公明的一番话 让李静等人脸色大变 太乙真人也是慌忙解释道 我是想等何事的时间再上去 并非是见死不救 赵公明却摇摇头 铲叫中人 还是一如这般的假 太乙真人对赵公明不满 却又不敢发出来 他是大罗金仙 赵公明是准圣 若是赵公明对他不满 一个指头就能捏死他了 哪吒见太乙真人之前 见死不救 现在在这位赵公明道长面前 是唯唯诺唸 心里有了主意 他跪在赵公明的面前道 弟子之前九死一生 若非赵道长相助 哪吒定会死去 哪吒愿意拜赵公明为师 随后他讲魂天灵 乾坤圈等法宝 拖下来 给了太乙真人 因为哪吒才七岁 并没有落上印记 所以 法宝回到了太乙真人手中 也没有丝毫异常 太乙真人脸色难看 他等了七年 却被赵公明给破坏了 赵公明 你可想好了 这可是我们产教的徒弟 师尊他定会找你 找你算账的 赵公明不想再听太乙真人的屁话 然后一个响指 就把太乙真人给弹走了 少了太乙真人 在这里污染空气 赵公明觉得舒服了多了 至于那乾坤圈和魂天灵 赵公明早就 把他们一起送给太乙真人了 惨叫的东西 我呸 赵公明一招 就把他们眼中厉害的 不得了的太乙真人给弄走了 弄得理尽他们 对赵公明的态度 恭敬得不得了 哪吒 跟我走吧 赵公明也是看出来 哪吒在这陈塘关 也并不受欢迎 那就跟他去结交吧 呜 哪吒一点也没有 平日里顽童的气势 低眉顺眼地 跟在赵公明身后 李静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哪吒在这陈塘关 实在是威名远传 所以 赵公明带走他也算是 替李静解决了一件大事 哪吒 你要走了吗 旁边一道女生传来 正是匆匆赶来的殷十娘 哪吒对上殷十娘 点了点头道 嗯 我要跟着师父去结交修行 殷十娘看向赵公明 一身气势 一看便是久居上位 且修为身后之人 殷十娘对着赵公明 扑通一身跪下了 我而哪吒顽劣 若是有冒犯尊上的地方 请尊上看在哪吒年纪上 幼的份上犯过他 我这个做娘的 愿意赔偿 赵公明听了 殷十娘的话后 叹了一口气 天下为娘的 满心都是 为了自己的儿女啊 哪吒看着殷十娘 面上也露出了歹伤 她活了七年 只有从殷十娘那里 感受到什么叫爱 而李静对她只有严厉 所以 哪吒变得越来越放肆 赵公明扶起殷十娘道 这位夫人放心 哪吒这个孩子 虽然面上看上去顽劣 但我却觉得 他是一个本性纯良之人 赵公明这么说 自然是因为 这可是陆前辈指点的 哪吒若是不好的人 陆前辈哪里会记得哪吒 再者 刚刚他躲在暗处 见哪吒小小年纪 竟然能说出 要削骨还腹的话 可见他却是有担当 他结教弟子 不问出身 不问来历 但最重要的便是有担当 哪吒也是有入了他结教的基本资格 赵公明又望向哪吒 哪吒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哪吒摇摇头道 没有了 那我们便走吧 赵公明带着哪吒去了结教 因为赵公明是准圣 大神通一放 不过片刻 赵公明和哪吒便出现在了金翱岛 哪吒 我们先去见师尊 哪吒疑惑地看着赵公明 师尊 因为他不知道赵公明的师尊是谁 但是赵公明都这么厉害了 他的师尊也一定很强 师尊他很和蔼的 放心 赵公明带着哪吒 去了通天教主修炼的洞穴 公明携弟子哪吒拜见师尊 轰隆 洞穴的门打开了 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传来 进来吧 赵公明带着哪吒走进洞穴 哪吒也终于见到了那个人 只看一眼便觉得锋利无比 哪吒只觉得自己日后 也定要成为这样的人 赵公明行礼道 见过师尊 通天教主点点头 望向哪吒道 这边是那哪吒 是 弟子想让师尊看看 是不是赵公明没有说完的话 通天自然明白 他宁神看向哪吒 哪吒身上的因果线很多 但有一条 去与原始天尊那边有关系 所以 哪吒果然是将来要和产教扯上关系 不过现在哪吒在结教 和产教的那根因果线 也变得比较浅了 等等 这是 通天教主看到了哪吒的真身 竟是魔珠转世吗 这魔珠与灵珠相生相伴 是那群突驴中的法宝 为什么这魔珠竟会降世在商朝 难道是西方教已经和产教联合了吗 通天教主越想越觉得如此 他本以为自己的敌人只是原始天尊 没想到还有西方教 这次幸好有路前被指点 不然的话 若是他自己 怕是被算计了 还不知道是谁 赵公明见通天突然沉默 心里忐忑道 师尊可有什么问题 飞也 这哪吒与我结教有缘 你便尽心指导他吧 诺 通天教主挥挥手 赵公明和哪吒就被传送到了洞府外面 哪吒眼神发出一道神采 不过挥挥手 他就被送到外面了 这法术也太强了吧 赵公明带着哪吒到了自己的道场道 日后 你便是我的徒弟了 今日便先带你认人 一痛下来 哪吒已经是累死了 不过 看到那些修炼已久的 仙人居然叫自己是师弟 哪吒的心里很是快乐 距离哪吒败入赵公明门下 已有一年 这一年商朝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陆台在昼王的期许和百姓的怨念下 终于是建造好了 昭哥 昼王命令全昭哥的百姓 去围观陆台的去不一事 但是百姓们只觉得心头滴血 他们看着陆台没有觉得非常的豪华 只感觉上面满是他们的心血浇灌而成 青天间的人早已算好了及时 时间一到 陆台便正式地建造好了 这么风光的时刻 巧儿只觉得 这是他胡生的第二大喜事 第一大喜事自然是功成后 女娲圣人让他成仙 不过陆台是骗昼王可以修仙长生不老的 所以 巧儿还得想着法子将这话给编造的圆滑写 只是该找谁呢 有了 那薛元坟不是有好几个他的好姐妹吗 叫上他们来不就好了 巧儿心里有了算计 就非常快乐地与昼王一起站在这陆台上 接受万民重养 憎恨的目光了 爱妃 昼王的声音传来 不知爱妃梦到的可以长生不老这件事要怎么做呢 来了 巧儿勾起贼脚 幸好他刚刚已经想到对策了 不然还真的要被问住 大王 巧儿娇媚当 说来也奇怪 昨日夜里 臣妾又做了一个梦 梦到里面有一个仙人说 三日后会有仙人降临露台呢 什么 三日后仙人降临 昼王眼里满是火热 修仙的梦来得太快 昼王感觉有些虚假 大王是不相信臣妾吗 哪里的话 不然姑怎么会建造露台呢 昼王和巧儿在那里亲亲密密 而陆长生正在茶寺中 鼠落想要偷偷溜出去玩的陆燕九 爹爹 为什么我不能出去啊 因为你太小小了 爹爹怕你会被人贩子带走 这时妲己也回来了 燕九 你看看这是什么 妲己手上拿着一串冰糖葫芦 陆燕九一下子 就被逗得开心了起来 老爷 我们去见了那露台 确实是建造的富丽堂皇啊 是啊是啊 琵琶金在一旁符合 眼里满是羡慕 若是能住在那里就好了 不过想想 待在陆长生身边得到的可是修为 在那里只能得到虚无的财富 琵琶金想了想 还是算了吧 但不知为何 琵琶金心里还是莫名有些空虚 果然她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吧 她拿起一个水果 感受着灵力在体内转动 啊 真像 昼王和巧儿回宫后 巧儿就联系了 她在轩缘坟的好姐妹 要知道她和妲己各领着一派的人 如今她发达了 那肯定要让她的好姐妹见识见识 薛元坟 自从妲己和巧儿走了以后 两派的人每天都是争斗着 不过因为没有管头的人 所以也只是嘴皮子上面溜溜 这天 一黄皮毛的狐妖收到了巧儿发来的讯息 来招哥 有福利 多叫上几个姐妹 狐妖立马就去妲己那一派的人炫耀了 看到没 我老大出去了 还惦记着我呢 你看看妲己 出去了就没有音讯了 妲己一派的默默地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黄毛皮的狐狸 立马叫上了他们这一派的狐狸 随后便将巧儿的来信告诉了他们 大概有七只狐狸 都是高兴地说 要去招哥 剩下的 则是选择待在了轩缘坟 黄皮毛狐狸 也没有说什么 当夜 他们就出发去招哥了 寿仙宫 巧儿看着周王睡熟了后 便出门了 月光之下 七只狐狸出现了 巧儿施展法术 在周围施了一个屏蔽的结界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们了 巧儿把前因后果 给黄皮毛狐狸讲了以后 对着黄皮毛狐狸道 小黄 这是交给你了 若是让周王满意 日后你们便可以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小黄一听立马点头 拍着胸脯道 放心吧 巧儿姐姐 巧儿让他们先去准备 三天以后 自有好戏开场 三日之后 周王便召集群臣在露台 他要让群臣看看 他建立着露台 可是为了神仙 众人到齐后 露台前方的广场之上 突然出现了云雾 云雾翻滚 眼尖的人突然指着一触道 那里有人 周王也是 兴奋地看向广场 果然出现了一群 白衣飘飘的人 看起来如神仙一般 巧儿娇笑道 大王 你看臣妾没有骗你吧 哈哈 姑怎么会怀疑你呢 笔竿看着台上的那群人 鼻子突然抽动了几下 自从喝了露前辈那边的茶后 笔竿只觉得自己的精神头 都好了很多 而且他的鼻子 也比以前灵了 他不禁感叹 还是露前辈那里的东西好啊 随便一口茶 都有如此功效 笔竿回过神 又看向场上 不知为何 他总闻到一股骚味 这味道 他在那位巧儿娘娘身上 也看到过 只是这是巧合吗 笔竿眯起双眼 场上还觉得不对劲的 还有一位 便是武城王黄飞虎 黄飞虎的修为 已经是惊鲜后期 可以说是商朝一位 武力强大的武将 他看出了 这场上的根本就不是仙人 而是七只狐狸 脸上露的那个笑容 简直就让他想要做偶 但是黄飞虎 能够坐到武城王的位置 可不仅仅是 靠着武力职 还有智商 他明白 咒王很相信眼前的仙人 现在若是出生 反而会被呵斥 黄飞虎扫射了全场 发现笔竿王叔 也是眉头紧皱 黄飞虎有了主意 一注相后 云雾消失了 仙人也消失了 咒王站起身来 他还没有和仙人搭上话呢 怎么就不见了 仙人走了 咒王也没有心思聚会了 挥了挥手 让那些官员都散了 笔竿等人 起身行礼告退 在出宫门的时候 黄飞虎追上笔竿道 王叔 原来是武成王啊 笔竿满面愁容 抬头见识 武成王拱手 笑了笑 武成王对大商 做出了不少贡献 事宜笔竿对他的态度也很好 王叔刚刚有没有发现什么 哦 武成王此话何意 笔竿心里一动 是了 武成王有修为 定能看出什么端倪来 笔竿立马邀请武成王 去府上小聚 武成王看着笔竿的身子道 笔竿王叔的身体 看起来好了很多 不是武成王说 笔竿头上的白发 都少了几根 笔竿打了一个哈哈 也不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陆前辈的存在 而是陆前辈 可是连文太师教中高人 都要尊敬的人 若是他随意暴露陆前辈的话 他担心会引起不悦 于是笔竿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又说起了狐狸的事 笔竿服 什么 你说他们都是狐狸 没错 武成王确信地点点头 笔竿这下明白了 难怪他闻到了骚味 原来是狐狸的味道 笔竿咬牙切齿 曲曲狐狸竟然敢冒充仙人 若说仙人 城门口那陆前辈 才是真正的仙人 若不是怕打扰陆前辈修行 怕是笔竿下一秒 就要将陆长生的名字 报给咒王了 笔竿想着 有狐狸马上要霍乱朝纲了 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走来走去的 黄飞虎道 王叔也不必如此着急 我早已在那些狐狸身上留下记号 等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便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笔竿文言停下了脚步赞叹道 还是武成王想的周到 夜晚在笔竿焦急的等待下 终于到来了 武成王喊上了府上的十个冰疆 叫上了笔竿 一行人追着记号 便来到了昭哥城外的一个洞穴 笔竿一来到了这个洞穴 又闻到了和白天闻到的那个味道 一模一样的胡骚味 就是这里了 黄飞虎自信道 笔竿点头道 我也闻到味道了 我们快进去吧 黄飞虎是带兵打仗之人 想得更多一些 他拦住了笔竿道 这群狐狸还是有些道行的 黄飞虎一个手势 那些士兵绕着洞穴转了一圈 禀报武成王 还发现了一个洞穴 那边又来报 还有一个出口 黄飞虎脸上满是冷笑 我就知道 那群狐狸 是不会住在只有一个出口的洞穴的 来人 持火把将洞穴的另外两个出口都堵死 本王一声令下 你们就放火烧洞 诺 在黄飞虎的安排下 士兵井然有序地来自各自的洞穴站好 笔竿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武成王 只不过你在大气层 放火 黄飞虎沉稳的声音传来 士兵们一起将火把放到了洞中 随后士兵们又推来了风车 一阵阵的风把火吹进了洞里 洞内 七只狐狸正在开心地玩耍着 幻想着日后美妙的生活 为首那小黄还道 这次多亏乔儿姐姐了 是啊 是啊 乔儿姐姐果然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人 嘻嘻 这次打紧那边的人可要羡慕死 你们有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 突然一只狐狸问道 烧焦的味道 突然一只白色皮毛的狐狸 指着小黄尾巴道 你你你 你尾巴着火了 因为众人都沉浸在美梦当中 而修为又是低微 所以他们竟都感知不到火 现在被发现里面着火了 大家都是非常快的 想要寻找出路 小黄 这边被堵了 小黄 那边也被堵了 小黄也很无助啊 他们本以为等待自己的事 荣华富贵 可是竟没想到 竟是灾难先找上门 小黄勉强冷静了以后道 大家莫慌 我们先齐力出一个口 只要出去了 我们就有救了 在小黄的组织下 大家齐心协力地 往着黄飞虎那个洞口走去 他们不知道 自己走上的是死亡的道路 近了 小黄等狐狸 看到了希望的光 然后眼前一黑 他们都死了 黄飞虎一只狐狸给了一掌 要知道 黄飞虎的武力 本就比他们高 之所以放火 还是因为怕狐狸跑掉 如今 这些狐狸刚好弃之出来 黄飞虎当然是出手快狠准了 笔竿在一旁鼓掌道 黄飞虎好伸手啊 王叔过奖了 对了 不知王叔要如何处置这些狐狸 笔竿想了想 最近天气比较冷 路前辈帮助了自己这么多 不如就把这狐狸的皮拔下来 像那些白的好看的 就缝成狐狸欲寒 这些黄色的丑的 就弄成狐袍 恶心恶心宫中那位所谓的宠妃 笔竿把自己的打算 说给了黄飞虎后 黄飞虎点头赞同道 这样也好 让那宠妃看看 商朝可不是他可以作乱的地方 只是不知 这白色的狐狸是给谁 咒王吗 笔竿摇摇头道 是给一位室外高人 若是没有 这位室外高人 怕是我们早就死在拿桥手中了 黄飞虎来了兴趣 不知可否为我引荐一二 黄飞虎此人心中 只有商朝还有武艺 一说有室外高人 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求几招 为自己指点一二 笔竿为难了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把黄飞虎带去 会不会引得陆前辈不喜啊 陆前辈在感悟红尘 定不喜太多人打扰他 这样吧 黄飞虎 我先去打探一下 若是前辈愿意的话 我就带你去 我懂我懂 黄飞虎点头道 室外高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黄飞虎表示 只要室外高人肯接见自己 只要自己能够做得到的 他都愿意为他做 至于怀疑 这室外高人的本事 黄飞虎表示 能被笔竿王叔如此推崇的人 必定是高人 三日后 狐一和狐袍都已经缝好了 笔竿先把白色的狐一 给陆长生送去 长生查寺 笔竿走进了查寺 陆长生见识笔竿道 老婆好久没来啊 笔竿这段时间 又是被咒王请去露台 又是操劳其他事 三天前还去抓狐狸 实在是太繁忙了 不过这次来送狐一很重要 而且他 还要给五成王问问 能不能来呢 笔竿笑嘻嘻地 把狐一给了陆长生道 老板 这狐一是前些日子 我家下人寻来的狐狸皮做的 这可使不得 陆长生连忙推辞 这狐一实在太过贵重 他一个小小的查寺老板 可不能拥有 笔竿这时走了出来 看到了狐一 愣住了 这狐一 上面怎么有他同族的气息 笔竿看到笔竿 记上心头道 这小九身体虚弱 现在这季节 正是需要预寒 说完 笔竿便把狐袍 往着达吉手上一塞 达吉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看着这狐袍 陆长生见此 还以为达吉很喜欢这件狐袍 加上确实现在在冬天 便知好道 那就多谢老伯了 不用客气 见陆长生收下狐袍 笔竿心里 别提有多喜悦了 自己也不知道 该送陆前辈什么 可陆前辈又帮了自己这么多 现在总算送了一件礼物 笔竿表示舒服了 对了 还有五成王的事情 笔竿搓搓手道 那个陆老板 我有位朋友说 想来见见你 陆长生一脸疑惑 自己一个茶色老板 有什么好见的 得茶 笔竿见陆长生奇怪 便连忙吐出后面两个字 毕竟前辈感悟红尘 若是太多人想要求见 岂不是会 毁了前辈的初衷 幸好自己机智 拿茶做借口 哦 你那位朋友 很喜欢茶吗 是啊 他在府里天天喝茶 笔竿道 五成王啊 到时候 你可别穿帮啊 陆长生便自信道 那你便让他来吧 我这里别的没什么 但是这茶鼎鼎的好 打几 没什么 随处的水果是先天灵根 扔在地上的斧子 是他从未见过的武器 上面的杀伐之气 哪怕他是惊险了 但是看一眼 还是觉得会被伤到 实在是太锋利了 还有很多很多 老爷居然说 没什么 不愧是高人啊 看着老板淡定的表情 打几明白 陆长生是真的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 这境界 打几佩服了 而笔竿得到陆长生的同意 立马高兴道 那我过几日 便和我那位友人一起上门来拜访 好说好说 陆长生自信道 他的茶可是系统出品 实属精品 笔竿高兴的走了 陆长生帮打几把胡袍披上道 小九 这天气冷 莫要着凉了 这胡袍 你披着倒是正好 打几本就国色天香 在一身白色的胡袍下 更是显得倾国倾城了 打几羞涩一笑道 老爷 我知道了 但是浑身同族的气息包裹下 打几还是觉得要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找了一个理由 便回去了房间 琵琶金正在房间中 见打几身上披着一个白袍子 还怪好看的 立马就扑上来道 姐姐 这是老爷送你的礼物吗 打几摇摇头 是别人送给老爷的 这上面有狐妖的气息 琵琶金大吃一惊 连忙也闻了闻 刚刚被这衣服吸引了 这下去闻 果然是闻到了味道 这是在轩缘坟的湖里的味道啊 怎么会变成袍子呢 打几立马施法 问了在轩缘坟的几个姐妹 得到的消息是 巧儿那一派的 几只狐狸出去了 说是去招歌了 打几问了问颜色 其中就有几只白狐狸 打几明白 这狐袍看来 就是自己的童族 但是童族又怎么了 要知道狐与狐之间 也是有竞争的 这些狐族 不是与他一条心的 死了就死了吧 这可不是打几狠心 这些不与他一派的狐妖 被地里耍的阴招可多了 若不是打几一一拆解 他可活不到今天 特别是巧儿 那个狐狸 真的是阴谋诡一大堆 打几想了想巧儿 就觉得生气 不过 既然已经搞明白了 这狐袍的来历 打几就放心了 王公 笔干带着黄色的狐袍 献给了咒王 说是前几日打到了狐狸 将他们的皮包下来 献给大王 咒王果然高兴 连连称赞笔干忠心 拿到了狐袍的咒王 立马就带着狐袍 去了寿仙宫 巧儿正在想着 怎么小黄他们一点动静 都没有了 突然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他心中不悦 不是让他们白日里 不要来王公吗 万一被发现了 他也很难解释的 狐袍 他们也无奈啊 毕竟只有皮了 咒王走了进来 对着巧儿道 爱妃 你看姑给你带了什么 巧儿刚笑脸扬起 看到了咒王手上的狐袍 这是什么 为什么有小黄他们的气息 难道他们已经 想到小黄他们已经失踪 加上这狐狸皮 巧儿立马就想到了 事情的原委 巧儿本就心机深沉 知道这个时候 可不能露出生气的表情 反倒是高兴 大王 这狐袍好好看啊 是大王为臣妾准备的吗 诶 是笔竿呈上来了 这个笔竿还是会做人啊 巧儿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笔竿 竟然是你 既然你杀了我的童族 就拿你的性命来还吧 都说 你有七窍玲珑心 那就拿来吧 巧儿面上笑嘻嘻 心里已经在谋划着 该怎么取笔竿的心了 笔竿服 本来在饮茶的笔竿 突然感觉自己的心 跳动得快了几下 奇怪 我这心从来都是沉稳 怎么突然这样 难道是有预兆 要不然找陆前辈聊聊 算了算了 这点小事 还是不麻烦陆前辈了 笔竿自言自语道 老爷 武城王求见 快快有请 笔竿王说 黄飞虎的人还没有到 声音就已经传到了 那位前辈愿意见我吗 自然 老夫为你说了一番 还特意替你立了一个人设 记住 你现在是喜爱喝茶的人 每天至少三壶茶 不喝睡不着的那种 黄飞虎 什么东西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若是说他每天至少 练三次的舞 黄飞虎也不会这么震惊 但是这喝三壶茶 笔竿把自己对陆长生的说辞 给黄飞虎说了以后 黄飞虎表示 能见到世外高人 我忍 不就是三壶茶吗 就是三壶别的什么 他也可以 很快 笔竿就带着黄飞虎 去了长生茶寺 黄飞虎一路跟着笔竿来到茶寺 心里感叹 高人都是这般风范的 不愧是大隐隐于世啊 陆长生见笔竿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气语轩昂的男子 又联想前几日笔竿说的 有一个很喜爱的茶的朋友要来 想必就是这位了 陆长生上前迎道 老伯来了 随便坐吧 这时打几端着茶水上来了 黄飞虎抬眼一看 待 好大一只狐妖 黄飞虎刚想动手 笔竿就按住黄飞虎 笔竿还以为黄飞虎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陆长生比武呢 他是又急又躁啊 他来前和黄飞虎 可是说得好好的 前辈乃是隐士高人 不得放肆 可这黄飞虎是怎么回事 打几件黄飞虎有动手的感觉 丝毫不慌 老爷在呢 肯定护着他 被老爷打的人 又不是一个两个了 笔竿对着陆长生笑道 不好意思啊 我这位朋友病犯了 我先带他去旁边治一下病 随后笔竿就拉着黄飞虎出去了 得亏笔竿已经强壮了很多 加上黄飞虎怕伤到笔竿 所以也就被拉出去了 武城王 来试我跟你怎么说的 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怎么现在 刚到就想打架 笔竿王说 那个侍女是狐妖变的 看他修为 怕是与我在伯仲之间 若是不除 昭格难平啊 笔竿先是愣了一下 狐妖 旁边那个侍女 等等 那自己把狐袍给那侍女戴上 不过转念一想 有陆老板在呢 再说 这狐袍既然那久收下了 想必也与他无关 要知道 那狐妖可是宫中那位引来的 李甘里了李思路道 武城王莫及 你细想 我今日带你来的这位 可是连文太师门派中的师叔 都要尊敬的人 若是他觉得这狐妖不妥 又岂会留在身边 再者 这狐妖已经服侍着前辈 说明已经被前辈收服 你可别冲动了 若是扰乱了前辈 怕是连我以后都不能上门来了 被笔竿这么一说 黄飞虎总算是想明白了一点 也是 还是先回去看看吧 笔竿见黄飞虎冷静下来 便道 走吧 前辈怕是等急了 笔竿带着黄飞虎回去后 陆长生见黄飞虎 果然神色正常了 心里松了一口气 毕竟黄飞虎刚刚脸色突然发红 这么一个壮汉 若是发起风来 还真不好制服 不过陆长生想到 如今他也是有修为在身 又放下了心 老伯 你们回来了 这位兄台可是好一点了 给老板受惊了 已经好了 倒是没有想到 老伯竟还有医术 呃 笔竿善笑道 略懂略懂 陆长生招呼着黄飞虎和笔竿坐下道 二位请坐 黄飞虎瞧着陆长生 这分明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但是一个普通人 又怎么会让这个惊心修为的狐妖 担心做侍女的 陆长生见酒 已经把茶水递上去了 而最近冬季 他种的蔬菜需要浇水了 陆长生拿着水瓢 从桶里瓢出水 浇了上去 黄飞虎看着陆长生 给菜浇水 心想 这位真的是前辈吗 种种菜 开开店 就在黄飞虎心生疑虑的时候 他眼神一凝 等等 不对劲 黄飞虎仔细端向 这普通的浇水的动作 竟隐隐和着大道治理 这 这不可能 黄飞虎想要看破陆长生的动作 但是汗水从黄飞虎的鹅角落下 看不透 无论他怎么看 他都看不透陆长生 破 哎呦 黄兄 你怎么了 黄飞虎竟是想要强行看破 而吐了一口鲜血 本在浇水的陆长生 见黄飞虎居然口吐鲜血了 心里直嘀咕 这兄弟身体也太差了吧 笔竿见黄飞虎脸色惨白 不得已对着陆长生道 陆老板 我先扶我这位兄弟回去了 看样子 这并发得有些厉害 好好好 路上小心一些啊 陆长生叮嘱了几句 笔竿扶着黄飞虎回到府中 武成王 你没事吧 笔竿还从未见过武成王这么严重过 要知道在商朝 武成王的武力值可以说是杠杠的了 但刚刚在陆前辈的殿里 怎么突然吐血了 黄飞虎虚弱地摇摇头道 我先调戏一会儿 待会儿与你细说 笔竿点头 坐在凳子上等着黄飞虎调整 黄飞虎弃沉丹田 努力控制着紊乱的灵力 没想到那位陆前辈 净恐不如斯 自己不过是想仔细看看那前辈的动作 竟然引起自己体内的灵力波动 一注相后 黄飞虎终于调整好灵力了 幸好陆前辈对自己没有敌意 否则自己轻则走火入魔 众则再也无法修炼成为废人 想到这里 黄飞虎的心里满是庆幸 笔竿见黄飞虎睁开了眼 关切道 如何 现在好一点了吗 武成王 你是不是有什么隐化 笔竿私存半天 还是决定问出口 毕竟武成王可是商朝的重疆 若是黄飞虎的身体出了问题 对于商朝来说 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并无 黄飞虎摇摇头 那你刚才 笔竿疑问道 黄飞虎露出一丝苦笑道 因为我刚刚想要参悟那位陆前辈的动作 但是大境界修行者的动作 又启示我这个小小的修士可以参悟的 吐血不过是我自不量力的后果罢了 四 笔竿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武成王 竟然只是参悟陆前辈的动作 就吐血了 果然那位陆前辈是高人啊 黄飞虎正色道 这次是我鲁莽王 这位陆前辈的境界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圣人了 因为黄飞虎觉得 没有谁紧紧用动作 就可以伤到自己 除非是传说中的圣人 笔竿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他只知道 这位陆前辈很牛逼 但是没有想到 竟是圣人级别的 那可是一个眼神 就可以杀死亿万百姓的人物 没想到此等人物 竟然在昭歌城的一个小小茶寺当老板 黄飞虎和笔竿都不知道 就是原始天尊也被陆长生压着打 但是在他们的认知中 圣人已经是境界最高的了 长生查寺 陆长生见笔竿扶着黄飞虎走出去后 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位客人身体竟如此虚弱 看起来倒是人高马大的 不过幸好没在自己查寺出事 否则这查寺要开不下去了 打击也是莫名其妙的 对他露出了杀气 又突然吐血了 所以他是来干嘛的 来表演吐血秀吗 王公巧儿正在谋算着一场 针对笔竿的策略 杀他同族这个仇 他是一定要报的 只是该怎么让笔竿死呢 笔竿此人对商朝忠心耿耿 加上还是王室血脉 若是想杀了笔竿 必须有个由头 但是这个由头实在是太难找了 巧儿走来走去 有了 笔竿出名除了为人正直以外 还因为他有一颗七窍玲珑心 这七窍玲珑心会帮助笔竿 看到或者闻到一些寻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巧儿露出一丝微笑 这人若是没有了心 该如何是好呢 有了逐一的巧儿 开始布局了 他又去发消息给了在宣源坟的姐妹 这一次来的是一只白色的狐狸 名为媚娘 这媚娘可是巧儿的至交好友 他们两个人经常联手起来对付妲己 这次巧儿也是许下众诺说 让她来宫中帮助自己 女娲圣人许诺的成仙 巧儿也是对着媚娘说 可以带她一起成仙 媚娘一听 有这种好事 那她来 之前巧儿叫过一次宣源坟的狐狸 但那次是叫她们来享乐的 这媚娘可不屑于人间的富贵 她要做就要做仙 为了成仙 她可以付出一切 巧儿也是很懂媚娘 就以成仙为诱惑 让媚娘出山 这媚娘的修为 与她可是差不多的 有了媚娘 她要干什么 也可以方便一些 至于身份吗 巧儿早就已经想好了 就说她想念苏州的侍女 然后就可以把媚娘接入宫中了 果然巧儿向咒王提出来以后 宠爱巧儿的咒王当即就答应了 咒王还问道 那日的仙人怎么没有出现了 巧儿脸色一僵 目光飘向了那件笔杆线上来的胡袍 这不搁那吗 不过巧儿 当然要想的法子 哄骗咒王了 大王 仙人自然是不会日日就下凡啊 要知道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呢 那姑岂不是要等上一年了 咒王听到巧儿的话焦急道 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巧儿安抚道 不会的 我前几日又做了一个梦 仙人说 近日会再次去露台 他们还说 上次在露台上玩得很开心呢 那就好 那就好 仙人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都给他们办了 那倒没有说 咒王失望道 那好吧 咒王只好作罢 倒不是咒王无私奉献 只不过他觉得 要是仙人多收点东西 说不定自己呈现的概率就大一些了 三日后 媚娘被接入宫中 她的美貌自然也惊到了咒王 不过碍于巧儿的面子 咒王还没有对她下手 等到第二日 咒王去上朝后 巧儿对媚娘说了自己的计划 并道 破坏商朝乃是女娲圣人交给我的任务 不过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 这种好事 我们自然是要一起做的 那笔竿在商朝的威严很重 若是能除去笔竿 商朝必定动荡 巧儿把自己的计谋 一一说给媚娘听 媚娘听完后 竖起了大拇指道 巧儿姐姐 不愧是你 这计谋一出 那笔竿就是不给也要给 被算计的笔竿此刻 正在长生查寺 替陆长生浇水呢 自从上次黄飞虎吐血后 笔竿就假接自己带朋友来 结果朋友吐血 自己要赔罪的名义 替陆长生干活 明明是商朝的官 但是干起这些活来 却是熟悉得很 陆长生刚开始 当然不肯啊 让一个头发发白的老人替他干活 他的良心可是会不安的 但是笔竿却道 你不让我干活 我下次可就不来了 当然笔竿的心里想着的是 不来是不可能的 这么一个大佬 我可要好好地抱大腿 陆长生见笔竿这么说了 只好让他帮自己 给那些菜地浇浇水了 因为笔竿之前喝了茶 虽然还是凡人之躯 但是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 浇水这些活笔竿干起来 还是很轻松的 陆长生见笔竿浇完水 一点疲倦都没有露出来 这才真正地放下心 对了 上次那兄弟如何了 陆长生问起了黄飞虎 那兄弟上次吐血 实在是太吓人了 黄兄他挺好的 寻了名医 并快治好了 屋中生病的黄飞虎 还在府中调息 那就好 等他来再来品尝茶吧 陆长生现在还记得 这位兄台 可是非常沉迷查到的 可惜突然病发了 好的好的 回去以后 笔竿对着黄飞虎说了好消息 大佬喊你 下次再去呢 黄飞虎一听这个消息 激动得刚调好气息的身体 又乱了 对了 黄飞虎突然对着笔竿道 最近宫中好像又不太平了 你小心一些 你上次献上狐袍 怕是惹怒了那位宠妃 笔竿不在意道 他一个后宫妃子 还能对我做什么 还是小心围上吧 黄飞虎叹了一口气 当晚 王宫中就传来消息 巧儿并重 王宫 咒王大发雷霆 骂走了御医 没用的废物 姑养你们是干什么用的 整天拿着俸禄不干事 滚 都给姑滚 御医下的拿起药箱就跑了 巧儿躺在床上 脸色惨白 不负往日里的美艳 咒王心疼地握着巧儿的手道 放心 姑定会为你治好病的 姑这就昭告天下 寻找名医 宫中这些庸医 姑把他们砍了 巧儿虚弱道 大王不必了 臣妾这病是子娘胎带的 曾有一犹医对臣妾说过 想要医治这个毛病 只有一个东西 哦 是什么 姑给你寻来 巧儿面露难色 算了 此事事官商朝江山 臣妾不过一介女子 大王不值得 咒王心急如焚道 爱妃你尽管说 在姑的眼里 你最重要 但巧儿就是不说 只说 若是自己走了 就让咒王忘了她 听得咒王觉得 心都要碎了 旁边的媚娘 见巧儿的戏 已经做得很足了 自己要开始表演了 只见她扑通一下 跪在咒王的面前道 大王 其实娘娘需要的是 七窍玲珑心啊 七窍玲珑心 那不是笔干的心吗 咒王疑惑道 这心就是爱妃要的东西吗 媚娘 巧儿扬装怒意 咒王爱怜道 爱妃放心 若是你需要七窍玲珑心 才可以痊愈 姑这就让笔干 把心取出来 听听咒王这话 把心取出来 人若是无心 必死无疑 但是 在咒王眼里 笔干自然没有巧儿重要 大王 笔干王叔对商朝 做出那么多贡献 怎么能因为臣妾 他笔干既然对商朝 对姑中心耿耿 那为了姑献出自己的姓名 相比他也是愿意的 爱妃你只管养伤 姑这就去为你取药 宫中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笔干的耳朵里 笔干不敢相信道 大王要我的心 黄飞虎着急地对着笔干道 这个妖妃果然对你下手了 王叔 你不能束手就擒啊 笔干挥白着脸道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啊 不 此事是那妖妃算计 不如我们去找陆前辈 问问他有何方法去破解 笔干摇头道 陆前辈感悟红尘 若是我们把真实身份告诉他 定会打扰他 那就问问他 这件事有什么办法 我们不要暴露不就好了 笔干想了想 点头道 那我们就快去吧 笔干和黄飞虎 两人快速地去了长生查寺 如今宫中的圣旨 还没到笔干府中 还有时间 陆长生见笔干和黄飞虎 两人急匆匆地来 问道 可是发生何事了 怎么如此匆忙 笔干斟酌了一下用词道 前辈可知人若是没有了心 该如何是好 那肯定就死了呀 陆长生奇怪道 人没有心会死 这不是常理吗 笔干脸色一白 黄飞虎见笔干如此连忙道 我们是想问 如果有人想要心 但是却又不想给 但是不给吧 又不行 陆前辈觉得 此事有何破解之法吗 虽然黄飞虎说的绕口 但陆长生还是明白了 好家伙 还有人想要抢心啊 不愧是洪荒大陆 桂圈真乱 不过话虽如此 陆长生倒是想起来 以前看西游记 也是有人 想要唐僧的心 那孙悟空变成唐僧模样 吐出了很多心 把那国王吓得要死 陆长生便把这事 说给了笔干他们听 笔干和黄飞虎听完后 若有所思 大佬既然说了这事 肯定有他的用意 但是笔干想不通的是 人不是 只有一颗心吗 那该如何吐出 第二颗第三颗心 但是这事 也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 万一陆前辈觉得自己太鼓躁 该怎么办 笔干愁出了一番 还是觉得自己回去琢磨琢磨陆长生的话好了 笔干和黄飞虎起身告辞了 陆长生临走前 还给了笔干和黄飞虎一些水果 笔干和黄飞虎 以为就是普通的水果 拿着就走了 回到笔干府上后 笔干把水果放好 毕竟这可是陆前辈给的水果 但是现在笔干他们没有心情吃 王叔 你说前辈 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前辈讲的这个故事 倒是很有意思 笔干和黄飞虎 两人想了半天 决定还是去发个讯息给文仲 毕竟文仲是结教中人 可能会有些看法 东海 文仲正在军营中 突然怀中传讯符响了起来 文仲拿出 竟是黄飞虎给自己发来讯息 文仲看完后 脸色阴沉 这个巧儿 当真是祸国妖妃 可惜大王硬是要护着他 否则定要拿下他 这向上人头 不过 文仲脸色又出现了钦佩之色 这陆前辈果然是厉害 他在这东海 正好遇到一练丹师 练出了一丹 可以让人长出五六颗心 只要运气 就可以凭自己控制土出心 难道陆前辈早已算到了 自己会遇到这练丹师 所以才特意 在笔干王叔面前 讲起这个故事 笔干找自己 正好让自己解决这个事情 若是笔干这次不给心 大王也是定会强要 倒还不如一次性解决 文仲越想越觉得 陆长生当真是大王 竟是算得步步正好 文仲将自己遇到练丹师的事情 传训给了笔干 笔干服 笔干和黄飞虎 正在等待着文仲的回训 若是文仲也不知道的话 笔干觉得自己 还是要厚着脸皮 继续向陆前辈讨教了 爹 放在桌上的传训符亮了起来 黄飞虎拿起传训符 查看了内容 面露喜色 太好了 文太师 说他正好获得一个丹药 笔下可长出好几颗心 还可以随意控制吐出几颗 笔干听了也是开心啊 随后转念想着 这定是陆前辈安排好的 不然怎么会这么凑巧 陆前辈当真大能 等度过此节 定要向陆前辈道谢 是啊 文太师说 已将此丹 要让自己的副将送来 那边战士吃紧 他就不回来了 黄飞虎继续道 笔干点头道 只要拖上几日 等到丹药送到 那妖妃毒计可解 王公 巧儿痛苦的声音 传遍寿仙宫 咒王心疼不已 爱妃 姑已经下令 让笔干给出自己的心 你再忍忍 大王 巧儿虚弱道 别为了臣妾 让笔干王叔 这样的国制重臣死了 干脆还是让臣妾死了算了 咒王听了 心里大受感动 巧儿自己这么难受了 为了自己却甘愿忍受 甚至愿意去死 不行 自己一定要救爱妃 咒王对着巧儿道 爱妃你忍忍 姑这就派人把笔干抓起来 将他的心挖出来 给你治病 原本咒王的打算 是想让笔干想想 心甘情愿地把心交出来的 但是巧儿在他面前这么痛苦 咒王实在不忍 来人 将笔干王叔请进宫来 莫 此时 笔干已经在来王宫的路上了 文重的副将 已经将丹药送到了笔干府上 笔干吞下丹药后 便去宫中了 路上正好遇到士兵 他内心叹息 若不是路前被出了主意 这次怕是真的要死得不明不白 笔干不怕死 怕的是不能死得其所 王宫 大王 笔干在外面求见 咒王大喜 巧儿的救命丹药终于来了 川 笔干走了进来 见咒王看着自己 脸上满是喜意 陈参见大王 王叔请起 相信王叔进宫已经做好准备了 来啊 咒王一声令下 侍从端上了一个盘子 上面放着一个碗和一把刀 笔干拿起了刀 端向了一番 巧儿看着笔干拿起刀 按道 让你杀我同族 用你一命算是便宜你了 谁料笔干拿起刀后 看了几眼又放下了 咒王脸色一变道 王叔 你这是不想给自己的心了吗 那就休怪孤无情了 咒王正要下令士兵强压着笔干挖心 笔干却笑道 大王多虑了 臣只是不用这刀罢了 哦 咒王故意地看着笔干 不用刀 那他想怎么挖心 笔干端起了盘子 按照文仲说的那样 运气到丹田 随后吐息 笔干只觉得喉咙中有什么要上来 一张嘴 一颗心从笔干的口中吐出 落在了盘子里 又是一张嘴吐出了一颗心 吐出第一颗心的时候 咒王还很高兴 可是等到吐出第二颗心的时候 咒王的脸已经满是金句 这人怎么会有两颗心 等到笔干吐出第三颗 第四颗 第五颗的时候 咒王已经从金句变成了麻木了 吐了五颗心后 笔干也是停止了动作 他端着满满一盘的心 对着咒王和乔儿道 不知要成哪颗心 乔儿也是看傻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心 笔干看着咒王和乔儿的表情 内心偷笑 但是笔干表面上还是淡定到 乔这七颗玲珑心 并非指的是一颗心 而是有五颗心 乔儿娘娘等会看中哪颗心 拿走便是 剩下的尘还要吃回去呢 你 你说什么 吃回去 咒王的声音都颤抖了 是啊 乔儿娘娘治病 不是只要一颗心吗 剩下的尘就要吃回去 这可是大补之物 大王您要来一颗吗 笔干端着盘子 上面还放着有些跳动的心 嘴里还问着这样的话 咒王只觉得 眼前这个王叔实在太陌生了 这还是他那忠心耿耿 沉默的王叔吗 乔儿定了定心神 毕竟他也不知道 七颗玲珑心到底长什么样 只知道七颗玲珑心 是个神奇的东西 但是他不知道 竟有五颗呀 但是他与咒王说的 是要七颗玲珑心 既然有五颗 那就全部拿来吧 没了五颗心 我看你还能不能活 还想大伯 大王 这五颗心 既然是七颗玲珑心 定是要一起才有药效 既然王叔都已经吐出来了 那就都拿来做药引吧 咒王都已经不想看着心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扭过头 挥了挥手 贴身的侍从把盘子 从笔干手中接过来 侍从面色惨白 颤抖着手 笔干好心地提醒道 可要端稳了 我可没有心可以再吐了 侍从一听 抖得更厉害了 妹娘 你之前熟悉巧儿的药 这些交给你吧 呜 妹娘接过盘子 也是不看这个盘子 这场景实在是太鬼畜了 就算她是个狐妖也是受不了啊 大王 陈失去了心 要回去休养几日 这几日陈就不上朝了 去 去吧 咒王自从见了笔干 这么凶残的画面后 也是不敢说什么了 挥挥手 就让笔干下去了 笔干离开后 咒王和巧儿 这才松了一口气 咒王勉强笑着道 爱妃 这凄翘玲珑心吃下去后 爱妃的病就能好了 好 陈妾也能很久 陪着大王了 两个人脸上都挂着勉强的笑容 饶氏两个人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 经历了刚刚那个画面 都感觉有些接受不良 而笔干出宫后 终于是笑出了声 一直以来 在那巧儿那边受过的气 终于是抱回来了 笔干一路心情很好地回到府中 黄飞虎连忙上前道 笔干王叔身体可还好 好的很 刚刚那场景 你没看到 实在是太可惜了 笔干把自己吐出心以后 那妖妃的脸色 给描述了出来 黄飞虎也是畅快地笑了出来 两人回到了府上 正好笔干看到了之前 从陆长生给的水果 他拿出了两个水果 递给了黄飞虎一个道 陆前辈给的水果 都还没有吃呢 黄飞虎接过水果道 这次可多亏陆前辈了 不过前辈给的水果可真好 这水果放了几天 长得还是很好啊 是啊 两个人都咬了第一口水果 黄飞虎立马就觉得 体内的灵气波动 他本就是卡在金仙后期 吃下了这水果后 进阶竟然一下子 就冲到了太乙金仙出气 笔干见黄飞虎吃了一口后 就愣住了 问道 五成王怎么了 可是这水果 有些地方不能吃了 怪我怪我 应该拿到马上吃的 五成王呆滞地摇摇头道 不是这水果不能吃了 而是这水果 我高攀不起啊 笔干被五成王的话 给说疑惑了 高攀不起 一个水果 有什么高攀不起的 虽说是陆前辈给的水果 但是他吃了 好像是觉得身体舒服了一些 但是其他好像 也没什么了啊 难道是我还没有吃到关键的地方 笔干再次咬了一口 真甜 但是笔干还是没有感觉到 高攀不起的地方 黄飞虎见笔干没有反应 心里一想便明白了 笔干王叔乃是凡人 没有修为 这水果吃了 对他来说 就是强身健体 之后便会排出去 但是对于有修为的人 比如他来说 简直就是可遇不可求的鲜果呀 可惜了 这水果似乎放在府中过了些日子 所蕴含的灵气 有些消失了 黄飞虎将水果吃完 然后舔了舔手指上的汁 他的修为 也巩固在了太乙惊仙中期 笔干看着黄飞虎的动作笑道 五成王 你又不是没吃过水果 虽说是陆前辈刺的水果 但是也不必把手指都舔干净吧 飞也飞也 黄飞虎把自己修为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笔干目瞪口呆 他拿着自己手上的水果 突然想到了那次的茶 喝了以后 他也是觉得身体很好 是了 陆前辈那里的东西 哪有不好的 是自己格局小了 以为这就是普通的水果 笔干照着黄飞虎的模样 把水果吃完 把手指上的汁水舔干净 五成王 我觉得我在前辈院子 只浇水 是还不起前辈的恩情了 黄飞虎默默道 下次浇水 记得叫上我 我可以帮前辈砍砍柴火 两人又盯上了还没有吃完的水果 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王宫 咒王因为笔干吐心这一事 心里有些不得尽 便回到自己寝宫休息了 巧让妹娘去看看 那笔干死了没有 毕竟心都吐完了 总不能还活着吧 妹娘点点头 便出宫去了笔干府 到了笔干府上 正好看到黄飞虎和笔干一边吃水果 脸上露出了沉迷的表情 似乎手上拿着的是什么盘桃什么 正当妹娘想要仔细看着的时候 黄飞虎本来开心地吃着水果 感受着修为增长的快乐 突然她眼神一宁 房顶上有客人啊 她挥出了一道灵力 妹娘按道不好 连忙躲开 因为黄飞虎修为刚刚大涨 还没有来得及巩固 而妹娘擅长隐蔽地逃脱 所以 妹娘见自己 被发现了 就连忙跑了 笔干制止了黄飞虎 要去追赶的想法 武成王 这必定是宫中的妖妃派来 看看老夫死没死罢了 黄飞虎气愤道 这妖妃 若是有机会 我定是要杀了她 我那妹妹在宫中 我也要让她小心一些才是了 是啊 我总感觉 这妖妃的所图甚大 她要的 似乎并不是大王的宠爱啊 而妹娘躲过黄飞虎的攻击后 连忙一路逃回宫中 她不过是天仙修为 见黄飞虎没有追来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她想到笔干脸色红润 丝毫没有受图星的影响 心里也是奇怪 难道这七窍玲珑星没了 人还能活着的吗 回到宫中后 巧儿听着妹娘的话 知道自己的算计落空了 她明白 那笔干吐出的定不是什么七窍玲珑星了 而是她使用的什么障眼法 她就说 哪有什么人可以吐出五颗星的 可恨她竟被唬住了 若是被她知道 是什么人在背后帮助笔干 她定要那人好看 妹娘端出还没有处理的那盘心道 巧儿姐姐 这个该如何是好 巧儿嫌弃道 自然是烧了 既然不是七窍玲珑星 定是不知哪里搞来的东西 留着还脏了她的眼睛 妹娘听了点点头 继续道 那你还要继续装病吗 原本巧儿装病 就是为了算计笔干 现在笔干搞这么一手 五颗星都给你 你病还不好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所以 巧儿也是明白这个道理 有些不甘心道 也只能病好了 虽说大王宠爱我 但是也不能做得太过火呀 若是这次能把笔干除掉 定能引起朝中那些忠臣的境界 到时候他再吹一吹枕边风 这商朝不就越来越完蛋了吗 可惜了 竟让笔干逃掉了 长生查四 笔大伯 你不用替我浇水的 黄大哥 这柴火 我自己来砍就好了 陆长生看着笔干和黄飞虎 抢着帮自己干活 心里有些无奈 一大早上的 这两个人就说要报恩 非要把自己的柴火 还有菜园子的火都给承包了 陆老板 你这话跟我客气了 我来帮你浇水 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你就不要跟我一个老人家 抢货干了 笔干笑道 黄飞虎也附和道 不错 陆老板你 只要看看燕酒 收收银子就可以了 话这么说 黄飞虎把目光投向了 被陆长生随手放在一边的斧子 他本想拿这个斧子去砍柴 可谁知 自己不管用了多大的力气 这斧头竟是拿不起来 这时还被陆长生笑了 说长得人高马大的 怎么一个斧头都拿不起来 让他想起来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也是说要砍柴 结果一个斧头都拎不起来 当时还被自己笑话了 黄飞虎听了暗道 怕不是他们不行 而是这个斧头太牛逼了 黄飞虎想了想陆长生的话 他悟了 看来陆前辈是再说 他们的道行还不够高深 等到后面道行足够了 说不定就可以了 约莫中午的时候 赵公民也来了 结果他一来 人傻了 怎么前辈这院子里多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还把他的活给干了呀 这还让他怎么刷好感度啊 可恶 老赵 你来了 陆长生对着赵公民打了声招呼 赵公民也回道 是啊 陆老板 这两个人是谁 好像没有见过呀 哦 这两个人是那天那个白胡子大叔介绍来的朋友 非说什么报恩 所以来帮我干活 我是挡都挡不住啊 白胡子 赵公民一想 那不就是文仲吗 好你个文仲 竟然还介绍别人来 不过眼前这两个人 修为也太低了吧 不对 其中一个还根本没有修为 对了 老赵 陆长生指着黄飞虎道 这个兄弟跟你一样 长得人高马大的 结果连我那把斧头都拿不起来 啊 赵公民汗颜了 前辈 你心里不知道你那把斧头多厉害吗 这般想着 赵公民看向黄飞虎的眼神都柔和了一点 同是天涯斧头人 相逢和必曾相识 黄飞虎也抬头看着赵公民 此人气势好强 正好 这时笔竿和黄飞虎都已经把活干完了 笔竿 黄飞虎 赵公民 陆长生四个人坐在院子里 陆长生见这三个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 想到自己前不久刚打造好的麻将 有了 那就一起打麻将吧 毕竟都是自己的朋友 而且古代的娱乐项目太少了 打麻将这么有意思的活动 当然要开展起来 陆长生神秘道 三位 我给你们康的好看的东西 笔竿等三人面面 好看的 既然是大佬说是好看 想必定是什么至宝 赵公民等三人严阵以待 面色严肃 陆长生起身拿了一个盒子过来 赵公民心里激动 里面会是什么呢 难道又是混沌至宝 黄飞虎 里面会是什么呢 难道是什么武功秘籍 笔竿 陆长生看着三个人的眼睛都有些发光 接着就把盒子放在了桌子上 随后便缓缓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麻将 这是何物 三个人的脑袋里面都充满了疑惑 等等 赵公民首先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152个小块 每一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连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与天地间有了感应 黄飞虎 这难道是新的法宝吗 但是好像又很普通 但是黄飞虎又不敢再次把心神全部灌注进去 上次想要参悟前辈的动作 都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若是这次在这里吐血 岂不是非常的丢脸 笔杆则是凡人 看不懂里面的灵气波动 但是他见赵公民和黄飞虎脸色奇异 心里不免也起了嘀咕 这东西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陆长生热情道 这个东西叫做麻将 麻将 三个人异口同声道 不错 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游戏的规则 游戏 三个人都猛圈了 这个不是法宝 而是游戏 陆长生将规则说了一遍 三个人的脑子都是非常活络的 所以很快就将规则给领悟透了 桌子上四个人便打起了麻将 打着打着 天就黑了 笔杆等三人似乎还在沉迷麻将的快乐之中 这实在是太好玩了 手气和实力的并存 这等奇物 只有陆前辈这样的大佬 才能拿得出来啊 陆长生笑着道 好了 今日就先玩到这里吧 麻将虽好玩也要适度 适度 三人听到了以后 个个陷入了沉思 今天大佬拿来了一个游戏 完了以后又说要适度 陆前辈定是有什么含义 想要告诉我们 陆长生见三个人都沉默下来 便以为他们都是舍不得麻将 但是现在天都黑了 这麻将看着都不太清楚 大晚上的太伤势力了 还是下次再玩吧 这就是麻将的魅力啊 就算是古人也是深陷于此 陆长生心里得意 好了 天色已晚 你们就快回去吧 笔杆等三人见陆长生开口 让他们回家了 便道 那陆老板 我们就先回去了 好 下次再来玩 三人告辞了以后 便各回各家 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去了 时间飞逝 笔杆和黄飞虎 还有赵公明三人 因为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三人之间 还建立了不小的感情 不过 他们在麻将桌上 还是厮杀得很猛的 王公 巧儿又开始想着 该如何把商朝的重臣给拉下水 文臣他是先不考虑了 那个笔杆奸哗得很 若是再对文臣下手 怕是要被发现什么端倪了 那就干脆 将武将弄死 或者反出商朝好了 要知道 武将少一个 商朝的实力都会大减啊 这般想着 巧儿便将目光 放到了武城王黄飞虎身上 当然他也是做好了调查 黄飞虎此人实力高强 有一个妹妹在宫中当妃子 不过这个黄飞倒是低调得很 弄得他想针对出手 都找不好下手的机会 看来得等到黄飞虎来宫中 看望妹妹的时候 才能找找机会了 三日后 巧儿也是终于等到了 黄飞虎进宫的日子 等到黄飞虎看完妹妹 躲在暗处的巧儿 一阵端向黄飞虎 这黄飞虎看上去倒是气宇轩昂啊 若是能把他拉来 自己这一方好像也不错 巧儿心中有了主意 便身姿妖娆 上前对着黄飞虎搭话道 切身见过武城王 巧儿周边的宫女 对巧儿的行为视若无睹 即便巧儿展现出来的是风情 黄飞虎看着巧儿 迈着奇怪的步伐出现 心里有些疑惑和忌惮 这个妖妃在宫中 弄出了无数的事端 现在又来接近她 莫飞自己有什么被她注意到了 巧儿见黄飞虎不被自己迷惑 反而是露出了忌惮的表情 内心暗骂 真是不懂风情的男人 不过 巧儿已经对对付人间的男人有一套了 只见他端着步伐 向着黄飞虎走去 然后不小心地跌倒了 不小心地 就往着黄飞虎那边靠过去 黄飞虎看着巧儿 往着自己这边倒来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妖妃要碰瓷 黄飞虎搜的一下 就往旁边躲开了 巧儿一个没有防备 真的摔倒了地上 巧儿愣住了 这个黄飞虎是个正常的男人吗 难道不是应该接住他吗 黄飞虎 这妖妃怕是有什么大便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巧儿见黄飞虎 还一副如临大敌一般的神情 算是明白了 既然这黄飞虎 不可能变成自己这方人 那就还是让他去死 或者叛变吧 黄飞虎看着巧儿 一副要把自己吃掉的模样 浑身抖了抖 巧儿娘娘 陈还有事便先走了 说吧 黄飞虎便快速地离开了这王宫 而今天巧儿的所作所为 黄飞虎也告诉了比干 毕竟巧儿这狠毒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比干听黄飞虎说自己竟然被吓得往旁边一躲 连着嘲笑他 但是随后突然想到了陆长生说的 凡事适度才好 等等 适度 难道陆前辈是在指点自己等人不要对这妖妃太过防备 否则就会引起妖妃的算计 今天黄飞虎这般的态度 怕是要惹恼妖妃 这妖妃要是在背后算计 是防不胜防啊 原来如此 陆前辈是叫我们明面上不要太过明显厌恶妖妃 毕竟妖妃在大王的心中已经地位崇高 但是暗地里该防备还是要防备 不然陆前辈也不会多次叫我们打麻将 我明白了 比干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黄飞虎 黄飞虎也是赞成的很 难怪陆前辈突然拿出了一个什么麻将 还说什么凡事过犹不及 幸好有比干在 不然前辈的意思还真的难领悟 只是他今天怕是要被妖妃放在心上算计了 看来要让妹妹小心再小心了 什么入宫什么的还是能免责免吧 黄飞虎忧心忡忡地向比干告辞 准备回去告诫他的夫人 还有传信给宫中的妹妹了 稀奇 这段时间江子牙过得可快活了 天天有人伺候着 不过江子牙还是记得自己的使命的 那就是灭了商朝 然后扶持周朝成为皇朝 最近机场找他也是有这个意思 江子牙这个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想到商朝建立露台仪式引得明月 而建造此事之人正是崇侯虎 所以要攻破商朝 不如先攻打崇侯虎 这名义自然是为了除暴 要知道崇侯虎此人的名声也是不大好听的 不然怎么会和费众游魂等人混在一起呢 机场听了江子牙的想法夸奖道 不愧是军师 崇侯虎此人确实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想起在昭哥 江横楚和自己被抓 那崇侯虎其实也在暗中使过力的 而在西伯侯虎还有一个人在听着他们的密谋 那就是申公豹 申公豹可是一直跟在江子牙身后 他见过申公豹被那陆长生殴打 还有和马氏合离 还有来西齐当丞相 本来在树林中 申公豹见到江子牙被陆长生暴打 心里一直在喝彩 打得好 最好能把这江子牙给打死 但是江子牙后来没骨气地下跪投降了 申公豹心里也是骂道 耸祸 申公豹本来看着陆长生这么厉害 想要一直跟着陆长生的 说不定还可以学习点什么 但是不知怎么的 每当他想踏入茶寺 总是会发生各种意外 最后申公豹只好放弃了跟着陆长生 转过头继续跟着江子牙 后来申公豹一直跟着江子牙到西齐 现在江子牙说要去攻打崇侯虎 申公豹明白自己要去干什么了 他要去帮助崇侯虎 江子牙要干什么 他就偏不让他干成 他申公豹 一定要让师尊看看 到底谁才是担当大任之人 申公豹化作一缕灰烟 离开了侯府 北伯侯府 崇侯虎正在喝酒享乐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死到临头了 还这般享受倒是不枉此生啊 谁 给本王滚出来 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申公豹 申公豹看着崇侯虎的模样 心里只叹 这个饭桶 算了 要不是要和江子牙作对 也不必如选择这个了 平道可是来帮助你的 申公豹神出鬼没的身影 把崇侯虎给震到了 他明白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修仙者了 崇侯虎连忙行李道 见过道长 崇侯虎尊敬的态度 让申公豹很满意 今日 平道找你来 是想告诉你 那西伯侯已经打算出兵对付你 崇侯虎一愣 但随即道 西伯侯与我同是诸侯 他出兵 攻打我又没有什么好处啊 申公豹摇摇头道 飞也飞也 那鸡昌的实力 可是比你北伯侯强多了 崇侯虎知道 申公豹没有必要骗自己 就从他神出鬼没的身姿 若是想把北伯侯虎掌握在手中 也是有手就行 所以那鸡昌经历了七年之球后 反而更厉害了 崇侯虎有些接受不良 敢问道长 有何方法救我 申公豹笑道 我自认识一些朋友 若是你信我 我便帮你把那西伯打败 若是能打败西伯 吞噬他的势力 那你的势力不救 申公豹话没有说完 但是崇侯虎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顿时整个人激动起来 我愿尊道长为军师 至此 申公豹和江子牙 就各自找好了地方 九重天之上 玉须公 原始天尊正在掐指算着 申公豹和江子牙 现在怎么样了 一算 江子牙正在西齐 不错不错 再算 申公豹在北伯侯那里 不错 个鬼啊 这申公豹 难道不是应该在招歌吗 为何这申公豹脱离了 原始天尊思来想去 决定算一下申公豹的经历 算着算着 奇怪 怎么在招歌那段时间 申公豹是看不清的 这洪荒 还有我看不清的东西 除非是 原始天尊的脑海中 浮现了陆长生的脸 难道是那位前辈 这下可糟了 申公豹若是不去招歌的话 该怎么骗结交的人下山啊 这封神亮节怕是要完不成啊 无论是江子牙 还是申公豹 他们都在节中 可恨 这突然出现的陆长生 到底是谁 为何能一而再再而三地 打断他的计划 原始天尊已经认为 申公豹在招歌的时候 定是经历了什么 所以才没有像原计划那样 在招歌与拿巧谋算了 原始天尊想了想 决定还是要让申公豹去招歌 不然误了这封神亮节 他万年的谋划 可就都白费了 申公豹 正在北伯侯府修行的申公豹 突然听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申公豹吓得立马睁开了眼 是师尊 难道师尊已经发现 我不在这玉须宫修行 却跑到了人间与江子牙作对吗 怎么办 申公豹脑袋飞速转动 但是担心太久不回 遭原始天尊不喜 只好先到 弟子拜见师尊 申公豹 你的命数不在这里 申公豹听了原始天尊的话 傻眼了 他的命数不在这里 突然申公豹脑海里 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难道他的一切 还有江子牙的一切 都是在原始天尊的手中 他所有的人生 都是被安排好的 但是申公豹知道自己 不能这么问出口 而原始天尊 也一定不会回答他的问题 申公豹不甘心啊 敢问师尊 弟子的命数在哪里 原始天尊没有回答了 若是回答的再多一些 那这因果 与他就会有联系了 他可不能坐着入局之人 申公豹等了半想 还是没有等到原始天尊的回答 而且 那股让他感受到压迫感的力量也没有了 原始天尊已经离去了 申公豹只觉得怅然若失 难道自己真的要离去吗 不 他的命由他做主 申公豹咬了咬牙 决定还是继续留在北伯侯府 他倒要看看 若是他继续留在这里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玉须公 原始天尊收回神念 他已经提醒过申公豹了 以申公豹的才智定能理解他的意思 若是申公豹执迷不悟 那就只能 昭哥王宫 巧儿正在往着西宫走去 因为黄飞虎是五成王 所以他的妹妹进宫后 就被咒王封为黄飞 执掌西宫 此时黄飞正在宫中发着呆 现在宫中的日子不好过 而且黄飞虎早已传了口信 所以黄飞每日也不出宫 就在自己的西宫里溜达 巧儿见黄飞不出门 只好自己去抓他了 西宫 巧儿娘娘驾到 黄飞听到后 眼里闪过一丝忌惮 这个巧儿怎么突然就来了西宫 一定有诈 但此时巧儿已经来了 看来只能兵来降挡水来土掩了 见过娘娘 因为皇后去世 咒王下令让巧儿执掌公权 所以黄飞见到巧儿 先行了一个礼 怎么说也不能被抓住错处啊 巧儿 这个黄飞礼数怎么这么周全 不知娘娘今日来西宫有何指教 金贝尔天气不错 特意来探望妹妹 黄飞抬头看了看天 阴沉沉的 算了 这个妖飞说天气好就天气好吧 巧儿在这西宫东扯西扯半天 总算是走了 在宫中还是笑嘻嘻的 但是一出西宫 脸色就阴沉下来了 这个黄飞竟让他挑不出一丝毛病来 看来对付黄飞虎不能通过黄飞了 又是冬天 天上下起了大雪 长生茶寺 陆长生望着雪 古代这雪就是大 不过通常下雪就代表着离别 这日子 那鸡昌应该是要离去了吧 西齐城 整座城都挂上了白布 西伯侯府每个人脸上都是哀痛 鸡昌因为身体 加上这岁数 确实很高 所以逝世了 但是诸侯之间的战争 还没有停 西齐和重州还在打仗 昭哥 笔竿和上荣得知 鸡昌死了以后 面露哀痛 这鸡昌与他们甚有交情 但很快一则消息传来 整个商朝都沸腾了 因为新继任的西伯侯姬发 宣布反伤 原因是因为鸡昌会逝世 是因为被昼王关了七年 身体遭受了折磨 才会这么早离世 四大诸侯除了重侯湖以外 全部反了 昼王大怒 在朝中骂鸡发是乱臣贼子 刚上位便野心勃勃 他当即下令 让黄飞虎发兵西齐 他要把鸡发这小儿给抓来 商荣却道 这鸡昌刚死 若是我们发兵反而会坐实 是商朝折磨了鸡昌 不如等到来年 昼王想了想 还是同意了 回到后宫 巧儿一直在安抚昼王 但其实巧儿的内心可高兴了 这鸡昌怎么现在才死 早死不就早反伤了吗 但表面上 巧儿还是安慰昼王 说是仙人托梦 等到元旦的时候 仙人要来商朝 昼王大喜 爱妃说的可是真的 纳姑可要好好准备 在昼王期待的日子中 元旦终于到来 昼哥诚也终于有了一丝喜悦的感觉 因为昼王的种种行为 昼哥百姓的脸上 早已经没有了效应 有的只是被生活折磨的痛苦 但现在元旦 新的一年开始了 百姓们在这一天 就算是再穷 也会买一些东西来 长生茶寺 陆长生看着地上一堆的礼物 开口道 这笔大伯和皇兄也太客气了 打起案道 自然是因为老爷你太厉害 赵公明此刻也来到了长生茶寺 他是到门中人 早已不过凡间的节日 不过他一想 陆前辈如今感悟红尘 自然是要过节的 可谁知他一来 就被地上放着的礼物都亮瞎了 赵公明 定是笔竿和黄飞虎干的 这两个人也太会讨前辈欢心了吧 但是赵公明想来想去 他手中的东西 怕是前辈都看不上 相反 他对前辈那边的东西 反倒是眼馋得很 算了 今天干脆帮前辈干活吧 王宫 按照惯例 所有封王封侯级别的人 都要携家眷入宫参加宴会 而这个也是巧 正在等待的机会 他要让黄飞虎在商朝 没有容身之处 武城王府 夫人 要不今年 你就称命不去了吧 我担心那妖妃对你不利 王爷 这可是阻力我怎么能不去 到时候 王爷你的脸面往哪里干 黄飞虎见状 便只好嘱咐道 若有什么事情 立马叫我 假释欣然应答 宴会上 悲仇交错 咒王和一众臣子在露台上 下方正对着一个台子 云雾滚起 咒王眼中出现激动的神色 仙人终于要出来了 笔竿和黄飞虎对视一眼 怎么狐妖又来了 不过这次的狐妖 不过才三人 伪装成仙人的模样 在那里晃着 时不时的还喝着酒 吃着桃子 咒王看着他们手中的酒喝桃子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穷江玉叶 还有盘桃吗 若是他能吃到的话 长生茶寺 陆长生把迁到后 系统得到的水果都拿出来 今天是新年 自然要吃些好的 赵公明 打几盒琵琶金哥哥 是非常的开心啊 这些是水果吗 不 这些是神果 什么盘桃的 哪里比得上陆前辈 拿出的水果 赵公明一边吃 一边美滋滋 如今他已经是准圣的修为 这些水果吃了 也不能进阶到圣人 但是能让人的跟脚变后啊 这些可是非常大的好处 王公 赵王端着酒杯兜下去 和那些所谓的仙人交谈了起来 这些仙人自然是巧儿找来的 而巧儿也跟他们说过了 咒王要听的话 果然咒王和他们聊完后 脸上露出了笑容 宴会结束 仙人离去 咒王脸上满是不舍 这是他离长生梦最近的一次 宴会结束 巧儿甲介联络感情名义 将女眷结合在一起 之后再设计 让甲氏在咒王来的必经路上 咒王晚上本就喝了许多的酒 看到月光下的美女 想都不想地扑了上去 在咒王宫中 都是她的女人 甲氏虽然满心戒备 但是还是没有逃过算计 背后男人袭来 甲氏放声尖叫 咒王不耐烦道 世故 别叫 咒王还以为是哪个宫的宫女 还想事后给点奖励 封个什么妃子 结果这个宫女 真的是太不解风情了 甲氏听到是咒王的声音 心里也是震惊 但是她是五成王的妻子 又怎么能成为咒王的人 大王 我乃五成王之妻 大王你放开我 笑话 这天下都是孤的 你就是什么仙女 今晚也得成为孤的人 甲氏当然不肯了 她使劲地挣扎 结果被咒王一巴掌给拍在地上 给脸不要脸 闻讯而来的皇妃 见到嫂嫂被咒王抱着 连忙上前安抚道 大王 你是要找我吗 我在这里啊 皇妃也是将门中人 使了一个巧劲 就将甲氏从咒王的手中脱离出来了 这时巧儿也刚好赶到 本来皇妃已经安抚好咒王了 但是巧儿一番茶言茶语 又瞬间让咒王的怒火燃烧起来了 她可是人王 什么女人用不得 咒王又把手伸向了甲氏 王宫之外 皇妃虎一直在等着甲氏出宫 但是怎么等都等不到 无奈之下 皇妃虎又只能进宫 但不知为何 她总有些心绪不宁 等到皇妃虎赶到露台时 正好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露台上落下 不 皇妃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声音 等到皇妃虎赶到 上面竟是两具尸体 一个是她的妻子 一个是她的妹妹 一夜之间 痛失两个至亲 皇妃虎一时有些难以接受 跪倒在地上 身处高台之上的咒王 听到皇妃虎的声音 也有些清醒过来了 也想起了刚刚自己做的事情 瞬间有些脸色难看起来了 皇妃虎是商朝武将扛靶子 自己却把她的老婆妹妹全杀了 而且是没有理由的杀 咒王有些六神无主 乔儿开口道 大王莫慌 我们可以说是这假式勾引您 这皇妃是失足落下 与大王你没有关系 旁边的宫女 牛啊牛啊 要不是我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还真的要被你骗过去了 咒王听了乔儿的话 也是道 对对对 是那个假式勾引姑 姑这是为五成王除去一个当妇 来啊 传指 五成王之妻假式勾引姑 后忏悔跳楼 诺 乔儿听了以后勾起了嘴唇 看着下方黄飞虎痛不欲生的表情 心中一片舒爽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五成王 还要不要留在昭哥 笔甘等重臣得知了这个消息 只觉得 假式勾引咒王 这个消息 简直比天上下流星还不靠谱 笔甘和商荣第二天 立马就去了黄飞虎的府中 看望黄飞虎 而黄飞虎自从宫中将假式和黄飞的尸体给拉回来后 整个都一言不发地坐着 笔甘和商荣来了之后就看到黄飞虎坐在那里 也不知 在想些什么 笔甘上前安慰 五成王 节哀 黄飞虎没有作答 妹妹和妻子被自己的大王给杀了 甚至在妻子死后 还要被盖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他只觉得自己真的是太窝囊了 笔甘见黄飞虎这般道 不如我们去请前辈指点一二吧 前辈 商荣突然想到 难道是查四那位 不错 黄飞虎听到陆长生的名字 脸色波动了一下 但是前辈再厉害 也不能替死人附生啊 笔甘和商荣见黄飞虎痛苦的模样 干脆道 走吧 去前辈那里喝茶 黄飞虎被笔甘和商荣拉去 长生查四 笔甘和商荣带着黄飞虎来了以后 陆长生发现黄飞虎的脸色憔悴 黄兄这是怎么了 笔甘和商荣当然不能说 老婆妹妹被咒王杀了 黄兄家中遭遇大便 我们怕黄兄想不开 这不想到了陆老板你这里 我们是想来逃口茶喝的 陆长生瞅着黄飞虎生无可恋的模样 看来这家中变故还很大啊 黄兄看起来很上火的模样 那就来个菊花茶下下火吧 正好系统签到 前段时间刚得了菊花茶 陆长生笑道 那我给三位泡茶 陆长生从屋子里取出菊花茶 拿起茶壶 茶杯 动作一气呵成 哪怕是沉浸在悲伤中的黄飞虎 看着陆长生的动作 都有些沉迷于其中 他仿佛又看到了 假是还有妹妹 更别论商荣和笔甘了 等到陆长生将三杯茶 放到他们三人面前 他们都没有回过神来 陆长生看着三个人神情放空 用手在三人面前挥了挥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入迷 要知道 就连通天教主观看陆长生泡茶都在感悟 而黄飞虎他们最高修为不过财经线 被大道锁迷也是正常 笔甘等三人被陆长生唤醒后 连忙道歉在陆长生面前失态了 陆长生摆摆手道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尝尝我泡的茶 黄飞虎等三人端起了茶 这段时间黄飞虎因为遭此大便 有些走火入魔 修为也不是很稳 但是这杯菊花茶一下朵 他本来有些疲倦的身体 瞬间变得非常的舒服有精神 修为也才惊仙 长到了太乙惊仙 黄飞虎喝完以后 只觉得过往一切都好像 都不是这么重要了 就连这商朝 他也觉得就这样吧 那咒王杀他期 他一介修士 又怎么能为这样的人奉上忠心 只是天地之大 不知何去何从啊 黄飞虎喝了一口茶后 突然感叹了一声 黄兄若是愿意将心中的繁星事说出来 我们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啊 陆长生望着黄飞虎道 黄飞虎沉思片刻后道 留在这昭歌 我只觉得独私人 但是又不知该去哪里 陆前辈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 笔竿和商荣一听 黄飞虎这是要离开商朝吗 他们很想现在给黄飞虎问个清楚 但是又想到这里是陆长生的茶寺 只好默默地将话给憋回去了 不如黄兄修行吧 我前些时间拜入了老赵的宗门 黄兄我看你也是人高马大的 不如也拜入那宗门 不过 我不知道这宗门还能不能进了 这样吧 等到下次老赵来 我帮你问问 去结教 黄飞虎自然知道赵公明是结教中人 这结教也是文太师所在的教门 也罢 既然是陆前辈所指的路 说不定倒是一条好路 黄飞虎下了决定道 那就麻烦陆老板了 哎 不麻烦不麻烦 若是进了宗门 说不定我们就是师兄弟了 陆长生热情道 能跟陆老板成为师兄弟 倒是我的福分了 黄飞虎笑道 来了这长生茶寺一堂 他这眉间的愁绪 也淡了许多 三人又坐了一会儿 便向陆长生告辞了 出了门 商戎便率先问道 武城王 若是你拜入结教 可会留在昭歌 黄飞虎摇头道 如今这大王 早已不是我所忠心的大王了 若是我还继续留下来 我那妻子和妹妹 满是邪的脸 就冲着我 笔竿和商戎沉默 咒王这是干的是不地的 但是商朝若是失了武城王 这战斗力就大大的下降了 武城王笑道 好了 我又不是去什么西齐呀 什么地方的 我只是去结教修行罢了 明日 我便会将此成帝上去 希望咒王 他不要为难我吧 否则我真不知道 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情 喝了陆长生的菊花茶 黄飞虎的脑子 也清醒了许多 说实话 在府中坐着的那一会儿 黄飞虎正想着自己进攻 杀死咒王的机会大不大 但是今天这菊花茶一喝 武城王就知道自己 幸好没有实现这想法 咒王可是人王 怎么说 也是在商朝昭歌 若是他真的这么冲动去了 怕是冲进王宫的时候 就是他的死期了 第二日 武城王上表请辞的奏章 引起了群臣哗然 武城王可是朝中重臣 而且立下了赫赫战功 武城王若是离开了 商朝不稳了 咒王收到了武城王的奏章后 也是气愤地 将这奏章扔在地上 这武城王竟要辞贯 巧儿在一旁火上浇油道 定是那武城王 不满大王的所作为所 说不定这武城王想要叛逃 这话宫女都听不下去 但是咒王却觉得 这爱妃说得非常有理 咒王越想越气 这武城王竟然敢叛国 锅从空中降到武城王 你脑子没问题吧 咒王当即派士兵 要去抓武城王进天牢 想叛逃没门 巧儿见咒王不过轻而易举 就被自己的话给说动了 心里也是得意 什么男人都得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得到消息的笔竿和商荣知道 咒王派兵去抓武城王后 那叫一个心急啊 武城王本来已经想好 要去结教了 可是咒王这一搞 就算不叛逃 也要真的去投靠了 如今东西南伯侯 都已经起兵造反 武城王这个武力值 无论去哪里 都是被尊崇的 也就咒王这个傻子 还把他给推出去 笔竿和商荣 大步赶往王宫 趁着事情还没有发生 自己也开始要赶紧去阻止大王啊 长生查四 赵公明又来陆长生这边刷好感度了 因为通天教主说 这段时间结教的结束 似乎在慢慢改变 所以赵公明觉得这下 自己可要在陆前辈的面前 好好刷刷好感 定是因为陆前辈 所以结教才能改变自己的结束 这不 赵公明一来 陆长生看见了以后 就想起了黄飞虎的事情 老赵 你来得正好 陆老板 找我有什么事吗 赵公明满脸期待 大佬找我有事 这事 我可一定要办妥了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跟师门有关 陆长生斟酌着开口了 师门 大佬还有师门啊 赵公明立马起了好奇心 等等 那个师门 不就是自己的结交吗 难道大佬有什么指示 赵公明立马严阵以待 只等陆长生说出来后 他便找个理由先离去 然后向通天教主禀报 不知教中还缺不缺弟子 赵公明 许是赵公明的表情 让陆长生意识到了什么 陆长生再次开口道 是那个黄兄弟 黄兄弟 黄飞虎 他怎么了 陆长生道 我见黄兄因家中变故 而一蹶不振 而且我看他是个忠诚可靠的人 所以想让他也进我们的宗门 就是不知道这黄兄能不能进 这不来问问你 赵公明想了想 若是让黄飞虎进来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 这可是前辈开口 说明这黄飞虎定是 与结教有缘啊 收 这必须得收 赵公明当即道 陆老板 真的是太巧了 宗门最近也正好在招收弟子 我与黄兄打麻将的这段时间 关他筋骨 也是极其适合修道 陆长生见赵公明这么说 就放心了 他还真的有些担心 黄飞虎会不会进不去 而且自己都夸下海口了 说让黄兄去他宗门 幸好师门要招弟子 不然牛皮要吹大了 那太好了 等到黄兄过来 我便和他说这件事 赵公明想了想到 不如我和他去说吧 那太好了 老赵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陆长生笑道 哎 我要感谢陆老板 你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弟子 赵公明反手一波夸奖 是吗 我也只是刚好有这想法 那我现在就去找黄兄 好 你们结束以后再来找我打麻将啊 好了 赵公明往着黄飞虎的府里走去 他是准圣 想算出黄飞虎的位置 那是一如反掌 倒没有想到 黄兄竟然是商朝的武城王呢 这咒王还真的是不做人啊 赵公明掐指一算 事情都已经明了 饶师赵公明修到几万年载 对咒王这操作也是无语了 这不是逼着人家叛逃吗 赵公明来到武城王府时 正好看到了士兵围剿黄飞虎 但是黄飞虎乃是战神 在商朝的威望很深 士兵对着黄飞虎也不敢下手 赵公明飞身来到黄飞虎的边上 黄兄 你这处境不是很好啊 赵兄 你走吧 这里我来处理就好了 那可不行 陆前辈可是说了 让我收你进宗门的 赵公明继续道 我决定了要收你为徒 黄飞虎 你可拉倒吧 你这修为不是和我差不多吗 随后赵公明身上的气势 逐渐上升 黄飞虎震撼了 这气势是怎么回事 赵公明袖子一挥 带着黄飞虎便走了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 武城王 我结叫赵公明 收为徒弟了 若是想找武城王的话 就来结叫吧 士兵们面面相去 但是黄飞虎又不在了 他们在这武城王府 也没有什么事了 而且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武城王 在他们心中的地方很高 他们不想对武城王动武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 武城王的实力 就算捆起两只手 他们也打不过来 武城王府中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咒王的耳朵里 结叫 咒王大发雷霆 但是结叫这个叫门 又是神秘又强大的 文太师也是出自这个宗门 所以 咒王还真的不敢 拿黄飞虎怎么样了 巧儿知道这个消息后 虽说有些失望 武城王没有被抓起来 不过武城王离开商朝 也算是他想要的结果了 黄飞虎被赵公明 一路带到了金敖岛 在这路上 黄飞虎算是 见识到了赵公明的实力了 之前还真的是眼珠啊 这么一位大佬在面前 竟以为他是普通人 不过 自己要是眼睛不瞎 又怎么会认为 咒王是明君 还为他效忠这么久呢 赵公明带着黄飞虎 照常到了通天教主的面前 通天教主之前吩咐过 只要是路前辈说的事 都要让他知道 这不上一次是哪吒 这一次是黄飞虎 进来吧 通天教主看着赵公明 领进了黄飞虎 他睁开了眼睛 看向黄飞虎 黄飞虎只觉得 自己在这位教主面前 那是无所遁形 就算是三岁尿裤子的事情 也能被他一眼看出来 师尊 这位便是路前辈说 是想让他加入宗门的人 哦 通天微微点头 他已经知晓 这黄飞虎的身上 缠着的因果线与结教 还有铲教也有关系 这黄飞虎怕也是杰中之人 果然路前辈 就是改变我命运之人 无论是之前的哪吒 还是现在的黄飞虎 原本应该都是结教对面的人 以通天教主的实力 自然能够感受到 其中的微妙 不过如今路前辈插了一手后 这两个人 就变成了结教的人 妙哉妙哉啊 通天教主温和道 既然是路前辈说入结教 那就入 公明 你要将他说入门下吗 是的 这黄飞虎 日后就是我的二弟子了 妙吉 去吧 诺 赵公明 赵公明 赵公明刚回答完 他和黄飞虎便一起被送了出来 黄飞虎在山洞中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啊 刚刚那座在高位的人是谁 为何他只看了一眼 他连动弹都不敢动弹 赵公明见黄飞虎这个样子 反倒是哈哈大笑 黄兄 平日里打麻将 可没见你这么嚣张 黄飞虎脸上满是苦笑 老赵 啊 不对 师尊 你可别笑话我了 赵公明拍了拍黄飞虎的肩膀 他很理解黄飞虎的心情 他师尊可是圣人 圣人看人一眼 便会让人不可动弹 虽说他是师尊的徒弟 但是每当见到师尊 还是会肃然起敬 走吧 我带你 去见见你大师兄 之后再拜师 峨眉山罗浮洞 哪吒正在洞穴中练功 见赵公明来了 身后还带着一个 气宇宣王的男子 哪吒好奇地站起身行礼道 见过师尊 嗯 这马上就是 你的二师弟 哪吒本就是一个调皮的小孩 这段时间压着性子 在洞穴中修炼 这不看到来的新人 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师尊 我马上就是大师兄了吗 哪吒好奇地看着黄飞虎 东看看西看看 赵公明给哪吒也介绍了黄飞虎 既然入了结教 以前那些身份都不作数了 所以赵公明也没有细说黄飞虎的身份 黄飞虎行了拜师礼后 就正式地改了口 弟子见过师尊 玉须公 原始天尊叫来了道德真君 道德真君 你去那昭哥去西齐路上 拦截文仲吧 诺 弟子遵命 道德真君离去后 又在毕竟路上待着 但是道德真君等了又等 还是没有等到 奇了怪了 没人啊 文仲呢 师尊算计从未有过失手 那应该是那文仲还没有到 我再等等吧 昭哥 文仲颁师回朝 结果就听闻了黄飞虎的事件 气得文仲当场就去了宫中找咒王 大王 那武成王对商朝忠心耿耿 您怎可如此 面对文仲 咒王的气焰还是稍微低了点的 太太师 你听姑解释 姑知 是 但是咒王唧唧歪歪的半天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文仲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咒王真的是越来越不像样了 文仲冷哼一声 看了一眼巧 就离去了 他得去找笔干他们 问问黄飞虎到底去哪里了 笔干府 你说黄飞虎加入结教了 是啊 就那日府上 我结教赵公明 收他为徒这句话传老远了 赵师说 文仲瞪大了双眼 黄飞虎被收入结教 老也是不错 但是商朝的武将之手 就没有人来担任了呀 况且 黄飞虎在商朝立下赫赫战功 唉 这次大王真的是昏了头了 不过武成王怎么和赵师叔认识的 文仲的疑惑 笔干给解释了 你是说陆前辈 是啊 陆前辈说 要不就让武成王加入他的宗门 之后就听到武成王府中的那句话了 文仲从笔干府中出来后 便拿出了传讯符给赵公明 文仲既是结教弟子 也是商朝的文太师 没了黄飞虎这样的武将 商朝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文仲想了想 决定还是去见见武成王 若是可以的话 他还是希望武成王可以继续在商朝任命 文仲打了几刀法印 传讯符上金色的印记闪了闪 文仲脸色肃然起敬 恭敬道 弟子见过师叔 文仲 有什么事吗 弟子想问问武成王黄飞虎的事情 你来我到场一趟吧 是 文仲到了以后 见黄飞虎的气势大变 开了开口 他本想劝黄飞虎回商朝 但是 等见到了黄飞虎以后 他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了 黄飞虎见文仲支支吾吾的模样 也明白了文仲的来意 他只笑了笑道 文太师 日后我们可是师兄弟了 看着黄飞虎的笑容 文仲心中暗叹 罢了罢了 那我可是你的师兄了 毕竟我入门可是比你早的 文仲笑着行了一个结教的礼 黄飞虎也是露了一个笑容出来 对了 我那些个儿子就拜托你了 哪里的话 是兄弟的 这是应该的 另一边 道德天尊已经等了四五天了 但是别说一个人了 只有动物陪着道德天尊 道德天尊没有办法 只好捏了一个 法诀给原始天尊传讯 说了等待的结果 没有 原始天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怎么会没有呢 原始天尊又掐指算了算 黄飞虎怎么去结教了 他怎么能去结教呢 而且还是赵公明的弟子 黄飞虎可是日后风神亮节的重要人物 为什么又是去了结教 难道 原始天尊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若是真的话 只见原始天尊本来平放的手 瞬间握紧了 不行 我得去试探试探 原始天尊难难道 是时候去一趟金敖岛了 金敖岛 原始天尊一道神念降临 通天教主自然也感受到了圣人气息 还是一股讨厌的味道 原始天尊 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吗 通天教主对着原始天尊冷淡道 原始天尊来这里也是为了试探 听闻最近结教又收了不少徒弟啊 通天教主一听 这原始天尊竟然是为了哪吒和黄飞虎来的吗 果然哪吒和黄飞虎确实是结中人啊 不过通天教主语气平淡道 我结教收徒向来是有教无类 不似师兄你这惨教 只收精英啊 原始天尊被通天教主的话一次 不过他目的还没有达到 他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是不是通天已经发现了他的目的 所以才会屡屡出来破坏 不然怎么会怎么巧 先是雷震子不入产教 后来又是哪吒 黄飞虎这些人都被结教给收入门下了 怎么可能这要巧 但是原始天尊又担心自己来的目的太明显 若是通天教主本来不知道 结果他一来反而让通天得知的话 岂不是打草惊蛇了 想了想 原始天尊又笑道 没什么 我只是来关心一下师弟吧 我便先走了 这一趟原始天尊来的奇怪 走得也奇怪 通天教主见原始天尊收回了神石 便也收了回去 哼 这个老狐狸 别以为他不知道原始天尊来的目的 可惜啊 他有陆前辈帮忙 通天教主心里美滋滋 果然抱大佬大腿 是有好处的 这不他这位好师兄就着急了 嗯 决定了 以后陆前辈的话 就是结教的前进的方向 长生查寺 陆长生正在砍柴胶水 一边心里吐槽 自己真的是懒了 之前有老赵他们帮忙干活 这几天突然干起了活 竟然还有些不适应 唉 武城王府 因为黄飞虎的离去 本来繁华的武城王府 也变得破旧了 黄天路三兄弟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这个场景 他们第一反应 就是走错地方了 他们三个人 不过出去游学了一趟 回来怎么家都变了 三兄弟抬头看了看门扁 确实是武城王府啊 门口经过的百姓 看到了三兄弟道 是武城王家的孩子吗 武城王犯事了 武城王府 已经被大王下令疯了 你说什么 武父王怎么可能犯事 激动的黄天爵 上前抓住百姓的一灵口问道 哎哟 这是大家都知道 百姓见黄天爵这么激动 连忙正脱开来 随后就跑开了 三兄弟只觉得天都塌了 自己不过是出门一趟 怎么家里都变了 大哥 我们怎么办 黄天爵和黄天祥 看着黄天画 现在黄天画 就是他们三个人的中的顶梁柱了 黄天画见两个弟弟的眼神 知道自己不能够退缩 现在只有自己站出来想办法了 我们去找笔干亚相 他平日里和父王的交情深 说不定他知道内情 好 我们听大哥的 黄天爵和黄天祥 一口同声道 笔干服 笔干看着眼前的三兄弟 从天骄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三个兄弟 也是不容易啊 笔干对他们说了武城王的下落 所以父王是去结教了吗 我们可以去结教吗 黄天画小心翼翼地问道 笔干沉默了 他也不知道结教那边是怎么样 只知道这些都是陆前辈安排的 不如就把他们三人送去陆前辈那边 但是也不知道陆前辈愿不愿意 要不还是先问问文太师好了 笔干便先让三人在家中住下 随后便去找了文仲 文仲得知黄天爵三兄弟在笔干家中时 便道 不如让那三个孩子跟着我吧 我这一生无妻无子 既然黄飞虎入我结教 这三个孩子便也算是结教兄弟 我来照看他们 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 笔干愁出了片刻还是讲了出来 不如将这三个孩子送到陆前辈那边 送到陆前辈那里 是啊 以陆前辈的本事 若是愿意收下的话 这三个孩子日后定会很出血 我们商朝欠武成王的 只能想办法还到这三个小孩身上了 文仲苦笑道 这是我也不能把握呀 陆前辈这等高人又岂是我们能揣夺的 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三个小孩带过去吧 行 笔干和文仲带着黄天化三的孩子去了长生查寺 陆长生开了门见识文仲 连忙让他们进来了 文老伯 最近没见到你 你是出了远门了吗 刚刚班师回朝的文仲 对呀 出门做生意去了 这不才回来就来恩人这里了 陆长生无奈 文老伯别叫我恩人了 快坐 这三位是 黄飞虎的三个孩子都长得是人高马大的 不过脸上都是带了些茫然 这三个孩子是黄兄的孩子 什么 黄兄的孩子 是啊 黄兄家中遭遇大便 三个孩子游学回来后 不知所措便来找我了 黄兄不是在教中吗 让他把这三个孩子一起带到教中不就好了 陆长生道 你是不是不知道黄兄的联系 我有 我这就联系他 赵公明早已给了陆长生一个传讯符 只要陆长生要找他 往里面输一道灵力就可以了 呃没删 赵公明身上的一道传讯符亮起 是陆前辈找我 赵公明袖子一挥 便出现在了长生茶寺的门外 陆老板 找我何事啊 哎呦 陆长生被赵公明的突然出现 吓了一跳 老赵 你这个速度可以啊 我才刚传输灵气 你就过来了 你这修为是不是有精进了不少啊 没有没有 我刚刚正好也想来这里 正巧正巧 赵公明解释道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黄虎兄的三个孩子 黄飞虎怕暴露身份 所以在陆长生面前都是以黄虎自称 听了陆长生的话 赵公明看向黄天爵他们 我是你们父亲的师尊 你们父亲如今在修行 所以没有办法来照看你们 听到赵公明的话 黄天爵三兄弟都露出了伤心的神情 其实对于黄天爵三兄弟的去向 黄飞虎早就有想法 那就是在陆长生这里打工 陆长生的恐怖赵公明 早就和黄飞虎说过 黄飞虎也才真正地意识到 自己能够与陆长生相识 实在是生平一大幸事 他想到了自己三个孩子 若是这三个孩子 能得到陆前辈的指导 他也算没有遗憾了 只是陆前辈他感悟红尘 再说 自己这三个孩子的资质也是一般 就怕陆前辈看不上啊 赵公明对着黄飞虎道 放心 为师尽量帮你 另外 这位陆老板对你们父亲有大恩情 你们父亲希望你们能够留在长生茶寺 为陆老板打工干活 偿还恩情 此话一出 四个人一联盟 那就是黄天爵三兄弟和陆长生 陆长生 自己什么时候对黄虎兄弟有恩情了 我怎么不知道 黄天爵三兄弟则是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我可是五成王之子 黄天话刚想开口 发现自己居然怎么都出不了声了 身上似乎被什么法力给禁锢住了 是谁 哪位大能 赵公明生怕这三个小孩戳穿他们的马甲 干脆先不让他们出声了 等事情尘埃落定后 再和他们好好说说 陆长生面露难色道 我对黄虎兄何时有过恩情了 再说 这三个小孩在我这里能打什么工 还是带他们看父亲吧 陆长生心想 这既然是黄虎兄弟的儿子 那父子团聚相比会更好 陆老板有所不知啊 这次进结交的事情 在黄虎心中全靠陆老板 都说负债子长 那这恩情现在黄虎他报不了 就先让儿子来报吧 陆长生很想说 我也没有太帮忙 就是说了一下 要感谢 也是感谢老赵啊 不过 见老赵一副黄虎恩人是你的样子 陆长生也是有嘴难开啊 但是这三个小孩 都还没有成年啊 若是真收了他们 不就是招同工啊 那肯定不行 赵公明兼陆长生面上 还有些为难 但是反对的态度 没有之前那么坚定了 他决定在家把火 孩子 如果自己说要报恩 要留下来帮陆老板干活 陆老板总不忍心拒绝 这一片赤诚之心吧 赵公明给笔杆使了一个眼色道 我先带这三个小孩出去 这三个小孩似乎有些怕生 被封住嘴的黄天爵三兄弟 就这样被赵公明给带了出去 丝毫没有反抗之力 笔杆和文仲则是在里面劝说 长生茶四万 赵公明解开了三个兄弟的禁止 感受到赵公明的强大的三兄弟 看了看跪在地上道 请道长收我们为徒 哎 你们糊涂啊 赵公明望着他们道 我与你父王给你们谋一个好的去处 你们却不想要 以赵公明的眼里 自然看出来这三个小子 根本不想留在茶寺给陆长生打工 你们可知里面那位陆老板是何人 黄天爵摇摇头 你们又可知 为何我与你父王都想让你留在这里 即便我与你们非亲非故 可你父亲是我的弟子 我还能害你们不成 黄天爵三兄弟对着赵公明 无话可说 现在他们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对啊 为什么自己的父王 想让自己留在那长生茶室呢 难道里面那个陆老板 真的是高人 但是他看起来很年轻啊 而且 哪有什么大人物 是在城门口开茶室的 哼 无知 赵公明呵斥道 里面那位可就是我师尊通天教主 这样的圣人都尊敬的人 如今把你们送进去 为前辈干点活 不过就是想让陆前辈给你们指点指点 黄天爵三兄弟 只感觉呼吸都要停止了 连圣人都要尊敬陆前辈 可是圣人不已经是这洪荒最强大的了吗 因为武成王也懂修炼之术 所以这些 他也是和自己的儿子讲过 但是 这位陆前辈竟然能够让圣人都尊敬 这等本事 本来还有些瞧不起陆长生的黄天爵三兄弟 有些犹豫了 眼前这位大能也没有必要骗自己 况且这也没有啥好骗的 此乃你父亲给你们留下的传生符 你们听听就知道了 赵公明的手轻轻拂过传生符 黄飞虎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天爵 天话 天降 为父如今身在结教闭关修炼 无法下山 但为父给你们留了一条名路 长生茶寺老板乃是绝世高人 即便是为父也是打心里佩服这位高人 你们记住 定要留在长生茶寺 若是你们有福分 必然能够得到收获 记住 对待前辈定要恭敬谦卑 黄飞虎另外还说了一些话 都是嘱咐黄天爵三兄弟定要态度端正 不可耍小孩子脾气 否则前辈若是发起火来 自己恐怕是护不住他们 随后黄飞虎就将传生符给关上了 黄天爵三兄弟已经听出来了 他们的父亲是铁了心将他们留在茶寺了 这茶寺老板到底是何人 为何如此受推崇 另外 记住了 前辈在感悟红尘 千万不可以在前辈面前提及你们的真实身份 什么五成王之子不要提 否则打扰前辈修行 即便你们是黄飞虎的儿子 我也不会轻饶 黄天爵等三兄弟明白了赵公明的意思 他们心里对陆长生的地位也是有了明显的评价 古代孩子本就早熟 何况他们还是黄飞虎家的孩子 对于这些事他们也是非常的懂 赵公明嘱咐好了一切后 就将黄天爵三兄弟带回了长生茶寺 而此时陆长生在笔竿和文仲的劝说下 也变了想法 要不就把他们留在这里 这些孩子身世确实可怜 娘死了 爹修令没人管他们了 黄天爵三人进来后 表情已经整理好了 那种悲伤又带了一点坚强 黄天爵率先道 天爵见过陆老板 还请陆老板收留我们兄弟三人 否则我们兄弟怕是无处可去了 我们愿意为陆老板干事 什么都可以 情深义切 看得赵公明等人暗暗点头 这小子上道啊 黄天爵和黄天祥两人 也是上前对着陆老板行礼 恳求陆长生收留他们 陆长生本来就有些心软 见三兄弟都想留在这里 反正这茶寺也够大 干脆就留下他们好了 不就是多了三口吃的而已 黄天爵暗中对着黄天爵两兄弟 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见陆长生答应 讲黄天爵三兄弟收下 文仲等人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不过之后便是嫉妒了 这三兄弟可真幸运 能够一直待在前辈的身边 特别是赵公明 他早就发现 陆长生院子中的灵气 可不是普通的灵气 而是混沌灵气 而且一旦超出长生茶寺三里 这灵气就会变成了普通的空气 所以赵公明每次在长生茶寺 都觉得身体很舒畅 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都在快乐地吸收着灵气 一旦离开长生茶寺三里之后 就会觉得一阵不适应 就像正在吃大餐的人 突然端上来一盆做的和屎一样的菜 让人有些适应不来 赵公明又极度地看了一眼三兄弟后 便告辞回去了 他还要回去和黄飞虎说 这个事情呢 文仲和笔干也告辞了 近来大王有征战稀奇的打算 所以他们要赶紧回去看看大王 万一大王又被那妖妃给迷惑住 然后将什么大将给派出去 商朝可是损失不起 笔干等三人走后 长生茶寺又恢复到以往的安静 但是却又拥挤了不少 陆长生心想 幸好这茶寺后面带着的香房够大 不然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置这三个小孩 黄天爵见陆长生 突然叹了一口气 还以为他有些后悔 收下自己三人了 立马道 老爷 我们很会干活的 力气也很大 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 陆长生心是诧异 后是想到 可能自己这叹息声让他误会了 便道 放心 我既然收下你们了 就不会赶你们走你们 我只是在想 该让你们在哪里睡觉吧 所幸这茶寺带着的香房 每一处都有阳光 陆长生便带着黄天爵三兄的 来到了连着的三间香房道 日后 这便是你们的住处了 多谢老爷 黄天爵三兄弟 异口同声道 而黄飞虎得知自己的儿子 也被陆长生收留后 心里也放下了牵挂 在陆前辈那边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 一定会比他这个爹有出息的 至少不会跟他一样 自己的妻子妹妹 死在面前却无能为力 赵公明见黄飞虎气势多了释然后 心里也是开心的 既然黄飞虎以后是他的徒弟了 赵公明自然会尽心尽责教导他 而黄飞虎的心中 自己的妻子和妹妹惨死 是一个心结 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心结 如今儿子有了好去处 一个心结放下 修炼上自然会顺畅很多 只是这至亲之人惨死 终究要解开啊 赵公明看着认真修炼的黄飞虎 心里感叹了一声 另一边 西齐对着重州的进攻 也到了尾声 大概是因为深宫暴的执迷不悟 原始天尊直接暗中给了江子牙帮助 所以即便深宫暴的计谋比江子牙厉害得多 但是也抵不住原始天尊的暗中援手啊 而江子牙的得力让他在西齐的地位逐渐上升 本来许多武将并不服这个突然出现的所谓的江子牙军事 觉得这新的西伯侯是不是太过信任江子牙了 但是这对重州的这一战彻底地奠定了江子牙在武将中的基础 而重侯虎在大殿中大发脾气 深宫暴坐在一旁 脸色阴晴不定 他觉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 怎么可能比不过江子牙 但是这几次战争 明明自己马上就要赢了 可总会出现什么意外 难道 深宫暴想到了原始天尊找到自己那次 他说自己的天命不是在这里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 深宫暴迷茫了 重侯虎对着深宫暴道 军师 你可要救救本王啊 如今的深宫暴 对于重侯虎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还是唯一的一根 哪怕深宫暴没有打过胜仗 但是重侯虎也只能依赖他 深宫暴 正在沉思的深宫暴突然被声音打断 是原始天尊 看着重侯虎一无所觉的模样 深宫暴知道这是原始天尊用传音秘术 只让自己想听得到的人听到 本作已经和你说过 你的天命不在这里 速速离去 原始天尊自然不会说自己在背后的小动作 而是又再次找了深宫暴 让他速速去商朝 否则 自己这封神大忌真的难以实现了 深宫暴听了原始天尊的话 又看了看上面慌乱无主的重侯虎 罢了 自己便在搏上最后一搏 倘若自己这次还是失败便离去 深宫暴对着重侯虎道 侯爷 我去找我的朋友来助侯爷一臂之力 侯爷莫慌 先挡住那激发大军一段时间 好好好 军师速去速回啊 等到深宫暴走后的几天后 重侯虎的一个军师道 侯爷 这深宫暴会不会假借寻人的名义 自己跑了呀 重侯虎本来还没有这么想 这么一听后 立马就慌了 是啊 这个深宫暴也是突然出现的 若是看到战争失利 就跑路了 他跑路了无所谓 自己这偌大的家业 可是在这里啊 他对着面前这军师道 不知你有什么好想法 不过说来也奇怪 重侯虎对着军师 明明没有什么印象 却是觉得这个军师非常的可靠 其实这个军师 来是原始天尊赐给江子牙的一道俯索化 原始天尊觉得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封神之势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变数 但是只要江子牙和深宫暴没有变 那封神亮节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但是 让原始天尊没有想到的是 这深宫暴不仅没有离开 反而还要去找人来 气得原始天尊 简直想一巴掌拍死这个孽徒 他在暗中对着江子牙 说了深宫暴的事情 又给了这个符录给江子牙 让他将此符录贴到重咒一个军师身上 到时候 那重侯虎自然会乖乖地出来投降 所以重侯虎才会深受这军师的影响 本来他还想等深宫暴回来 在行事 但是圣人的威力 又岂是重侯虎区区一个凡人能够抵挡的 在这 重侯虎也算不上封神的主要人物 所以 原始天尊对于重侯虎 可丝毫没有手软 而深宫暴此刻 正在赶往一个小岛 上面有他的好友 九龙岛四圣 但是还没等他赶到九龙岛 他就已经听到了 重侯虎已经想了稀奇的事情了 深宫暴当即愣住了 他不明白自己才离开几天 这事情怎么就这样了 他气愤地找了一个山头 发泄了一番吼 山头变得狼藉一片 江子牙 难道我真的不如你吗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深宫暴想来想去 既然重侯虎不可靠 自己便要去寻一个更可靠的队友 如今稀奇起兵 自然是想要去造反 那商朝就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看来 自己还是要去招歌了 其实深宫暴之前不想去招歌 也是因为陆长生的一些原因在 当初深宫暴怎么都进不去查四 所以他对着招歌 还是有些敬畏了 可是如今这形势之下 就算是地狱 他深宫暴也要去 他定要打败江子牙 深宫暴看了一下 静在眼前的九龙岛 转身去了招歌的方向 既然重侯虎都投降了 那他还找帮手干什么 暗中观察的原始天尊 对着深宫暴的下一步很满意 总算是回到正途了 而西齐正在庆祝胜利 西齐 激发正在给江子牙敬酒 军师 这次重侯虎主动投降 我军士气大增 之后我们攻打商朝 也更有信心了 这次还是多亏军师啊 是啊 要不是有军师出谋划策 还请来了神人 我们才能这么快地攻破重舟 江子牙被吹得飘飘欲仙 之前在商朝所遭受的一切 都已经被如今的推崇给抹平了 江子牙 果然自己离开招歌是对的 在招歌不仅有马氏 还有那个不知底细的高人 想到这里 江子牙就觉得自己的膝盖一疼 当初为了逃掉 对那陆长生说贵就贵 这是对他的心理阴影 也是很大 现在众人的吹捧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心理安慰 我这也是为西齐 做了一些绵薄之力 算不上什么 客气了客气了 激发已经喝得满脸通红 这次崇州大劫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西齐这边在嘻嘻哈哈的 招歌 咒王生气的砸碎了一个酒杯 黄口小儿 区区一个激发 竟然把孤世的北伯侯给端了 他崇侯虎是一个废物吗 大王消消气 巧儿在一旁安抚道 大王 干脆你就派兵攻打西齐 好让天下人知道 商朝可不是好惹的 依臣妾看 这些诸侯是该敲打敲打了 这西伯侯这么会出风头 就拿他当机好了 杀鸡锦侯 杀了西伯侯 剩下的东南伯侯 相比于也不敢再掀起什么风浪了 咒王听了巧儿后 心里果然舒服了很多 爱妃果真是姑的结语花 每次听完爱妃的话 姑总是觉得豁然开朗 一日 咒王上朝 宣布出兵攻打西齐 朝雷 朝田 陈在 两个精壮的男子出现 穿着武将服 姑命你们 率领五万士兵 先去西齐探个情况 陈遵旨 朝雷 朝田 乃是威武大将军 自从黄飞虎离开昭歌后 他们二人在昭歌的地位 就蹭蹭的上涨 如今咒王想到战时 也是先想到了他们 而朝雷 朝田之前被黄飞虎压着 所以做事重规重矩的 黄飞虎走后 他们也被咒王封为了威武大将军 这次咒王点名 让他们去西齐做先行兵 兄弟两个 心里都很兴奋 朝雷 朝田心里都想着 这次定要让商朝上下看看 没有了黄飞虎 我也可以独当一面 但是他们心里 对自己的实力 没有一点数 朝雷 朝田的实力 在昭歌 不过就是中等罢了 之所以会被咒王看重 还是因为他们一口花言巧语 笔干等人 也是知道朝雷 朝田的实力 所以才担忧 如今文太师在外出征 商朝可用的兵数 本就不多 这朝雷 朝田又领了五万兵走 万一 笔干心中叹息了一番 还是去问问陆前辈 看看他有什么指点吧 长生查四 老爷 柴我已经披好了 黄天花大早上的 就在院子里匹柴 老爷 那些花草 我都已经浇过水了 黄天决道 而最小的黄天祥 则是在帮着打几条菜 陆长生见三个兄弟 手脚都利落得很 自己却在床上睡觉 现在才起床 心中不眠 有些尴尬 陆长生很快收起了尴尬 夸奖三个孩子 真的是太勤奋了 大早上干活都渴了吧 快来喝水 陆长生招呼着黄家三兄弟 来了 黄天花等三兄弟 一人喝了好大一碗水 他们三人干了一早上的活 确实也累了 这水刚入口 甘甜 三兄弟都感受到了 一股力量 从丹田而起 而脑中也变得清明了许多 看向这四周 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灵气波动 三兄弟从未感受到 如此神奇的场景 陆长生见他们喝了一口水 就愣在那里 还以为谁怎么了 自己也喝一口 系统出品的水 还是好喝的呀 黄化 黄绝 黄祥 你们三个人还好吗 陆长生把他们三人的意识 拉回了现实 黄天花回过神 望向了手中的水 这水是什么 为什么他喝了以后 感觉整个身体都不一样了 大哥 黄天绝和黄天祥 看向了黄天花 他们自然也感受到了 这个水的力量 黄天花给他们使了一个眼色 那赵公明道长说了 知道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也要当做没有看到的样子 否则扰了前辈感悟红尘 那就是 他也就不了 黄天花对着陆长生笑道 没事 干了一早上的活 猛的喝水 觉得太好喝了 多谢老爷 黄天花朝着陆长生行了一礼 黄天绝和黄天祥 也和黄天花一样 对着陆长生行了礼 唉 不过就是一些普通的水罢了 你们还这么客气干嘛 黄天花三兄弟 却知道这不仅仅是普通的水 否则 他们喝了 也不会觉得这么神奇了 黄天绝三兄弟 吃了午饭后 便回去休息了 三兄弟聚在一起 大哥 你感受到了吗 我感觉喝下了谁以后 我的五感都灵敏了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父王这么想让我们待在这里了 黄天花点点头道 不止 我这几日在这里修炼 发现这院子中的灵气很足 而且吸收这灵气后 身体里面的灵气 好像也纯净了许多 黄天花三兄弟 现在才明白了黄飞虎的苦心 若是能将他们留在这里 对他们的好处 那真的是无穷无尽的 对了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院子中的法宝 也是一大堆 到处都是 黄天花道 大哥 你指的是 我早上浇水的那壶吗 大哥 你是说九儿姐姐遮阳的那把伞吗 黄天花点点头 不止呢 那些都是 可以拿起来的 我早上砍柴 想要用砍柴刀 结果发现 根本就拿不起来 而且我看了那砍柴刀一眼 那里面的杀伐之气 差点让我的精神都错乱了 黄天花讲完后 黄天爵和黄天祥 两兄弟愣住了 死 竟如此恐怖 不错 所以以后陆前辈让我们吃的 或者让我们喝的 我们可千万不能浪费 大哥 我们知道了 现在黄家三兄弟 已经认识到了 在陆长生这边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就是黄飞虎来让他们离开 他们也不会走了 这么一个好地方 谁走谁傻瓜 想到赵公明离开前的眼神 他们终于明白了 那是羡慕极度的眼神 咚咚咚 敲门声传来 黄天花出去开了门 原来是笔干亚相 黄天花行了一个礼 笔干问道 陆老板在吗 陆长生出来 见识笔干 问道 笔大伯 你怎么来了 哦 我是来看看这三个孩子 顺便有点事 想问问陆老板是怎么看的 快请进来吧 陆长生心里美滋滋的 这问问我怎么看的 看来 我在这笔大伯心中的地位很高啊 这有事情 就来问我的看法 那我可以定要好好想想 黄天花三兄弟 这应该是主要来问问题 顺便来看看我们吧 笔干坐下后 看着黄飞虎三个儿子的气色 都很不错到 这三个孩子 待在这边看起来很适应啊 看起来红光满面的 黄天花三兄弟 早上刚喝下神水 身体当然很好了 陆长生 红光满面 可能是因为干活了吧 对了 陆老板不知有没有听说 昼王最近打算攻打西齐的事情 自然听说了呀 陆长生开的是茶寺 在城门口 自然是人来人往的 这些消息 陆长生自然是知道的 那陆老板是否知道 这次前去领兵的 正是潮雷潮田两个将军 比干做出了一副神神秘密的表情 仿佛在和陆长生分享八卦 潮雷潮田 那两个叛徒啊 陆长生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叛徒 比干瞪大了双眼 这两个将军 怎么会是叛徒呢 虽说是花言巧语了一些 但是这对商朝 还是蛮中心的啊 比干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陆长生说出 那叛徒两个字 就感觉不好了 不过这比大伯 也不是别人 见比大伯一副求姐的模样 陆长生便与他说了说了 比干听得怀疑人声 这潮雷潮田 竟然去西齐是归降的 而且还会哄骗粮草 那五万大军 也跟打水漂一样没了 比干觉得自己听下来 整个人那叫一个恍惚啊 今天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至于是不是假的 那不可能 要知道 这可是陆前辈说的话 但是这潮雷潮田 目前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 若是直接向大王禀报 怕是不妥 比干思来想去 也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陆长生见比干听了以后 脸色精彩得很 还以为他 正被这个事情震惊呢 于是拍了拍比干的肩膀道 比大伯 你放宽心 这还只是开始呢 后面还有更刺激的呢 局外人的陆长生 明白这商朝和西齐 不过是人间的战斗 后面还有结教和产教的战争 对了 自己都提醒老赵 可千万不能让自己的宗门 与那结教产教扯在一起 不然就完了 比干定了定神 什么叫只是开始 比干只感觉 似乎有一层网 向商朝扑来 但是他却无可奈何 比干很想 直接对陆长生揭开身份 请求陆长生 给他条名路 给商朝一条名路 但是他不敢 这位前辈 是来感悟红尘的 若是惊扰前辈 怕是以后就连这种旁敲侧击的机会都没有了 陆长生见比干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道 大伯 看起来你倒是很忧心过失 这是说来也简单 只要换一个人上去战场领兵 其实这事就解决了吗 不过这不可能得 陆长生随后一道 不知陆老板为何如此说 那个朝天朝雷 好不容易才有这个出头的机会 若是换了一个人 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再去 所以这肯定制止不了 比干点点头 陆前辈说得不错 这朝天朝雷对名利确实看得很重 若是让他们知道 这换了主帅 必定会暗中作梗 还不如先让他们当主帅 等到他们要判的时候 再将他们抓起来 比干心里有了筹谋 脸上也好看了起来 陆老板对国事看得明白啊 比干一句夸奖 让陆长生摆摆手笑道 这算不了什么 看多了吧 陆长生指的是 自己看多了风神演义的书 而比干认为 陆长生早已看透了这商朝将军 所以才特意说的 果然大佬啊 幸好今天来了 不然商朝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五万将士 这也太心疼了 比干离去后 陆长生立马就联系了赵公明 陆前辈可有什么事吗 传讯符上 赵公明的字迹显露 陆长生将结教铲教 马上就会发生冲撞的事情 跟赵公明说了 还特意说了 我们宗门与那两个 叫没有什么关系吧 结教 外门大弟子 赵公明看到这讯息 摸了摸额头的汗回复道 并无 陆长生看到这个消息后 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幸好没有 要知道 这结教铲教背后的圣人 哪尊他都得罪不起啊 在这风神亮节中 只能明哲保身 赵公明收回了通讯符 立马就去找了通天教主 师尊 刚刚陆前辈 说结教铲教 马上就会有冲突 我来问问师尊此事该如何解 通天教主脸色阴晴不定 马上就要起冲突 通天教主手上掐指一算 以圣人之威 看透着洪荒因果 但因为结教是通天教主所创 通天只能感受到 确实结教铲教之间的因果 似乎要开始变身了 公明 传令下去 结教弟子不得参与于产教弟子的争斗 从今日起 产教弟子闭关 不得出惊傲倒 诺 赵公明离去后 通天教主望着虚空喃喃道 师尊 这一切是你安排好的 还是只是原始那个家伙的算计呢 因为刚刚通天教主算的时候 竟发现了一股比他还强大的力量 似乎在中间起着作用 这股力量还非常的熟悉 赫然就是自己的师尊 红军老祖 通天教主想不透后 又闭上了双眼 开始感悟 如今 他也只有继续突破这一条道路可以走了 力量才是真正能主宰一切的东西 惊傲倒 通天教主闭上眼后 洞穴又陷入了寂静之中 而笔干那边得知了朝雷朝田的信息后 连忙找了商荣 商荣知道后也是吓了一跳 那朝雷朝田 平日看起来 就是有嘴滑舌了一些 没想到最后竟是要叛国 不行 他定要上告大王 征伐西齐 不能让朝雷和朝田两兄弟前去 这不是送人头吗 笔干阻止了商荣 并把陆长生的话告诉了商荣 让他们先坐 我们在后面堂王捕舌吗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没想到 陆前辈连大王的脾性都摸得清楚 商荣感叹 可不是啊 他这位大王若是选定的人之后 别人再对他指手画脚的 定是会勃然大怒的 笔干对着商荣说了一些 商荣当即扶掌道 妙哉妙哉 昭哥王公 笔干和商荣两人上报大王 朝雷 朝田两兄弟若是单独去的话 怕是不太稳妥 如今昭哥已经没有了黄飞虎这样的武臣 若是朝雷朝田受了那西齐的奸解 怕是我们商朝又会损失两名良将啊 商荣说了一大堆话 成功地说服了咒王 咒王也觉得自己选出来的人 万一真的被西齐那边的奸记给弄死了 那他岂不是颜面扫地 笔干又上言道 不如将鲁雄将军也派去 鲁雄 咒王脑海里浮现鲁雄的样貌 是啊 笔干继续道 鲁将军战功丰富 对战经验也很多 若是有鲁将军在旁边看着 想必这朝雷朝田将军 也不会这么轻易重击 此言有理 笔王点头 明日上朝之时 姑便会传指让鲁雄一道前去 大王英明 笔干和商荣两人同时行礼道 既然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自然就不需要在咒王面前了 两人告退后 咒王又去找巧玩耍去了 商荣府 笔干和商荣两人面对着坐着喝茶 幸好有陆前辈在背后指点 是啊 接下去就是要提醒鲁将军 去注意朝田和朝雷两兄弟的动向了 鲁府 鲁雄正在练舞 等到操练完毕 掌声响起 鲁雄扭头 原来是笔干亚相和商荣首相 两位大人来我这府中 下人也不通报 鲁雄声音浑厚 笔干笑道 哪里是下人不通报 鲁将军练武入迷 旁人说再多话 怕也是入不了 你的耳啊 是急是急 商荣也在一旁附和 好了 你们就不要打去 我这个武夫了 鲁雄打断了他们两个人的一唱一和 两位大人有什么事吗 笔干和商荣正了正神色 笔干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什么 朝雷和朝田两个人去了西汽后 竟然要反叛 鲁雄瞪大了双眼 随后摇摇头 不可能 那两个小子实力平平 也没有那个胆子敢背叛商朝 商荣却道 不是我们在胡说 我们有高人指点 高人 鲁雄孤一道 这商朝 还能有比你们厉害的高人 在鲁雄心里 这笔干和商荣两人 除了武力不太好 但是这脑子 绝对可以说得上是第一第二的 但是现在笔干和商荣嘴里 竟然出现了一个高人 看他们的神色 似乎这高人还让他们非常幸福 难道商朝又出现了什么 他不知道的人 笔干笑道 没错 要知道这几次的危机 若不是高人指点 只怕我早就不站在这里了 笔干指的 自然是巧要他的七窍玲珑心事件 要不是陆长生说了土星的故事 他真的就要交出他的心了 鲁雄自然也知道 冷哼一声 还不是那个妖妃 鲁雄也算是商朝的重要将领 对这个巧儿也是看不顺眼很久了 而之前的挖心事情 鲁雄也是知道的 当时他还以为笔干要晚了 不过没想到 竟然吐出了这么多心 成功地避过了这一关 原来竟是那位高人出的主意啊 笔干亚相 我可以见见那高人吗 鲁雄期待地看着笔干和商荣 笔干 现在那茶寺 已经算不上清静了 笔干他们经常会去喝茶 他们还把黄天化等三个孩子 也送过去 怕是不太好啊 鲁雄见他们面露为难之色 也不勉强 当即道 算了 我乃一武将 还是有缘再见吧 至于那朝雷朝田两兄弟 我会看住他们的 有了鲁雄的保证 笔干和商荣就放心多了 第二日 上朝之时 咒王宣布此去西齐 鲁雄坐镇军中为大元帅 朝雷朝田两兄弟为副帅 朝雷朝田两兄弟傻眼了 他们的主帅位置怎么没了 鲁雄这时已经出列道 莫 西齐一事就这么定下了 而商朝派兵攻打西齐的事情 激发也知道了 他立马叫上了江子牙 还有武将 因为任命鲁雄 是今天才有的事 所以 激发还以为 朝雷朝田 依旧是主帅 江子牙听了以后 心里有了主意 因为他在昭歌 也是待过一段时间的 这朝雷朝田两人 名气之所以大 不过是因为有黄飞虎 在上面看着 如今黄飞虎被咒王逼迫 早已辞官 没了黄飞虎 这朝田朝雷两人 还不是仍由他算计 西伯侯放心 我已有了计策 那朝雷朝田 两人好大喜功 若是前面有利可图 他们定会冲来 届时我们便可 激发听了江子牙的话后 点头 军师好计谋 这手战很重要 若是我们胜了 定会士气大胀 江子牙微微汗手 西伯侯放心 子牙定会尽心竭力 他们还不知道 因为陆长生 把朝雷朝田会做的事实 先说出来了 现在的主帅 早已换成了鲁雄 至于他们所说的 让朝雷朝田两兄弟重计 怕是不会这么轻易成功了 三日后 鲁雄作为主帅 率领五万士兵出发征锡 朝雷朝田 也跟在鲁雄的身边 虽然两兄弟表面上 对鲁雄是主帅 没有丝毫的意见 但是他们两兄弟的内心 早已经问候了鲁雄一万遍了 要不是鲁雄横插一手 这主帅肯定就是他们的了 但是朝雷朝田两兄弟不会想到 这好端端的 鲁雄又怎么会突然成为主帅呢 长生查四 因着今日大军出发 所以城门口还是热闹得很 已经长成一个少年的陆雁九 看着大军道 爹爹 他们是要去干什么 陆长生算了算日子 朝雷朝田送人头去了 雁九 他们是去打仗了 那我也要打仗 陆雁九从小就喝着灵水 资质早已是通天 修为也是强得很 不过在陆长生的眼里 陆雁九就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孩子 这样的小孩要去打仗 还是参与那产劫教中的战争 不行 实在是太危险了 雁九 你还小 这打仗的事情 是要大人去做的 陆雁九指着大军中的 一个明显稚嫩的脸庞盗 可是我看他更小啊 他还是不是上去了 陆长生 哎 孩子长大了 不好骗了呀 黄天化三兄弟看着陆长生吃扁的模样 笑了出来 竟然能看到陆前辈吃扁 也就只有陆雁九这家伙能够做到了 在长生查寺待了几个月 黄天化等人早已经把陆雁九 看作是弟弟一样 看待了 而黄天化和黄天爵的修为 也早就到了玄县的修为 黄天祥则是在天仙 这要是给别人知道了 那简直要吓得眼珠子都要掉的事情 他们才多大 而且在凡间 如果说是在玉须宫这般 有圣人坐镇的地方 而后又是有天才地宝这些东西 为着当饭吃 还时不时的有圣人讲道等等的事情 那说不定五十岁之前 倒是能够到达天仙 但是黄天化他们没有 就是在砍砍柴啊 浇浇水啊 时不时的跟着陆长生 来一套太极拳啊这些的 然后修为就突破了 这是要是给江子牙知道 国师都不想当了 毕竟江子牙的心中 修到大于全力 若不是原始天尊 不让他待在玉须宫了 他可以耗一辈子 所以这段时间 黄天化他们对陆长生 是越来越崇拜 心里甚至想着 再过一段时间 说不定黄飞虎出关了 看到他们的修为 怕是要吓一跳 而陆燕九还在缠着陆长生 说是要参军 陆长生一听 连忙拒绝了 然后找了一个借口 溜了 陆燕九见陆长生的态度 就知道陆长生不同意了 在这长生查寺 陆长生是拍板做决定的人 他不同意 陆燕九还能怎么办 那不成偷偷溜出去啊 等等 偷偷溜出去 陆燕九眼珠子一转 嘿嘿 他终于可以出去了 而陆长生还不知道陆燕九的打算 他还在想办法 让陆燕九打消这个念头 这打仗太危险了 夜晚 陆燕九趁着大家熟睡 偷偷地溜了出去 他以为大家都不知道 不过他没有想到 打几早已经看出来了 但是打几见陆长生在屋子里睡觉 似乎没有要将陆燕九抓回来的意思 他也就没有管了 因为打几以为这陆燕九离去 是陆长生早就已经算好了的 不然以陆长生的修为 随意施个法术 这陆燕九别说查寺了 就是一步都踏不出去 所以打几有了结论 那就是这都是陆长生想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锻炼陆燕九 而陆燕九离开查寺后 心里那叫一个激动 从小到大 他虽然生活得很幸福 但是没有一点激情 他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 是时候出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了 而且他还留了字条在桌子上 父亲他们看到了字条 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日一早 黄天化起身 看到了陆燕九留在桌子上的字条 他连忙拿给了陆长生看 陆长生接过字条 上面写着 我去看看这个世界 父亲还有哥哥们不必担心 还有阿姨们也不用太担心 燕九会照顾好自己的 陆长生看完这个字条 心里想着 这个小兔崽子 居然还学会离家出走了 要不是他不能出茶寺 他现在就去追陆燕九 这下该如何是好啊 陆长生着急的脸色 自然被打击看到了 打击 老爷装得可真好 明明就是想让陆燕九去锻炼 然后面上 还装出这副模样 牛啊牛啊 不过 既然老爷要演 那自己肯定也要陪着演啊 于是打击也开口道 燕九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现在正值打仗 可乱着呀 这时赵公明进来了 见一堆人围着 于是上前道 发生何事了 需要我帮忙吗 陆长生看到赵公明道 老赵啊 燕九这孩子离家出走了 什么 离家出走 赵公明震惊了 燕九这小孩子 看起来很乖 不像是离家出走的人啊 哎 都怪我 要不是我不让他去参军 他也不会离家出走 老赵 燕九也算是你的侄子 你可要去找找啊 至于自己为何不去 陆长生表示 系统不让我出去 我也没有办法啊 赵公明看了一眼打击 只见打击对着自己 疯狂实眼色 他一想 陆前辈这等高人 若是真的想拦住燕九 不让他出去 那不是随手施法就行 又何必弄出这么大阵仗 我误了 定是陆前辈 想让燕九去锻炼 但是又因为感悟红尘 不能直接说出口 所以只好假借不能参军之口 让燕九自己离家出走 厉害啊 燕九这孩子 每一步都被陆前辈算到了 不得不说 赵公明和打击的脑回路 都撞到了一起 赵公明也开始演起来了 陆老板放心 燕九这孩子 也算是我看起来的 我这就去通知师门看看 有没有燕九这孩子的消息 赵公明内心 放心 我一定只会暗中看着燕九 不会打扰他你的计划的 陆长生见赵公明这么说 也是放心了不少 有宗门在就是好 希望燕九这家伙 不要跑太远啊 打几安慰道 老爷放心 燕九出门的时候 把砍柴刀和雨伞都拿走了 定不会有事的 赵公明一听 砍柴刀 那把他都拿不起来 看一眼感觉要被撕碎的武器 被燕九带走了 如果真的有歹徒 那他也只能对歹徒默哀一秒钟了 那把伞的话 赵公明想了想 难不成是那把防御性的武器 之前赵公明看到院子里 突然多了一把伞 心里还好奇 然后看了一眼 又被震撼到了 此等防御的法宝 又是一件混沌至宝 赵公明只觉得自己麻木了 毕竟是陆前辈的院子 淡定 现在陆燕九右手是世间最锋利的法宝 左手是世间防御最高的法宝 如果说真的有人可以伤害到陆燕九的话 这个人只能是陆长生自己了 赵公明感叹了一下后继续道 陆老板 放宽心 我这就去让师兄弟去找找燕九 那就麻烦老赵了 哪里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赵公明打了一个哈哈就走了 回到金敖岛后 赵公明立马将此事禀报给了通天教主 陆燕九那个小孩 自然也是在通天教主这里挂上名的 虽然不是陆前辈亲生的 但是地位也摆在那里 通天教主沉思片刻后道 公明 你和几个弟子在背后看着陆燕九 虽说这这个小孩不需要我们保护 但是我的态度要在 赵公明行礼道 诺 赵公明回去后立马就叫上了三霄 三霄本来一听去保护一个小孩 当即就拒绝了 师兄 哪个小孩这么有面子 还要我们三个人保护 是陆前辈的孩子 陆前辈的孩子怎么了 我们现在就去 赵公明似笑非笑地看着三霄 变得还挺快 三霄破天荒的脸红了 毕竟这可是陆前辈的小孩 若是陆前辈觉得他们辛苦赏赐了一些东西 那他们岂不是赚大发了 赵公明又和三霄说了注意的事情 不到生死关头 可千万不能出手 云霄道 放心吧 哥哥 我们晓得的 赵公明放心地点点头 他这三个妹妹办事 他是很放心的 随后赵公明掐指一算 咦 燕九这孩子竟然跑到了两军交战处 招哥军营 鲁熊和潮雷朝田两兄弟在商量该如何摸清稀奇的情况 还有攻打稀奇 潮雷和潮田两兄弟本就是奔着攻来的 眼下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会当过 鲁元帅 我愿意率兵前去探个虚实 我愿和哥哥一同前去 潮雷朝田两人愿意打头阵 鲁熊并不奇怪 而且来时 笔甘与他已经说过了 要让他们先露出马脚之后再一击必胜 两位将军身先士卒 本帅很是开心 鲁熊先是夸奖了一番后 又道 这样 两位将军率领一万士兵前去 先谈个虚实 不过两位将军可一定要注意了 你们只是去探个虚实 切勿因为贪功而冒进 鲁熊自问已经给出了建议 但是能不能领悟 全靠他们自己了 不过看着潮雷朝田兴奋的眼神 鲁熊觉得这两个人 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 西齐 激发也得到了消息 潮雷朝田已经率兵叫阵了 江子牙道 侯爷 我愿率兵前往 江子牙现在很有自信 这潮雷朝田两个人 只要知道他们的弱点 抓住他们那是动动手指头就行 随后潮雷朝田两人率领一万大军 江子牙率领三万大军 两军对立 潮雷朝田也认出了江子牙 江子牙 你可是昭哥的人 现在却在这里为西齐做事 潮雷呵斥道 哼 这王昏庸 我投名主而立 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江子牙也不与他们多做口舌之争 他已经计划好了 等到打一半时 便洋装打不过的样子 等到潮雷朝田追击 他便将他们引到陷阱之处 江子牙一声令下 两军交战 潮雷朝田见西齐军被商俊打得落花流水 心中大喜 鲁雄告诫的只探虚实这些话 全部被他们抛到脑后 他们只知道自己 马上就可以获得功劳了 潮雷朝田兴奋到 冲了 把西齐冰给打败了 但是他没有发现 副将若有所思 并没有听潮雷朝田的话冲上去 不过潮雷朝田 现在已经被功劳占据了全部的大脑 所以他们也没看身后士兵有没有跟上 两人立马就就往着江子牙方向追去 此时 陆燕九也正好在这里 看到前方大军正在往回撤着 陆燕九本以为后面应该是千军万马在追赶着 否则 这大军怎么会逃呢 然后 陆燕九震惊了 竟然只有两个人在后面追赶着 以陆燕九的眼力 自然也看出了在那两人的身后 大约十里地处才有士兵 陆燕九 这两个人好勇傲 竟然两个人就可以把这几万人的军队给赶成这样 而江子牙看着前方埋伏的地方 心里激动 江子牙带着大军一下子就冲过了埋伏的地方 而朝雷朝田自然也看到了周围地势似乎有些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两个人也冲了过去 江子牙看着朝雷朝田冲来后 心里奇怪 商军呢 不过朝雷朝田已经是大鱼了 他本想在等等后面的商军 但是副将早已经得到了鲁雄的命令 此次战争只是探个虚实 不可以太过冒进 若是朝雷朝田副帅硬要冲的话 那就随他吧 所以副将看见朝雷朝田入了危险的地界 就下令士兵停止追击 江子牙见士兵居然在陷阱外停住了 心里着急 朝雷朝田好像也有些不对劲的感觉 怎么这片天地好像就他们兄弟二人啊 他们扭头回去 商军就在他身后 但是已经站住 朝雷运气 商军过来啊 前方就是胜利 副将 我等奉鲁元帅的命令 只能追击到这里 两位朝将军速速回来吧 朝雷朝田简直要被气死了 这是什么鬼 什么叫只能追到这里 但是大军不过来 他们两个人要去追赶三万大军 实属异想天开 朝雷朝田对视一眼 回去定要和这鲁雄吵一吵 无奈之下 朝雷朝田两人架着马 打算扭头走了 江子牙见这两个傻子要跑了 也顾不上要抓商军了 当即下令收网 朝雷朝田被抓住了 幸好自己听了鲁元帅的话 不然自己这一万大军可都要交代了 朝雷朝田见自己被抓 破口大骂 江子牙 你个卑鄙小人 放开我 这叫兵不厌诈 江子牙站在战车之上 对着朝雷朝田两兄弟的 可惜了 江子牙望着商军 刚刚提到的鲁元帅 相必是鲁雄吧 此人江子牙也听过 作战经验丰富 可惜这次若是朝雷朝田主帅的话 这一万士兵就都可以收入麾下了 带走 陆燕九看着朝雷朝田被江子牙下令带走后 心里也是奇怪 原来这两个人只有匹夫之勇 却没有头脑啊 陆燕九心里有了主意 听那士兵说 纳鲁元帅似乎很厉害 早早就算到了 会有陷阱 他决定了 他要去纳鲁元帅军中当兵 跟在陆燕九身后的赵公明和三霄 看到商君的将领 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被抓走了 而且领头那人 似乎是原始天尊坐下弟子江子牙啊 难道这西齐 就是原始天尊选定的人吗 所以陆前辈叫我来寻找陆燕九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看到江子牙在西齐 赵公明看着江子牙远去的身影 心中思绪无数 这个事情定要去禀报世尊了 赵公明对着三霄讲了 让他们继续保护陆燕九后 自己就返回到了金敖岛 师尊 公明有事求见 弟子发现那江子牙 现在在西齐当国师 西齐 虚无缥缈的声音传了出来 通天教主掐指一算 这西齐好像与产教 没有什么因果呀 但是陆前辈有了提醒 自己就要把这西齐给放在心上 公明 你盯住西齐 是 师尊 赵公明这般道后便离开了 商君 鲁雄听着副将说 朝雷朝田两兄弟 被西齐的人抓起来了 心里也不是很奇怪 毕竟那两个兄弟 浩大喜功 幸好自己事先叮嘱了副将 让他不要太过深入 否则这一万士兵 怕是都要被西齐给抓过去了 元帅 就在鲁雄沉思的时候 士兵来报 何事 门外有一个小将说是想要加入军中 我看他气语不凡 所以来请教元帅 其实一般像这种来路不明的人 士兵一般是直接拒绝的 但是陆燕九自小便是被灵犬积养到大的 陆长生还时不时地下厨给陆燕九吃 更何况还有达己和江皇后从小教导 身上的气质一看便不是凡人 这些商君也是很有眼力镜的 见陆燕九绝非凡人模样 立马就去请教鲁雄 鲁雄一听 哦 有小将想要加入军中 如今商君确实缺人手 朝雷朝田那两个傻子被抓 高级将领确实少了 若是此人可用 那倒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这个时机太过凑巧了 鲁雄内心不得不有些怀疑 万一是西齐那边的人派来的杂整 不管了 先看看再说吧 让那人进来 陆燕九在士兵的带领下 一路来到了鲁雄的面前 见过元帅 陆燕九好奇地看着眼前的鲁雄 此人便是那个料事如神的元帅吗 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九儿姐姐 和江小仪厉害啊 其实鲁雄身上的武器很重 寻常人一看便知他是武将 可陆燕九是谁 他可是从小被陆长生养到大的 什么武将气势的 就是个屁 所以在陆燕九眼里 鲁雄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鲁雄看着陆燕九的模样 好生的稚嫩 这孩子不会只是为了好玩才来吧 孩子 你从哪里来 回元帅 我名陆燕九 乃昭歌诚来 因为仰慕元帅 您的身姿 所以一路追随 昭歌诚 鲁雄心里奇怪 这昭歌诚若是有这般颜色出众的少年 他应该知晓才是啊 但是这人 他从未见过听过啊 陆燕九继续道 我父亲乃是长生茶寺的老板 我是在城门口看到您的英姿 所以离家出走来追随你了 陆燕九好似有些不好意思 鲁雄被陆燕九的话 说得心里飘飘欲仙的 看 老子的英姿竟然能让一个孩子 离家出走来追随 等等 离家出走 鲁雄立马露出了不赞同的神色道 你若是离家出走 你家父母该担心坏了 我已经留了书信了 哦 你还会写字 鲁雄这般问 自然是因为 昭歌诚中 但凡读书识字的孩子 都是些达官贵人 可这陆燕九 分明说自己是茶寺老板之子 你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鲁雄有些不相信 只当陆燕九是在框他 士兵把笔墨放在陆燕九的手册 陆燕九提笔写了他的名字 这时天地间竟打了好几声响雷 但是却晴空万里 看得士兵连连撑齐 鲁雄拿起陆燕九写的字 好字 鲁雄夸奖道 只是这字似乎有些熟悉 好像那一顾江皇后的字 倒也是没有想到 这茶寺老板之子写的字 竟有些像江皇后 想到这里 鲁雄看向陆燕九的眼神 也有些柔和了 江皇后 这不是废话 这孩子启蒙是我来的 自我手把手教的 能不像我吗 鲁雄见陆燕九会写字又问道 可会些武艺 陆燕九思考片刻 出口道 砍柴算吗 因为陆燕九这些年 经常帮助陆长生砍柴 现在这砍柴技术 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不然走的时候 也不会把砍柴刀给他带走了 而鲁雄本来打算看到 和江皇后相似的字 心里打算 无论这陆燕九说什么 都要给他些鼓励才是 砍柴自然也算 个啥 砍柴啊 陆燕九以为鲁雄没有听清楚 于是又重复了一次 鲁雄摇摇头 看来这陆燕九会这字 纯属机缘巧合了 等到上了战场 难不成砍敌人 就跟砍柴一样 这孩子还是太年轻了 不过为了不打击陆燕九的信心 毕竟也算是自己的粉丝一枚 于是鲁雄道 这样 我安排一个副将 和你打一架 若是你能赢 我便让你入军营 当真 陆燕九兴奋道 自然 本帅一言九鼎 陆燕九向鲁雄道谢 鲁雄便让今天随朝雷出去的副将 和陆燕九打一架 陆燕九兴奋地站在演武场上 而鲁雄让副将下手轻一些 还是个孩子 副将点点头 两人相对站 副将拿着自己的武器喊道 你小心了 陆燕九却神情放松道 来吧 副将觉得 还是要速战速决 拿着刀便砍向了陆燕九 不过 他还是注意分寸的 刀背朝着陆燕九砍去 陆燕九一招太极走位 躲开了 鲁雄看着陆燕九的走位 眼神微亮 这走位 这身法 难不成这少年 真的懂得武器不成 鲁雄这般想到 很快副将 在陆燕九太极部的闪躲下 连一丝衣角都碰不到陆燕九 围观的士兵 个个都发出了嘘声 连一个小孩都打不过 副将心里是有苦说不出啊 这小孩真的是邪门了 哪里来的路数 陆燕九见完的也差不多了 右手高举 然后劈了下来 副将连忙去挡 陆燕九的手光闪过 副将的刀断成了一片一片的 陆燕九看着这刀道 将军 你这武器不行啊 还是换一把坚硬的 副将欲哭无泪 他的刀啊 啪啪啪 鲁雄鼓起了掌 旁边的士兵很快也随着鲁雄鼓掌 这里是军营 向来崇拜的是强者 陆燕九的武力征服了他们 没想到 燕九你的功夫这么好 嘿嘿 柴皮多了 围观的士兵为陆燕九喝彩 而天上的三霄却脸色凝重 两位姐姐 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脚步 还有陆燕九砍下来时的天地波动 必消点点头 我感觉到了 那脚步他一个准胜都看不透 这也是那陆前辈教授的吗 陆前辈果真的高人啊 刚刚陆燕九展现出来的可不止一个脚步 他这个准胜 沉迷于这脚步已经是无法自拔了 鲁熊带着陆燕九回到了营帐内 陆燕九现在在他的心中 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 他有些好奇 什么样的茶色老板 竟然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 燕九啊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军中的人了 鲁熊也很爽快 当初既然说好了 只要陆燕九能打赢他指定的人 他就答应让陆燕来军营 谢元帅 陆燕九对着鲁熊行礼 你就做我身策的副手吧 诺 而陆燕九的消息自然也被赵公明 传到了陆长生的耳朵里 什么 燕九去参军了 陆长生不可置信 这古代参军这么好参的吗 这陆燕九区区一个小屁孩 不会是被骗了吧 被当成那种冲锋的弃兵 陆长生越想越觉得陆燕九要死了 他连忙道 老赵啊 这燕九参军一事 你可要帮帮他 放心吧 陆老板 我正好在军中有些熟人 现在燕九既然已经参军 也不能轻易把他带出来 不过 我认识的人 可以把燕九的位置 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笔竿 那认识的人是我吗 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赵公明对着陆长生道 随后赵公明便告辞了 这边 赵公明已经告诉了笔竿 如今陆燕九 如今正好在鲁熊军中当兵 笔竿奇怪道 可是陆前被让燕九进去的 非也非也 这段时间因为笔竿和商荣都忙于公务 所以也没有去长生查寺 这不如燕九离家出走的消息 他们也不知道 而赵公明收了黄飞虎为弟子后 还和笔竿商荣他们打了麻将 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深了很多 这不 赵公明才找了笔竿和他说了此事 笔竿听了以后失笑道 燕九这孩子还学会离家出走了 不过这一切应当是前辈都算好了吧 若是前辈不愿 燕九怎么可能从前辈的眼皮子底下逃出来呢 赵公明点点头 他也是这么猜的 我这就给鲁将军送去书信 让他对燕九好一些 而且鲁熊之前还问我那高人是谁 若是让他知道燕九就是高人的孩子 他怕是要惊呆了 笔竿当即写好了书信 赵公明拿着书信道 我去吧 不然以你这士兵的速度 送到怕是要很久了 夜晚军营外 赵公明化作一缕青烟 来到了鲁熊的军营中 鲁熊暗道 好一个高人 他知道 以赵公明的实力 他肯定是不可能抵挡的 不知道常来此所为何事 鲁熊行礼道 我来是来送笔竿的信 赵公明取出了信封 鲁熊接过信 上面确实是笔竿的字迹 还盖着丝章 鲁熊看了一遍 竟是为了燕九那孩子来的 这陆燕九到底是什么身份 眼前这高人似乎也是为了他 笔竿也写了信 专门让他对陆燕九这个孩子好一些 莫非这孩子 是什么王室贵族 不可能 若是王室贵族 这眼前的高人 不可能当个跑腿的 频道信已经送到 你只要记住 若是这孩子出了什么事 你便是有十个脑袋也抵不过 说完 赵公明便离去和三宵会合了 鲁熊拿着信在营帐中 神色明明灭灭的 其实他本来心中对陆燕九的身份 还是有所怀疑的 毕竟这孩子实在是来路不明 但是身上也是有才 惜财的鲁熊 这才决定把他收下 将陆燕九收为副将 也是因为 想要放在身边去观察他 现在有高人为了陆燕九来 而笔竿也写信来 鲁熊倒是也不担心 陆燕九的身份了 苦恼的变成 他要把陆燕九放在啥位置呢 在军中 不上战场 难道让他去当一个火兵 专门给人烧饭 看他还带了砍柴刀 要不让他去砍柴算了 鲁熊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第二日 演武场集合 士兵们看着鲁熊眼下的黑青 还以为战事严重 鲁熊都已经愁得睡不着了 所以今天的气氛也很凝重 陆燕九倒是睡得很好 因为这可是他离开家后 第一次在军中睡觉 新鲜感让他觉得 一切东西都很美好 陆燕九 末将在 算了 你跟士兵们一起练武吧 鲁熊本来想宣布 让陆燕九去一个不上战场的地方的 不过想到陆燕九的好身手 他又舍不得 算了 大不了上战场的时候 对他看着点就好了 陆燕九见鲁熊突然喊自己 又不说什么 心里只觉得奇奇怪怪的 另一边 三肖则是和赵公明说了 陆燕九使出的那步伐 赵公明见怪不怪道 陆燕九乃是陆前辈的孩子 会些步伐怎么了 不是很正常 稀奇 朝雷朝田两兄弟被抓了以后 就被江子牙放在牢中 激发听了以后 又当众夸奖了江子牙 有军师真乃我稀奇之福 不知军师觉得这兄弟二人 该如何处置 江子牙思考片刻后道 这两人嘴上的功夫 比手上的功夫厉害 但是稀奇如今正是缺人之计 而且 若是我们抓了人就处死的话 怕是会影响我们稀奇的名声 日后若是有人想要投靠的话 怕是会想一想 不如先劝他们归降 若是不愿意归降 我们就将他们处死 激发听了江子牙的话 深觉得有理 那就听军师的 江子牙来到牢中 正打算开口劝兄弟两人归降 江子牙 你不用白费口舌了 我们兄弟二人是不会降的 朝雷先出口 把江子牙的话堵在了嘴边 江子牙似笑非笑 二位倒是不怕死啊 既然如此 本军师便成全你们 来啊 拖出去 朝雷朝天害怕了 这个江子牙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难道不应该是先劝他们一番 然后看他们这么有补气的份上 把他们的待遇给提一提吗 怎么直接跳到处死了 朝雷嘴里立马喊着 我们愿意归降稀奇 江子牙见朝雷朝天耸得这么快 心里也是好笑 这两兄弟耍什么把戏 他还不知道 不过也算什么他的事 既然要归降 那归降里呢 不知你们打算如何啊 朝雷朝天面面相去 他们都被绑来了 还要什么归降里啊 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名路 若是你们耐够把那鲁熊和五万士兵绑来 我便让你们在我稀奇当官 不过只有一个人能回去 你们想想 哪个回去吧 把鲁熊和五万士兵绑来 朝雷和朝天心里破口大骂 这个江子牙 真以为那五万士兵 是说绑就绑的吗 竟然还要留下一个人当人质 真是可恶 但是朝雷朝天也没有办法啊 他们落在了江子牙的手中 只能听从江子牙的话了 朝雷当即道 此等艰巨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 朝天 你只板在稀奇待着 朝天 好你个家伙 竟然想争这个 哎 雷哥 这么困难的任务 还是我来吧 朝雷朝天互相说着自己去的优点 然后去抹黑对面 若不是有江子牙在 怕是他们两个人都要打起来了 江子牙见他们两个已经面红耳赤的 好似快要打起来了 便开口道 好了 你们二人猜拳好了 这样输赢全靠天 朝雷朝天没法治好道 是 他们现在只想在江子牙的面前 把自己展现得好一些 最后是朝天猜拳胜利 于是江子牙让士兵把朝天带出来 到一个小房间 朝天 本军师给你指一条名路 朝天明白 现在江子牙是他需要讨好的人 于是道 请军师名说 江子牙从怀中拿出了一个小瓷片道 此乃我特制的迷药 只需一滴便可迷倒一千人 你回去以后找一个机会 把这要放在士兵饮用的水中 朝天明白了江子牙的意思 伸手接过迷药 另外 等你成功后 便放个信号 我吸气大军便会攻入 不要想着骗本军师 朝天连忙道 朝天不敢 嗯 去吧 朝天离开后 便把自己弄得狼狈异常 因为他知道 乳熊经验丰富 若是自己干净的出现 他定会被怀疑 朝阁军营 一个浑身上下狼狈至极的人出现 然后扶住了一个士兵道 快去禀报元帅 我朝天回来了 士兵连忙观察 果然是朝天副将 朝天副将回来了 军营里面喊着这一句话 乳熊收到消息后 匆匆赶来 见到朝天浑身上下都是伤痕 问道 朝天 怎么只有你 朝雷呢 雷哥他还在吸气 当时雷哥一心帮助我 所以我才能逃脸 否则朝天一遍说 一遍眼里满是愤痕 鲁熊倒也没有怀疑 好了 既然你伤痕累累 就先休息吧 朝雷的事情 等你伤好一些再谈 陆燕九看着朝天 这不就是当时那两个一心 想要功劳的两人之一吗 不知为何 陆燕九总觉得 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劲的样子 三日后 朝天在军医的治疗下 伤痕好的也差不多了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将江子牙给他的那瓶药 放在士兵用的水中 这不 他等了三日 终于让他等到了 朝天找个借口 将烧饭的火兵给弄开 然后从怀中掏出了瓶子 朝天心中满是激动 只要成功了 这稀奇就是他朝天心的 成功立业的地方 中午 士兵们排队领着饭吃 鲁熊特意将军中的 高级将领聚在一起到 朝天将军死里逃生 为了庆祝 本帅今日特意吩咐 做得丰盛一些 朝天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多谢元帅 不必客气 来 多吃些 多喝些 吃饱喝足 才能有力气打仗啊 鲁熊端起了酒道 朝天将军 你怎么不吃啊 众人都在那里吃着肉 只有朝天在那里干坐着 朝天 废话 这里面下药了 我能吃吗 但是鲁熊的下一句 就让他冷汗爆出 难不成是 你在里面下药了 不敢吃了 哈哈 众将士也笑了出来 元帅说的哪里的话 我怎么敢有如此胆子 朝天摸了一把额头出的汗 是吗 陆燕九只喝了一口水 就不想喝了 他从小便是被陆长生 为着灵水长大的 这军中的水陆燕九 本就觉得难喝 更何况 朝天还往里面下药 那更是难喝至极 鲁熊见陆燕九喝了一口便放下了 问道 燕九 可是这饭菜不合你胃口 朝天文言看过去 难道是尝出来里面有药 所以才不喝的 这姜子牙给的药 就是不靠谱 不过入墓地 是一个小孩子模样的人 朝天有些放心了 大概就是吃不得军中饭菜吧 鲁熊见朝天脸上神色 心里有了些计较 莫不是这饭菜中 果然被下了迷药吧 若真的是这样 幸好军师临走前给自己了解药 但是 若这朝天将迷药下在水中的话 那怕是有些难办了 不过那姜子牙 若是想得知军中信息 必定要朝天发出讯号 只要朝天被制服 还是有办法可以解的 朝天被鲁熊看得心里发毛 不过想到 只要一炷香的时间 这些人就会被迷倒 自己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 朝天的心里还是有些激动的 在朝天焦急的等待中 一炷香的时间终于过去了 鲁熊坐在下方的副将 突然身体晃了晃 便倒在了桌子上 一旁的将军还在取笑 这老刘可真不顶事 不过就是几杯酒就倒了 但是鲁熊看得分明 刘富贵根本就没有喝酒 所以朝天果真往里面下药了 鲁熊闭了闭眼 睁开眼后 眼里满是凌然 朝天 你回来并非是逃回来 而是被那姜子牙给送回来吧 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一网打尽 坐下下方的副将 全部都不敢置信地看着朝天 他们同是商朝副将 他们也不敢相信 朝天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只感觉身体越来越沉重 动 一个接一个的副将倒下了 朝天间越来越多的副将倒下 心里也是得意至极 要不是骤王临时改变副将 让鲁熊当什么主帅 不然 他们兄弟二人 也不会被姜子牙抓走 还要被逼迫着 来军中下迷药 此时朝天的脸色 已经变得疯狂 还不是因为你 不过无所谓了 只要我将商军献给西伯侯 我便可以再吸气为官 厂商陆燕九看着这一切 这个朝天怎么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当初这朝天被抓 他也是看得明明白白的 明明是这个朝天浩大喜功 他一个局外人都可以看出来 那边肯定有埋伏 他们却当看不见一样 鲁熊勉强从怀中拿出一个小瓶子 然后吃下了其中的丹药 但是让鲁熊没有想到的是 这丹药吃下后 身体的血运并没有消失 该死 这朝天到底下的是什么药 鲁熊勉强站立 看着朝天的嘲笑 陆燕九 你好吵啊 你怎么会没事 朝天看着陆燕九道 陆燕九 就这 我为什么会有事呢 鲁熊见陆燕九还站着连忙道 燕九 拦住朝天 千万不能让他把消息传出去 就凭这个小屁孩 还想拦我 在半空中观察的赵公明等四人 自然也认出了鲁熊他们所中的毒 此毒乃是产教中一练单者练的 中此毒者不过一炷香 便会身体发软 头脑发黑 随后便会倒地不起 云霄 兄长 我们要下去帮燕九吗 赵公明仔细观看了一下局势道 先不用 燕九足以对付 这是赵公明对陆燕九的自信 也是对陆长生的自信 大佬竟然敢让燕九出来历练 定会安排好 陆长生 我没有 你别瞎说 陆燕九看着朝天道 那日我也在场 明明是你们的错 为什么不反省呢 父亲从小便教导我 做错事情要及时认错 既然是你错了 那便认了 错上加错 便要受到惩罚的 朝天脸都绿了 他竟然被一个小孩子给叫倒了 朝天拿起武器 指着陆燕九道 陆兄 既然你把希望放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那我便把你的这个希望给打碎 陆兄 你怕是想多了 就凭你这三脚猫功夫 怕是打不过 不过朝天这个动作 也正合他的意 陆燕九抽出了身上带着的砍柴刀 朝天看着砍柴刀 笑了出来 哪里来的小孩子 这可是战场 你以为砍柴啊 陆兄 你马上会为了你的无知 而感到愧疚的 朝天握着武器 朝着陆燕九劈了下去 陆燕九一个劈 武器碎了 在一个砍柴的姿势 朝天的人头 就被陆燕九给砍飞了 杀了一个人后 陆燕九嫌弃道 这还没我家砍柴辛苦呢 朝天生死 鲁兄也松了一口气 至少军营中的情况 江紫牙他们是没有办法得知了 只要还不知道 他们就还有希望 兄长 燕九已经将这人杀了 那我们下去给解药吗 嗯 赵公明等四人下去 陆燕九看到赵公明后道 赵伯伯 三位姐姐 你们怎么来了 是爹让你们带我走的吗 我在这很好 能不能不要带我回去啊 赵公明笑道 放心 你爹早就知道了 不然你都走不出茶寺的门 我们来是给你们送药的 那就好 陆燕九先是放松了 只要不是来抓他的就行 不过送药 此乃解药 只要将他下到水中 喂给士兵们喝 拌住香后就可以解开了 陆燕九点点头 对着赵公明行礼道 多谢赵伯伯 你出门在外 也要小心一些 明白吗 知道了 陆燕九随后将解药放到水里 按照赵公明说的 将解药给士兵们喂下 果然士兵们就好转起来了 事后 鲁熊便将朝田朝雷叛变的消息 传回昭歌 还将朝田的尸体 放在了西齐那边 可以看到的视野 江子牙看见朝田的尸体后 便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了 他狠狠地骂了一句 没用的朝田 既然朝田都死了 那这朝雷留着也没用了 天凉了 这朝雷就死了吧 朝雷被处死后 西齐和商朝 也是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 商朝 朝雷朝田叛变的消息传回来后 咒王勃然大怒 这两个人当时他可是点他们为主帅的 结果现在却是叛变 这无疑就是在打他的脸 一时间 闻五百官个个都是不敢说话 生怕咒王的暴脾气 蔓延到他们身上 而赵公明看着陆燕九 在军营中混得也是很好 不仅想起了哪吒 哪吒与陆燕九也是同岁 现在算算时间 哪吒也该入世历练了 赵公明回到了峨眉山 哪吒正在苦练三头六臂之术 这还是陆长生说给赵公明听的 当时陆长生就给赵公明说了哪吒冒海的故事 还说了哪吒三头六臂的神通 赵公明听了以后 就让哪吒练了此神通 这可是大佬指点 赵公明回去后 看见哪吒这神通练得差不多了 欣慰地点点头 不错 哪吒 师尊 哪吒见识赵公明来了 就停了下来 你入我师门也是有些日子了 是时候去历练了 为师已经替你想好了 师尊的意思是 我可以出山了吗 不错 不过为师还需要带你 去一个地方 去了以后记住 一定要尊重 此人便是我师尊 也是要尊敬的人 哪吒吃惊地长大了嘴巴 连通天教主都要尊敬的人 赵公明又去看了看 黄飞虎的修炼情况 嘱咐了几句后 便带着哪吒走了 长生查寺 陆长生一直挂念着陆燕酒 这段时间是吃不好睡不好 生怕陆燕酒在战争中少了个手啊 甚至性命都要丢了 陆老板 老赵 你可是有燕酒的最新消息了 没错 燕酒那孩子在军中很受重用 手下还领了一个千人小队呢 哦 陆长生倒是没有想到陆燕酒竟然这么厉害 不愧是他陆长生的孩子 难道这主角光环终于是出来了吗 来 这个是我的弟子 李渣 渣 来拜见前辈 李渣见过前辈 哪吒在来之前 就已经被赵公民吩咐过了 自己的真实姓名不能暴露 所以干脆就从李哪吒变成李渣 陆长生连忙道 我也算不上什么前辈 莫要向我行李了 来 这是自家种的水果 带几个走 秉承着良好传统 陆长生给了哪吒带走了几个水果 赵公民眼睛一亮 水果 哪吒这孩子 运气真好 这下他去战场上 赵公民也不太担心了 陆长生得知 哪吒也要去战场上后 连忙道 我儿陆彦九也在那里 小兄弟若是看到了我儿子 便告诉他凡事小心一些 是 赵公民和哪吒告辞了以后 赵公民找了一个山头道 哪吒 你在这里先将路前背给你的水果服下 是 师尊 哪吒对赵公民的话 向来都是听的 这不 哪吒拿出了水果咬了一口 然后就愣住了 这水果 这灵气 哪吒感觉到了来自丹田的一股灵气 这是什么 哪吒的修为本来不过真鲜 连续吃了几个水果后 一下子就飙升到了惊鲜 哥 哪吒打了一个宝哥 他没有想过有一天 他竟然能够吃水果吃个宝 而且还是越吃越快了 这修为长大 早知道当时就厚着脸皮 再多要些水果了 赵公民看着哪吒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哪吒 凡事适可而止 前辈竟然赐给你这么多水果 说明现在的你最多到这个修为 如今 你这修为在教中 也是修为高深了 去战场上 为师也放心了许多 记住 前辈的孩子名为陆燕九 莫 赵公民带着哪吒 去找了鲁兄 鲁兄得知 哪吒要来这战场中 当即表示 那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哪吒与陆燕九 也是年龄相仿 所以鲁兄 安排哪吒与陆燕九 住在同一个营帐中 陆燕九和哪吒 也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赵公民送哪吒入营后 也就离开了 陆燕九看着哪吒 此人身上的气息 倒是有些兴趣 哪吒看着陆燕九 这便是前辈的孩子吗 应该是吃水果长大的吧 那这修为应该很高吧 只是我怎么看不出来 他的修为 陆燕九见哪吒看他的眼神 奇奇怪怪的 当即就到 哪吒 你为何如此看我 哪吒也不藏着自己的心思道 我想与你比试一番 比试 没错 哪吒想看看 路前被抚养长大的孩子 是有多厉害 那来吧 两人站定 哪吒空手 陆燕九见此 也不拿出自己的砍柴刀了 他怕哪吒扛扛不住 哪吒一个横扫腿 便往着陆燕九身上扫去 陆燕九单手 就直接抓住了哪吒的腿 什么 哪吒心里震惊 他这可是金仙的身体 就是同等境界的金仙 也不敢用手去接他的身体啊 陆燕九抓住哪吒的手 甩呀甩的 哪吒只感觉自己的腿 仿佛被一个坚硬无比的东西抓住 无论他怎么运气 他都没有办法逃脱 我认输 我认输 哪吒连忙喊着 陆燕九也就放哪吒下来了 燕九 你吃什么长大的啊 怎么力气这么大 也没有吃什么啊 就是平时喝水 跟着爹跳跳操而已 陆燕九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 跳操 哪吒想到了 自己吃了水果 都能收获这么大 若是学了这操 怕不是 不行不行 哪吒立马摇头 这操定是前辈家中所传 前辈已经赠予自己水果了 怎么还能贪图前辈家中的法术呢 就在哪吒唾弃自己的时候 陆燕九先道 若是哪吒你愿意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的 啊 那你父亲不会怪罪吗 怪罪 陆燕九有些奇怪 爹爹平日里就带着街坊们一起跳操啊 我们那些街坊学了以后 都说自己的身体都好了许多呢 哪吒震惊了 街坊 哪吒也是去过长生茶室的 那里住的不过是些寻常人罢了 前辈就是前辈 连传道都不分贵贱 这一刻 哪吒心里肃然起敬 陆燕九热情道 我们也算有缘 这个教你也没事 爹爹反而会很开心的 随后陆燕九便开始教起了哪吒 怎么跳广播体操 一套下来后 哪吒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这广播体操 真的嗜好体力 哪吒一套跳下来 只觉得丹田内灵气涌动 这广播体操跳的当真 是费劲啊 半空中 赵公明和三肖 也跟着跳了一套 这简直是太累了 但是跳完以后 赵公明和三肖 都感受到了一些好处 不愧是大佬 修炼的方式 也和别人与众不同线 日子一天天地过 哪吒和陆燕九的感情 也越来越好 跟兄弟似的 西齐那边 因为这次有鲁熊压制 所以并没有像以往那样 冲得出去 但是咒王也不耐烦 看见西齐 加上巧儿 一直在他耳朵边 煽风点火 所以 咒王干脆又下令 让张贵芳去前线 帮助鲁熊攻打西齐 本来有陆燕九和哪吒在 西齐那边的武将 就已经难以对付了 这下又多了一个武将 而且 这武将还有点本事 与人对战一狠 人就落马了 这可谁谁受得了啊 张贵芳也因此 在伤军中出了名 陆燕九和哪吒两人 也是天天去请教张贵芳 激发急躁啊 他当即就找来了江子牙 想问问他的意见 江子牙明白激发的想法 西伯侯放心 我这就去请帮手 这段时间 就先守在西齐 激发立马保证道 军师放心 军师不回 我们不出 江子牙心里早有计较 当初原始天尊说 若是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路 又遇到了困难 便可以上山找他求助 如今正是这个时机 江子牙决定 上玉虚弓求助 玉虚弓 江子牙刚站在殿外 原始天尊就知道他的来意了 算算时间 这封神吧 也是时候给他了 想到封神榜 原始天尊就想到了 当初封神榜被陆长生压在桌子底下 自己还不得已付了很多法宝 才能将他赎回 要不是自己打不过 原始天尊这般想着 心里也生起一股屈辱的感觉 他乘生这么久 还从未受过如此教训 让他找到机会 他定要好好地教训陆长生一顿 当然现在封神榜乃是重中之重 自己先不与陆长生计较 原始天尊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怂了 江子牙 进来吧 郑公敬的准备 行礼的江子牙 还没开始 就被原始天尊叫进来了 不过他也不吃惊 自家师尊这神通 他早就领教过了 此乃封神榜 拿去吧 多谢师尊 江子牙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不过原始天尊自然知道他要干啥 这些也正中他下怀 这封神榜赐予你 等到西齐胜利 便可以建立封神台 以此封众神 紫牙 为师将此事交给你 莫要让为师失望了 被原始天尊这一吹 江子牙立马上头了 莫 紫牙定不负师尊所言 嗯 另外东海 有你一造化 去吧 原始天尊一挥袖子 江子牙被送出了玉须宫 东海有我的造化 江子牙细品原始天尊的话 随后便往着东海而去 圣人出言 自然是真的 江子牙一路往着东海而去 东海 波涛汹涌 冥冥之中 江子牙感觉有东西 在召唤它 难道就是师尊说的那个造化吗 江子牙有些激动 往着召唤它的那个方位去 随着江子牙的靠近 这海面也越来越波涛冲动 突然一个巨大的波浪翻过而起 这事 江子牙看着海底深处 怎么此处会有灵魂 在洪荒大陆 若是肉身毁了 除非有天才地宝 可以让灵魂暂时居住在里面 否则就会魂飞破散 但是这个灵魂 竟然可以在海底深处这么久 这人到底是谁 江子牙仔细一看 这好像是搏剑啊 江子牙因为修为上不是很精进 在玉须公那一众高手中 他算平平无奇的 所以 江子牙也是看了许多 被玉须公收藏的典籍 这江子牙也算知晓了很多故事 而这搏剑 恰巧玉须公也是收藏了 上面还有图画 只是搏剑不是死了吗 当初与赤油一战 搏剑被赤油打死 轩辕皇帝还悲痛了许久 没想到居然存活在东海 师尊他说的 难道就是搏剑吗 可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复 这搏剑可是灵魂 等等 灵魂 我懂了 风神榜 原来如此 师尊他早有安排 而搏剑也是感受到 江子牙身上似乎有什么在吸引他 本来他在这海底待了万年 心中也早已不耐烦了 此时若是有人可以救他出去 他可以为这个人卖命 但是搏剑现在是灵魂 自己又冲不出来 江子牙拿出了风神榜道 凤玉须法蝶 令儿随无前去西齐厅后调遣 话音刚落 东海之上波涛滚起 远远望去 只觉得天都要被海水给遮挡住了 而搏剑在这滔天海浪中陷了身 搏剑惊喜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终于出来了 于是搏剑直接激动地跪在了江子牙面前道 愿听后差遣 善 江子牙其实心里也很忐忑 万一自己不能成功怎么办 那岂不是要丢脸了 但是原始天尊说的话又历历在目 江子牙心意狠 拼了 于是拿出风神榜试了一试 我真是可以的 江子牙带着搏剑回了西齐 搏剑可是薛元皇帝都重用的将领 有了搏剑 商朝那些算得上什么 西齐 激发焦急地走来走去 军师怎么还不回来 这几日 商朝一直在外面叫嚣 因为激发答应了江子牙 他不回来就不应战 因此 西齐这几天的士气非常的低落 侯爷 一缕青烟出现 原来是江子牙 激发激动道 军师 你可算回来了 看着激发的脸色 江子牙明白了 可是那商朝的将士又来了 是也 这几日并未应战 很多士兵士气低落 无碍 我带回来一个将军 江子牙把搏剑放了出来 此人是 因为搏剑是万年前的人物 激发也不认识他的样貌 此乃薛元皇帝坐下的将领搏剑 臣此次也是获得此机缘 薛元皇帝 激发听了 呼吸都感觉要停了 那可是薛元皇帝命令的人 他 激发竟然也能够有此等殊荣吗 薛元皇帝命令搏剑 他也命令搏剑 换句话说 他是不是就可以成为薛元皇帝那般的人物 江子牙对着激发道 此人便可以用来镇军心 激发明白了江子牙的意思 当即眼睛一亮 这士气大落 确实也是他的心病 如今江子牙带回来这么一个将士 激发也是高兴 只是那张贵方 还有什么哪吒和鹿燕九该怎么办 特别是鹿燕九 拿着一把砍柴刀和遮阳伞 可以说打遍西齐军无敌手 激发知道 现在西齐军中有些人 甚至还真的拿砍柴刀当武器了 只不过 他们使砍柴刀 没有鹿燕九那般虎虎生风 因为他们三人的勇猛 在西齐军中 他们三个人的名气 也是大得很 江子牙神秘一笑 这次元始天尊不仅给了封神榜 还给了一瓶丹药 这丹药服下后便可以封闭听诀 那张贵方不是靠叫人落马吗 那就封闭听诀 看他还怎么叫 而且江子牙还特意叮嘱了对战的时候 不要自爆名字 否则让那张贵方知道名字就会使 这样双重宝杖 那张贵方就拿不了他们了 至于那哪吒和鹿燕九 江子牙也有了主意 哪吒的兄弟金吒木吒 可是在铲教中修行 叫来金吒和木吒就可以了 至于这鹿燕九 不知道为什么 这鹿燕九身上的气质 他有些感觉熟悉 总感觉有些像昭哥时遇到的那位 想到鹿长生打他的时候 他毫无反抗之力 江子牙脸色就有些黑 激发见江子牙脸色突然不好 还以为是江子牙连夜赶路 有些累了 便关怀道 军师若是累了 便先歇息吧 那臣就先去休息了 江子牙下去休息后 激发便把搏剑的事情宣告稀奇 果然稀奇的士气大涨 第二日 江子牙把丹药给出战的将领扶下 而张贵方他们也照常来叫战 见稀奇取下免战牌 心里也是一片激动 终于可以打架了 这次可要多少一点稀奇军 江子牙站在战车上面 跟随着稀奇大军一起出去 张贵方看着江子牙 先是讥讽了一番 江子牙丝毫没有动目 张贵方在他眼里 已经算是死人一个了 自己不必和他去计较什么 能来扎开口道 燕九我们今天比较一下 看看谁杀的人多啊 行啊 双方交战 张贵方 哪吒 陆燕九三人一马当先 稀奇那边扶下丹药的将领 一股脑地往着张贵方那边冲 张贵方嘴角露出不懈的微笑 他使出了呼鸣落马术 当时让张贵方大惊失色的是 自己这招竟然没有用了 怎么可能 张贵方当即陷入了怀疑中 难道他这招用久了不灵了 不可能啊 张贵方不信邪的又换了一个人 还是不行 这下可糟了 没有此处撑着的张贵方 立马就不敌敌方将领 若是西齐那边派出两三个 张贵方也足以抵抗 但这次江子牙可是要张贵方的命的 西齐那边足足有十个将领围攻 陆燕九自然也看到了张贵方那边的情况 他心里奇怪 但是张贵方情况不好 陆燕九着急了 立马加大了攻势 想要将敌军给杀死 拯救张贵方 西齐将领也不是傻的 见陆燕九这般拼命 知道他是想要去救张贵方 他们怎么可能会让陆燕九得逞 危急关头 陆燕九想起了陆长生说的话 燕九 看好了 此乃爹独创招式 陆燕九想起了 当时陆长生一招 直接就把院子里树周围的落叶 给全部给扫干净了 他手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陆长生 使用的那一招 砍柴刀在手中一转 西齐的将领 只感觉脖子一凉 随后 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陆燕九也是这么一事 没想到真的可以 收拾完旁边的将领 陆燕九立马就朝着张贵方的方向去 半空 赵公明和三肖 脸色凝重 你们看清楚 刚刚燕九使得招数了吗 云霄摇摇头道 没有 但是刚刚天地间灵气突然波动 就是燕九那一招引起的 赵公明点点头 这个招式暗含大道 想必是陆前辈交给陆燕九的 果然陆前辈放心让陆燕九出来锻炼 不是没有理由的 陆长生 我没有 我只是传授了扫地的诀窍罢了 因为陆燕九使出的这个招式 陆长生在赵公明心里的地位 也是越来越高了 可以说 赵公明已经下了一个决心 只要是陆长生但的一举一动 他都要模仿 说不定哪一天就靠着这个参务成圣了呢 下方 陆燕九来得及时 张贵方本来要落入了敌方手中 旁边一个砍柴刀 直接把一个将领劈下来了 张贵方心里松了一口气 幸好陆燕九赶来了 不然自己还真的要丧命于此了 江子牙见陆燕九赶来支持了 心里大骂 但是张贵方已经拿不下了 他只好下令收兵 各自收兵后 招哥迎仗 张贵方对着陆燕九行了一个大礼 多谢燕九兄弟救我 不然今日还真的难逃 张贵方脸上满是庆幸 哪吒开口道 是啊 燕九 你那使出的一招是什么 围在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死了 哦 那是我爹教我的 当时他一招就把地上的落叶 全部清理干净了 我想着能不能用这招杀人 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听了这话 张贵方 牛批 哪吒 原来是陆前辈教的 等我去招哥 我也要请求陆前辈指点我 赵公明 果然是陆前辈 给我们猜中了 在场上的人脸上都是佩服 随后张贵方又说起了 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自己那法术 竟然会失效 若是他法术真的不能用了 他的战斗力 起码消去了六成 陆燕九摇摇头道 我看不是你的法术失效 而是他们封闭了听觉 我曾经看爹干过这件事 不过 那时我们是闹着玩 他假装自己听不见 今日我去救你的时候 就发现那些将领 很像听不见的模样 张贵方若有所思 若真的是如此 张贵方知道自己 不能在一对多了 之前自己可以打 是因为自己有喊人落马术 现在西西那边有了应对 自己不能这么嚣张了 昭哥 申公报一路来到了昭哥后 又想去那个茶寺看看 长生茶寺 陆长生正在看树 那树是收养了陆燕九以后种的 树已经这么高了 燕九也不知道 现在如何了 申公报来了 就看到陆长生在站在这里 这次申公报 可以往里面走了 不过进去之前 申公报就想好了 自己要装作是陆人 来讨口茶喝 请问你是老板吗 申公报来到茶寺后 礼貌地问道 客官 随便坐 酒 上茶 打几端着茶水上来了 申公报一眼望去 轩缘坟三腰的九尾狐 没想到大佬还有这嗜好 喜欢养狐妖啊 打几自然也看出来了 申公报的身份 这个申公报 来这里干什么 之前他与申公报有交集 自然知道 申公报是原始天尊 坐下弟子 打几眼里满是戒备 陆长生见 打几和申公报之间的气氛古怪 上前问道 可是发生何事了 打几不想暴露身份 立马否认道 没事老爷 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那你就先下去吧 申公报先是没有说话 见打几走了以后 申公报就开始搭话了 老板 我见你好像有些面熟啊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之前小树林里面 你曾经打过一个人 那人还特别猥琐 申公报 把当时看到的情形说了出来 陆长生听着听着想起来 这不是小时来的时候 自己教训的那个老色批吗 哦 只是教训了一个色狼而已 申公报脸上露出了佩服的笑容 我当时也在 刚想出手教训那个灯徒子 没想到老板出手 倒是比我快很多 申公报 姜子牙 你这灯徒子的名号 就接我用用吧 陆长生听了申公报的话后 心里也是有了好感 原来兄台当时也在 兄台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啊 陆长生便和申公报聊了起来 越聊 申公报就越震惊 因为自己聊的时候 还插入一些对大道的询问 陆长生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后 让申公报豁然开朗 原来如此 不知不觉 申公报的修为 也到了金仙的修为 达到金仙后 这个修为 也算是产教中的中流砥柱了 而且经过好陆长生的交流后 申公报 也不想去王宫找什么大王了 也不想和姜子牙拼什么了 申公报误了 而且从这次谈话中 他隐隐感悟 自己若是参与和姜子牙的争斗 怕是要很惨 九重天之上 原始天尊睁开了双眼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刚刚他突然感觉到 这两节在消失 原始天尊掐指一算 这申公报怎么回事 怎么在昭哥 却又不在节中了 原始天尊眼神中满是冷然 姜子牙和申公报 是风神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挂 若是其中有人发生不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想尽办法也要将他们弄回正轨 原始天尊立马叫来了太乙真人 弟子见过师尊 太乙真人恭敬行礼 他本来可以收哪吒为徒 只是出了差错 如今哪吒在结教 但是原始天尊已经将铲教的人写上去了 若是太乙真人不收徒的话 怕是这一关他渡不过呀 所以太乙真人这段时间也是愁得很 这不原始天尊召见他的时候 太乙真人还有些激动 太乙 本作有一事交代你去办 请师尊吩咐 申公报如今在昭哥 但是他却不去王宫 我要你想发个法子 让申公报去和巧合作 太乙真人有些迷茫 去和巧合作 原始天尊继续道 若是申公报不能去的话 怕是结束不结 你也不能进一步 再者 你需要再收一个徒弟 太乙真人恭敬道 不知师尊可否有些提示 弟子的徒弟在昭哥的何处 原始天尊仔细算了算 因为哪吒是魔朱转世 是原始天尊算计者出生的 本来给太乙真人做徒弟刚好 现在哪吒被抢走了 和哪吒一个资质的时间少有 毕竟哪个成长十几年 就可以与魔朱对抗 所以 原始天尊只能再去算算太乙真人的弟子 此人便是东海龙王三太子 三太子 太乙真人还有些不解 当初被哪吒拔皮抽筋 如今三太子哪怕复原 应该也打不过哪吒啊 原始天尊心念一动 一颗纯净的珠子浮现在半空中 这是 灵珠 太乙真人瞳孔微缩 这与他当时拿在手上的魔珠 虽然出自同源 但是气息完全不一样 当初魔珠出世 天地间发出警示 而灵珠在他面前的时候 太乙真人只感觉到舒适 这灵珠你可以给龙王三太子融合 他的伤不仅会完全痊愈 修为还会更甚从前 再者 他与哪吒有旧仇 之后的原始天尊就没有说下去了 太乙真人也不是纯笨之人 一下子就懂了原始天尊的意思 他接过灵珠道 诺 弟子遵命 记住 此次下凡你有两件事 一是让申公报在商朝任命官职 而是收徒 弟子遵旨 太乙真人离去后 先去找了申公报 申公报 此人他还是了解的 嫉妒心太强 只要抓住这一点 太乙真人相信 让申公报去当官不是什么难事 昭哥 申公报那次听完陆长生的话后 只觉得恍然大悟 在长生查寺也建立了一个屋子 说是要做邻居 这日申公报在院子中正在感悟吐息 熟悉的气息飘来 申公报睁开眼睛 师兄既然来了 便现身吧 太乙真人见申公报发现自己了 心里有点惊吓 这申公报来了一趟人间 修为怎么增长这么快 都已经到惊心了 其实太乙真人 瞧不起申公报的原因 还有就是 申公报的跟脚不行 悟性也不行 太乙真人看申公报的眼神中 一直有着居高临下 但是这次看到申公报的修为 太乙真人吃惊了 师弟 一段时间不见 你的修为增长给得好生快啊 大概是想明白了吧 申公报冷淡道 平日里太乙真人 这些被原始天尊看中的弟子申公报 都是有些巴结的 但是今天申公报 对着太乙真人的态度 是有些敷衍的 他只想好好地修炼 太乙真人 只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但是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所以太乙真人 也就选择性地忽视申公报的态度继续道 我这不是给你带来消息吗 听闻江子牙在西齐当了军师啊 师弟 师兄我一直觉得 你比江子牙要强 你现在也在招哥 不如也在招哥当的军师 正好商朝和西齐也打起来 你不是一直不服江子牙吗 师兄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太乙真人一反口舌后 本以为申公报 会被自己说得激动万分 但是没有想到 申公报却是一脸淡定 师兄 我已经明白了 权力这些不过是身外之物 师兄你走吧 我不会去当什么军师的 太乙真人看申公报的脸色 知道他不是在说什么气话 是真的不把这些当回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申公报的觉悟 什么时候这么高了 不行 师尊交代的任务 一定要完成 太乙真人 还想要继续说服申公报 申公报却直接道 师兄若是想留在这里的话 申公报欢迎 但师兄若是还想说这些的话 那请恕申公报无礼了 说完后 申公报周围的灵气动荡 太乙真人被申公报落了面子 本来就有些不舒服了 现在见申公报一言不合就要打架 当即冷声道 好好好 我好心劝你 你却不领情 罢了罢了 下次可不要求着我 说完后 太乙真人一甩袖子 便化作一语 青年离开了 申公报见院子 重新变回安静 又闭上了眼感悟 太乙真人 走了以后 越想越怯 这申公报 算个什么鸟 竟然对他这般无礼 不过心里 还有些没有完成 原始天尊交代的任务的担忧 算了 不管了 太乙真人 又去了东海 东海龙宫 东海龙王 看着躺在床上的三太子 自从那次被哪吒剥金后 他就一蹶不振 那赵公明赐下的药 虽然治好了敖炳 但是心病难医 五二 要不父王 这就去给你报仇 东海龙王对敖炳本就最是疼爱 如今看见敖炳这番模样 干脆又想着给他报仇了 敖炳虽然消极 但是对自己父王的实力 还是有数的 当初既然哪吒没事 现在龙王也不能对他如何 父王 还是不要费劲了 我休养几日就好了 龙王 你可已经休养了好几年了 但是他拿敖炳也没有法子 他当初没有抓住哪吒 为敖炳报仇 本来就有些愧疚 不知道三太子想不想报仇 旁边一道声音响起 东海龙王立马就看向一处空地 那里出现了一个人影 太乙真人的身影露了出来 东海龙王也是认得太乙真人的 这不是原始天尊坐下弟子吗 太乙真人道 那赵公明之所以敢这么对三太子 还不是因为后面站着通天教主这个圣人 如今我有一个法子 不知道龙王和三太子要不要听 敖炳听了这话 起身看着太乙真人 不知道道长有何方法 敖炳刚刚虽然阻止了龙王 但是心里对哪吒怎么可能不恨 自己的龙金可是被拔了 现在这个道长说是有希望 那他就要试一试 太乙真人先是把哪吒的身世说了出来 魔捉 龙王和三太子一口同声 不错 魔珠蕴含魔器 若是没有人制止哪吒 之后哪吒便会入魔 与魔珠对应的就是灵珠 灵珠若是能与三太子融合 与三太子的好处不可谓不大 那灵珠不知在那里 敖炳着急问道 太乙真人一笑 打开了右手 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珠子 出现在了太乙真人的手上 这便是那灵珠 敖炳看着灵珠 眼里满是火热 但是他也不傻 看着太乙真人道 那道长想让我做什么 要获得什么 必定有代价 太乙真人微微笑道 我乃原始天尊 坐下弟子太乙真人 我要收你为徒 什么 龙王和敖炳都惊呆了 原始天尊可是圣人 他坐下的弟子 为什么要找自己当弟子 龙王和敖炳脸上满是不解 太乙真人当然不能说 自己找弟子 是为了渡劫啊 因为我算到与你有缘 所以特意求师尊 要来了灵珠 灵珠服下 你的修为还有跟脚 便会再进一步 如何 而且 产教对上结教也不用怕 哪吒有赵公明和圣人 产教也有 敖炳听了太乙真人的话后 心里不可能是不动心的 但是他觉得 拜师这件事太大了 于是他看向龙王 龙王点点头 这拜师后 师徒关系就有了 也不怕这太乙真人坑自己儿子 洪荒世界 师徒关系 还是很牢靠的 龙王万万想不到 这太乙真人收弟子 还真的是要坑他的 敖炳见龙王点头 立马就跪倒在了太乙真人的面前 弟子见过师尊 好好好 太乙真人收了敖炳为弟子后 心里也是放下了一块石头 总算有弟子了 既然你愿意拜我为师 这灵珠我现在 便为你护法融入体内 敖炳一脸激动 多谢师尊 在太乙真人的操作下 灵珠和敖炳融为了一体 本来之前因为龙巾被拔过 其实有留下后遗症的 但是灵珠融合后 他的后遗症就消失了 一阵蓝光过后 敖炳只感觉身体浑身舒爽 而且他能感觉到 自己充满了力量 多谢师尊 敖炳再次跪下 对太乙真人道谢 不必多礼 那哪吒如今在商卷 你便去西西帮你将士博吧 我会传信与他说的 到时候 你们在战场上相遇 有了灵珠以后 哪吒也不会是你的对手 你们两个交手 那赵公平也不能说什么 敖炳也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师尊说的是急 敖炳脸上写满了高兴 之前颓废也是因为 自己没有能力报仇 觉得自己虽然是龙王三太子 却没有能力 这种感觉实在是很不好 现在太乙真人的到来 给了他希望 所以 敖炳一摆之前的颓废 东海龙王看着也很高兴 太乙真人随后道 既然我收你为徒了 你便随我先回玉须宫 之后 我便带你去西席 诺 敖炳和龙王拜别后 便跟着太乙真人 回到了玉须宫 玉须宫 太乙真人和原始天尊 说了身公报的事情后 原始天尊的脸色虽然不变 但是太乙真人能够感觉到 灵气似乎都隐沉下来了 本座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走出殿门的太乙真人 发现自己的后背 已经满是汗了 圣人之怒又启示 他一个小小的大罗精先 可以抵抗的 太乙真人离去后 原始天尊望着虚空 沉思了很久 这场风神亮节 他策划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把节教拖下水 但如今身公报 这么重要的一环不配合了 不行 看来自己要走一趟了 那身公报自己 就算是在他脑海中种下控制 他也要把这因果搬回来 原始天尊心念一动 他的身形就来到了 身公报所居住的小院子里面 因为原始天尊专注着身公报 所以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小院子 正在修炼的身公报 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向他袭来 他睁开眼 竟是原始天尊 身公报连忙跪下 弟子见过师尊 身公报 为师告诉过你 你的命运不再重重 但是本作没有想到 你来了昭歌后 竟是来这里修炼 若论起修炼 玉须公的灵气不比凡间好很多 本作又何必让你下山 身公报听着原始天尊的意思 突然明白了什么 难道当初原始天尊与江子牙说的话 是故意让自己听到的 也对 原始天尊可是圣人的实力 若是连自己都无法察觉 他这圣人修为 可以说是摆设了 但是 师尊他为何要如此呢 难道是 身公报心里 一个可怕的念头生起 这一切 其实都是原始天尊安排好的 自己与江子牙的冲突 更是在原始天尊的算计中 江子牙去了西齐 是他所愿 所以自己呢 就是去昭歌和江子牙打擂台 但是这么做原始天尊 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难道是结教 不得不说 身公报的脑子 是真的快 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么多 身公报既然想到了 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虽然原始天尊是圣人 但是若真的入局的话 身公报可不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 但是他以往在产教中的地位来看 八成是凉凉 身公报打定主意后 便道 师尊 弟子觉得来了人间后有所悟 所以在这里修炼 有所悟 原始天尊的语气带了些疑惑 身公报知道 原始天尊是觉得自己的根脚不好 所以对自己说的有所悟 根本就是嗤之以鼻 心中不免生起了一丝的气氛 但是实力又比不上原始天尊 便也只能忍耐下这一口气了 师尊请看弟子的修为 原始天尊本来没有注意身公报的修为 但既然身公报自己说了 那他就看一看 原始天尊一眼望去 等等 金仙 这修为怎么会进展得如此快 若是太乙真人这些弟子 修为进展得快些 原始天尊都不会这么吃惊 但是 这可是身公报 当初选择身公报为徒 其实就是为了今日的风神亮节 所以 根脚悟性 这些原本重要的东西 反而靠后了 但是如今身公报修为进展得这么快 原始天尊倒有些吃惊了 但是他是圣人 所以面上还是平淡的神色 弟子这几日 感觉自己感悟颇深 而且 弟子感觉找到了弟子的路 那些凡间的权力弟子 已经觉得不重要了 身公报的话 让原始天尊的脸色 彻底地沉了下来 他自然看得出来 身公报是认真的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他 这个师尊狠心了 不过在原始天尊的心里 身公报和江子牙 都不是他的徒弟 不过就是两个工具人罢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本作也没有办法了 身公报听着这个话 先是一喜 后来突然感觉周身灵气 似乎有些禁锢住了 他抬起头 看着原始天尊满脸冷漠 那是对生命的不在意 身公报心中暗道不好 他本以为原始天尊不会下手 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狠 早知道就先假装答应了 身公报心中 一万个后悔的念头 但是此时 他已经动弹了不得了 突然他慢慢地觉得 好像可以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 身公报睁开了眼 是陆长生 原来陆长生今天想来找身公报 下一盘无子棋 没想到刚来 就看到之前遇到的一个人 好像要对着身公报做什么 他立马爆合出声 你是什么人 原始天尊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身体都变得有些僵硬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怎么会这么凑巧 原始天尊心里对陆长生 其实有些惧怕的 因为他从未有过这种 丝毫没有反抗之力的感受过 见陆长生来了 原始天尊立马就后退了几步 看得身公报一愣一愣的 刚刚原始天尊是退了吗 那可是原始天尊 是圣人啊 为什么见到陆前辈就退了 身公报心里生起了一丝希望 难道原始天尊 也不愿意和陆长生对上 好你个骗子 怎么又是你 陆长生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力 立马就想起了原始天尊 当初这个人 还自称是原始天尊 真是笑死个人了 没想到今天又碰到了 今天是来装原始天尊 还是通天教主啊 身公报听得有些迷糊 什么装原始天尊 还是通天教主 因为当时原始天尊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的 而且原始天尊也不可能 自己把那段 不光彩的时候说出去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而原帅天尊的脸色 也立马就变得铁青 该死 自己好像要暴露了 原始天尊脸色僵硬地笑了笑 今日只是来找一个好友叙叙旧 没有想装什么人 哦 是这样 原来你和深虎是旧相识啊 我刚刚看你们的气氛很紧张 好像你们要打架似的 等等 深兄 这人真的与你是旧相识吗 因为原始天尊 在陆长生这边 有一个骗子的名头 所以陆长生也是留了一个心眼 深公报还能怎么说 不仅是自己的旧相识 还是自己的师尊 陆老板 我不认识这个人 不知道他为什么 突然闯进了我的院子中 深公报其实也是想过承认的 但是想到原始天尊刚刚的态度 深公报又直接否认了 反正自己这位师尊 已经是不认自己 还想杀了自己了 而且 看原始天尊的态度 似乎对陆老板有些惧怕 干脆自己 就借陆老板这面大气扯一扯 深公报这么说了以后 陆长生一副果然如此的 看着原始天尊 你果然是骗子 是不是来这里偷东西的 结果正好被深虎发现了 不行 我要带你去见官 原始天尊一听以后 彻底忍不住 他本来是觉得 陆长生的实力强大 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 而原始天尊的忍耐力 确实是三清中最好的 但是身为圣人这么久了 对于有一些事 早就不能忍了 比如 让一个蝼蚁般的凡人 来审问自己 原始天尊当即怒喝道 我乃原始天尊 凡人岂配审问我 啪 原始天尊愣住了 深公报愣住了 而陆长生挥了挥手 刚刚打了原始天尊一个巴掌 这手竟甩大了 手还有些疼 原始天尊捂着自己的脸 你竟然敢打本座的脸 陆长生满不在乎道 你一个小偷家骗子都不要脸了 哪里来的打脸 跟我去报官吧 深公报的内心只感觉世界都玄幻了 刚刚是圣人在他面前被打了一巴掌吧 而且丝毫没有反抗能力吧 是吧 他没有看错吧 原始天尊气的脸色由轻转红 他刚想动手 想着自己就是拼着法宝自爆 也定要给这人一点教训 但是让原始天尊绝望的是 他周围的灵气竟然不受他的调动 他想要拿出法宝 却是动都动不了 陆长生一把抓住原始天尊的衣领子 本来高高在上的原始天尊 被陆长生拖狗似的往外拖着 深公报看到这个场景 只觉得嘴巴都要合不上了 之前他只觉得陆长生是一个大佬 而且讲的很多东西都让他受益匪浅 没想到这陆长生是一个这妖牛逼的人物啊 深公报决定了 自己要做陆长生的小弟 以后陆长生让他往东 他绝不往西 而原始天尊一路上被陆长生拖着 只感觉他几亿年的脸面都被丢光了 为什么 原始天尊只感觉自己深深的后悔 为什么自己来找深公报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这煞神的茶寺就在深公报的院子旁边 这深公报 为什么运气这么好 很快 陆长生便拖着原始天尊来到了公堂之上 他指证原始天尊是小偷后 原始天尊立马就被关进了监牢 因为比干他们 早就吩咐过陆长生附近的衙门和官兵 若是陆长生来干什么的话 马上办好 所以官员立马就听了陆长生的话 关押了原始天尊 一点都没有要询问原始天尊的意思 陆长生也不在意 在他心里 只要原始天尊被关进去就可以了 对了 还要回去问问深虎兄有没有事 这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之下 竟然能溜进院子里 这昭阁城的安保 时代改良了 陆长生叹了一口气 幸好有他这个正义的百姓 今天是当好事的一天呢 而陆长生走了以后 原始天尊这才感觉到 自己周围的灵气又回来了 他想干嘛就干嘛 原始天尊看了一眼周边的凡人 甩了甩一笑 周围的百姓脸上都出现了呆滞的神情 随后原始天尊就消失在原地了 其实原始天尊想过 干脆把这一片百姓都灭口算了 看到自己狼狈的画面的人都该死 但是他想到这里是昭哥 人亡坐镇 不能下手 再者若是被陆长生那个煞心发现 怕是要被捶爆 原始天尊怂了 他捂着自己的脸灰溜溜地回到了玉须宫 原始天尊离去后 百姓们又恢复了之前的动作 不过他们关于原始天尊的记忆都消失了 原始天尊这点小手段还是有的 虽然不能取性命 但是能取记忆啊 另一边 陆长生回到了院子后 就去找了申公报 申虎兄 你没事吧 那人已经被我扭送到官府了 你放心 这小偷日后我见一次胆子 要我说 你怎么不呼救啊 我就在你隔壁 喊一声我就听到了 申公报 也是没有想到 你这么凶啊 这次多谢陆老板了 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陆长生一听 啥 自己就是抓了一个小偷 怎么申虎就说自己这条命是他的了 这古代的人思想也太单纯了吧 动不动就是性命是你的了 放现代就是一顿谢谢 陆长生再次感受到了古代和现代的差距 不过申公报说的话 陆长生觉得还是算了吧 这性命就是你的了 也太恐怖了 神兄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既然是邻居 自然是有难相助 申公报见陆长生不肯收下自己 立马着急了 现在他已经被原始天尊的盯上了 若是不找个保护伞 自己可就死定了 扑通 申公报立马就给陆长生跪下了 陆老板 你这不仅仅是抓了一个小偷啊 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 申公报一阵理论后 陆长生竟然觉得好像也是这样 不对 陆长生又醒过来 怎么被申兄给绕进去了 他苦笑道 申兄真的不必如此 申公报见陆长生这样 便放大招了 陆老板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所以才一直推开 啊 这 陆长生觉得是有口难辨啊 陆长生 好吧好吧 申父兄你先起来 申公报见陆长生有些松动 立马道 那陆老板愿意收下我了 什么收不收下的 大家都是朋友 申公报却是我懂我懂的表情道 我明白了 陆老板放心 申公报麻溜的起身道 陆老板店里肯定要需要帮忙 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陆长生伸出二康手 等等 话还没讲完 申公报就已经跑过去了 黄天化三兄弟 见又来了一个和自己抢活干的人 那是满心的姐妹 这不是隔壁的邻居吗 就知道肯定有预谋 不然一来就住在隔壁 黄天化三兄弟 也加快了步伐 他们不能输 陆长生回来 就是看到了四个人抢活干的场景 这 大可不必吧 打击却见惯不惯 毕竟谁见了陆长生 不想扯上关系呢 打击表示 见怪不惯 欲虚公 原始天尊回来后 就一蹶不振 直接宣布闭关 太乙真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有些不解 师尊他不是去找申公报了吗 怎么突然宣布闭关了 不过眼下 他要带着敖饼去西齐 这几日 敖饼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眼神中满事 我什么时候去西齐 什么时候才能打哪吒 所以太乙真人带着敖饼去了西齐 西齐 江子牙正在想如何克制商军 他本想叫金扎木扎来支援的 不过金扎木扎 此时正在修炼 而且金扎木扎的父亲 李靖是商朝将领 若是李靖不返 怕是这金扎和木扎 也不会来稀奇 这般想着 江子牙也是越来越惆怅了 这下该如何是好 师爹 一阵虚无缥缈的声音传来 江子牙抬头望去 原来是太乙真人 江子牙带了一些讨好的神情 对着太乙真人行礼道 师兄 太乙真人见到江子牙的神情 表面还是冷静 内心还是有些得意的 因为他之前在申公报那边 吃了一个亏 随后江子牙便注意到了旁边的敖饼 这人身上有龙族的气息啊 太乙真人指着敖饼道 此乃敖饼 我新收的徒弟 听闻师弟遇到了些困难 所以带他来支援师弟 江子牙一听 好家伙 他都不知道太乙真人 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之前在玉须公的时候 太乙真人可是对他爱他不理的 现在居然主动送上帮手 难道是师尊他命令的 江子牙想了想 定是如此的 想到这里 江子牙对原始天尊的尊敬感 又上升了 多谢师兄 太乙真人点点头 对着敖饼道 此乃你江子牙师叔 敖饼看了一眼江子牙 不过是真仙修为罢 这师叔的实力 也太弱了吧 不过 碍于太乙真人 敖饼还是对着江子牙行礼了 江子牙没有察觉到 敖饼的态度有啥不对 只点了点头 随后继续问道 师兄也要留下来吗 太乙真人摇摇头 我就是送敖饼来任个路和人的 如今人送到了 我便先走了 江子牙有些失望 若是太乙真人愿意来的话 这商君又有何惧 太乙真人走后 江子牙便带着敖饼去见鸡发了 鸡发一听 这是江子牙师兄的徒弟 修为高深 虽然长着一副高傲的样子 不过高人都是有脾气的 可以理解 鸡发也就自动忽略了敖饼的冷脸 江子牙对着敖饼的冷脸表示 这位龙王三太子的性情 可真是冷啊 敖饼 我们打算明日就进宫商绝 那我明日就可以找哪吒算账了 敖饼眼中闪过一丝冷芒 算账 江子牙心中闪过一丝不解 难道这敖饼与哪吒 还有什么不解之缘 因为当时江子牙正在欲虚功 而太乙真人自然也不会暴露 其实他本来的徒弟应该是哪吒才对 毕竟被赵公民危险丢了徒弟 这是说出来 岂不是降了铲教的威风 是以江子牙 不知道敖饼哪吒两人之间的仇怨 不过这对于他 反倒是一件好事 哪吒和敖饼有仇 那哪吒便交给敖饼解决 之前想的 让金吒和木吒来这个想法 本来就难实施 现在更是都不用去实施了 至于陆燕九和张贵芳 便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殊不知张贵芳既然已经知道 江子牙他们有了 对付自己的办法后 便传信给文仲说了这个事情 张贵芳其实和文仲还有些渊源 张贵芳学的喊人落马术 便是在结教中学的 所以张贵芳和文仲提了以后 文仲就让张贵芳回来了 之后他便让摩家四将前去前 摩家四将与他同为结教出来的 不过摩家四将一直在文仲 麾下为文仲做事 摩家四将得了文仲的命令后 立马就到 诺 商君 张贵芳向陆燕九等人道辞 陆燕九和哪吒都是不舍得很 张贵芳像一个大哥一样 教会了他们许多 哪吒本来有些跳脱的性子 来了军中后都变得沉稳了许多 虽然很不舍 但是他们也明白 喊人落马术被西齐那边破解后 张贵芳留在这里反倒是不好 不过据说会有摩家四将前来支援 传闻摩家四将各有各的特长 所以陆燕九和哪吒也是期待摩家四将到来 三日后摩家四将便来到了商君中 这段时间江子牙也交战了 不过鲁雄考虑摩家四将还没有到 所以就没有应战 弄得敖炳非常的难受 恨不得立马化作真身去找哪吒报仇 但是太乙真人说了 参与凡间的战争就要遵守凡间的规矩 否则天道将会降下惩罚 敖炳便也一直忍耐 第四日 商君终于主动叫战了 江子牙站在战车上指挥军队 敖炳穿着盔甲和哪吒对战在一起 这一刻敖炳已经等了很久了 要不是因为哪吒 他好好的宫殿不住 但是和哪吒对上后 敖炳傻了 这哪吒的修为怎么会跟他差不多 不 甚至比他还高一些 自己修为增长是因为和灵珠融合了 这哪吒凭什么 怒火支撑着敖炳 他和哪吒打得难舍难分 臭泥丘 没想到你修为倒是长了很多 哪吒一开口就要把敖炳给气死了 他堂堂龙竟然被说成是泥丘 实在是太侮辱人了 敖炳拿着武器朝着哪吒攻去 陆燕九也随时观察着哪吒这边的情况 不过他看到哪吒一直都是压制着敖炳 心里也就放心了 他拿着砍柴刀 左一刀 右一刀 西齐的将领根本就没有办法和他对上一招的 陆燕九沉浸在快乐的海洋中 西齐将领见到陆燕九早已经是闻风丧胆了 一时间陆燕九的周围竟然是形成了一片真空袋了 江子牙见识不妙当即就明金收兵了 他眉头紧皱 他本以为这敖炳过来可以压制哪吒 但是没想到竟然是敖炳被压制 这战争再打下去怕是要完蛋了 士气都没了 当机立断的江子牙宣布收兵后 敖炳有些不甘 不过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回去了 西齐城 敖炳摔碎了一个又一个的东西 可恶的哪吒 真的是可恶之急 敖炳本来俊秀的脸如今都变得猙獰了许多 江子牙在一旁冥思苦想 既然高端战力打不过 那他不如就把那些士兵给淹了 士兵没了 我看他们还拿什么打 江子牙看着敖炳 嘴角突然扬起了微笑 失职 江子牙对着敖炳突然道 敖炳正烦躁呢 哪还管江子牙 更何况江子牙的修为还没有他高 江子牙碰了一个冷脸 也不气 这种情景 他在玉须宫不知道碰到多少次了 我有一记可以打败商俊 只是此记还需要你配合 敖炳一听 立马问道 是什么 水淹商俊 江子牙吐出了四个字 敖炳不解 水又淹不死哪吒他们 搞这些名堂干什么 江子牙气倒 这敖炳怎么就知道哪吒的 商俊都没了 那他几万大军杀几个修道之人 又有何难 江子牙给敖炳讲清楚后 敖炳也是激动了 对啊 没想到这个师叔修为虽然不行 但是脑子却还不错 他这就去下雨 敖炳是龙 天生便会控水 敖炳转身变成了真身 和灵珠融合了以后 他本来是青色的龙身 也变成了蓝色 而且对天地间的感应 更加的敏锐了 只见敖炳在空中转了几圈 吐出了一个光珠 这个光珠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一注香后 商俊那边便下起了大雨 鲁熊望着突如其来的雨 心中突然升起了不好的预感 本来晴朗的天空 怎么会突然降起大雨 而且 这大雨是一盆一盆往下倒的吧 怎么这么大 过分了呀 鲁熊吩咐士兵收好东西 如今雨这么大 也不能打仗了 先等雨停吧 但是 让鲁熊没有想到的是 这雨不仅没有停 还越来越大了 商俊所处的地界的水 都已经蔓延到膝盖了 而且看样子 雨还没有停 鲁熊和摩家四将商量了起来 这雨好像是人为的 西齐那边就没有 但是怎么把这个雨停了 鲁熊那边却没有一丝头绪 正当鲁熊想要传信 给文众询问解决的法子时 陆燕九站了出来 主帅 我好像可以控制雨 陆燕九这么说 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 身上就有控制雷电的法力 而陆长生 就会按照风神榜中的方法 教陆燕九怎么控制雷电 顺便把自己多年以来 看小说的经验 结合在一起 告诉陆燕九 要感悟大自然 而且陆燕九 还一直喝着灵犬 久而久之 陆燕九不仅可以控制雷电 还会控制雨了 之前他本以为是天降大雨 所以没有想着出手 但是 既然这雨来得这么不寻常 那他可不能坐以待毙 摩加四将 看向陆燕九 他们听文众说过 眼前这个小孩子 便是一位大老的孩子 文众特意吩咐过 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孩子 摩加四将 向来听文众的话 见文众这么说了 都纷纷点透 鲁熊大喜 燕九 你有何法子 陆燕九挠挠头道 其实我从小 就会控制雷电 鲁熊 控制雷电 你在说什么 陆燕九伸出右手 雷电在陆燕九的手上出现 鲁熊等人纷纷地感受到了 雷电中蕴含的能量 好你个小子 之前怎么不说 鲁熊大笑道 我本以为这就是普通的降雨 哪知道是人在捣鬼 主帅 主帅 你放心 我这就搞定这鱼 好 我们就靠你了 陆燕九点点头 找了一处空地 随后运转起全身灵力 然后按照小时候路长生交的那样 把自己融入到其中 感受到了 陆燕九感受到了雨和雷电的力量 一注香后 雨便消失了 商君纷纷发出了欢呼 稀奇 敖饼本来看着大雨一直下在商君那一部分 心情好得很 突然雨停了 他眉头紧皱 奇怪 他没有取消这雨水啊 敖饼又重新变成了龙身 上天降雨 停了一注香的雨又开始下了起来 陆燕九对着哪吒道 哪吒 你看这天上 是不是有人在捣乱 我把雨再停了 陆燕九很快就意识到定是有人在捣鬼 否则刚停的雨怎么又开始了 哪吒点头道 燕九放心 交给我吧 哪吒凌空浮起 他倒要看看是哪个王八蛋竟然暗中捣鬼 陆燕九再次将雨停下后 敖饼又出现了 他刚想施法 哪吒的攻击就到了 好你个臭泥丘 跟我们玩鹰的 敖饼一时不察 被哪吒打了一个阵阵 他立马化作了人身 嘴一脚还挂着鲜血 哪吒指着敖饼骂了一顿 上前又要打起来 敖饼见状 立马就跑回西齐了 江子牙见敖饼狼狈的回来 立马就给敖饼一粒丹药服下了 敖饼服下后 感觉自己的内伤好了很多 失职 是何人伤你至此 还能是谁 当然是那个讨厌的哪吒 敖饼眼里满是厌恶 而哪吒回去后 陆燕九和他来了一个队长 兄弟 干得漂亮啊 哪吒笑道 我这算啥呀 你还能控制雷电和雨呢 其实我之前只会控制雷电 这雨还是因为我爹教我的 哪吒听了这话后 心里又想到了陆长生 原来是大佬教的 这就难怪了 唉 好羡慕啊 鲁雄剑危机解除后 下令三军修整 稀奇 现在水淹商郡这件事 已经是行不通德了 江子牙无奈 只能另外想法子了 只是该找谁呢 算了算了 再去找原始天尊好了 师尊他定有法子 江子牙安抚好激发后 又出发去了玉须宫 玉须宫 原始天尊正在修炼 江子牙 弟子江子牙 有事求见师尊 看到江子牙 就想到了申公报 想到申公报 就想到在昭歌屈辱的画面 原始天尊嘴角抽动 但还是召见了江子牙 这次江子牙商欲蓄功 他也是要给江子牙一点东西的 江子牙 本座已知晓你来意 此乃姓黄旗 此法宝可以护你周全 江子牙接过姓黄旗 行礼道 多谢师尊 原始天尊又一挥手 此乃四不像 乃本座之前的座旗 如今也赐予你 江子牙一听 心都在颤抖了 原始天尊的座旗 那可是圣人才有资格吧 他竟然也可以有如此座旗吗 四不像被原始天尊放出来后 就站在一边 看起来虎虎生风 多谢师尊 对了 那打神鞭还好吧 因着打神便被修复过一次 所以打神鞭 也是原始天尊比较关注的法宝 并无 之前子牙又遇到了 把打神鞭弄断的人 不过 我及时把打神鞭收好了 原始天尊一听江子牙就提到了陆长生 脸突然好疼 询问的心思也没有了 当即挥挥手道 好了 你回去吧 本座已经将法宝都赐予你了 江子牙愁出片刻后还是问道 师尊不知可否派人来助我 原始天尊只道 还不到时候 到了时机 自会有人助你 有了原始天尊这句话 江子牙也算是放下了心头的石头 恭敬行礼后便离开了 一路上 江子牙骑着四步相好不威风 回到西齐后 敖饼突然感觉到一阵气息出现 原来是江子牙骑着一个神兽回来了 那神兽似乎对手有着压制的作用 不过幸好有灵珠 灵珠的帮助下 四步相对 他还造不成什么限制 激发等人看到江子牙骑着这么威风的神兽回来 嘴巴上都是一顿彩虹屁 江子牙被夸的也是心里飘飘然 而有了信黄旗后 江子牙自身的战力也上升了很多 但是有摩家四将在 西齐完全不是对手 加上摩家四将可是带着五万大军来的 如今的西齐被伤军围着 连粮食都不够吃了 激发叫来了江子牙 他们希望江子牙能够出一些主意 江子牙想着原始天尊的话 便也安慰激发 西伯侯放心 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江子牙走后 原始天尊就叫来了道衡天尊 道衡之前本座暗示过你们 让你们收弟子一挡劫 如今正是时候了 道行天尊立马就懂了原始天尊的意思道 那我立马就派弟子下山住西齐 嗯 原始天尊还把如今西齐的情况 告诉了道衡天尊 道衡天尊心里有数了 他回到玉巫洞 道场中三个长得人高马大的弟子 正在修炼 道行天尊叫来了寒独龙和薛恶虎 这两个人的天赋一般 悟性也是一般 所以道行天尊选择了他们两个人前去西齐 只不过话是要说好听一些的 道衡天尊道 独龙 恶虎 弟子在 寒独龙 薛恶虎两人上前 你们江子牙师伯 如今替天行道 在西齐伐伤 你们二人悟性一般 如今铸州伐伤是一个好机会 若是你们能得到一丝气韵 日后修道便可以顺畅无阻 道衡天尊一针地忽悠 寒独龙和薛恶虎一听 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 他们二人的资质确实差 所以修道的速度也是缓慢 不过他们这个修为要怎么帮助西齐呢 寒独龙把自己的问题问出来后 道衡天尊早就准备好了 西齐如今正缺粮草 你们二人便去送粮草给西齐吧 弟子遵命 道衡天尊点点头 至于那买粮草的钱道衡天尊 是一点都没有提 寒独龙和薛恶虎两个人也不敢问 幸好他们两个人修道之前 家境也是殷实 于是便自己凑好了粮草 寒独龙和薛恶虎两人准备好后 便下山支援西齐去了 西齐 因为最近军中的粮草已经变成了汤 士兵们气势都不在了 纷纷猜测是不是西齐要败了 怎么粮草都没有了 江子牙则是在坐等着原始天尊所说的时机 现在西齐这么困难 师尊说的时机应该是到了吧 你是江子牙师叔吗 江子牙扭头看去 竟是两个精壮的男子 不过叫自己师叔的话 难道是产交的弟子吗 不过自己之前怎么没有见过他们 因为道衡天尊收这两个弟子 就是为了党劫难用的 所以自然也不会为这两个人铺设名声 江子牙不知道也是正常 寒独龙上前道 我们奉师命前来为江子牙师叔送粮草 不知你们的师尊是 回师叔的话是道衡天尊 江子牙心里一阵感动 没想到竟是道衡师兄 先对自己伸出了援助之手 之前在御须公时 道衡天尊对自己爱达不理的 真的是错怪他了 道衡天尊 其实我就是不想理你 要不是原始天尊命令 你看我派不派人 只能说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 江子牙听着这两个人说是送粮 只是粮草呢 寒独龙仿佛听到了江子牙的心声 拿出了一个袋子 默念口诀 袋子发出了土黄色的光芒 一堆又一堆的粮草 出现在了江子牙的院子里 江子牙笑得合不拢嘴 真的是太好了 自己得赶紧告诉激发啊 寒独龙把袋子中的粮草 都放出来后 江子牙立马和善地对着两人道 两位师侄 我先安排院子 让你们去休息 多谢师叔 激发听说两位能人送来粮草后 心里也是高兴 有了寒独龙和薛恶虎的加入 稀奇的压力一下子就变得小多了 虽然寒独龙和薛恶虎 在道行天尊那里不太受重视 但是要知道 铲教的收徒标准是什么 非精英不收 虽说为了党劫 这标准是下调了一些 但是寒独龙和薛恶虎的修为 还是不错的 寒独龙和薛恶虎 还有江子牙三人 对上了摩家四将 只不过陆燕九实在是没有人可以抵挡 赵公明看着陆燕九的气势 暗暗点点了头 不愧是大佬的小孩 这气势无敌了 看到铲教的人吃扁 赵公明他们心里也很痛快 铲教和结教 不知从何时开始 就在暗中打擂台 每次见面都要打一架 或者骂一场 是以稀奇的人打着打着 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这比什么都比不过 江子牙看着也着急 这该如何是好 九宫山 白云洞 朴贤真人正在修行 一阵虚无缥缈的声音传来 朴贤 是时候收网了 朴贤睁开眼睛 眼里满是尖锐 但他很快就起身道 诺 这声音正是原始天尊传来的 同样的场景 也发生在了五龙山 云霄洞中 文书广法天尊同样恭敬道 诺 他们两个 一个是金扎的师尊 一个是木扎的师尊 本来太乙真人 是要收哪扎为徒的 这样礼敬的儿子 全部都是产教的弟子 到时候 李静便会非常的为难 毕竟在古代 是很看重传承的 原始天尊也是打着这个主意 才会把金扎三兄弟 都收入产教 李静可是陈唐官的总兵 若是李静反了 商朝就相当于 少了一个看门的将领 西齐城市的可能性 就会大很多 所以 原始天尊为了这次封神亮节 真的做出了准备 现在深宫暴脱离了这一环 原始天尊才会觉得烦恼 现在他在想着该让谁去顶替深宫暴的位置呢 而普贤和文书两人叫来了金扎和木扎 和他们说了商朝和西齐的情况 当然要把咒王的情况说得非常的十恶不赦 西齐激发那叫一个爱民儒子 金扎和木扎两人本就尊师重道 心中极恶如仇 这么一听 啥 咒王如今竟然这么荒淫无朵 这等大王怎么配当人亡 而心里对那爱民儒子的激发则是好感倍增 最后普贤和文书便让金扎木扎下山了 还特意说了江子牙师叔如今在西齐 让金扎和木扎前去帮忙 金扎和木扎两人表示 没问题 陈堂关 李靖和殷十娘商量着金扎和木扎 还有哪扎三人 太以真人让他们认清了产教的面目 李靖担心金扎和木扎会不会也被蒙骗 于是他传讯给了赵公明 赵公明当初收得渣为徒的时候 就给李靖留下了通讯的法宝 李靖把自己的担忧全部通过传讯符告诉了赵公明 赵公明收到后 心里倒是沉思 对啊 之前他还没有想过 但是李靖的三个儿子都被产教说为三代弟子了 恰好产教是知识稀奇的 但是李靖可是商朝的将领 那双方交战 李靖是打不打自己的儿子 赵公明越想越觉得心惊 他思来想去 还是去问问陆前辈吧 他肯定有主意 赵公明和三肖打了一声招呼 反正以陆燕九的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长生查四 陆长生又在看申公报和黄天化三兄弟抢活干 虽然陆燕九不在了 但是多了这四个活宝 陆长生表示日子一点都不无聊 赵公明来了以后 看到了申公报 此人不是原始天尊坐下弟子吗 怎么会在陆前辈的院子里 申公报自然认得赵公明 这可是通天教主坐下外门大弟子 申公报有些心急 他害怕自己的身份被赵公明曝光 不过赵公明只看了一眼申公报就不理了 这让申公报提心吊胆的心也有些放下了 老赵 你是来带燕九的消息的吗 是啊 燕九在军营厉害着呢 李扎和燕九处的也很好 那就好那就好 陆长生放了心 赵公明与陆长生聊着聊着 假装不经意问道 陆前辈 上次说的那个哪吒 我听师门长辈说 哪吒的两个哥哥金吒和木吒 都被产教收入门下了呀 金吒木吒 陆长生对金吒和木吒自然印象也是有的 他们和哪吒三人在西齐对抗商朝中 可是出了大力 那两个孩子应该要去西齐帮忙了吧 赵公明心里一紧继续道 可是我听说 李静不是在商朝当总兵吗 儿子都去了 老子还能留着不长 陆长生一副这你都不懂的表情 看着赵公明 赵公明若有所思 他见那李静可不是轻易背叛商朝的人 那金吒与木吒岂不是要父子相抗吗 产教到底图什么 赵公明只觉得这个阴谋大得很 许是赵公明的脸色不太好看 陆长生关切道 可是想到什么事了 赵公明勉强笑笑 他要赶紧和通天教主商量的才行 若不是机缘巧合 他收了哪吒为徒 这些他都想不到 而这些都是陆前辈指点他的 赵公明想着 大佬还是大佬啊 幸好自己和大佬打好关系了 赵公明向陆长生告辞后 便匆匆回了金吒岛 他要快些将消息带回去 金吒岛 通天教主听了赵公明的话后 身为圣人的他 很快就明白了产教的用意 用徒弟来挡劫 可真够不要脸的 他产教不是自诩正道 只收物性好 跟脚好的徒弟吗 果然他那好二哥的心迹 一如既往的深啊 先是骗他把结教弟子 签上风神榜 然后自己找个给自己弟子挡劫的方法 好极了 挡真是好极了 要不是陆前辈指点 怕是自己到结教人数死去一半了才知道 通天教主这个时候 再次感慨了 自己让赵公明和陆长生拉近了关系 不然这一桩桩一件件 他又怎么会知道 通天教主浑身低气压 赵公明只觉得 呼吸都要不顺畅了 看来这件事 让师尊明白了什么啊 不然师尊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好 既然你要算计我结教 那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叫偷鸡不成十八米 公明 以后看到产教的人便杀 赵公明浑身一震 师尊 赵公明明白 肯定是原始天尊知道了一些事情 而且肯定和产教有关 不过赵公明早就对产教的人不满了 之前碍于通天教主和原始天尊之间的交情 不然是到产教的人见一次杀一次 不过记住 杀人要有名头 弟子明白 洪荒大陆 注重因果 若是不分原由的杀人 原始天尊就会直接出手击杀了 毕竟是圣人门徒 赵公明也明白了通天教主的意思 当然不会给原始天尊这个机会的 赵公明离去后 通天教主望着虚空 叹了一口气 原本原始天尊坐着的位置已经空无一人 玉虚弓 一道冲天的剑气朝着玉虚弓飞速攻击来 本在修炼的原始天尊 疏然睁开眼睛 这个通天犯了什么毛病啊 怎么突然就上玉虚弓了 而且还这么大的阵仗 是要把他玉虚弓的大门给打烂吗 原始天尊身形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原地 随后便出现在了通天教主出现的地方 伸出右手 只见原始天尊的右手出现了银白的光芒 一下子就将冲天而来的剑芒挡了下来 玉虚弓的小童子见原始天尊出手了 心里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刚刚那个剑芒过来的时候 童子只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原始天尊怒喝道 通天 你犯什么病了 一道金光出现 通天的身影出现 他面上满是讥讽 怎么 只需你算计我结交 我还不能报复了 原始天尊脸色一白 这通天发现了 不可能 这通天向来不问这些 否则也不会被自己算计 一步步地陷入这般境地 自己就差这个风神亮节 便可以将结交万仙来朝的名头给扳倒了 怎么能功亏一篑被发现呢 刚刚发出的剑芒 就是为了警告你 日后产结两教弟子若是相遇 我不会让门下弟子再谦让了 原始天尊面色更加苍白 但是他 还是要稍微挽救一下 虽然他内心是瞧不上通天 但是现在可不是决裂的好时机 但是原始天尊话还没有说出口 通天教主就消失在玉须宫了 八锦宫 一端坐在蒲团上 白发的老人睁开了眼睛 终究是到了这个局面 此人便是老子 老子 通天 原始为红军坐下三大弟子 以前这三亲关系 好得不得了 可不知道 为何有一天 原始和通天之间的关系就变了 不知道是原始有了别的心思 还是怎么 通天教主正式和原始天尊决裂后 便回到了金敖岛 还发布消息 宣告所有弟子 日后遇到产教中人 不必顾及颜面 而通天走后 原始天尊眼里闪过不解 按理来说 通天向来觉得 弟子之间得到与否 全靠缘分 所以不会插手这封神之事 到底是谁指点了通天 难道是 原始天尊脑海中浮现了陆长生的脸 放眼洪荒 红军和老子自然不可能告诉通天 只有那个陆长生 来历神秘 所以通天那家伙 怎么会和这个人扯上关系的 看起来关系还挺好 否则那陆长生 怎么会指点通天 看来计划有变 原始天尊传训给了座下十三金仙 之后计划有变 碰到结教的人要小心 结教和产教关系正式破裂 其他几位圣人心中各有算计 西方教 接引道人开怀道 师弟 那结教和产教关系破裂 正是我西方教 从中获取好处的时机呀 是啊 师兄 我西方教被压了这么久 这次的风神亮节 正是撞到我西方教的时候 到时候便可以偿还 向天道界的功德了 女娲功 女娲知道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 绝裂后 倒是没有什么心思 她就本就是一介散人 当初创造人族 得了大功德才成胜 这洪荒大陆得变化再多 也危及不到她 不过最近她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人 就在之前 她化身凡人 去人间走了一遭 喇致在招各一个小茶寺 竟遇到了一个人 而且那九尾湖妲己也在 不过看那样子 妲己是心甘情愿待在那里的 原因还是因为那个人 不过女娲并没有戳穿 妲己狐狸的身份 因为那茶寺老板她看不透 这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要知道 女娲是圣人 洪荒世界 圣人无敌 女娲被那茶寺老板吸引到了 心想 下次要再去一趟 招各王公 咒王正在大发脾气 他本以为自己派出了 伤军去灭西齐 很快就会有捷报传来 但是 让咒王没有想到的是 前方战士竟陷入了胶着 这让咒王觉得自己无上军威 被挑衅了 他紧急召回了文仲 望遍朝野 唯有文仲文太师 才能替他解决了 其实黄飞虎若是在的话 咒王也可以派黄飞虎去 但是黄飞虎现在已经修道去了 咒王也不可能说 拉下自己的颜面 去找黄飞虎 所幸 只要有文仲在 商朝就还是不败的 文仲回来后 知道了摩家四将在前线 也没有获得很好的胜利 心里 对西齐现在的实力 也有了些了解 那该派谁呢 文仲一时有些为难 招哥各个关卡 都是很重要的 不能轻易调人 算了 去问问陆前辈好了 长生查四 文仲再次踏入这个久违的地方 他在外征战 已经很久了 陆长生见文仲来了 忙招呼着 文老伯 来了 好久没见啊 最近在哪里发财啊 文仲在陆长生前面的形象 就是一个在外做生意的商人 这次文仲这么久才出现 陆长生便以为他在外面是不是赚大钱了 便也有了这么打趣的一句话 哪里哪里 文仲笑道 来 喝茶 陆长生给文仲端来了一杯茶 文仲喝了一口后 问起了江皇后的情况 你说江夫人啊 自从我家燕酒调皮去参军后 江夫人他就没有来了 一直在那竹屋里面 文仲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 最后终于问了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不知陆前辈是否知道如今商朝的情况 陆长生以为文仲是担心商朝打起仗来 他就没有生意做了 便宽慰道 文大伯不用担心 商朝现在能人还多着呢 那什么李静啊 孔轩啊 不都是能人吗 文仲心中一动 李静孔轩 能被大佬说出来的人 想必定有过人之处 李静乃陈堂官总兵 论起排兵布阵倒是有经验的很 而且那李静身上还有七宝玲珑塔 算得上是能人一个 那便让李静去前线好了 李静此人对商朝倒也是忠心耿耿的 也不用担心 李静是不是要背叛什么的 文仲解决了派人的事情 心口也舒畅多了 幸好有陆前辈 为自己指点迷惊 心中不禁感叹 大王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宫中那位妖妃的蛊惑 文仲眼里闪过一丝杀气 文仲和陆长生又请教了一番事情后 便走了 他要去看看江皇后如何 这个时候 申公报又来了 老燕 我来干活了 申兄 真的不用这样 要的要的 申公报脸上满是笑容 上次和黄天化 他们三人抢活干 陆长生看 申公报他们干的这妖心苦 便拿出了一些水果给他们吃 申公报还想着自己吃了水果 岂不是让大佬以为自己是贪图水果才来干活的 因此还推测了一番 不过黄天化三人就不一样了 结果水果就是一顿啃 申公报见黄天化三个人狼吞虎咽的样子 心中还笑话他们 真是没见识 他申公报之前是原始天尊做下弟子 就是天庭的盘桃都吃过 这人间的水果 在申公报看来不过耳 但是陆长生执意要给 申公报便接过去了 咬下去的第一口 申公报哭了 他心里大骂自己杀笔 大佬给的水果 怎么能和凡间的水果相比 凡间的水果他配吗 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 陆前辈身边的东西哪有平凡的 黄天化他们三个人 肯定早就知道 水果的好处才会吃得这么快 说不定心里还在笑话自己呢 吃完这个水果后 申公报只感觉自己的修为又提升了 现在已经是惊心后期了 申公报内心感叹 是陆前辈一个水果 胜过自己万年修行啊 因为申公报的跟脚和悟性都是一般 修行很慢 所以这话还真的不是夸张的 之后每次申公报干完活 都会想让陆长生再给个水果 不过让申公报失望的是 陆长生那次之后就没有再给过了 其实是因为陆长生迁到这些天 恰好都不是水果 所以申公报的心愿只能落空了 申公报麻利的开始浇水砍柴 因为陆彦久把砍柴刀给拿走了 所以陆长生只能去买一把普通的砍柴刀了 用起来自然不能和系统发的那个砍柴刀比 陆长生用起来那叫一个嫌弃啊 不得不说这系统发的砍柴刀还是好用啊 不愧是系统 系统宿主脑子果然有问题 这么一把武器还真的当作砍柴刀来用吗 另一边 文仲回去后便上奏咒王 让咒王派李靖前去战场 文仲说的话咒王肯定是听的 最近事情太多 咒王一直待在后宫 美名其约放松心情 朝臣们看着咒王不紧不处理 还和那妖女待在一起 幸好文仲回来主持大局了 一时间文仲桌上 群臣们的折子叠得都快和人一样高了 咒王因为文仲在 这几日也没有那么放肆了 自从费仲游魂死了以后 咒王总感觉不那么得劲 不是说没有人拍马屁 而是他们拍的马屁 哪有费仲游魂的技术高啊 文仲回来后 咒王就把朝政交给文仲了 给文仲他也放心 三朝元老 要篡位早就篡了 陈堂官 自从那日 李靖给赵公明发消息 担心自己儿子金渣和木渣的安危后 赵公明只传来一句 莫及 后面就没有音讯了 实际上是因为 后面通天教主 含怒上玉须公的事情 让赵公明有些蒙蔽 一时间也忘记回复李靖了 而李靖也深怕 自己要是联系赵公明 太平凡 惹得他厌烦 可就不好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 咒王圣旨来了 让李靖前去前线 对抗西齐 李靖对商朝忠心耿耿 收到圣旨后 当即就点兵前往前线了 哪吒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要来呢 正拉着陆燕九 打算比划比划 他这段时间和陆长生 也是学到了很多 金敖倒 赵公明得了通天教主的命令 让他有机会 便把铲教的人给杀了 所以他就又去西齐了 不过这次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三肖收到消息后 都讨论了一番 等到赵公明回来后 三肖都问出了疑惑 通天教主 向来都是不与铲教计较太多 崇尚顺天而行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 赵公明知道 师尊他的想法 又岂是我们能揣测的 记住之后 遇到铲教的人 可不要手下留情 那是自然 我见铲教的人 不顺眼很久了 一群伪君子 赵公明听着三肖的话后 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忘了什么事情 但是想来想去 又没有想到 算了 到时候再说吧 李靖一路率兵 前往前线 而金扎和木扎 在师尊的指点下 一路奔着西齐 支援师叔江子牙去了 三日后 李靖来了 鲁熊和摩家四将 都欢迎了李靖 而赵公明也看到了 终于想起来 自己遗忘的是情是什么了 那就是回复李靖讯息 他无奈地拍了拍手 拿出了通讯符 回了李靖四个字 静观其变 通天教主跟他说 铲教的三代弟子 马上就要下山了 到时候 金扎和木扎 怕是要战场上父子相见了 果然 赵公明遥远 便看到西齐城那边 两道亮光降落 身上的气息 是产教修行的功法气息 而血脉与李靖哪吒 他们相近 想必就是金扎和木扎了 西齐城 金扎 木扎 见过江子牙师叔 江子牙笑道 两位师之不必多礼 快快请起 这可是文书广法天尊 和普贤天尊的弟子啊 韩独龙和薛厄虎 看着金扎木扎身上 满身的法宝 又想了想自己 突然有些嫉妒 是怎么回事 明明大家都是三代弟子啊 激发照常宴请 刚来的金扎和木扎 随后问了金扎和木扎 得知竟然是李靖的儿子 脸上有些古怪的神色 不知为何 激发有一种感觉 这金扎和木扎 不会打着打着 就被捉回去吧 不会的不会的 激发连忙甩掉 自己这个荒唐的念头 这金扎和木扎 奉施命前来 怎么会被捉回去呢 宴会上 激发是 没有表现出来什么 金扎木扎也对自己 马上就要征战沙场 而兴奋 对了 二位道长是否知道 对面有一个哪吒在 哪吒 金扎木扎自然知道 只是哪吒怎么也来战场了 可怜的两个娃 不知道不仅仅是哪吒 李靖马上也要来了 激发环在吹嘘着 金扎和木扎 夸得金扎和木扎 只觉得 激发才是世间的民主 恨不得为激发扫屏 一切阻碍 只能说还是个孩子 太年轻了啊 一日 两军交战 鲁熊带着陆燕九和哪吒 一起对战西齐军队 突然哪吒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自己的大哥和二哥吗 他们怎么会在西齐的阵营啊 真的是奇怪 他们不是 应该在学艺吗 随机哪吒又想到 幸好李靖在军营中 没有跟出来 否则大哥和二哥 怕是要完蛋了 金扎和木扎 自然也看到了哪吒 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 哪吒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但是有一个人 一直白眼地 看着金扎三兄弟 那便是敖炳 敖炳本就和哪吒有仇 现在来了两个哪吒的兄弟 敖炳看得也很不顺眼 不过兄弟在两边对战这种戏码 敖炳还是很喜欢看的 这不敖炳把对战哪吒的机会 让给金扎和木扎了 自己则是 对着陆燕九了 敖炳本以为 自己对上陆燕九 那是十拿九稳的 但是 让敖炳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打不过陆燕九 之前西齐将领 没有打过陆燕九的场景 敖炳当然也注意到过 但是 敖炳只觉得 这些凡人将领 可真是菜啊 但是 当自己真正遇上陆燕九的时候 才发现 之前他真的是大错特错 而且不知道陆燕九手上 拿的那把 到底是什么武器 怎么给他的压迫感 这么强烈啊 敖炳越打 只感觉越憋屈 他身上的龙王盔甲 都要被打烂了 要知道 这可是他出来征战的时候 他的父王担心他的安全 特意拜托龙族内的前辈 美龙取出一个鳞片 制成这铠甲 但是现在这龙甲 竟然被陆燕九手上的斧头给砍了 就好像砍豆腐一样 要不是龙甲帮敖炳 度过了不少的危机 敖炳都要怀疑龙甲的功效了 碰 又是一斧子 敖炳勉力躲开 心里大骂 不打了不打了 敖炳直接就离开了战场 商君因为陆燕九 打败了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少年 都发出了喝彩 敖炳脸 要被这喝彩声给气歪了 哪吒他打不赢就算了 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矛头小子 他竟然也打不过 这简直就是龙生大乳 赵宫明看着敖炳无功折返 并不意外 虽然这敖炳身上的气息奇怪 而身上那龙甲的防御力也很可怕 但是 赵宫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这怎么可能比得过大佬啊 那砍柴刀连他这个准胜都拿不动 更何况是这个不过是金仙的一条龙 更何况 龙他也不是没有图过 而另一边 哪吒与金吒木吒对上了 因为是兄弟 所以哪吒对着金吒木吒也是温盛道 二位哥哥 你们怎么在西齐 哪吒 我们奉施命前往西齐 祝西伯侯伐伤 不如你也来西齐吧 我们三兄弟大杀四方 建功立业 哦 可是 爹他也来了呀 金吒和木吒脸上 本来畅想美好生活的脸突然僵硬了 爹 李晶 他怎么会来前线 他不是在陈塘关才对吗 完蛋了 金吒和木吒两个人慌了 他们虽然想着建功立业 但是心里对李晶的惧怕感 还是有的 况且 其实他们也知道 李晶对商朝忠心的很 若是被李晶知道自己两个人在帮助西齐的话 金吒和木吒 想到这里 同时打了一个冷战令 他们已经被这个消息震惊的 不想和哪吒打了 两兄弟的样子 一下子就被江子牙给注意到了 江子牙见敖饼也打不过陆燕九 金吒和木吒 居然也没有什么心思打哪吒 之前上战场的时候 还说好的 把哪吒也拉过来 结果变成这样了 江子牙只好下令收兵了 敖饼 金吒木吒都松了一口气 唯有韩独龙和薛厄虎两人有些不爽 他们两兄弟没有被安排对上哪吒和陆燕九 所以他们打着凡间的武将只觉得非常的轻松 现在却被江子牙下令收兵了 不过江子牙是他们的师叔 所以 韩独龙和薛厄虎也不能说什么 西齐大军撤了以后 商军自然也撤了 而在战场上看到金吒和木吒的事情 自然也被李晶知道了 以李晶的暴脾气 怎么能忍受自己的儿子居然在敌对阵营 那脾气一上来 当即就要冲到西齐去把金吒和木吒抓回来 陆燕九看着李晶的脾气 打了一个哆嗦 幸好自己爹没有像李将军这样 从小到大 陆燕九只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 所以这次离家出走陆燕九 也是想要建功立业后再回去给陆长生一个交代 长生查四 陆长生突然打了一个哈欠 什么人在念他 也不知道陆燕九这个臭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而在西齐城的金吒和木吒就很苦恼了 他们本想在西齐建功立业后面再对李晶说 说不定李晶还夸他们呢 但是李晶这么一出现 金吒木吒完全没有准备啊 江子牙自然也问了金吒和木吒的情况 得知李晶来了以后 心里突然心生一记 这金吒和木吒都在这里 若是能让金吒和木吒把李晶给拉过来 那岂不是美滋滋 因为江子牙只待过招哥 对于李晶此人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江子牙说出这个事情后 金吒和木吒都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眼神 看着江子牙 金吒 木吒 这师叔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不过两个人当然不会当面说 只是解释李晶的脾气 江子牙这才明白 两位师侄 我倒觉得 你们不用这么担心 只要你们表现出你们的决心 那李晶也不会太逼迫你们 再者 西伯侯乃明君 比那咒王不知好上多少倍 我被修道之人 要坚定自己的心才是啊 江子牙一番脸哄带骗 说的金吒和木吒 听得都是连连点头 不愧是师叔 确实如此 要坚定自己的心 才能修炼得更加久远 金吒和木吒当即和江子牙表示 之后他们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江子牙 老夫这说话的功力 真的是日渐上升啊 商局 那两个逆子 我要把他们带回来家法处置 汝雄等人劝说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说不定也是被蒙骗了 李将军莫要如此冲动啊 蒙骗 李晶听了这话 突然醒悟过来 难道是那两个道长 让金吒和木吒下山呢 明明修行之前 他们两个人对商朝的忠心李晶 都可以感受到的 毕竟是自己带出来的儿子 他知道 李晶突然沉默 让鲁熊等人面面相去 这李晶这么容易就被说服的吗 李晶对着众人 说想一个人静静后 便回自己的营帐了 后面陆燕九和哪吒 正在说着悄悄话 哪吒 你爹一直这么凶吗 那可不是 从小到大 不知道被打了多少顿了 哪吒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幸好我爹从来不打我 说到这里 哪吒想起陆长生出尘缥缈的气质 心中生起一股羡慕 不过 想到自己的母亲因十娘 他又不羡慕了 他的母亲 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李晶回去以后 连忙从怀中掏出了通讯符 把自己心中所想询问了出去 半空 赵公明胸中的通讯符亮了起来 赵公明拿出通讯符 上面看到了李晶传来的讯息 道长 我而去了西齐 我不知道眼下该如何做了 请道长指点 赵公明想了想 眼中生起一股趣味 若是产交的三代弟子 都被结交收了 那产交上下的脸色 定是很好看吧 赵公明在通讯符中回了一句 把金扎木扎带回来为最佳 李晶收到赵公明的讯息后 立马就有了主意 三日后 西齐和商君再次交战 这次李晶也出战了 李晶和金扎木扎两兄弟 摇摇对望 脸上波澜不惊 金扎和木扎突然心中生起一个不好的感觉 在鲁熊的命令下 两军交战 李晶对上了金扎和木扎后 金扎率先道 父亲 我们打算在西齐 为西伯侯尽力 西伯侯才是明君 昼王他不过是一个昏君 住口 李晶喝出声 因为李晶的威望在金扎和木扎心中已久 所以金扎和木扎两人都是抖了一抖 废话不多说 李晶运转伶俐 一道金色的小塔从李晶的手中缓缓升起 变大变大再变大 金扎和木扎一看李晶直接就祭出了玲珑塔 心里着急 父亲怎么一点都不听他们的报复 就直接要收了他们 金扎和木扎对视一眼 拼了 金扎和木扎两个人都祭出了武器 李晶冷哼一声 两个小兔崽子外面学点本事 还觉得厉害了 幸好我有道长给的符路 李晶左手拖塔 右手扔出一蓝色小符 此符乃是赵公明给李晶用来 定住金扎和木扎的 铲教的人太过阴险狡诈 赵公明为了让李晶轻松逮住金扎和木扎 传讯完后又给了一个符路 这符路一祭出 金扎和木扎就发现自己不能动弹了 父亲什么时候还有这种定人的手段了 金扎和木扎想要拼命挣脱 但是赵公明给出来的符路又岂是他们能够挣脱的 江子牙看见李晶把金扎和木扎两个人定住 刚想过去帮忙 就看着金扎和木扎被收入了玲珑塔中 对 两个得力干将就这么没了 江子牙傻了 这李晶怎么能这样 一点都不顾及儿子的意愿 江子牙心中气愤 他要是知道李晶直接收金扎和木扎 他肯定不敢让金扎和木扎打 而鲁雄见金扎和木扎被收进塔中后 也立马下令收兵了 江子牙咬咬牙 商俊人多势重 他又不能强冲 这次真的是失误了 商俊军营 李晶把玲珑塔变得很大 放置在了地上 金扎和木扎就被关在第一层 他们还在喊着 父亲 你要尊重我们的意愿 你不能这样 放屁 老子是你们爹 你们就先在里面反省吧 李晶没好气到 他可真是后悔当初把金扎和木扎 送到两个天尊那边 现在金扎和木扎 变得他都有些不认识了 还没哪吒乖呢 李晶想完瞥了一眼哪吒 哪吒 干嘛突然看我一眼 有些害怕 李晶被金扎和木扎叫得心烦 叫哪吒看着他们后 便离开了 金扎和木扎见李晶走了 连忙呼喊哪吒 哪吒 放我们出来吧 我们就是想下山建功立业的 两位哥哥 你觉得我可以把你们从爹手中的玲珑塔中放出来吗 哪吒一脸无奈 金扎木扎 算了 金扎木扎也不叫了 就坐在地上 陆燕九看着眼前的玲珑塔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法宝 还真是有意思 陆燕九上前想要触碰玲珑塔 哪吒连忙阻止道 燕九 别碰 那法宝会伤人的 让哪吒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陆燕九安全地碰到了法宝 没有受到丝毫攻击 哪吒想到自己小时候被耐塔攻击的遍体鳞伤 要不是李晶设置了 怕是自己小小年纪都要被这个塔的自动防御能力给弄死了 哪吒 玲珑塔 你有心吗 金扎和木扎也被这一幕给震惊了 这眼前的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触碰没有被攻击 金扎木扎连忙道 这位小兄弟你能不能放我们出去啊 陆燕九摇摇头 这是李晶将军的法宝 我一个小小的将士怎么会操纵这个呢 金扎木扎 你既然能够被触碰不被攻击 说明这玲珑塔对你的气息不抵抗 你看到上面的门了吗 只要你打开 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们 陆燕九看金扎和木扎的眼神仿佛是在看白痴似的 这两个人是不是傻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会放他们出去呢 别说自己不会打开了 就算是会也不可能打开啊 陆燕九走了 哪吒还在劝说金扎和木扎 大哥二哥你们先安分一点吧 等到父亲稍微消气 我便去和他求情 哪吒靠你了 而李晶正在营帐中询问赵公明该如何是好 金扎和木扎被自己给关起来了 但是他们也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李晶也惆怅啊 该拿金扎和木扎如何是好 赵公明也收到了李晶传来的讯息 金扎和木扎是产教三代弟子中还算比较出名的 所以赵公明对他们也有影响 干脆让他们加入结教好了 反正讹渣也在 多两兄弟也不亏 只是一旦败了师门 一般不轻易更改 如果不是什么特殊原因 改了派会被耻笑 怎么办呢 赵公明想来想去 有了 不如送到陆前辈那里吧 听说陆前辈最近打算开一个火锅店 肯定缺人手 把金扎和木扎放到陆前辈那边也算是他们的福分了 赵公明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李晶听后 李晶得知可以把金扎和木扎放在赵哥的一位大佬身边 这样金扎和木扎也会学到许多 李晶收到赵公明的回复后 先是高兴 后来反应过来 赵哥成的大佬 谁 文仲吗 不对 能让赵道长成为大佬的 文仲可不行 据他所知 文仲也是赵道长的后辈 赵哥还有如此大佬 李晶心里一万个问号 半夜 赵公明来到李晶的营帐门口 李晶见过道长 李晶朝着赵公明行礼 不必多礼 李晶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想到 赵哥的那位大佬到底是谁 所以他还是决定问出口 不知道长可否告知赵哥的那位高人是谁 我和赵哥的人也是有所联系 只是我想了半天 赵哥城中能详助我这两位逆子 又当得起道长 您一句高人的人 好像没有 不是李晶夸张 他在商朝的战里 怎么说也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他要不是有玲珑塔 也很难降服自己两个儿子 赵公明笑了 此等高人我不能多说 不过 我能由此修为全靠此高人 李晶人傻了 全靠这位高人 要知道 赵道长的修为可是准胜啊 想不到赵哥城竟有如此高人 想到这里 李晶放心了 自己那两个皮娃子 定能备制的服服贴贴的 李晶起身带着赵公明去玲珑塔 玲珑塔呢 金扎和木扎还在聊天 大哥 你说父亲这次要多久才放我们出去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现在只觉得对不起师父 师尊他让我下山是为了帮助师叔的 结果现在却被困在这里 木扎闻言也叹了一口气 谁说不是呢 谁让李晶的威严在金扎和木扎心中是挥散不去的 所以金扎和木扎也不敢反抗啊 哒哒哒 远处脚步声传来 金扎和木扎一听到动静 立马就爬起来了 是不是哪吒趁半夜要来把自己给放了 在营帐中睡得很香的哪吒 哥哥们想多了 道长 两位逆子就被我关在一楼 我这就把他们放出来 嗯 赵公明点点头 李晶随后念了一句口诀 金扎和木扎只感觉自己被一股力量给推了出去 两人扑倒在地上 哎哟 我的屁股啊 金扎和木扎没有做好准备 就和大帝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哪吒 我就知道你会放我们出来的 是吗 熟悉的声音从头上传来 金扎和木扎本来低头摸着屁股的动作 一下子就止住了 不会吧 是爹来了 金扎和木扎两人抬头 脸色带着尴尬的笑容 爹 赵公明看着金扎和木扎变脸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总算知道 哪吒变脸这么快跟谁学的了 合着两位哥哥变脸都这么快 李静恭敬地对着赵公明道 两位逆子就交给道长了 其实要不是有哪吒事件在前面 李静也不会想得太多 可是哪吒的事情 让李静觉得 是不是他们一家都是被铲交个利用了 不然为什么哪吒生死关头下 太以真人在一旁看着 金扎木扎出现在西齐为他们作战 要不是自己碰到了赵公明 自己这一家 怕是陷入了深渊还要感谢铲交的人 李静越想越觉得气愤 然后狠狠地瞪了一眼金扎和木扎 金扎 木扎 我们又做了什么了 不过看李静的意思 好像是让眼前这个人把他们带走 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 赵公明点点头 一挥手便带着金扎和木扎走了 李静望着赵公明远去的方向 金扎 木扎 为父只能坐到这里了 以赵公明的修为 来到昭歌城不过是瞬间的事情 不过现在是半夜 赵公明当然不会半夜去打扰陆长生的休息 不然惹大佬生气 可就不好了 随后 赵公明又带着金扎和木扎 先在城外的小树林上面休息 赵公明丢下金扎和木扎 自己躺在树上 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 金扎和木扎面面相去 这个道长好像脑子不太好 就不怕他们跑了吗 不对 有诈 金扎和木扎对视一眼 都明白了对方心里的想法 六 金扎和木扎运转灵力 往外面跑去 但是他们越跑越觉得不对劲 他们怎么感觉 跑来跑去还是在原地呢 而且腰间还传来一种束缚感 金扎往自己腰间看去 一道闪着灵力的细线缠在他的腰间 金扎扭头看去 果然木扎的腰间也缠着相同的细线 而细线的源头正在被赵公明拿着呢 金扎和木扎明白 原来是不是赵公明傻 是他们傻啊 也是 这么一个大佬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他们走 金扎木扎泄了气 坐在树下也闭目养神了 闭着眼睛的赵公明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两个小孩跟他斗 还嫩着呢 第二日 赵公明带着金扎和木扎 来到了长生茶寺 陆老板 哎哟 是老赵啊 陆长生正忙着火锅店的开张呢 因为系统发布了任务 在昭革城开一间火锅店 陆长生也是想不通 这个系统要干什么 不过 既然系统都让他开了 那就干呗 自己还能出茶寺 不用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了 不过陆长生庆幸有黄天化三兄弟 和申公报他们的帮忙 不然靠自己开店 那真的是要累死了 我听闻陆老板要开一家火锅店 这不给你送两个人手来帮你 什么 一大堆声音都出来了 黄天化三个兄弟 是咬牙切齿的 本来申公报出现 已经抢了他们一部分的资源了 现在又多了两个人 大佬的目光 又要被分走了吗 难道是自己等人 还不够勤快 黄天化三兄弟 看着陆长生的眼神 让陆长生不禁摸了摸鼻子 不知为何 他感觉这三个兄弟 眼神里有一种控诉他是渣男的感觉 陆长生 冤枉啊 他什么都没有干 而金扎木扎则是 我 堂堂铲教三代弟子 居然让我去干小二 金扎木扎心高气傲的 当即就要喊出来 赵公明眼疾手快 直接就给金扎和木扎 一个禁言术 金扎和木扎张着嘴巴 硬是发不出一丝声音 陆长生一看 两个哑巴 这不 同情心一下子就上来了 罢了罢了 本来不想收的 自己这火锅店开门 确实也要人 那还是收吧 就当照顾哑巴好了 陆长生看着金扎和木扎两人同情的眼神 让金扎和木扎两个人 一下子就爆了 这是什么鬼 而幕后黑手赵公明则是道 这两个人 也是我路上捡来的 看他们两人 手脚也算勤快 这不想着陆老板要开新店了 才送来两个帮手 真是感谢老赵心里想着我 陆长生心里感动 自己在古代能交到这至交好友 不知道这两个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啊 这个是小金 这个是小木 小金小木 这名字倒是蛮好的 陆长生拍着胸脯道 兄弟放心 我会照顾好这两个小孩的 赵公明听到陆长生叫自己兄弟 也有些心虚 他可担不起大佬这一句兄弟 赵公明把金扎和木扎带到了这里后 和陆长生聊了一会儿 天便离去了 临走前 赵公明传言给金扎和木扎 不要惹怒鲁老板 他可是大佬 若是你们表现得好的话 你们将获得天大的机缘 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哪吒的兄弟 我也不会带你们获得如此机缘 还有 不要把你们的真实姓名说出来 否则 赵公明的话尽于此 只是金扎和木扎听不听 就不是他管的了 反正他是给他们下了禁言术 金扎木扎 可能我们不是人 但是你是真的狗 金扎和木扎无奈之下 只好在长生茶寺 当起了打工人 西齐 激发得知了金扎和木扎 竟然被商俊给收走了 也是木凳口袋 这金扎和木扎 不应该是西齐乏商的主要战力吗 那现在该如何是好 江子牙也是很愁 立马传讯给了金扎和木扎的两个师尊 普贤真人和文书广法天尊收到后 也是震惊了 金扎木扎被他爹给收走了 李静不是应该在陈塘关吗 怎么这么早就出现在前线了 普贤真人和文书广法天尊一和解 他们算到金扎和木扎正在招戈 决定将金扎和木扎先带出来再说 因着文书广法天尊最近感悟 所以这任务普贤真人就接了 普贤真人腾云驾悟来到了招戈 随后降落到了有金扎和木扎气息的地方 他抬头一看 长生火锅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火锅是新出的什么法宝不成 普贤真人好奇地踏了进去 人山人海 而金扎木扎正在那里快活地端着盘子 普贤真人走到木扎面前 咳了一声 木扎看着普贤真人先是一愣 随后快速绕过普贤真人 把菜放在了桌子上 本来等着木扎 行李的普贤真人就这么被木扎给忽略了 普贤真人脸色一僵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木扎不是应该把跪在自己面前 求着自己带他离开这里吗 自己下山前教木扎要实现自己的报复呢 难道是在这里当一个小二的吗 这个店到底有什么磨脸 普贤真人气到直接就坐下了 喊道 给我上菜 普贤真人倒要看看 是什么东西将木扎能迷成这样 其实普贤真人误会木扎了 之前赵公明给金扎木扎下的禁年术 还没有被解开呢 所以木扎也不能说话 再者这段时间在长生火锅点 金扎木扎发现自己的修为竟然进展得很快 而且他们发现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修为好像都比他高 除了那个陆长生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其他人都是以陆长生为中心的 金扎木扎能够有如此修为自然也不准 他们发现这修为增长的事情 好像都是围绕陆长生的 比如陆长生泡出来的一杯茶 金扎木扎发现 就算是陆长生喝完以后 还剩点茶渣 黄天化他们都会偷偷地把它们存起来 然后自己泡了 刚开始金扎木扎看到的时候 简直要震惊了 这群人好恶心啊 竟然喝别人的茶渣 而且喝了就喝了 还露出猥琐的表情 黄天化三兄弟 你们不懂 大佬的东西都是好的 就算是茶渣又怎么了 不过金扎木扎发现 长生茶丝的水 好像特别好喝 比他们在修炼的时候 喝得还要好喝 而之前陆长生还给了他们 一人一个水果 这可是陆长生签到 好不容易得到的 自从人越来越多 水果都不够分了 黄天化他们看到水果 被金扎木扎他们得到 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啊 金扎木扎两兄弟 本来是想气一气 黄天化他们几个 但是他们刚吃一口水果 金扎木扎就愣住了 这水果怎么这么好吃 而且 他们感觉到了 来自丹田的那股灵力涌动 金扎木扎 连忙控制体内灵力 突破了 金扎木扎有些呆滞 就这么简单 什么时候修炼这么简单了 想他们天赋一柄 在山上修炼 经历了不少的苦 这才有了今日的修为 但是他们 今天吃了个水果 修为就生了 这是什么神仙水果 爱了爱了 黄天化三兄弟内心 呜呜 我也好想要水果 金扎和木扎 经过水果这个事情后 对在陆长生这边打工 也不反抗了 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整天盼着陆长生 再给他们水果吃 但是让金扎木扎失望的是 之后陆长生就没有水果了 就这样 金扎和木扎 一直在长生火锅店打工 直到普贤真人来 应该习惯了干活 所以看到普贤真人来下意识的 不是行李 而是要赶紧给客人送菜了 客人都要等急了 普贤真人坐下后 黄天化过来点菜了 这位客人 你要吃什么呢 你们这里有什么 就都给我上一份 确定吗 这里菜的品种很多 若是只有一个人 怕是吃不完啊 费什么话 快去 普贤真人直接对了回去 黄天化也没生气 叫后厨准备菜了 普贤真人坐下后 观察整个环境 这火锅店开得倒是和其他地方不同 难怪金扎木扎都不想离开了 还是小孩子心性啊 很快 火锅变上来了 黄天化给普贤真人介绍完以后 就下去了 普贤真人一挥袖子 我倒要看看这个火锅 有什么好吃的 第一口下肚 普贤真人瞪大了双眼 这傻呀 也太好吃了吧 普贤真人一口接一口地吃 火锅店的人都看着普贤真人了 因为普贤真人看起来小小的 也不胖啊 怎么这么能吃啊 普贤真人的桌子上的空碗 越来越高 周围的客人都在起哄 看看普贤真人还能吃多少 终于普贤真人吃完了 看着桌子上的空碗 普贤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他修到以来还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而且他还隐隐感觉自己的修为居然要有突破的样子 这火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看在火锅的份上 自己就先让金渣和木渣先待在这里好了 下次还可以继续吃 普贤真人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来吃火锅 然后准备起身走了 黄天化拦住普贤真人 客人 你还没有付钱呢 钱 普贤真人笑了 他 堂堂原始天尊坐下弟子 来这里吃饭 是让这小店蓬毙生辉的事情 他还没找店主要好处呢 居然还要自己给钱 普贤真人不屑一笑 抬脚就走 黄天化急了 这个人怎么回事 堂堂招哥成居 还有人吃霸王餐的 黄天化拦住要走的普贤真人 客人 你若是不给钱的话 我就要报关了 黄天化的威胁 在普贤真人看来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金渣木渣自然认得普贤真人 见普贤真人和黄天化对上了 内心有些着急 特别是木渣 他自然知道自己师尊的实力 若是普贤真人动起手来 这一片都会被毁掉 木渣想要上去阻拦 但是来不及了 黄天化已经和普贤真人动手了 只见普贤真人袖袍 挥出一道近风 想让黄天化滚远一点 但是 让普贤真人吃惊的是 黄天化竟然纹丝不动 普贤真人迷言仔细看去 好家伙 这个伙计修为竟然和他差不多 普贤真人 眼角抽了抽 他可是原始天尊 坐下弟子 惊心巅峰 眼前这个家伙 看样子 不过才十八 修为竟然这么高 这是怎么回事 普贤真人心中疑惑 如波涛般涌来 木渣看到黄天化 竟然与师尊不相上下 心里大为吃惊 这怎么可能 自己师尊的修为 他是再了解不过了 那叫一个厉害 可眼前这个黄天化 居然能和师尊打成平手 这有一个人 居然会甘心留在陆老板身边 那位陆老板 不 陆前辈到底是何高人 普贤真人脸都涨红了 他今日必须把这个小辈给制止才行 否则 他普贤真人的脸面往哪里放 普贤真人心念一动 乌钩双剑出现在了普贤真人的身侧 黄天化与普贤真人实力相当 不过因为洪荒大陆实力是一部分 法宝也是一部分 若是实力 不足以将法宝的实力补全 那便会落入下风 面对有着乌钩双剑的黄天化 也是有些抵抗不住了 心里大骂 这个人竟有如此实力 如此难怪吃霸王餐 普贤真人见黄天化 有些抵挡不住了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就这 还想和我别 普贤真人打定主意 要给黄天化一点教训 就在黄天化危机时刻 木渣正想上前 请普贤真人手下留情 毕竟黄天化与自己也是 相处一段时间的 虽说这家伙脾气很差 木渣也看不上他 但是这件事是 自己师尊有错在先 他吃霸王擦啊 但是让金渣木渣目瞪口呆的是 旁边伸出两根手指 一下子就将刺向黄天化的剑给夹住了 普贤真人也是震惊了 这可是无钩双剑 能够用手就将这法宝夹住 难道是圣人驾到 普贤真人转头过去 一个陌生的脸映入眼中 这人是谁 黄天化剑路长生来了 连忙过去告状 老板 他吃霸王餐 店中的其他百姓 看到这边的动静 早就围观过来了 听到普贤真人 居然吃霸王餐 开始了议论纷纷 哎呦 这人长得人模人样的 竟然还吃霸王餐 是啊 真是看不出来啊 难怪刚刚吃的那么多 怕是很久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吧 百姓们的窃窃私语 让普贤真人的脸都战红了 他当即 想要不管不顾的 使出全部灵力 把这一片毁成平地 不过 他想到这里是昭歌城 人王还居住在这里呢 若是贸然进宫 怕是自己反而遭殃 我认为我们要听到